直接消散 整个第二层大地只剩下九座小型世界 前一批的另外四名军士在痛苦竭力挣扎 还不结束 第二层魔力该结束了吧 我实力下降大半了 再不结束我扛不住了 其他四名军士焦急无比 对法则之主而言 神体损失部分实力却是暴跌 所以在战斗时 刚开始巅峰时 实力消耗最慢 到了最后实力一弱 神体消耗越快 消耗越多实力就更弱 就会进入恶性循环 所以一个个都急了 必须节省神力 否则活不过这五起楼的第二层 罗锋他们这一批五名军士 也在忐忑难安中 正当他们不安时 那熟悉的声音响起 这声音直接钻入灵魂中 让五名军士感到心颤 怎么这么快 我们比他们晚好久才开始的 罗锋他们这一批其他四名军士都急了 他们比前一批晚了约半个小时 被传送到小型世界 可最后噩梦的降临 却只比前一批仅仅晚了约十分钟左右 罗锋搜得一飞冲天 同时仰头看天 高空中古老密文图 轰隆隆不断下降 暗红色岩石巨人也跟着飞起 他自然是时刻跟随罗锋 要杀了罗锋 四只岩石大手 单单手掌宽度便上百万公里 手臂更是极长 直接伸出来抓向罗锋 不过罗锋提前飞到高空 有了一个时间缓冲 以他的身法 倒也能从容躲避开岩石大手 那座古老的大殿中 神王谷都获得加封的四位统领 一位永恒真神 三位虚空真神 都无比期待地观看着光幕 看着罗锋在乌起楼第二层中的表现 光幕上 金爪神罗锋在半空中 每一次都能避开岩石大手 照样能戏弄那暗红色岩石巨人 甚至在刚开始 都能让那无数射下的流光 碰不到他 可是 随着古老密文图的不断下降 距离越发短 便令罗锋也更加吃力 时而会被碰触到 短命 三烧神力第一筹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便将工作室制作 第1200集 这个军事银河 总算施展燃烧神力秘书了 他还真有耐心 一直熬到现在 才施展神力秘书 作为特殊军团军事 基础传承中 就有一重燃烧神力秘书 本就应该会 四大统领们看到屏幕上 一幕顿时笑了 一旦施展神力秘书 罗锋的攻击防御 速度闪躲等各方面 立刻飙升一层次 之前吃力狼狈 一瞬间再度变得轻松 在半空中 同时应对岩石大手 暗红色岩石巨人 无数流光 轻而易举 又过了数分钟 古老密文图越降越低 甚至逐渐逼迫 罗锋飞行所在 令罗锋不得不下降 他总不能贴着 古老密文图 一旦贴着 那根本没有办法 躲避流光了 军事银河 这第二层 对他没威胁 嗯 虽说这第二层 最后时刻会 令他吃些亏 可他身体到现在 都几乎没消耗 没影响 乌起楼第二层 那九座小型世界中 还不结束 暗红色甲铠少年 正飞窜着逃跑 古老密文图 已经下降到距离地面 仅仅只有百万公里高度 如此低的高度 令飞行也无法飞得高 大地裂缝中的岩石大手 只要一冒出来 就可以轻易笼罩 暗红色甲铠少年 如此近距离 流光接连轰击道 这甲铠少年 根本不理会 因为到了这份上 根本没有躲避的可能 他全身心小心下放 岩石大手一出 甲铠少年立刻躲避 甲铠少年竭力闪躲 却发现自己速度不够快 那百万公里宽的大手掌 仅仅部分冒出地表裂缝 便一把抓住了他 不 我的身体损失太多 实力降低太大 连全力都躲不开了 暗红色岩石巨人瞬间冲上 一巴掌一巴掌的疯狂拍击 甲铠少年 瞬间他被拍了超过二十掌 总算从大手中逃出 呼啸飞出 可高空中接连的流光袭来 不行了 甲铠少年感觉到 自己的神体越来越弱 衰减速度越来越快 地底裂缝的岩石大手 刚刚冒出 还未曾抓住甲铠少年 甲铠少年便被那流光 直接轰击到湮灭了 只剩下一些战铠 机械流宝物等等坠落 又以军事陨落 就在甲铠少年陨落了大概半分钟左右 前五名军事中 幸存的三名军事的小型世界瞬间消散 那岩石巨人也化为赤红色液体 流入了大地缝隙中 一切消散 幸存的三名军事 是错愕万分 还活着 我还活着 我都绝望了 结束了 终于结束了 只要再过片刻 我就完了 结束了 三名幸存下的军事又哭又笑 他们实在受尽了折磨 艰难地不断撑下来 到最后 他们三名军事中最好的一个实力都不足一开始的十分之一 最差的一个实力都不足之前的千分之一了 只要再过那么一小会儿 就得陨落 艰难活下 这三名军事很快便从喜悦机动中清醒过来 怎么办 我们身体现在弱成这样 实力这般脆弱 这才乌起楼第二层 接下来还有第三层 第四层 第五层 我们怎么活得下去啊 对啊 我们实力已经弱成这样了 我们弱 其他军事也弱 那被公平了 说不定 乌起楼还会提供宝物 令我们身体恢复 什么叫其他军事也弱 你们看 那个蟒和军的军事 到现在都能压制暗红岩石巨人打 果真 在罗锋他们这一批五名军事中 特别是罗锋 直至现在实力都处于巅峰期 特别在他燃烧神力第一重后 甚至能够压制暗红色岩石巨人 经常拿暗红色岩石巨人当盾牌 不但用来挡刘光 甚至挡那些岩石大手 竟强成这样 忽然 三道光柱突然降临 笼罩三名幸存的军事 瞬间 这三名军事便消失了 去乌起楼第三层了 他们前一批五个死了两个 其他三个实力 都衰弱到一个极低的地步 估计我们这批也差不多 随着古老密文图不断下降 罗锋他们这一批军事遭遇也越加恶劣 终于有军事陨落 片刻后结束 罗锋他们这一批 竟也同样幸存三名军事 活下来了 活下来了 其他两名军事惊喜若狂 可在看到罗锋时 却不约而同连连夺远 罗锋看了一眼 目光落在那高瘦的虚忠身上 轻声笑道 运气不错 还活着 虚忠心惊肉跳 后悔不已 他明白这个可怕的军事银河 记仇了 三道光柱降临 笼罩锋他们三个 瞬间传送消失 乌起楼第三层 是一片广袤的草原 第四批到了 第四批和第三批 一样都活了三个 罗锋一出现 则是朝周围远处扫了眼 只见远处分散着一道道身影 有军事身影 有异兽身影 数量确实挺多 一眼望去 广袤的草原上算上 它足足有十一名军事之多 十一名军事 第三批和我们第四批 活下来六个 看来另外五名军事 就是第一批和第二批的 乌起楼第三层 竟然让所有军事集结 罗锋仔细观看周围 一名军事 顿时第三批和第四批 幸存者下的脸色都变了 个个远远先顺移躲开 而后在周围广袤区域还接连施展 封印了空间波动 这 第一批和第二批 幸存下的军事都错愕了 他们不是傻子都看出来了 那一个蟒合军军事 一个眼神 就吓得第三批 第四批军事都躲得远远的 显然实力不是一个层次 我们也躲远点 第三批军事和第四批军事 个个如此 这蟒合军事 定是无比可怕 第一批和第二批军事 虽然不知道罗锋如何可怕 可仅剩下 还是一个个瞬移躲远了 而后也将周围空间封锁 这一幕让罗锋摇头一笑 时间流逝 一天天过去 待的第六天 又有一批军事到来 一共是两名幸存军事 片刻后 第六批军事也到了 一共是三名 转眼便过去了近两个月 乌企楼第三层的草原上 已经聚集了足足38名军事 一些新来的军事 和前面四批一些认识的军事 有交情 也知道了那蟒合军军事的可怕 不少也同样远远避开 可依旧有些自信的眉睹 一个蜿蜒盛开的巨大的植物生命 全身有着一朵朵鲜艳的花朵 其中最大的一朵花上 则是有着眼睛和嘴巴 正不屑的 一个部落战士就把你们吓成这样 我在没加入军队时 杀的部落战士便上万计了 你身体高近一公里 有如此大的身体 我们也不怕呀 就是啊 我们也不怕呀 周围的挑衅 害怕 罗锋一律不理会 只是在那儿站着 终于 随着再次出现的两名军士 乌企楼第三层的这草原世界 总算有动静了 草原上空 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 宛如水面波纹般的漩涡 幸存的四十名军士 各个看向上空 时空犹如波纹般震荡 罗锋他们四十名军士 不管身处草原哪里 都一瞬间被挪移 传送到那巨大漩涡的正下方 高空的漩涡忽然降下一道道光幕 直接将下方草原直径 约有十亿公里的一大片区域 完全包围 令这十亿公里直径的一大片区域 和外界完全隔离开 上方的漩涡直径也达到十亿公里 高空中那水面般的漩涡中央 忽然出现了一颗巨大的眼睛 这颗巨大的眼睛俯瞰下方 一时间令下方包括罗锋在内 一个个感到灵魂好似凝固了一半 一个苍老的声音 回荡在每一个军事脑海 屋起楼前三层有生死危险 只要活着闯过前三层 便再无死亡危机 第四层开始 甚至会是各种传承 奖励等等 你等闯得越高 获得好处越大 当然 你等必须活着度过这第三层 你等四十名军士 根据你等在前两层斩现实力 这第三层 你们只有十五个军士可以活下来 活下来的十五名军士 即可进入第四层 获得诸多好处 在撑过第三层危机之前 禁止进入战船之中 否则 当失败处置 陨落严密 苍老声音的话 让罗锋吃了一惊 竟然只有十五个 活下来的名额 顿时 四十名军士 都不少心中担忧 能熬到第三层的 个个不凡 却还要再死去大半 除了少数几个如罗锋等 其他军士根本不敢说 自己一定能活下去 忽然两声炸响 只见巨大的枝叶弥漫开 那长条枝叶上 有着耀眼的金光 连续抽打在一名部落军士上 令那名本来实力 就剩下不足百分之一的 可怜军士 直接被抽打得湮灭 化为虚无 什么 他杀了军士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01集 罗峰看去 刚才动手的是那植物生命军士 那植物生命军士的其中一朵鲜艳花朵发出嗤笑声 乌喜楼说只有15个可以活 却没有禁止我等厮杀 多杀一个就少一个对手 死吧 快走 走 小心 要知道 刚刚经历第二层的小型世界磨难 大多军士都处于重伤状态 最差的实力都不足巅峰时的千分之一 一个个自认为重伤严重的军士 连忙一个个四处逃一开 和一些强大的军士尽量保持距离 可是高空中 神眼笼罩的十亿公里光域范围 却是根本出不去的 怎么逃也得在这范围内 一时间神眼光域范围内一片混乱 罗峰站在那儿 却是无视周围 也没有一个军士赶来对付罗峰 即便是那最嚣张的植物生命军士 也没来对付罗峰 高空中的巨大神眼忽然一亮 一道道金光朝下方弥漫开来 原本还在厮杀的一些军士 顿时感觉自己的灵魂受到冲击 不少军士都暂时停下不再厮杀 先小心翼翼抵抗 谁都不知道这第三层到底是什么危险 如果是很可怕的危险 那他们还分心去厮杀 便是找死了 仅仅仅这么一小话 四十名军士便有三位陨落了 都是之前在第二层就重伤近死的 刚才被蹂躏致死 连机械流宝物铠甲兵器等都被掳走 幸好这银河没动 须忠摇摇看了罗锋一眼 随机仰头看向高空的神眼 众多军士一个个仰头看向神眼 神眼放出无尽金光 笼罩下方 强大的意志冲击却是所有军士进阶能承受的 这第三层到底是什么危险 那这神眼 第二层刚开始仅仅是密文图 后来也冒出银石巨人灯堂 说不定这第三层还会冒出什么诡异危险 一个个军士心中不安 甚至有些军士震动飞起来 不敢靠近大地 防止这草原上突然冒出什么来 无尽的金光照射草原 也照射着每一个军士 危能逐渐再提升 一时冲击在变强 难道这五起楼第三层是意志考验 一个个军士连忙抵抗 谁都不甘心轻易认输 毕竟他们都知道了 这第三层已经是最后一个有死亡危险 第四层开始反而都是诸多好处奖励了 谁不拼一把 罗锋承受这意志冲击 暗自感叹 难怪重伤的军士都没有得到治疗 原来是考验意志 即使神体损失对战斗力影响大 对意志影响却很小 意志冲击缓慢再增加 罗锋转头看向远处 那化为可鸟形态的虚中 这点意志冲击对我根本没有任何影响 趁现在意志冲击还弱 先免杀了他 虚中正抵抗着意志冲击 同时也小心注意这四周 虽说他有咳鸟逃命厉害 可是在之前 乌企楼第二层时 他咳鸟的正面战斗厮杀却弱得多 所以他在乌企楼第二层受伤严重 即使进入第二层后等待的时间中恢复了些 却也只是恢复百分之五十身体左右 实力只剩下之前的十分之一 他当然得小心警惕 银河 虚中大惊 他怕就怕这银河 虚中化为白色大鸟高速飞行 同时传音连忙说道 银河银河 我们都来自东军 何必苦苦追杀我呀 不杀你杀谁 虚中顿时心中一苦 之前在乌企楼第一层刚开始时 他突然对罗锋下手 当时他便对罗锋说 你是新兵不杀你杀谁 现在局势却突然逆转过来了 银河 只要你不杀我 我愿封上一机械流宝物当作赔礼 闯着乌企楼 罗锋其实是懒得大开杀戒 只是虚中是他最厌恶的一类 正面刻意交好当兄弟似的 背后突然下死手 像当初罗锋还仅仅是个小人物时 在闯魔音山的时候 就曾遭遇到伙伴没落的偷袭 下死手 自那以后 罗锋对这一类极端的厌恶 虚中 自然得杀 罗锋追 虚中逃 虚中化为白色大鸟 虽说实力只有之前十分之一 可飞行速度却依旧比罗锋快 神烧 罗锋心意移动 施展断灭第一卷 今早神罗锋速度立刻飙升起来 要知道罗锋有事无语义 在加速飞行方面本就擅长 虽说在禁制世界没带 可那超八百万纪元中 他也细心研究过 也研究事无语义本身 也研究诸多秘法 而刘金身法中就蕴含加速 罗锋速度不断暴涨 叶和 叶和 你说 如何才能放过我 你死了 自然放过你 二者一前一后 速度快得可怕 即便是这神眼笼罩的光域范围 也不过十亿公里 以他们此刻速度都不需要一秒 就可以纵横整个光域范围 所以呢 虚中是一直按照一道弧线飞行 转着弯的竭力飞行 啊 罗锋追了半分钟都没追上 或许是死亡面前 那虚中完全在拼命 又或许是那咳鸟在飞行方面 真的很擅长 若是我施展断灭第二重 瞬间即可抓住你 看你熬到什么时候 罗锋暗自摇头 在九燕泽 他敢施展断灭第二重 因为那不是军队控制范围 可是在这乌起楼 显然他的一切动静都在监察当中 他自然不敢施展断灭第二重 罗锋便这么继续追下去 破得那虚中没有一刻敢放松 虚中无比悲苦 愤恨 后悔 时间不断流逝 高空中那一神眼 散发的金光蕴含的意志冲击 不断在增强 从一开始个个都能轻易承受 到现在已经有部分军事很吃力了 有军事无比痛苦 他们虽是精英 可是在意志方面 他们只能说是大部分突破瓶颈 达到真神层次的意志 还是有少部分差弦 这意志冲击已经到法端之处极限了 杀 一边承受着意志冲击 一边还有军事在厮杀杀戮 特别是自认意志方面不够强的军事 更是竭力地宰杀 杀一个就少一个对手 只要最好 剩下十五个就结束了 杀 杀 昏天暗地 三十余位军事各个化作流光在高速飞行 视而交错而过 在这种拼命厮杀中还要抵抗意志冲击 一不小心分心了 可能就会中招 一些逃避慢 实力弱的军事开始逐渐陨落 军事的数量开始减少 随着高空中的神眼意志冲击变强 军事们恐惧了 之前他们是彼此厮杀 神眼的意志冲击只是小威胁 可此刻意志冲击开始逐渐超越部分军事的承受极限 随着意志冲击超越法则之主的极限 高速飞行闪躲厮杀当中 足足九名军事全身颤抖 瞬间陷入昏迷 意识崩溃状态 显然承受不了那意志冲击 而高空中的神眼则是迸发出了九道刺眼的紫光 九道紫光瞬间袭击了那九名昏迷坠落的军事 令他们直接湮灭 只留下些战甲机械宝物等等 哼 正在追杀虚中超高速飞行的罗锋 刚好呼啸而过 一挥手便将其中一名军事遗留的宝物进阶收起 宝物倒是挺多 这乌起楼第三层倒是弄到大量宝物的机会 错过这次机会 将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遇到 每一个军事都是一个小宝库 几乎每个军事都至少有两件机械流宝物 毕竟他们都是从第一层第二层熬过来 我要逃 我要逃 我不能死 这些只冲击太强了 我快生生不了了 神眼照射草原 照射每一个军事 那金色光线中蕴含的意志冲击 虽然缓慢却一直在增强 扛不住便是死 只有十五个能活 高空中的神眼散发着不断增强的意志冲击 令军事们抵抗得越加艰难 许忠感到在一重重冲击下 一直都渐渐模糊不清晰了 不 行 给我清醒过来 他朝后方看了一眼 后方那化为黑色流光的金兆神 依旧在后面追着 丝毫没有减慢 虚中焦急到极致 可那意志冲击反而在增强 令他渐渐有崩溃的迹象 清醒 清醒 一鹤 烧错了 饶了我 饶了我 虚中最后时刻传音道 因为意志在冲击之下 他飞行逃跑的轨迹也不再完美 后方通体漆黑的金兆神罗锋 呼啸便追上 给我死吧 罗锋冷酷地一招 便将那头白色大鸟直接拍击地朝下方坠去 白色大鸟整个坠在草原上 罗锋也降落在一旁 他看着那栽倒在草原上 已经趴下 似乎失去意识的白色大鸟 咳鸟 远处其他厮杀的军士朝这儿看来 他们都知道 那躺在那边的军士 已经完全意志崩溃 陷入昏迷 很快就会被神眼给直接毁灭 定会有宝物遗留 可一看到旁边站着那金兆神罗锋 顿时没有一个敢去虎口夺食 一道紫光从神眼中射出 直接落在白色大鸟咳鸟身上 顿时另在机械流宝物保护下的虚中 瞬间湮灭 只留下了一些铠甲 空间手环 机械宝物等遗物 罗锋一挥手便直接收起 随即直接一跃而起 化为流光 冲到那厮杀的军士当中去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02集 军事数量在瑞渐 二十八位 二十六位 二十三位 一个个陨落 或者是被神岩给杀死 或者是被其他军士给杀死 滚开 声浪如雷轰然传来 金找神罗锋化为流光 直接冲向一名军士 被神眼击杀后留下的宝物 是那军士银河 是军士银河 同时冲向坠落宝物的三名军士 一件事罗锋 都立刻改变方向 划过湖县 逃离开去 若是他们距离坠落宝物极近 或许还能拿到 可是他们本身距离宝物就较远 即使能够提前一步得到 恐怕也会被那军士银河给追上 那可就是一场噩梦了 在这群军士中 得到宝物最多的便是两个 一个是罗锋 一个是那植物生命军士 严格算来 植物生命军士得到的宝物更多 须知 整个光域不过十亿公里直径 而植物生命军士高度 就达近一公里 那些枝叶散发开来 浮散区域极大 他自然仗着这一点优势 得到不少宝物 我不感谢 死吧 死吧 快死去吧 植物生命军士 最艳丽的一朵花 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声音 他实力是强 可是高空中神眼的意志冲击 令他越加吃力 作为植物生命 他战斗时优势极大 所以在魔力意志方面 本来就欠缺些 虽说意志达到真神层次 可是在这群精英军士中 他只能排在中游 植物生命军士感觉他快扛不住了 意志甚至要开始崩溃了 远处的其他军士都看过来 一个个都远远避开 摇摇看着 眼中有着贪婪 因为他们一个个都知道 这植物生命军士拥有的 机械流宝物是最多的 这使得每一个军士都想得到 罗锋也悬浮在半空中 摇摇看着 不 你们快去死 死 植物生命军士咆哮着 肆意疯狂挥舞着他的枝叶 每一道枝叶上都留着一道道金光 扫荡向周围 欲要杀更多的军士 可每个军士都远远避开他 离他远远 而此刻还活着的军士 各个实力损失都较小 即使被植物生命军士困住 短时间内都不会死 随着凄厉的嘶喊声 那些肆意飞舞的一根根藤叶 进阶从高空中无力垂落下 显然失去意识了 罗锋眼睛一亮 当即化作流光 速度迅速飙升 直接冲向那植物生命军士 一个个军士都同时朝那冲去 个个都渴望得到大量机械流宝物 即使自己用不到 也能去换成军功 而后用巨额军功 再换取一件适合自己的 冰冷的紫光降临 落在那植物生命上 瞬间令植物生命湮灭 化为虚无 只留下一堆遗留的宝物 是我的 一名异兽军士有着双翼三角头颅 闪电般呼啸着飞来 在众多冲来的军士中 他速度最快 呼啸贴着草原飞过 瞬间便将草原地面上 遗留的宝物进阶收走 愁死 举世银河 论实力我不及你 可是论飞行速度 我可不怕你 是吗 原本通体漆黑的金爪神罗锋 顿时变了 金爪神进阶消失 只见罗锋竟然瞬间 变成了一头银白色的飞禽 可鸟 可鸟 只见可鸟罗锋 速度瞬间飙升 明显超过那飞禽异兽军士一大截 直接追了上来 罗锋的眼中满是冰冷 开玩笑 之前那虚中一死 他得到可鸟后 本就有心在这第三层中 大肆得到宝物 自然是立刻将可鸟 送到牧林之州中 给金爪巨兽试验 金爪巨兽在传承空间的 修炼空间中 万倍时间加速 研究可鸟 虽说在修炼空间中 研究一天多 才雾透可鸟的密法趋势方法 可是外界才仅仅过去不到十秒而已 怎么会 飞禽异兽军士急了 一件新的机械流宝物 要能够最佳使用 单单研究一般要好久 这军士银和刚刚得到的可鸟 怎么就能使用了 他哪里知道 罗锋本就在密法方面成就极高 其次有万倍时间加速 怎能不快 都说你厉害 我就不信你一个法子之主 能比我强多少 给我下去 河鸟瞬间便追上 巨大的羽翼化作流光 施展出了水火之光刀法 直接劈在了飞禽异兽军士身上 令飞禽异兽军士 直接被砸得轰隆坠落在下方的草原上 令草原被砸出了一个大坑 在下降的同时 原本是银白色大鸟的罗锋 瞬间又变成了金爪神 毕竟在攻击方面 金爪神更强 金爪神疯狂围绕着 那飞禽异兽军士厮杀着 一时间只见耀眼的 金色爪影犹如巨浪 瞬间便将飞禽异兽军士 给淹没 死吧 怎么 飞禽异兽军士要反抗 可一旦被罗锋贴身 加上实力等罗锋又占优 飞禽异兽军士想要逃都做不到 无尽的刀光席卷下 本就经历乌企楼第二层 实力损耗不少的飞禽异兽军士 更是被蹂躏得毫无还手之力 仅仅三十多秒而已 飞禽异兽军士湮灭 罗锋收起宝物 不愧是精英军士 重伤下都比九燕泽那头真神撑得更久 远处其他军士惊恶看着 在短短三十多秒 一名强大的异兽精英军士都没有办法逃 直接被虐杀致死 惊惧后怕 各种情绪在心中浮起 这是罗锋在第三层 真正第一次出手杀死军士 之前的虚忠 都是被神眼杀死的 这次展露手段也让其他军士都明白 之前的谨慎小心避让是何等的明智 高空中的神眼散发着无尽精光 意志冲击越发强大 特别是赶到意志冲击压迫的近乎极限的军士们 更加疯狂了 他们竭力厮杀着 数量继续减少 二十、十八直至十五位 当整个神眼照耀下的区域中 只剩下十五名军士时 那意志冲击已经达到 真神顶级层次 已经接近真神极限了 除了罗锋外 其他十四名军士各个无比吃力 八百万纪元的漫长岁月 罗锋扫尸远处的其他军士 暗自感慨 意志冲击 即便是接近真神极限的意志冲击 对罗锋而言都不值一提 当初罗锋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时 就已经达到真神极意志了 而在后面的漫长岁月中 有传承空间来磨礼自己 传承空间就是一个堪称完美的 超级强者培训基地 在传承空间内 自然也能磨礼意志 保持万倍时间加速下磨礼意志 对罗锋而言前所未有的超八百万纪元的时间 硬是令他的意志从之前的真神级突破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按照罗锋猜测 他的意志应该是虚空真神层次 虚空真神层次的意志 在真神中较为常见 连宇宙海都有数位真神达到这一步 就更别提禁止世界了 而宇宙之主 意志达到虚空真神层次的 却很少 我有传承空间在手 要是还突破不了 那便是段东河一脉的笑话 罗锋按道 段东河一脉历代传承者在宇宙之主阶段 一直都是能轻易达到虚空真神级的 高空中的神眼消失 化为虚无 同时十五道光柱降临 笼罩锋他们十五名军士 直接令他们消失在这乌气楼第三层 神王谷中巍峨的乌气楼旁 那一座银灰色宫殿内 大殿的四座王座上 正坐着四大统领 他们都看着悬浮的光幕 光幕上正是乌气楼内发生的一切 情而易举便渡过第三层 依我看 这军士一和如此轻松 他的意志应该达到虚空真神的层次 一名法则之主 一直达到虚空真神层次 这军士银河真是不错 看他使用金爪神的刀法 精妙程度之高 至少是真神书等水准 此军士 神法 刀法 意志 样样都是绝对顶尖 是我担任统领以来 见过最强的一个 只是不知 他能否登顶乌气楼 若是能登顶 那我等也算没辜负神王陛下的期望了 其他三名统领都是一片沉默 神王陛下的期望 他们都看着那光幕 光幕中显现的是乌气楼第四层场景 第四层乃是奖励 不知那军事银河会选择什么奖励 乌气楼第四层 幸存下的十五名军士 各个内心充满期待 因为按照之前乌气楼告知他们的 乌气楼只有前三层有死亡危机 从第四层开始 反而有的只是奖励等等 乌气楼中的奖励 到底是什么好处 十五名军士被传送到第四层中来 罗锋他们一个个环顾周围 周围一条条通道延伸开去 每一条通道的两边墙壁上 都有着大量的树木尸体等等 仿佛无数生命死物 被封印在通道两壁似的 迷宫 我前后左右都有一条通道 十五名军士都犹豫看着四周 一个都不敢轻易行动 都在等待乌气楼的指引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周围浮现出道道光芒 笼罩每一名军士 幸存的军士们 你们是幸运的 因为你们来到了乌气楼的第四层 从这一层开始 你们再无危险 任何军士彼此也禁止自杀 若是违反 一律处死 乌气楼第四层 有着诸多奖励 在你们的周围 有四条通道 分别代表不同的奖励 那条隐隐泛着白光的通道 乃是宝物通道 一旦进入 即可获得一些宝物 如机械流兵器 如恢复身体的宝物等等 那条隐隐泛着金光的通道 则是传承通道 内含一些特殊秘术 你们运气好 或许能得到一些极强大的秘术 那条隐隐泛着紫光的通道 是真神之路 它会指引你们如何突破 如何成为真神 这是法则路线的真神之路 那条泛着黑光的通道 也是真神之路 不过是神力路线 从神力出发 成为真神 更加强大 可同样艰难百倍千倍 四条通道 只能选择一条 你们从这通道中的收获 则决定你们是否能够进入乌起楼第五层 选择吧 幸运的军师们 苍老声音消失 罗锋他们一个个都环顾周围四条通道 原来代表不同的奖励 一条黑色骷髅大蛇异兽 直接游动着进入那泛着金光的通道中 又是一名矮壮的部落军士 直接进入了那条泛着紫光的通道 一个个军士选择 有些认为在军队中 有成就真神的指引 所以去选择秘术 或者选择宝物 有些则想更早成为真神 自然选真神之路 只是 十五名军士中 虽有八名军士去选择了真神之路 可其中六名都是选择的法则路线 毕竟他们个个都知晓 法则路线是最常见 最普遍 难度最低的 神力路线要艰难得多 连法则路线他们都还未成功 自然不敢好高误远 毕竟 这通道仅仅是指引 不代表一定能成 神力路线 我倒要看看 这禁知世界的神王陛下 在神力路线上 有什么特殊的指引 罗锋却是毫不犹豫 直接选择了神力路线的真神之路 宝物 此次收获已经极多了 罗锋可不信 仅仅闯过三层能被赐予 多么强大的宝物 秘术 断东河一脉强大的秘术有很多 法则路线 罗锋早就舍弃了 唯有真神路线 这毕竟是神王陛下留下的 或许对他有所触动 神王谷的四位统领 看着光幕上 罗锋和其他一名军师 一前一后 进入了那条泛着黑光的真神之路 都是一片唏嘘 嗯 选得不错 乌启楼第四层 真正珍贵的 也就这条神力路线通道而已 这才是神王陛下的心血所在 嗯 这军事银河 选得好 一般军队强者不清楚 可他们乃是神王谷统领 乌启楼等都是交给他们来守护的 他们当然清楚 其实 神王陛下需要的绝世人物 最好是神力路线成真神 毕竟获得加封除了封号任务外 还有另一个途径 需要满足 一 神力路线且生命基因达九万倍 二 将一万零八十一座西皇局基本局 进阶解局 这可以立刻获得加封 立刻获得乌启神 从这要求即可看出 神王陛下所需要的那种绝世人物 最好是神力路线出发 所以 乌启楼当初建造时 第四层的四条通道 唯有神力路线 真神之路 是神王陛下耗费心血流下来指引 来帮助后来者的 罗锋行走在廊道上 廊道两边的墙壁上 则是封印着大量的尸体 或者物体宛如标本 神力路线的指引 在哪儿呢 罗锋仔细寻找着 忽然他瞳孔一缩 盯着旁边的一面墙壁 他震惊地发现 看似简单的无数尸体 物体的标本 若是将亿万标本结合起来 竟然是无比复杂的图文 而且那些尸体标本 有凸起有凹下 更是形成了立体的密文图 这一立体的密文图 罗锋一看 心中便掀起滔天巨浪 其他强者或许不知道 可他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可是靠无尽忧海 施展天赋秘法 创造研究了很多次生命结构 更是令自己的神体 已经突破了完美极限瓶颈 这 只是一种完美生命的 最详细结构 看一眼 罗锋便迅速记住了 不懂 看再多也记不住 可是罗锋在这方面 本就有所成就 他的研究早已超过 这幅生命立体图了 左边 刚才的 应该是血肉类生命 而这 应该是植物类生命 罗锋又转头 看向另一侧 将亿万标本结合起来 的确又是一幅 完美生命的立体图 罗锋迅速记下 继续前进 一路前进 通道的两边墙壁上 无数的标本构成一幅幅生命立体图 进阶都是完美生命 即便都是完美生命 彼此也是有着区别的 就连血肉类生命的完美基因结构 都能分成百种千种 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详细 罗锋为之惊叹 不断前进 仅仅片刻便走到了尽头 通道尽头是一扇门 门上是残缺的生命立体图 血肉类生命的 手指一指 神力灌入 迅速将残缺的生命立体图 给补充完毕 形成了一幅完美的生命图 对罗锋而言 完美生命层次 他之前就研究不知多少 若是能量类生命的他 或许要耗费不少时间 可血肉类生命的他 却是信心十足 瞬间集成 通道尽头的木门 瞬间放出清光 笼罩锋 锋锋消失在了门前 进去了 这 才这一会儿 他就进神力路线 真神之路的下一段了 一定 他的神体一定已经突破完美基因层次 而且走的就是神力路线 只是 这个军事银河充满了野心 他不甘心就这么成真神 他想要生命基因 达到更高 不知道他到底能收获多少啊 四大统领都焦急期盼起来 即便是他们也无法观看到这条神力路线 真神之路更深处的情景 乌起楼蕴含着重大秘密 四大统领虽可以监察 却也只能是监察其中一部分区域 像一些特殊区域 比如第八层 第九层 四大统领根本无法探查到一丝 像第四层 神力路线 真神之路的深处 他们也无法探查 因为那是大秘密 神力路线成真神 本就艰难 对生命的剖析更是绝密 像罗锋 有原始宇宙赋予的秘法创造 一些强大生命的探查 也是模模糊糊 至于事无语意逼出的那滴神血 更是完全无法探查 像真神 虚空真神 永恒真神等 也无法真正剖析 每一个生命结构 这种成系列的 无尽详尽的生命立体图 珍贵性可想而知 当然 误了 懂了 才能记住 不懂 看再多也记不住 也没用 所以这套生命图 也仅仅只是辅助 可这一辅助 却绝对是远古文明 各大势力 绝不外传的 即便是断东和一脉 都拿不出来 时空震荡 在神力路线 真神之路的更深处 罗锋 凭空出现 啊 河流 前方依旧是通道 通道两侧 依旧是有着 无数标本的墙壁 可是眼前这条 宽阔 且深的通道 却是一条 河流 罗锋站在河流之上 凌空震惊看着下方 他的神力略意感应 便发现这条河流中 蕴含的 乃是无尽汹涌的 无主神力 就仿佛原始宇宙 法则海洋中的 无主神力一般 完全可以尽情地 吸纳为己用 这神 竟然是无主神力 而且有这么多 罗锋为之惊喜 要知道 他神体高度 就有着十万公里 通道的宽和高 都有约上亿公里 至于长度 更是数百亿公里 如此庞大的通道 近乎一半都充斥着 这神力凝结成的河流 那位神王陛下 在这里留下了 这么多无主的神力 后来者在这里参悟 一旦雾透 神体突破 自然需要神力来补充 难道是这个原因 不管什么原因 有神力不息 那就是蠢蛋 罗锋心意移动 顿时下方的神力海水 汹涌被他吸纳 之前乌起楼的 第一层到第三层 他的确也消耗了 不少神力 特别是金角巨兽分身 更因地球人本尊 当初突破到 生命基因的 一万六千倍时 为了补充地球人 本尊神力 金角巨兽分身的神体 一直欠缺很多 既然有这么多神力 那就一股作戒 令我的神体 达到我如今感悟的 最高生命基因层次吧 神体重作 罗锋的地球人本尊 瞬间完全解体 化为浩浩荡荡的神力 每一份神力 生命结构再度改造 而后轰然迅速凝结 化为地球人本尊 罗锋神体周围 疯狂吞袭周围的河流 令神体迅速补充 同一刻 金角巨兽分身 也在神体重组 随即也在补充神力 片刻后 一切停下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04集 我现在的神体 生命基因层次 已然达到了约两万八千倍 不过离目标还很远 当初出发来神王谷途中时 远在原始宇宙的无尽幽海 第一次得到大量真神的血液 磷甲毛发等 就一举突破 悟出一万六千倍 生命基因层次生命结构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在罗锋赶路 特别是在乌起楼第三层 等待其他一批批军事 接连到达的时间中 修炼空间内万倍时间加速下 罗锋更是接连突破 总算达到两万八千倍 生命基因层次 算是短时间内 达到了一个小瓶颈 此刻罗锋自然趁机吸纳神力 一举达到自己最强的神体状态 其实 有天赋秘法创造 有大量真神血液毛发磷甲 都未曾一举达到 第一阶段三万倍 罗锋是有些失望的 毕竟三万倍只是第一阶段而已 生命图 罗锋踏着神力河流 看着两侧的一幅幅 更加复杂的生命立体图 血肉类 岩石类 能量类 金属类 植物类 各种生命立体图 从一万多倍到三万倍的 生命基因层次 极多 罗锋对血肉类生命的 生命图掌握最快 至于其他的明显就慢多了 罗锋根本就是主攻血肉类 其他的暂时抛到一边 当然研究血肉类时 也会令罗锋在其他生命类别上 有所额外收获 时间一天天流逝 罗锋在看研究这些生命图的同时 在遥远的原始宇宙 无尽忧海也在研究 而在传承空间 修炼空间内 金角巨兽分身更是一次次试验 仅仅第十五天 自然而然的 罗锋就再次获得突破 令自己的生命基因层次 直接飙升到了三万两千倍左右 主要是罗锋基础本来就好 本来就达到两万八千倍 此刻稍微有些触动感悟 自然就一举突破 进入了三万倍基因这一阶段 微额的罗锋 周围河流汹涌 环绕着他 不断涌入其体内 神体第一阶段 神体高度可暴涨十倍 随着吸纳大量神力 罗锋很快就飙升到百万公里高度 连金角巨兽分身 也同样达到百万公里的长度 罗锋大笑着 站在这河流通道的尽头 同样是木门 木门上同样是残缺的生命图 还是血肉类生命 难道神王陛下 在木门上定下的考验 是根据进来的军事分的 若是植物类军事进来 木门考验 就是植物类强者的生命图 罗锋也没犹豫 很快便补充了这一生命图 这生命图乃是三万倍生命基因层次的 罗锋稍微一琢磨就很快搞定 木门射出青色光芒笼罩锋 直接将罗锋传送到这条真神之路的更深处 罗锋凭空出现 眼前依旧是一条河流通道 两侧依旧是墙壁 只是这条河流通道更加广阔幽深 两侧墙壁上的生命立体图也更加的繁杂庞大 第一段是完美生命 第二段是一万倍到三万倍 这第三段应该是三万倍到六万倍的 之前的两段通道我本身就有基础 所以轻易通过 这一段通道怕是没有那么容易了 按照罗锋的推测 这应该是生命基因层次在三万五千倍左右的生命图 然而就这一生命图一下子就困住了罗锋 有很多不懂无法理解的 雾不透 看了也白看 闭上眼便无法回忆 只有雾透了才能记住 罗锋暂时放弃其他生命种类 专门盯着血肉类生命遗类 第一幅图 罗锋站在河流上一动不动足足看了三个多月 在他看时 原始宇宙无尽优海 在施展天赋秘法创造 去观看哪些真神血液磷甲毛发 而金角巨兽分身 则是借助万倍时间加速 不断在研究剖析 看似三个多月 实则确实耗费数千年 总算雾透 第二幅图 罗锋站着看了一个多月 第三幅图 罗锋看了过半年 罗锋只盯着血肉类生命的生命图 从低到高来看 而后和无尽优海天赋秘法创造 观看到的真神的一些生命结构对应 来仔细研究 在万倍时间加速下 不断研究每一种生命图 不同变化代表的意义 玄妙 宛如在创造秘法 而罗锋掌握的生命基因层次 也在不断提升 一年待半个月 罗锋生命基因层次就飙升到了四万倍 耗费约八十年 达到了五万倍 可接下来的上千年岁月 罗锋却一直困在这一段 一直没法突破 罗锋舍不得 这真神之路绝对是无比珍贵的宝地 毕竟连段东和一脉 都没有如此详尽的一系列生命图 自己必须在这观看参悟 因为一旦离开 未曾雾透地会直接忘记 根本无法记起 一纪元 封号任务最长 也就一纪元的时间 到了下一纪元 便是下一个任务期了 我必须尽力 尽力在这一纪元内 收获更多 如此珍贵的生命图 接近放在我面前 任由我观看 而且我还有天赋密法创造 这两大优势在帮助我 我要是错过这一次机会 以后便要耗费百倍时间 乃至更久的时间 都不一定有此刻收获大 乌企楼之外 一名军士被挪移送了出来 就在乌企楼旁边的那座 银灰色宫殿的第三层 栏杆旁正有着四道身影 一个个俯瞰着那被挪移送出的军士 乌企楼内 其他军士一一被挪送出来 他们在第四层的停留期限已到 不过那军士银河成就更高 是可以待更久 只是不知道 他现在在神力路线真神之路上 有了多大收获 他们看不到里面 可是他们很清楚 既然军士银河在真神之路上 走到更深处 那么就代表 可以进入第五层 继续往上闯 整个封号任务最长一纪元 而乌企楼第四层 他最多只能待半个纪元 不知这半个纪元 他能有多少收获呀 罗锋本身却丝毫不知 他在这真神之路中 最多只能待半纪元 其实知道也没用 因为他已经在竭尽全力的参悟 疯狂的参悟 在这真神之路的第四千两百年岁月 在整个通道近乎到尽头的一幅 巨大生命图面前 罗锋站在这儿一动不动 他已经站在这里超过两千年了 忽然 他笑了 原本紧皱的梅雨也松开了 满是轻松 一朝感悟豁然开朗 这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无比美妙 竟是如此 神体瞬间分解 紧跟着每一份神力发生巨变 随即轰然又凝结 同时周围的河流汹涌澎湃 凝聚过去 一尊微额的神体不断变大 很快 罗锋双脚踩着通道的地面 头 近乎触碰到通道的最高点 罗锋已然神体达到高一亿公里这一等 生命基因层次则突破六万倍 上一公里的庞大身躯 却没有丝毫的累赘感 不像那些庞大生命难以移动 罗锋此刻生命基因层次高六万倍 身体如此庞大 可速度灵活等等只会更强 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进阶达到极限状态 下一段 罗锋迅速缩小 走到木门前 耗费些时间便补全了那残缺生命图 清光照耀 将罗锋传送到另一端 眼前是一条通道 通道两旁是墙壁 通道内没有任何神力海水 墙壁上也没有任何标本 一片空白 罗锋仔细看着眼前通道的两侧墙壁 没有任何标本 没有任何生命图 空白 空白 什么意思 难道说这一段生命图 并非标本形式 罗锋疑惑地沿着通道朝 深处前进 仔细观察着 这通道内的一切痕迹 寻找蛛丝马迹 找不到 没有任何罗锋觉得 有特殊的痕迹 忽然 罗锋耳朵动了动 隐约周围有着空灵的声音响起 一阵阵空灵的声音很是微小 却无所不在 渐渐的 声音逐渐变大 并且周围空间中浮现点点泛着黑光的光点 无数的光点开始凝聚 在罗锋前方不远处凝聚起来 他们化为一个隐约模糊的身影 这是一个泛着黑光的模糊身影 看似平常 却让罗锋不由自主 生出膜拜之心 模糊的身影背对着罗锋 能到此 你离真神终极只差最后一步 记住 真神之路 欲达极致 唯求余己 望你能 登顶无几楼 他稍微侧脸 看了罗锋一眼 随即便消散了 罗锋愣愣地站在那儿 他根本没有看清那道身影 可是在那道身影面前 却直接生出膜拜之心 有一种欲要为他战斗 为他笑死的无尽冲动 这 这仅仅只是一道虚拟的意识吧 绝对比我前一任的段东河 强太多了 上一任段东河早就陨落 不过却是留下虚拟意识 形成能量之身 选出传承者 最后才主动崩解 虚拟意识 按理说并非生命 可也蕴含着全部记忆 记忆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当通晓一切记忆 通晓一切混沌法则等 自然非同一般 像刚才那一虚拟意识 罗锋估计便是 神王陛下留下的一道 虚拟意识 仅仅虚拟意识 便让罗锋有要笑死的冲动 若是神王陛下亲自在这儿 那还了得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05集 应该是神王陛下 丑不起楼 乃是神王陛下建造 特别是真神之路 内涵的生命图 更是珍贵无比 我断通何一脉都没有 神王陛下麾下的一般强者 也没有资格接触吧 能够在这里留下虚拟意识的 十有八九 是神王陛下 罗锋顿时感觉到 这封号任务不一般 在接封号任务时 罗锋纯粹是为了那强大的 机械流宝物 乌起神 以及想要磨砺一下自身 可是真神之路中出现的 一幅幅生命图 当时罗锋只顾着激动了 此刻一冷静下来 便发觉不对 这么珍贵的生命图 像三代祖师那等存在 都没能得到 禁知世界神王陛下 岂会轻易外传 现在到最后 这出现的一虚拟意识 更让罗锋感觉不对劲 而且在宇宙海中的 那个庞然大物 我猜测不错 便是陨落的神王陛下 神王陛下陨落 陨落前建造乌起楼 造乌起神 定下这封号圣 罗锋脑海中瞬间掠过无数念头 忽然 凭空一道光柱降下笼罩锋 罗锋便消失在这通道中 乌起楼第五层 这是一片冰雪世界 罗锋出现 应该是乌起楼第五层了 他脸上不由自主浮现笑容 第四层收获太大了 他进入禁知世界 而且预想到的一些收获也没有此次在第四层的收获大 四千多年的岁月 他的神体竟然一举达到第二阶段六万倍生命基因层次 离九万倍基因层次只差最后一段 那疑似神王陛下的虚拟意识说 真神之路 欲达极致 唯求于己 除神体收获外 且第四层最后 也让罗锋意识到 这封号任务并非简简单单的任务 还蕴含着大秘密 疑似神王陛下的庞然大物 怎么会陨落 漂泊在宇宙海中 那原始宇宙本源意志主动引导我们 又是为何 昊雷星主死前使用的截然相反的力量 又来自哪里 乌企楼外那银灰色宫殿 四位助手在神王谷漫长岁月的统领 都在王座上等待着 因为罗锋在真神之路深处的一切动静 他们都是看不到的 只能等 一直悬浮在那的光幕 忽然表面出现了场景 乌企楼第五层 他进入第五层了 还没到半纪元 他就进第五层了 不管怎样 他开始第五层到第七层的冲刺了 也不知道这军事银河 能不能连闯三层进入第八层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这三层对强者帮助极大 也难度极大 我禁知世界大量的精英军事 不少都有机会闯到第五层 大多都是第五层 第六层被淘汰 最多到第七层 能闯到第八层的 至今只有一个 这三层的确很难 这军事银河的确很强 很有希望连闯三层啊 乌起楼蕴含着大秘密 像第八层第九层 四大统领根本看不到的 历代不知道有多少精英军事 曾有一个极强地冲到第八层 最后在第八层面前失败 这第八层也是最后的难关 一旦成功闯过第八层 就可以登顶进入第九层 只要登顶便是成功 获得加封 乌起楼第五层 茫茫冰雪世界 罗锋环顾周围 就我一个 其他军事呢 当时可是十五个军事 在第四层的 周围风雪忽然席卷而起 笼罩锋 一道苍老的声音 在罗锋脑海中响起 军事银河 其他军事进阶被淘汰 从第五层开始 只有你一个开始创 在五层有一位强大的对手 你只要击败他 即可进入第六层 失败 则离开乌起楼 只有前三层有死亡危险 现在开始倒是没有死亡危险了 罗锋瞳孔一缩 看向远处 远处风雪中 隐约走来一道身影 他一身白袍 漫步而来 看似缓慢 却不断逼近 罗锋看清了 这走来的白袍男子 面容俊美 眉心更有着一颗红质 面带微笑 耳朵略微尖尖 欣赏看着罗锋 军事银河 我的能量会和你一样 你既然擅长刀法 我便用刀法和你一战 白袍男子手一伸 周围的雪花疯狂聚集 迅速凝聚成了一柄冰刀 同时白袍男子 整个开始散发着 冲天的战役 甚至隐约 他好像也化成了一柄战刀 那强大的战役 不断压迫向罗锋 刀 罗锋手一伸 凭空出现了血影刀 同时他也盯着对手 强大战役 丝毫不亚于对手 很好 接我第一刀 白袍男子身影 犹如鬼魅 刀影缥缈 一道道刀影接连出现 几乎一瞬间 罗锋面前便出现了 亿万刀影 仿佛陷入了一个 刀影的世界 无数的刀影 让罗锋如何抵挡 幻境岂能化我 罗锋脑海中 一直一声大喝 顿时一切幻灭 一道刀影 已然到了罗锋眼前 冰刀与血影刀碰撞 那白袍男子 直接被震得 迅速倒飞远去 第二刀 白袍男子 以更快速度飞冲过来 就仿佛疯了般 气势冲天 就宛如疯狂燃烧的火焰 刀势逆天 带着无尽的威势 直接一个竖劈 一劈而下 世界宛如分成两半 疯 罗锋血影刀一震 当即一道纤细刀光 迎上去 紧跟着迅速变粗 当二者交接的同时 刀光直接化为 一个小型世界 包裹敌方刀光 小型世界裂开 两道刀光撞击 第三刀 第九刀 第三十六刀 第九十九刀 一百六十三刀 白袍男子宛如封魔 一刀被抵挡 则立刻又施展另一种刀法 每一种刀法都不相同 可是罗锋从一开始的全力以赴 到后来的激动 到此刻也更是宛如入魔一般 一次次应对交战 竟然如此 罗锋明白 这第五层哪里是闯关 根本就是奖励 难怪说从第四层开始便是奖励 眼前这位白袍男子施展的刀法 根本是在引导罗锋 就是通过彼此交战的方式 这白袍男子的刀法 可以划分到金木 水火土 风雷电光线 时间空间 这十大基础法则 混沌法则虽玄妙不可测 真神往上的道路 便是追求最终的混沌法则 可一切的一切 最根本便是十大基础法则 不管融合法则 不管宇宙演变 最简单的十种法则 乃是基础 可即便是基础 罗锋的参悟理解也很简略 而眼前这白袍男子的刀法 单单金枝法则 就已经施展了足足十六刀 而且每刀意境不同 且每刀的层次 都能称得上是六阶顶尖 这是何等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单一的基础法则 能创出如此逆天的刀法 单单交手 便让罗锋对十大基础法则的理解 在哗哗地飙升 一次交手比感悟上万纪元还要有效 罗锋岂能不激动 白袍男子的刀法让罗锋惊叹 这些刀法都是六阶顶尖层次 对罗锋而言并没威胁 可毕竟单单依靠基础法则就能创出 这便让罗锋无比钦佩震撼 一边和白袍男子厮杀 一边在传承空间 修炼空间的金角巨兽分身 凭着万倍时间加速 也在不断琢磨着每一招刀法 第三百六十刀 当这第三百六十刀被罗锋击退后 白袍男子却是远远退开 站在雪地上暂时停下来 停下了 既然这三百六十刀奈何不了你 那便接我更强的刀法吧 白袍男子说道 手中冰刀瞬间亮起 一瞬间隐隐出现了一头咆哮的异兽 那是宛如独角蜥蜴的异兽 罗锋看得吃了一惊 金之兽神 冰刀一出 显现得咆哮的金之兽神 无比凄厉疯狂 低着头尖角朝前 宛如燃烧了生命般前冲 在虚空中留下了一道凄厉的金光 耀眼的水火之光亮起 直接挡住了这一道凄厉的刀光 金空融合法则 七节刀法 之前三百六十刀 每一刀都仅仅蕴含一种基础法则 每一刀也是六阶顶尖 相当于涅槃新生这一层次 而此刻这三百六十一刀 却是融合法则 金空法则 威能达到第七阶层次 逼得罗锋必须施展水火之光 才能抵挡 这白炮男子之前说 和罗锋使用相同的能量 可实际上 散发的威能却不止 因为罗锋使用血影刀 施展涅槃新生 才能抵挡之前白炮男子施展的 那三百六十刀 显然 这第五层 其实是考教战斗密法的 至于神力 血影刀 其他优势 进阶无用 他已看出奥妙 知道这第五层的好处了 看这军事银河 一直在交战 却根本没爆发权力 击败对手 显然 是想要从对手那 查看到更多刀法 四大统领们都笑着感叹 历代闯到第五层的军事 都会很快发现奥妙 而后惊喜地一个个去汲取 去领悟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罗峰的确在汲取领悟着 之前的三百六十刀 对他触动太大了 因为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 本就明白十大基础法则的重要性 罗峰早就误透了 这十大基础法则 却也未曾琢磨到如此地步 懂得法则 就好比懂得一些元素 而通过一些元素 组合到何等地步 那却是要看能耐的 在宇宙海 凭借融合法则 或者凭借时空法则 能创出五阶顶尖的密法 被称之为最强密法 可实际上那只是一个巨大的瓶颈 很难突破的瓶颈 像罗峰 不照样根据金空法则 创出六阶顶尖的涅槃新生 不照样根据水之法则 火之法则 金之法则 创出七阶水火之光 所谓极限 所谓的完美 其实只是巨大的瓶颈而已 如生命基因层次 一万零八十一倍被称之为完美 可罗峰现在照样达到了六万倍 触动极大 特别借着修炼空间中的万倍时间加速 更令罗峰琢磨出了极度 在和白袍男子交手时 罗峰的刀法也在逐渐进步 第三百九十九道 白袍男子瞬间化为巨大的龙卷风 龙卷风中有着一道道金色刀刃 金色刀刃一个接一个 仿佛风扇扇叶般层层敌敌 背着无尽龙卷风刀刃笼罩的罗峰 却是猛的一声低吼 手中血影刀挥出的一瞬间 那层层叠叠的无尽金色刀刃龙卷中央 伴随着血影刀的挥动 瞬间炸裂开来 无比狂暴的刀光意气 便令周围一切炸裂 一切能量时空进阶炸裂 也令那层层叠叠的无尽刀刃 进阶炸裂 一切消散 白袍男子直接抛飞开去 连退三步 震惊地看向罗峰 罗峰手持血影刀却是满心激动 成功了 终于创出了七阶顶尖刀法 涅槃新生是六阶顶尖刀法 水火之光是七阶刀法 自从创出水火之光后 想要再突破便无比艰难 上次在九阶泽 罗峰在上万真神眼皮底下击杀那异兽真神 那一次是真的拼命 而且真的竭尽全力 其实在那一战 罗峰的刀法已经有所提升 有一种要突破的感觉 可毕竟积累还不够 此次那三百六十刀 令罗峰在法则方面的基础明显夯实了 顿时水道渠成 以水火金空四大法则相结合 自然而然创出了这么一世 无比霸道的刀法 这一刀是爆炸撕扯 毁灭一切 罗峰的三世刀法 涅槃新生 水火之光 九天之路 也是必定会刻露在血影刀内的刀法 当然 此地是乌起楼 罗峰自然也不急着刻露进去 我的刀法境界 也达到了七阶顶尖 在历代断东河中 至少算是平均水准了 刀法达到这一个境界 事无与义的第三重秘法 也可以参悟了 星辰塔 也能参悟更高层次了 罗峰心中欢喜 历代断东河在宇宙之主阶段 就创出八阶攻击秘法的 仅仅是两位 其他大多都是七阶顶尖 尖层次 自身基础越强 那么至强至宝就能摧发更高层次 当初罗峰击杀配型之主 虽然得到另外一对羽翼 可事无羽翼第三重秘法 罗峰根本无法悟透 太难 而现在他的刀法达到七阶顶尖 境界上完全不同 估摸着应该够雾透了 事无羽翼第一重是混乱的时空 第二重是金色的国度 不知这第三重又会是什么 罗峰很期待 银灰色宫殿的第三层大殿内 六阶顶尖刀法只能算是真神初等 七阶顶尖算是真神中等 八阶顶尖算是真神高等 当初的巨府创始者自创的伏法 便是这一境界 而后凭借志强至宝 能够施展出九阶顶尖攻击 九阶顶尖则算是真神极限 当然凭借志强至宝 也能发挥更高一层的威力 向杰范子便是如此 十阶顶尖 真神中的超级人物 一般凭借着志强至宝才能达到 当然一些很逆天的存在不算 比如罗锋 能在宇宙之主就创出 七阶顶尖刀法 等成了真神 自然也能够突破 正常真神所谓的极限 又好比元祖 元祖没有被镇压时 所创的虚拟宇宙 没有借助任何志强至宝 便已经是十阶顶尖威能了 特别是被原始宇宙本源 镇压的漫长岁月中 元祖又有所突破 境界上其实已经到了 虚空真神层次 只是一直被镇压 他的神体无法突破 他的小型宇宙也无法演变 法则之主 创出真神中等水准的刀法 不可思议啊 我在法则之主层次 也比他略差一筹 这第五层 通过虽难 可只要能挡得住攻击即可 没想到这军事银河 能达到如此境界 这是事实 创过第五层的确是如此 只要攻击密法达到七阶层次 白袍男子的前三百六十刀仅仅是六阶顶尖 后面融合法则刀法也仅仅是七阶 只要不败 带到最后白袍男子自会认输 第四百五十刀 罗锋却宛如入魔 他疯狂且可怕的刀法瞬间轰击在白袍男子身上 将白袍男子直接轰击地撞在雪地上 令地面炸裂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沟壑 你的实力很厉害 我认输 随即随手一扔 手中的冰刀直接化为冰雪 飘洒开去 他本身则是一迈步 便到了远处 再一步便消失在罗锋视线范围内 罗锋愣愣站着 这么就结束了 差一点 还差一点啊 刚才创出九天之路后 罗锋更是全力以赴和这白袍男子交手 尽力去创造更强的刀法 次次都压着白袍男子打 每次从白袍男子那儿吸取的一点感悟 适合自己的则立刻融入到刀法中 罗锋想要创出八阶刀法 段东和历代传承者 宇宙之主层次时也仅仅两位能做到 罗锋也想做到 可是真的很难 白袍男子离去了 罗锋都还没有成功 看来八阶刀法不是那么好创造的 刚才白袍男子共施展四百五十刀 其中以十大基础法则单独创出的有三百六十刀 而融合法则则共有九十刀 所有融合法则进阶有所展示 这名白袍男子根本就是将一切进阶展示 而后功成身退 他认输我就成功了 若是我不是自创刀法 而是使用至强之宝上的一些秘法 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靠至强之宝施展出的秘法 一般是要高一层次的 罗锋紧跟着便也想明白了 这乃是神王陛下留下的乌启楼 闯关者是靠至强之宝 还是靠自己施展 若是这都鉴定不出 那才是笑话 天空降下一道光柱 笼罗锋 罗锋消失在这乌启楼第五层的冰雪大地上 乌启楼第六层 罗锋一出现便环顾四周 这是一山地丘陵世界 同样广袤无边 山地丘陵世界离罗锋的远处 一片广阔的区域忽然震颤起来 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要从地底冒出 拱得大地都开始断裂凸起 大量的碎裂山石土地朝四周崩塌滚落 渐渐的一个墨绿色影子从地底冒出 还真有一个巨兽从地底冒出 那墨绿色的庞然大物 从地底轰轰隆隆的冒出 出现在地表上 它丑陋不堪 有些类似一头墨绿色的蛤蟆 不过它的皮肤上每一处都有着眼睛 一眼扫去 怕至少数百颗眼睛 异兽仰头一声怒吼 它身上的每一颗眼睛都迸射出了一道金光 道道金光射向四面八方 却也仅仅射出上亿公里便消散 一千颗眼睛 罗锋根据金光 瞬间判定眼前这头异兽的眼睛数目 那头千眼异兽嚎叫了一声后 这才看上罗锋 他全身大半眼睛都看着罗锋 同时声音如雷 响彻天地 已经好久好久了 我总算再一次出事了 君士 我会很慢很慢地对付你 你撑得越久 我越开心 在这武器楼第六层 很难很难才碰到一个生命啊 罗锋笑了 撑得越久吗 他现在神体达到一亿公里之高 如此庞大神体 且他之前在第三层时大肆收刮 特别是那植物生命君士死后 更是被自己得到了一堆机械流质宝 众多的机械流质宝 搭配好利用 罗锋更是能发挥极强战力 活下去 要逼得我活不下去 这可是很艰难的 千眼一手忽然仰头 一声震天怒吼 紧跟着周围的大地忽然就漂浮起了一片片陆地 每一片陆地都有上亿公里直径 一眼看去 却是足足上千座陆地 紧跟着 这些陆地迅速压缩凝聚 变成了一柄柄黑色的战刀 每一柄战刀长约三十万公里 一千柄战刀悬浮在虚空中 千眼一兽 则是看向罗锋 君士 希望你活得高久吧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二百零七集 一千柄黑色战刀 宛如军阵呼啸着朝罗锋飞来 最难对付的就是这种操控大量念力兵器的对手 若是仅仅仅操控一剑也就罢了 操控千剑 要知道 一名强者操控念力兵器时 要让念力兵器爆发出最强战力 一般就需要全力以赴去操控 所以一般只会操控一剑 若是操控十剑百剑 只会令每一剑威能都变弱 还不如单单操控一剑念力兵器 只有一些特殊情况 如罗锋 有几个分身 自然能够同时分成几个意识 每个意识都能爆发最强战力 又比如这千眼异兽 天生可以分为一千亿识 每个意识都能爆发最强战力 刀影如电 上千刀影瞬间笼罩锋上空 紧跟着直扑而下 令罗锋逃无可逃 当罗锋抵挡第一道刀影时 其他999柄战刀 已经环绕在周围四面八方 令罗锋陷入刀阵当中 罗锋施展开身法 手持血影刀 一瞬间整个人都好似一柄巨大刀影 当的一声和那战刀相碰触 紧接着戒力瞬间飞退开去 可那黑色战刀被震退后 又接连追了过来 其他周围的黑色战刀 同样扑向罗锋 真是麻烦 念力兵器和强者的区别就是 念力兵器的移动速度 要比强者更快 不过 对我而言 这根本是没用的 对他而言 这种大数量围攻 根本没有意义 若是集体攻击汇聚 罗锋或许会害怕逃跑 可是仅仅是围攻 每次能同时攻击自己的 也仅仅是那么十柄八柄战刀 罗锋自然不惧 第五层 第六层 第七层 这三层中 对这军事银河最容易的 恐怕就是这第六层了 军事银河的身法 是他身上让我等最震撼的一点 而这第六层主要考教的 就是身法 之前有好些都闯过第六层 军事银河的身法比他们都强 自然更容易通过 只是我在想 这军事银河能够逼得千眼 施展到哪一半境地 军事银河这般轻松 千眼定会觉得没面子 而后不断增强攻击 直至压制军事银河 毫无反抗之力 他才会罢手啊 我打赌 千眼得施展他的千眼星光 才能击败军事银河 罗锋的确很轻松 当初为了魔力身法 在传承空间的虚拟空间内 他用尽了办法 和虚拟空间中的 历代超级强者切磋 其中操控大量念力兵器的自然有 连三代祖师那种对手 罗锋都去尝试着切磋过 又有什么没见识的 他的身法 应对近身战 应对念力兵器 应对束缚类兵器 皆有战法 只见被一千柄战刀围攻的罗锋 却完全变成了一道模糊刀影 刀影接连和其他战刀碰撞 一阵阵清脆响声 几乎次次都是血影刀和周围战刀碰撞 不管怎样 必须尽力让自己处于最优局面 这么耗下去 就算一纪远 你都奈何不了我 罗锋看了眼远处的千眼异兽 千眼异兽竭力 操控着 他见这局面 怎能不知对方很轻松 他也很惊叹 自从在这之后 罗锋是他遇到的身法最强的一个军士了 而且 现在似乎都没有将这军事的极限给逼出来 小小军事 顿时那上千柄战刀围攻罗锋的方式变了 之前一柄柄战刀一个个围攻只能算是简单配合 而此刻一旦行动则是十柄战刀一起行动 一时间 上千柄战刀分成百组 每一组内的十柄战刀配合巧妙 令彼此联合威能顿时暴涨十倍不止 瞬间便令之前轻松无比的罗锋变得狼狈起来 到底是什么异兽 一心牵用 而且每一刀的刀法还都这么强大 罗锋也愈驾疯狂竭力抵抗着 不单单只是躲避闪躲 同时也在进攻 罗锋这身法真的全力爆发便是如此 时而闪躲时而攻击 攻击和闪躲借力等完美配合 这才是最强身法 一时间宛如天崩地裂 九天之路的刀法经常被施展开 一刀施展开便令周围的战刀直接被撕裂 轰炸地抛飞开去 一时间那千刀之阵也愈加混乱下 罗锋过处撕扯轰炸毁灭一片 再加上闪躲借力完全占据上风 我错了 即使千眼施展天眼星光 也击败不了军事一合 他之前厮杀 仅仅只是闪躲 没想到 他能将刀法融入到身法中 令身法达到这一层次的境界 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守 一次强大的攻击能够令闪躲借力轻松十倍百倍 但是一次错误的攻击反而会令噩梦临头 所以攻击要融合到身法中是非常困难的 需要大量的经验 需要极高的天赋 才能熔炼出一套身法来 连罗锋自己在那超八百万纪元中创出这一等身法 都无比骄傲自豪 从断东和历代传承者的成就来看 施展千眼星光了 千眼被逼急了 果然 即便施展千眼星光 千眼也仅仅只是略战上风而已 根本没法击败那军事银河 军事银河的身法 在法则之主的层次 已经绝对无敌完美了 乌启楼第六层山地丘陵世界中 军事 你的确厉害 我都无法击败你 你的确是我遇到最强的一个军事 或许 你能登顶乌启楼吗 那墨绿色的千眼异兽猛的一钻 直接轰隆隆钻入大地 消失在罗锋视野内 罗锋周围那上千柄战刀 却是瞬间化为无数流光 直接飞向周围远处 轰然落下 化为一座座丘陵 真是疯狂 千柄战刀为一星 它爆发的能量始终和我相当 最后却能爆发到这一层次 罗锋明白 不是它弱 而是对方很强 对方只是维持着这一能量而已 对方的真正身份或许就是一名虚空真神 就在这时 天空上降下一道光柱笼罗锋 瞬间罗锋便消失在了这乌启楼第六层世界 乌启楼第七层却是一片寒冰世界 在罗锋不远处便是近乎透明的寒冰山脉 第七层 乌启楼共九层 其中前八层才是阻碍 只要出了第八层进入第九层 便是登顶乌启楼 便是成功 只剩下最后两个难关 第七层的难关 和最后第八层的难关 罗锋仔细扫视周围 小心翼翼探看一切 即便实力再强 也不得丝毫掉以轻心 越是接近胜利就越要谨慎 寒气弥漫的高空 荡起丝丝空间波纹 随即开始浮现一个巨大的毒眼 神眼 这第七层怎么也是神眼 难道也是一只冲击 可第三层已经是一只冲击了 不会一样吧 之前在乌启楼第三层 最后的生死危机 便是面临着神眼 神眼照射下便是遭到 强大的抑制冲击 神眼放射出蒙蒙金光 笼罩下方 也笼罩在罗锋身上 军事银河 通过神眼的考验 你即刻进入乌气楼第八层 那第八层 将是你登顶乌气楼 最后的阻碍 随着苍老声音消失 高空中的蒙蒙金光顿时迸发出强大的意志冲击 令罗锋脸色微变 竟然真是意志冲击 而且一来的意志冲击强度就达到了乌气楼第三层结束之时的意志冲击强度 意志 罗锋仰头看着神眼却一动不动直接硬抗 意志冲击无形无下 也躲避不得只能硬抗 以意志对抗意志 怎么这第七层依旧是意志冲击 光幕前 四位统领观看着这一幕 这军事银河的意志应该非常强大 度过这第七层也应该不难 只是不知道 他将能够学到多少神眼秘书 神眼秘书乃是神王陛下创造的秘书 是一种特殊攻击手段 在我禁职世界 是有潜力极大 获得加封 或者是有特殊贡献 才会得到赐予 且也只是被赐予部分神眼秘书 这乌气楼 曾有六名军士闯到第七层 其中五名军士失败 一名军士成功得以进入第八层 他们六个最差的连神眼秘书第一卷 都未曾学全 最高的也仅仅学了三卷 不知这军事银河能学几卷 罗锋此刻还不知道 而是全身心抵抗着意志冲击 他时而看向天空神眼 时而看向周围一座座连绵起伏的 近乎透明的冰山 就这么抵抗意志冲击 也不知道这神眼最强的极限是什么 虽然如此 可这也是磨练我意志的机会 乌气楼供九层 八层难关 我就不信 这第七层能拦住我 罗锋意志虽强 可终有极限 神眼攻击若是超过他承受范围 罗锋很可能陷入昏迷被传送出去 他一直抵抗着 蒙蒙金光笼罩下方 令罗锋好似披上了一层金纱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08集 意志冲击越加强大 很快便达到了真神极限层次 不过这一层次对罗锋而言 并无丝毫威胁 那是 罗锋眼角于光 忽然注意到远处冰山 他转头看去 远处的近乎透明的冰山山腹内 开始浮现出一个个古老的文字 都是远古文明的文字 密密麻麻的文字 将那一座冰山的山腹 近乎都充断 这篇文字的最上面的文字 含义便是神眼秘术第一卷 而后便是详细的内容 神眼秘术 果真从第四层开始 就开始是奖励了 虽然说也是难关 可是也有奖励 这第七层 竟然直接奖励秘术 罗锋为之惊喜 秘术和秘法是不同的 宇宙尊者层次的秘法 对宇宙之主而言 便没有意义 实力越强 就得创造适合自己的秘法 而低层次的秘法 则没有意义 可秘术不同 像断灭 东华 不死和 就属于秘术 秘术对实力弱者有用 即便是超级强者 照样有用 强大的秘术 完全可以令实力飙升 像不死和 等于就是多了翻身的机会 在远古文明 也是价值无量的 极珍贵的秘术 罗锋得到一整套断灭 因为原始本源意志影响 这才仅仅能看到前三卷 可将来一旦达到 虚空真神层次 自然可以看到 断灭后面内容 在宇宙之主真神阶段 断灭就领先很多 燃烧神力秘术 后面自然更加领先 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而且越是往后 越加珍贵 像在尽知世界 燃烧神力秘术流传的 也是最前面几重而已 没想到可以得到一个秘术 不知道是什么秘术 不知我断东河一脉是否有 断东河一脉 毕竟只是单独的一脉 每代仅仅一个传承者 那神王陛下乃是建造一个超级势力的 神王陛下有的 断东河一脉 不一定有 罗锋连忙仔细看去 至于意志冲击 此刻的意志冲击才真神极限 根本影响不到罗锋 神眼秘术 乃是运用意志之秘术 罗锋稍微一看便大喜 大收获 大机遇 他有断东河一脉传承 对远古文明也了解 自然明白着神眼秘术的重要性 神眼秘术乃是运用意志的秘术 或许断东河一脉的三代祖师 也能创造出三四卷出来 可是三代祖师若是在这方面不擅长 创造的秘术也达不到一个较高层次 那么对于一大势力 一脉传承而言 仅仅只有最前面的三四卷 并无意义 只有完整的乃至达到巅峰 能傲视远古文明的成系列的秘术 才是值得骄傲的 如断灭 东华 不死河 都是一套成系列的 意志 强者皆有意志 强者有强有弱 弱者死后 一切消散 而强者即便生死 意志依旧不散 即便是一滴血液 一片身体灵甲 都会蕴含着强大的意志压迫冲击 强者活着的时候 彼此交战 意志对抗 意志强者一方 可以令对方心神不定 还未动手 便以战先机 若是意志相差极大 自然的意志冲击 即可令对方陷入昏迷 毫无反抗之力 罗峰看着那神眼秘书 第一卷开篇内容 不由点头 其实对强者而言 拿血肉类生命举例 有灵魂 意识 意志区分 灵魂一灭 自然算是死透了 而意识 则是以灵魂为根基 灵魂越是强大 一般意识也越强大 灵魂越弱 意志也越弱 当两个强者交手 比如真神和宇宙尊者 彼此意识差距太大 仅仅意识微压 即可令对方灵魂粉碎 直接陨落 而意志不同 意志很超然 即便灵魂很弱 意识很弱 只要心性强 内心强大 照样拥有极强的意志 超强的意志 在实力弱使 意志用途并不大 一般只是用来抵抗幻境 用来坚守本心等等 一旦死亡 意志自然消散 没多大攻击用途 可是到了真神 虚空真神 乃至更高层次后 意志就越加重要了 超级强者 隐落意志都能不算 像罗锋得到的那滴 神血便是如此 可即便是远古文明 一些超级强者 一般也仅仅只是 自然的意志对抗 压制对手 并不懂得怎么 更好的运用意志 意志太过缥缈 很虚的一种存在 怎么运用 只有一些超级存在 才能去体会创造出来 不像燃烧神力秘术 最基本的燃烧神力秘术第一重 像一些强大的虚空真神 都能悟出 可意志秘术 即便是永恒真神 都悟不出 唯有掌握混沌法则后 才能逐渐有所感悟 而神眼秘术 便是神王陛下 所创的一项强大秘术 意志达到虚空真神层次 才可以开始修炼神眼秘术 怎么感觉跟修心很像 罗锋边看边思索着 神眼秘术第一卷 这第一卷除了部分修炼秘术内容外 还有着对意志提升的一些指引 按照其内容 欲要提高意志 必须重视内心 不断剖析自己的内心 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内心 不断升华自己 高空中那一颗神眼 浮散开朦朦金光 蕴含的意志冲击不断增强 已经超越真神极限了 继续提升 真神极限到虚空真神 是一个大的跨越 所以罗锋依旧能轻易抵挡 那一座冰山的山腹 依旧在不断地浮现 一段段文字 依旧是神眼秘术第一卷的内容 显然这第一卷很是长 终于一切停歇 整个神眼秘术第一卷 进阶显现 单单第一卷 就耗费这么长时间 才完全浮现 若是意志未曾突破到 真神极限 恐怕连第一卷都看不去 就在第一卷完全显现之后 罗锋忽然看到 远处另外一座冰山山腹 也浮现文字 神眼秘术第二卷 罗锋顿时大喜 连忙阅读记下来 一部完整的秘术 自然是分很多卷的 大量的文字 不断在冰山山腹中浮现 透明的冰山 罗锋一眼就可以看到 新增的秘术内容 神眼秘术第二卷 全 罗锋松了口气 片刻后 他立刻转身 看向远处另外一座山脉 一眼就可以看到 那透明冰山山腹中 开始疯狂浮现 大量的文字 正是神眼秘术第三卷 文字不断浮现 又来了 这已经是神眼秘术第三卷了 快了 第三卷已经全了 军事银河已经学全了第三卷 和过去的军事相比 他已经是历代所有精英军事中 最好的一个了 神眼秘术共有九卷 不知他能学到哪一卷 神王陛下 不会将九卷都放着吧 谁知道 前面的精英军事 最高的一个只是学到第三卷 这神王陛下 到底在这第七层放了几卷 谁又知晓 要知道 虽然他们四大统领都是封号强者 可即便是他们都没有得到神眼秘术的全部九卷 毕竟对一个超级势力而言 这种重要的秘术越是往后越重要 对待麾下也是随着麾下功劳越大 逐步传授 第四卷了 已经第四卷了 此刻的意志冲击应该极强 可这军事银河 似乎没多大感觉 嗯 或许他能领悟更多 罗锋松了一口气 总算学全了第四卷 这神眼秘术每一卷内容都非常长 单单不断文字浮现 就需要好一会儿 就怕在关键时刻 罗锋一直扛不住 罗锋又看向另外一座冰山山腹 那透明的冰山山腹内 也浮现了大量文字 正是神眼秘术第五卷 第五卷 不好 这神眼秘术第五卷刚刚浮现三分之一 罗锋脸色就变了 他抬头看了眼高空中那一颗神眼 萌萌金光笼照下 意志冲击时刻在不断增强 好强的意志冲击 我已经感觉到极大的压力了 此刻的意志冲击 恐怕都是虚空真神中后期了吧 罗锋随即继续盯着远处冰山山腹看 那山腹在不断浮现文字 不管怎样 罗锋是绝对不情愿 一卷内容都看不完 就一直崩溃的 压迫 越来越强大的压迫 宛如无形的大山 压迫着罗锋的意志 且在不断地增强 让罗锋有一种思考速度都锐减的感觉 第五卷 快快快 又过了约十五秒 第五卷内容进阶显现 在神眼秘书第五卷 刚刚显现结束的同时 在另外一座冰山山腹内 则立刻开始显现了新的一卷 第六卷 罗锋也感觉到 神眼秘书显现的速度在变快 准确地说 从第一卷到第六卷 一开始显现速度慢 而现在却是逐渐在加速 可怕的意志冲击 令罗锋脸色都是一白 全身一颤 他依旧死死地盯着远处的冰山 不断记下神眼秘书第六卷的内容 罗锋感到意志一颤 整个人情不自禁就神体一软 直接跪在了地上 不 罗锋知道已经到他真正的极限了 如果是在传承空间中对意志磨练时 一般再进一步他就会昏迷了 可这次罗锋内心却想看到神眼秘书更多部分 绝不 绝对不能倒下 至少第六卷 我至少得看完第六卷 必须看完 必须 罗锋心中嚎叫着 这一刻每一秒都那么难熬 每秒都好似一纪元般那么漫长 也令罗锋感觉 那冰山山腹中浮现文字的速度怎么那么慢 这一刻罗锋的思想只有一个 就是至少得看完这第六卷 一定要 罗锋感到一直有崩溃迹象 可依旧坚持着 目光盯着远处 那文字浮现速度怎么这么慢 为何不一次性全部显示出来 时间慢得离谱 终于神眼秘书第六卷的文字内容 进阶显现全了 与此同时 在另外一处冰山山腹中 神眼秘书第七卷出现 可当看到第六卷最后内容的罗锋 便再也扛不住 直接陷入了黑暗中 他根本没有看到第七卷的显现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09集 天空降下 多坚持一会儿 多坚持一会儿或许就能多看一卷 由此可以推定 对法则之主而言越是到极限 想要更进一步就越难 所以到后期 神眼秘书显现才会那般快 看着屏幕上的罗锋消失 四名统领这才松了一口气 六卷 可惜啊 刚才第七卷都开始显现了 它就立即倒下了 不过 那第七卷显现 却是模模糊糊 我们都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第七卷才正常 毕竟 当初神王陛下传授我们的 仅仅只是前六卷 这军事银河才仅仅以法则之主 就能获得神眼秘书六卷 确实是比我们厉害啊 四大统领们彼此说着 时而还看向屏幕 可屏幕上一片虚无 什么都没有 收了吧 嗯 黑雾统领应道 随即大殿中央那悬浮的屏幕 直接消散 毕竟乌企楼第八层和第九层 即便他们四大统领也是看不到的 所以 现在乌企楼内到底在发生什么 第八层到底是什么难关 第九层又到底是什么大秘密 神王陛下到底留下了什么 他们也不知道 等 只能等 若是那军事银河 真的能够成功获得传承 那封号任务会自动消失 乌企神只有一个 法则之主的封号任务也就这么一个 一旦有谁成功 这任务便会消失 不会再出现 这军事到底能不能成功啊 之前唯一进入第八层的军事也失败了 失败出来后 我们也曾询问他 可他 关于第八层的记忆 却是什么都没有 第八层定有大秘密 否则神王陛下不会用抹杀部分记忆的手段 等待 四大统领的确充满无尽好奇 出身禁之世界 他们对神王陛下自然是完全中心 神王陛下一声令下 让他们送死他们都不会犹豫 可他们也好奇 他们在神王谷漫长岁月守护是假 寻找出神王陛下需要的绝世人物才是真 神王陛下如此渴求 那么这乌起楼第八层和第九层到底是什么 罗锋感觉时空扭转 瞬间便到了第八层世界 乌起楼第八层 罗锋出现后还沉浸在之前 第七层的场景中 一直要突破果然很艰难 在那第七层 我的意志也略有一些进步 估摸着我的意志也能达到 虚空真神顶峰层次 离极限也相差无几了 六卷 神眼秘数我得到六卷 像断灭 适合真神修炼的就前三卷 这神眼秘数六卷内容 怕是足够我修炼很久了 罗锋也颇为满意逾越 因为神眼秘数便是断东河一脉也没有 怕是尽这一超级势力不外传的强大秘数 罗锋看向四周 这是一片虚空 广袤的虚空中远处有着一片悬浮的小陆地 那陆地之小 以罗锋的神体怕是走上百步即可走个来回 无尽虚空 就那一小片陆地 罗锋自然是化作流光直接朝那小型陆地飞去 看着不远 飞起来确实耗费不少时间 而且周围时空仿佛被什么镇压了 根本无法顺移 这五起楼有大秘密 这封号神物很不一般 而且无尽岁月一直没有谁能成功 这样一个超级大秘密 最后的阻碍又会是什么呀 罗锋满心好奇 同时也担心 牵扯到惊天动地的大秘密 最后的阻碍岂会简单 第八层便是最后的阻碍了 一切就在前方那座小型陆地中 飞行许久 罗锋终于降临在那一片小小的悬浮的陆地上 一眼看去 整个小型陆地光秃秃的 没有任何杂物 不过这小片陆地表面 却是浮现着不少古老的文字 罗锋一眼看去 文字内容很简单 乌起楼第八层 为封号任务最后难关 观察四周虚空可得以秘术 若是能练成 即可登顶进入乌起楼第九层 若是失败 记忆抹去 离开乌起楼 带得罗锋看完这些文字后 这陆地上显现的古老文字进阶消失 罗锋当即抬头看向四周虚空 果真 四面八方的虚空中 开始浮现一颗颗巨大的文字 每一个文字都宛如一颗星辰 彼此连接着 无数的文字就仿佛一面连接着的画卷 没有任何停顿断据 所有的文字都是相连的 不知道哪一个字是开始 哪一个字是结束 罗锋站在悬浮的小型陆地上 环顾四面八方 观察四周虚空得以秘术 炼成即可进入第九层 失败则抹去这一记忆离开乌起楼 即将进入第九层的诱惑何等之大 可眼前四周虚空中悬浮的无数文字 却让罗锋有些发懵 不知道该如何入手 一眼看去 就宛如漫天繁星 每一文字都是一颗星辰 彼此一个个相连 因为全部聚集在一起 所以根本分不出 这秘术的开头是哪儿 末尾又是哪儿 如何分距也是不知 罗锋看着遥远四周 虚空中悬浮的无数文字 要修炼秘术 得先梳理出完整秘术内容 可是我根本不懂 又如何分距啊 都无法分距 又如何修炼 时间流逝 转眼已过九天 到底该怎么修炼 罗锋看着那一颗颗文字 每一颗文字都在发散光芒 实强实弱 无数的文字就仿佛 手尾相连的一片巨大画卷 就这么展现在罗锋面前 可罗锋就是不懂 那些文字的光芒 他并非没研究 可依旧误不明白 难道 我却要止步这第八层 罗锋不甘心 可这宛如巨大画卷上的无数文字 的确宛如天书 突然 一直在研究画卷文字的罗锋 感觉到那虚空中的巨大画卷上 所有文字进阶一亮 一瞬间 他的意识便被吸引 进入了画卷之中 就仿佛使用虚拟宇宙感应器 意识进入虚拟宇宙一样 此刻罗锋的意识 便是进入了画卷之中 罗锋站在那悬浮的陆地上空 一动不动 周围虚空远处的环形画卷上 一颗颗星辰般的文字 光芒大涨 正此起彼伏地闪烁着 蕴含着特殊的韵律 一道模糊的身影 在虚空中凝结显现 他穿着华贵的王袍 王袍上环绕着悠悠黑芒 身影模糊的他便站在虚空中 他站在那儿仿佛整个第八层世界都以他为中心 绝对的高贵散发开 他正看着远处陆地上傻愣愣站着的罗锋 唉 已经是第二个了 上一个一时刚进入画卷世界 很快便失败 不知道这一个能不能成功 或许我太妄想了 我禁止世界 虽广阔浩大 可要能够诞生一个能修炼此秘术的绝世的物 或许依旧不太现实吧 只是除了这 我又能如何 又能如何 黑芒身影看着远处的罗锋 期盼地看着 而罗锋愣愣地站在那儿 他的意识却是进入画卷世界 罗锋只感觉意识被吸引 有一种进入虚拟宇宙的感觉 眼前一患便来到了一座 散发着淡淡紫光的巍峨宫殿前 此宫殿建造在无尽高山之巅 罗锋一眼看去 威鹅宫殿一切犹如被云雾笼罩 显得模糊不清 单单一眼看去 都感到强大的压迫 罗锋回头朝远处一看 自己所在的这座山脉 无穷无尽 根本看不到尽头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刚才在观看那些虚空文字 一时就被强行拽进来了 罗锋愈加觉得神秘 他的意志何等强大 那虚空文字组成的环形画卷 却强行拽来他的意识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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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散发着淡淡紫光的 巍峨宫殿殿门 却是传来一阵阵呼唤 令罗锋瞬间一阵迷糊 就这么傻乎乎直接朝殿门走去 走向大殿的深处 罗锋猛地惊醒 立刻环看周围 我到大殿内了 没有任何警觉就被控制了 这 这差距也太大了 这是一座极为华美的大殿 大殿边缘有着一根根精美的柱子 柱子上更是雕刻着一幅幅画面 远处的墙壁上也有着一些装饰 这一切都浮散着强大的威压 罗锋想要看清 却依旧什么都看不清 连脚下的地面也看不清 宛如雾中看花 整个大殿忽然猛的一阵铲 罗锋立刻掉头 只见大殿内凭空出现一头异兽 这头异兽全身黑色鳞甲 体型类似狮子 额头则是有着一根弯曲的紫角 双眼则是泛着紫光 只见他行走在大殿中 大殿在战里 你是 我乃是秘术本身 秘术本身 怎么 连兵器等等都能有灵 这秘术怎么就一定没灵 罗锋错愕虽之狂喜 天哪 秘术之灵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10集 晋知世界中 换个军事来恐怕根本不明白秘术之灵的含义 可罗锋得断东河一脉传承 知晓远古文明 自然明白秘术之灵是什么 在远古文明中 只有一些无比逆天的超级存在 站在整个远古文明的巅峰存在 在为了给自己引以为傲的绝学 选择合格的传人时 会花费大力气去炼制一件秘术之宝 令着秘术蕴含一灵 秘术融合化为一灵是非常苛刻的 在断东河一脉中 也就三代祖师能做到 其他历代传承者都做不到 秘术有灵 自会选择出适合的主人 若是其他强者妄图凭借强大实力 强行弄得这秘术只有失败 而且秘术之宝又无法认主 想要抹杀灵都做不到 毕竟只有主人能轻易抹杀宝物之灵 或者说某个超级强者毁掉宝物 自然也能毁掉宝物之灵 可能够炼制秘术之宝的 哪个不是远古文明的超级存在呢 如三代祖师弄出来秘术之灵 即便三代祖师本人若是不认主 也毁不掉自己炼制的宝物 所以这等秘术之灵想要毁掉都难 可要符合得到那巅峰存在 引以为傲的绝学更是艰难 到底是什么秘术 竟然专门弄了一个秘术之灵 难道这是神王陛下弄的 即便是我断东和一曼 也就三代祖师能够做到这一步而已 面对这头紫角异兽 罗锋乖乖在旁边听着 毕竟连三代祖师都不能用强 一切都按照秘术之灵的创造者定的规矩来 你能够进入化军世界还是有些底子的 不过能不能得到这一秘术 就看你的实力了 看清了 紫角异兽的尖角忽然射出了四道光芒 四道光芒分别轰击在整个大殿的不同四个方位 顿时大殿的四面墙壁上浮现了一个巨大的卷轴画卷 卷轴滚落垂下 画卷上有着无数的文字 只是其中三面画卷上无数的文字都是看不清的 唯有一面画卷 也就是遮挡在殿门半空中的画卷上 文字进阶清晰无比 罗锋能够阅读完 这四大画卷 你眼前的 也是你唯一能看清的画卷 便是整个秘术的纳隐秘术 纳隐秘术 纳隐秘术 远古文明站在巅峰的存在 好不容易找到传承者 这传承者在成长中被杀就罢了 可若是被杀了 被搜索记忆 使得他引以为傲的超级秘术外泄 那就麻烦了 所以他们会做出很多防范手段 如断东河一脉的传承印记 受传承印记约束 罗锋根本无法外泄 即使他被杀被搜记忆 传承印记也会崩溃 毁灭一切 不可能被敌人搜到 当然很多大事例如 禁之神王陛下传给麾下时 随着麾下实力越强 逐步传授更高深的 麾下实力越强 被搜出记忆就越难 又非真正一脉传承 又非传给麾下 而使用秘术之灵这等手段 漫天下洒网寻求传人 一般会用纳隐秘术 纳隐秘术一旦炼成 就可以将真正的强大秘术 给纳隐进去 即使被搜记忆 纳隐秘术影响下 也根本无法搜出 真正的秘术来 纳隐秘术除了保护秘术功用外 一般还会兼有 选择合格传人的作用 这一秘术会有诸多艰难处 唯有符合要求者才能炼成 炼成纳隐秘术 自然代表可学着秘术 也就顺便纳隐进去 一切功成 略是强大秘术 即便到虚空真神 永恒真神乃至更高 都得修炼 我一个法则之主 肯定无法现在就炼拳这一套秘术 若是我都可以炼拳 说明这秘术根本没有什么价值 那么 乌起楼第八层的含义 恐怕就是炼成纳隐秘术 而后将强大秘术完全纳入灵魂 记下后 这便代表成功吧 若是未曾炼成纳隐秘术 恐怕便是失败了 罗锋很快明白 乌起楼第八层真正的含义 炼成纳隐秘术 将这完整秘术得到 而后即可进入乌起楼第九层 这便是最后的难关 这纳隐秘术应该很难 否则前面不至于射出那么多难关 而且禁止世界漫长岁月 没有一个成功的 这纳隐秘术要求苛刻 修炼者最好是法则之主 最高也只能指真神 若是实力再高 便无修炼成功可能 罗锋宁神观看着那 记载着纳隐秘术的画卷 画卷上文字无数 罗锋的记忆何等厉害 瞬间便全部记下 纳隐 他默默思索着研究着 这秘术的内容 尽量了解更深 为修炼做准备 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弓 越是关键时刻 越是不能急 此纳隐秘术要求其高 我自被主人创造起后 曾有不知多少绝世 奸才妄图得到 可是至今 未曾有谁能成功 罗锋心中一惊 看了旁边紫角异兽一眼 不知多少天才 乌起楼能闯到第八层的 应该还称不上 不知多少天才吧 至于你 估计也会失败 紫角异兽瞥了眼罗锋 罗锋聚精会神看着那画卷 同时不断地思索解析 很快明白修炼的详细步骤 一旦进阶明白 罗锋便直接开始进行修炼 这令旁边的紫角异兽不由得有些惊讶 倒是干脆直接修炼了 不过估计还是失败 紫角异兽随即四提弯曲 直接趴在了大殿中 搭拉着脑袋在旁边等待着 等待着罗锋失败 将罗锋送出去 这一修炼 罗锋整个人诸多分身意识都情不自禁地 进阶沉浸其中 一时间地球人本尊 金角巨兽分身 磨砂族分身 无尽幽海 进阶开始修炼起来 广袤的无尽幽海忽然平静下来 整个海洋每一处都隐隐有着一丝白光在闪烁 就仿佛白色的电火花 处处有白光闪烁 同时也朝外散发着越加强大的意志冲击 一波波的意志冲击朝四面八方弥漫 一些在无尽幽海上空飞行的宇宙飞船内的一些不朽们 戒主们只感到无尽可怕的意志冲击扫荡而来 瞬间个个昏迷过去 无尽幽海何等广阔 且又是原始秘境最重要的腹地 鸿蒙不少宇宙之主都在这里 随着无尽幽海澎湃开的意志冲击 令大量戒主不朽乃至宇宙尊者 瞬间昏迷 这也使得整个原始秘境内很多强者们为之震惊 银河领主大人的幽海分身 怎么了 怎么处处都有点点白骨闪烁 而且这意志冲击也太可怕了 竟然连宇宙尊者都扛不住丝毫 好强大的意志冲击 我都感到吃力 鸿蒙的一鸣鸣宇宙之主 出现在无尽幽海边缘远处 都看着无尽幽海 人类本族的宇宙之主也出现数名 怎么会突然意志冲击 不知 这是刚刚突然发生 无尽幽海处处出现闪烁的白光 并且浮散开强大的意志冲击 连宇宙尊者都扛不住 旁边的鸿蒙的一名异族之主明显低一头 冰封之主在得到罗锋公开的远古文明的一些指引 很快达到五阶战力 加上内部公开的燃烧神力秘书第一重 冰封之主的实力更不必说 一片震惊 谁也不知发生了什么 只能猜测 银河领主在禁止世界 难道在禁止世界有所觊觎 得到某种强大的秘法 他正在修炼某一种秘法 一道身影显现 散发无尽威压 正是混沌城主 作为宇宙最强者 他一出现 周围各个表示尊敬 传令下去 将所有昏迷的进阶保护带走 且禁止任何强者进入无尽幽海 是 顿时 有八名宇宙之主应命 且立即去安排了 混沌城主则是盯着无尽幽海 眼中略过一丝担忧 很快又掩埋到心底 罗锋 你到底发生什么了 和你传音 你都没有丝毫回应 为何会形成如此强的意志冲击 不但原始秘境 还有银河圣地 进阶陷入不分敌我的意志冲击中 在禁止世界 乌起楼第八层内 站在那悬浮陆地上的罗锋 一动不动 全身也有着点点白光 整个人超周围散发着一阵阵意志冲击 他神体内每一分神力都有着一道道白色的密纹图笼罩 直接渗透进每一分神力的生命印记 这乃是对灵魂的考验 最根本的考验 而且在这考验中 罗锋的意志自然而然和神体开始融合 真正强者的意志犹如无根之瓶 一旦陨落 即便留有神体 神体也不会产生可怕的意志冲击的 而罗锋的意志逐渐和每一份神力完全融合 那么意志将会有了根 如此意志秘术才能施展 这是神眼秘术等一切意志类秘术的先决条件 这样的强者即便死了 一滴血一根毛发一颗牙齿都会蕴含超强的意志 这一过程很是缓慢 足足过去九百多年 原本罗锋神体表面闪烁的点点白光 却忽然变成点点蓝光 无尽幽海的意志冲击竟然再度暴涨 令远处一直默默守候的鸿蒙的一些宇宙之主 都是脸色大变 只有一些意志较强的宇宙之主能轻易抵抗 而普通些的宇宙之主只能吃力地抵抗 怎么回事 一只宇宙变强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乌起楼第八层的虚空中 那穿着华贵王袍环绕着黑芒的身影 摇看着远处那悬浮陆地上站着的罗锋 黑芒身影一颤 眼中忍不住有着激动之色 已经进入第二阶段 我 我禁止世界竟然还能诞生这等奇才 当初这一话卷传播在外 各大势力 不知道曾经多少天才都有机会进去过 可进入第二阶段的却极少极少 难道 真的能成功 一定 一定 画卷世界中 原本趴在那搭拉着脑袋的紫角异兽 也惊愕地看着正在修炼的罗锋 竟然进入第二阶了 那一秘书共三期 他竟然能进入第二阶 我自诞生起 不知道各大势力 有多少天才进来过 那些天才 有些是得到其珍贵传承 有些是从刚刚出生就得到无尽培养 可能够扛过来 进入第二阶的不超过五十个 这个小子是找什么来历 难道是金之神王麾下培养出来的超级天才 时间一天天过去 罗锋丝丝毫不知他已引起了多大的动静 痛 折磨 披育 罗锋便是这些感觉 他修炼后便知道 这纳隐秘书分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还好很轻松 可第二阶段开始 罗锋的生命印记便遭受到最残酷的对待 仿佛无数的针一次次穿过他的生命印记 又仿佛无数的滚烫烙铁烙上去 论痛苦感 不亚于当初认住星辰塔那次 幸好现在的罗锋比当初强了不知多少 针对生命印记的痛苦他照样能够承受 可承受是一回事 生命印记本身是否扛得住便是另一回事 即便生命印记破碎的痛苦罗锋都能忍住 可是一旦生命印记破碎 那便是陨落了 难道修炼这纳隐秘书还有陨落之危 罗锋心中一紧 可他已经在修炼过程中了 已无法后退 已经是第二阶了 只要能进入第三阶 那便好了 自从被禁止神王掳赖 在禁止神王麾下 连进入第二阶的都还没有过呢 小子 努力呀 你进入第三阶呀 一旦你进入第三阶 失败自然是死了 可若是成功 至少在禁国中 恐怕你便仅次于你们的神王陛下了 紫角易兽也期盼着 他存在的命运就是找到合适的传人 当然一旦找到合适传人 也是他这秘术之灵消散的那一刻 可他不在乎 他诞生的那一天起便追求着最灿烂的那一刻 乌起楼第八层虚空中 黑盲身影一直盯着罗锋看着 一定得进入第三阶 进入第三阶才有希望 只是即便是众多势力全部加起来 也有十余名进入第三阶的绝世天才 可那十余名绝世天才 除了有三个被保住命 其他各个陨落了 这纳隐秘术第一阶第二阶并无生命危险 可是一旦进行到第三阶 便是最后时刻不成功变成人 失败便是死 当然远古文明保命手段极多 各大势力的众多绝世天才 在第三阶各个都失败 可还是有三个被保住了命 不过本尊一命 我也无办法保住你性命 第三阶 挺得过 你得感激我 挺不过 黑芒身影微微摇头 原始宇宙人类疆域的原始秘境 在无尽幽海处处泛着点点蓝色光芒 过了三百年后 所有的点点蓝色光芒 进阶变成无数的紫色光芒 而且无数的点点紫光 仿佛彼此隐隐有所连接 形成了无比浩大神秘的古老图文 无尽幽海蕴含的意志冲击再度爆炸 一直在守候的鸿蒙的一些宇宙之主 瞬间一个个昏迷倒下 只剩下两名宇宙之主还保持清醒 人类阵营内部一片震动 银河领主这种不分敌我浮散开意志冲击 当时在无尽幽海周围 共三十九位宇宙之主守候 当场昏迷三十七位 仅仅须金之主和补患之主保持清醒 因为这两位都已经达到 宇宙最强者层次的意志 整个鸿蒙都为之震撼 这还是浮散开的 若是集中对敌 那得多可怕 那不是说银河领主仅仅一只冲击 都能扫荡几乎一千宇宙之主了 恐怕就是宇宙最强者 若是意志差 都得吃亏 我鸿蒙禁止外传一切讯息 详细情况 仅仅我鸿蒙的众位宇宙之主知晓 若是外传 便是投敌之罪 银河圣帝 原始秘境 顿时守卫森严 一切消息进阶隐瞒 虽说有不少借主不朽等昏迷 可他们并不知道罗锋的意志冲击的真正强度是何等可怕 罗锋 不管怎样 必须活着回来 混沌城主站在无尽幽海的远处 遥遥看着 心中默默的 他明白 如此逆天手段 岂会那么容易获得 单看罗锋此刻和外界完全不联系便可以看出 罗锋可能身处极度可怕的危险中 禁止世界 乌起楼第八层 罗锋神体表面满是点点紫光 每一份神力都有着巨大的紫色融入 一股股意志冲击朝四周扶散开 第三阶段 他已经进入第三阶段 我禁止世界之前仅仅才一个来到这乌起楼第八层 且是刚尝试很快就失败 我都没想到 我禁止世界竟真能出现奇迹 有法则之主能进入第三阶段 只差最后一步 即可成功 一旦成功 我漫长岁月的等待 便是等的这一刻啊 不能失败 最后一阶段了 千万别失败 若是失败 奇迹诞生了一次 难道还会诞生第二次 他早就明白 禁止世界内的生命成功的概率 可以说就是零 所谓的封号任务根本就是奢望 期待的只是奇迹出现 而现在奇迹真的出现了 远古文明各大势力 不知多少天才都未曾成功 甚至他都感叹是奇迹 画卷世界中 紫角易兽紧张地看着罗锋 他看得出眼前这个法则之主 经历着何等可怕的噩梦 这是底线 我主创这一绝学 对你灵魂要求之高 这是底线 你达不到这一底线 只有死 小家伙 必须坚持 你必须坚持下去 撑过来 只要撑住了 那你将进入一个崭新天地 时间流逝 在修炼那一秘术过程中 特别是进入第三阶段 罗锋刚一修炼便感觉 他的灵魂要破碎湮灭了 可似乎撑不住时 他的灵魂会发生些蜕变 在第三阶段每次达到极致 灵魂便会迅速适应 难道我天生适合这一秘术 罗锋在极限中 都忍不住浮现此想法 像任主星辰塔 像之前抵抗神眼意志冲击 都是凭借意志去拼 可修炼这纳隐秘术 和意志其实关系不大 毕竟在远古文明的 各大势力的超级天才中 法则之主阶段 意志达到永恒真神的 逆天怪物那都是有的 可依旧失败 因为这纳隐秘术 对意志只是有部分要求 更多是对灵魂本身 罗锋的灵魂被压榨到极限 在这纳隐秘术下 却是在急速适应 使得从一开始的灵魂 要魄色的痛苦感 渐渐变得舒服起来 舒畅起来 舒服 罗锋反而喜欢上 修炼纳隐秘术 第三阶段的感觉了 他修炼第三阶段近九十年后 终于一切功成 罗锋睁开眼 面带笑容 无比的轻松 眼前正趴着那紫角翼兽 紫角翼兽的大脸正在罗锋眼前 令他一睁眼被吓了一跳 秘术之灵 你这是 罗锋忍不住退了两步 拉开些距离 紫角翼兽 却是仔细盯着罗锋 嘀咕的 我在看 看你这个法则之主 到底是哪冒出来的 竟真能成功 不过 恭喜你 有资格修炼 我主创这一绝学 你主是谁 是禁之世界的神王陛下 感觉不太像 听清了 虽然我主不认识你 可好歹也有传绝学之恩 你也得牢牢记下 我主的名字 我主 名为元 乃是真正逍遥自在 不受任何势力束缚的 超级存在 元 好了 您练成那一秘术 符合要求 自然有资格 得到我主所创的 这一伟大秘术 活了这么久 总算 可以回归秘术本身了 顿时整个紫角翼兽 瞬间分解 化为点点星光 直接涌入罗锋的意识当中去 一时间 海量讯息不断涌入 乌起楼第八层那一片虚空 黑盲身影一直紧张 期待地看着 这紧张期待持续了近九十年 直至罗锋体表 光芒消散 特别是原本环绕在虚空中 那无数的星辰文字 一个个疯狂涌向罗锋 直接融入到罗锋体内后 他才真正松了口气 露出欣喜满足的笑容 黑盲身影笑着 随即便直接消散 这一片虚空中只剩下了悬浮陆地上的罗锋 罗锋站在那一动不动 许久才缓缓睁开眼睛 第八层世界 圆 罗锋环顾周围 周围虚空中已再无那文字 知道秘书详细讯息后 罗锋也明白 那些文字应该融入到自己体内了 他回忆起刚才得到的秘书的讯息 不由得很是佩服这位存在 多人有声剧 春世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12集 这强大的秘书 名为列元术 看似普通的名字 实则乃远古文明 真正的超级绝学 且这列元术也是意志秘书 不过和神眼秘书 有很大区别 神眼秘书 意志只要达到虚空真神层次 即可修炼 可罗锋现在即可修炼 列元术 却是意志化圣 方可开始修炼 准确说 神眼秘书属低端 对真神 对真神 虚空真神 永恒真神用途极大 列元术 足以让神王等一些超级存在 为之疯狂 这是一部很逆天的绝学 如禁之神王陛下 若是修炼 列元术有成 恐怕实力能暴涨极多 能力压其他诸多势力 这完全牵扯到 势力格局的一大绝学 却由一位无心争霸 逍遥自在的元所创 此绝学在远古文明 早就引起无数烽火厮杀 禁之神王陛下虽得道 可他自己却无法修炼 努力让麾下的天才去尝试 却一直失败 直至罗锋出现 虚空降下一道光柱 笼罩锋 令罗锋消失在这乌企楼第八层 登顶第九层变为成功 可获得乌企神 可获得家风 罗锋站在幽静的方形院落内 院墙上有着古老雕刻 有着禁之世界特有的文明风格 这就是乌企楼第九层 罗锋眼睛发亮 除了对封号乌企神等有期待外 罗锋也很想知道这最后隐藏的一切的秘密 进来吧 一道声音从前方的幽静处传来 罗锋沿着古老庄重的幽静道路前进 这条道路是由一块块巨大的正方形石板组成 每一块石板上都有着不同的雕刻 绝无两块雕刻相同 每一件都堪称完美 罗锋若是低头看都忍不住被吸引 看似普通的道路院墙实则隐藏着无尽奢侈 转过弯 看到了一扇门 门是开着的 罗锋一眼便穿透过门 看到里面那一件件随意放置的凌乱的一些机械部件 一些兵器部件等等 罗锋走到门口 便看到一名穿着华美王袍的男子 正宁神看着旁边一些不同样式的机械部件 华美王袍男子转过头来看向罗锋 不由一笑 既然来了 先坐 在其前方 的确也有着精致的黑色王座 罗锋也不多说 乖乖上前坐下 既然那位神王陛下弄出乌起楼 设下这么多难关 且让禁止世界无数精英军士前赴后继 肯定是有目的的 这个男子 古怪 就算上一任段东河的虚拟意识 都会带着威压 怎么他却一点威压都没有 就仿佛自己还是孩童时路上遇到的一个邻家爷爷 面对眼前这位男子便情不自禁感到亲切 没有一丝忌惮 有的只是轻松 厉害 以我的意志 都不受控制的对他产生好感 想必你很好奇 到底为何神王弄出这乌起楼 弄出这诸多难关来 现在我便告诉你 首先告诉你我的身份 我便是这禁止世界的神王 神王陛下 虽有所猜测可还是不敢相信 眼前这普普通通道和地球普通老爷爷似的男子 会是神王陛下 准确说 我是神王死后所留下的虚拟意识 虚拟意识 罗峰心中暗惊 还真的像他猜测到的那样 神王陛下 你似乎不怎么吃惊 一切没太出乎你的意料 之前我虽远远观察你 却并没发现其他 不过现在我知道 你并非我禁知世界的生命 我并非不吃惊 只是你说的一切太过不可思议 所以我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 你说你是神王 你说你又是神王死后留下的虚拟意识 伟大的神王陛下离我很遥远 而且伟大的神王陛下又怎么会死 还有 你说我不是禁知世界的生命 又是什么意思 不必警惕 不必担心 我仔细和你说 你便明白了 当初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我选择了一条 近乎必死的绝路 所以在出发前 我在禁知世界创造了乌企楼 也留下了这一封好任务 一旦我失败了 那么或许我还有逆转的机会 而我离开了 却留下虚拟意识在这 虚拟意识拥有着我的记忆 拥有着思维 只是它算不上真正的生命 当然 我就是这虚拟意识 潜意识中 我还会认为自己就是神王 神王离开后 到底经历了何等的危险 我便不知道了 毕竟我无法和他联系 只是透过对这禁知世界的了解 我有一天知道神王陨落了 武器楼供九层 这第九层 便可连接整个禁知世界的宇宙本源核心 我经常前往禁知世界的本源核心 神王的陨落 禁知世界本源核心自然发生大的变动 还有 我之所以认定 你不是我禁知世界的生命 就是因为 你在进入这第九层时 这第九层所连接到的宇宙本源核心 并没认同你 你若是禁知世界内的生命 便是这禁知世界的孩子 自然得到认同 且你会无比忠心于神王 愿为神王去死 罗锋明白了 就像九幽之主创出的那些生命 也同样绝对忠诚于九幽之主 一个道理 禁知世界内的生命 也是绝对忠诚于神王陛下的 像那四大统领都是如此 神王一声令下 让他们去死 他们都不会迟疑 哦 你既然已经知道 那你想要干什么 要杀自己 以对方的能耐太轻松了 不必废话 堂堂一位神王和他说这么多 定是有些目的 你只需立下誓言 在将来成为神王那一等强者时 必须尽全力去杀另外三位巅峰存在 什么 誓言 远古文明自然有许多深入灵魂的誓言 一旦违背 则魂飞魄散 死透了 等我成为神王那一等强者 可是我现在才是法则之主 所以你无需担心 对你现在而言太遥远 你也根本帮不了我禁止世界 这只是你的一个承诺 等你成为神王之后的承诺 放心 一旦你答应 自然有你的好处 若是你拒绝 即便你选择自爆 在你自爆的瞬间 我都能湮灭你的灵魂 一个神王留下的手段 罗锋也相信即便他自爆 在自爆一瞬间 他的灵魂恐怕就会被湮灭 他的诸多分身 自然同时完蛋 那就真的死透了 更何况这誓言 是等到成为神王之后的 神王啊 那么遥远 那是灵驾在永恒真神之上的 罗锋自己都不知道 能不能修炼到 毕竟他根据蛛丝马迹的推测 神王应该是和三代祖师相当的 我必须得确认 你的誓言是真的 毕竟我只是虚拟意识 若是被你欺骗了 华美王袍男子笑道 随即摇摇一指四周 顿时周围半空中 开始浮现条条法则之纹 瞬间便陷入了一座 巨大的法则之纹 组成的囚龙中 蒙蒙清光笼罩锋风 如此 我才能知晓你灵魂一切的变化 你若是作假 我也是 你 你 我怎么了 花美王袍男子哈哈一笑 十分畅快地大笑着 笑得无比痛快 罗锋确实欲加疑惑 怎么回事 那男子指向半空 原本形成的那悬浮在虚空中的一条条法则之纹 进阶消散 发案 神王陛下 你不是要我发出誓言吗 不必了 因为你修炼过九节秘典 自是不必发出誓言 九节秘典 罗锋风大惊 惊得完全失态了 九节秘典 这是一部真正改变罗锋命运的秘典 正因为九节秘典 罗锋的强者路才能达到如今这地步 若没有他 或许他也能成为强者 可恐怕达不到如今这地步了 九节秘典按照座山克老师所说 乃是他所创造的 而且仅仅只能传给一名修炼者 且必须是地球人一脉生命方可修炼 怎么 怎么回事 罗锋脑海一瞬间仿佛爆炸开 浮现无数念头 仅仅只能是地球人一脉修炼的九节秘典 仅仅只能一名修炼者修炼的秘典 甚至是座山克所创的秘典 为何这位神王陛下知晓呢 是啊 罗锋早就在怀疑 九节秘典实在太逆天了 其他一切真神都做不到 别说是真神 就是紫月十足 东地十足也没有听说 有类似的逆天秘典创出 而座山克却不声不响 创出了这样的秘典来 九节秘典怎么了 这九节秘典 乃是我进知世界的 不外传的绝学之一 修炼之不但神体迅速蜕变 并且对灵魂还有莫大益处 是绝对改变悟性天赋的一步 超级绝学 但凡修炼了九节秘典的 都是我晋国真正的核心 你修炼了九节秘典 自然是我进知一脉 等你将来崛起 你不杀那三位 那三位也会杀你 自然 不必发出誓言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难怪自从罗锋 进入禁之世界后 坐山客老师 却一直未曾联系过他 也未曾询问 罗锋进之世界内的情况 更是没听说 坐山客进禁之世界 宇宙海中众多强者 谁不好奇禁之世界 混沌城主 还有鸿蒙其他强者 个个都好奇 很多人都询问我 可坐山客老师 却从未询问 我一直疑惑 坐山客老师 仅仅一个真神 为何可以创造 九节秘点 为何能炼制出 星辰塔 罗锋心中有些明白了 虽然对神秘的坐山客 依旧没有真正弄明白 可至少了解 这坐山客 和禁之世界有关 晋国核心 晋国覆灭 神王陨落 随神王陛下征战的 大量超级强者 怕也陨落了 坐山客是真神 这点毫无疑问 那么 坐山客也如同我一样 得到传承 得到神王陛下的传承 或者 神王麾下的某个 超级强者的传承 罗锋浮现诸多想法 随即暂时将一切疑惑 掩埋心底 至少对坐山客 他总算是知道些了 神王陛下 你说的那三位 巅峰存在是谁 我总得先知道 他们的身份 这是自然 这三位 便是另外一股超级势力 野蛮十国的 开国三位国主 开国三位国主 他们现在又在哪 会不会 这十国已经覆灭了 罗锋发现的远古文明痕迹 进阶都是些覆灭的痕迹 也就这禁之世界 还幸存 覆灭 是啊 已经过去很久很久了 或许十国覆灭了 也说不定 神王陛下 若是他们还活着 那我将来该怎么去找他们 宇宙海 太神秘 宇宙海的边缘 谁都没能探寻清楚过 比如那疑似 神王陛下尸体的庞然大物 便是从宇宙海 极遥远处飞来的 那么宇宙海 极遥远深处 会不会还有其他存在 其他可怕的事例 不知道 宇宙海对真神而言实在太广阔遥远 若是走得太远 容易迷失 要找他们 不急 但你的实力真正强大了 一切秘密 都会在你面前逐渐显现的 关于十国是否覆灭 我刚才仔细想了 即便十国真的覆灭 那开国三大国主 也不太可能 进阶陨落 你看 这是 罗锋仔细看着眼前这一机械 流线形的身体 宛如猴子般的体型 还有一条灵活的尾巴 淡淡无声无息 坐落在那儿 都有着一股 让罗锋心悸的气息 这便是我创造出的 真神级机械 无企神 仅仅一名强者 即可使用 在单体真神级机械中 绝对是最最顶尖的 能够施展出 你最强战斗力的 一部机械宝物 唯一的缺点 就是消耗神力非常快 你现在神体已经很大 可依旧得小心着点 别肆意爆发 否则消耗太大 身体恢复 却是很麻烦的 罗锋点头 双眸放光盯着眼前的乌气神 补充麻烦 开玩笑 他可是有无尽优害分身的 你完成封号任务 成为封号强者 自有资格换取这乌气神 这乌气神 归你了 归我 可军功 罗锋看向华美王袍男子 乌气神可是需要三千万军功 方可换取的 任何任务完成 都有军功奖励 这封号任务 这封号任务何等艰难 我定下的奖励 便是三千万军功 难道你准备不换取乌气神 换取其他宝屋 这自然 是随你心意 换 当然换 竟然是这样 封号任务完成便奖励三千万军功 这样根本就是将乌气神送到完成封号任务的强者手中 乌气神 宇宙海中现在动荡得很 特别是第四绝地显现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还主动引导 后来星主死前 施展的和神力截然相反的力量 背后肯定隐藏着什么 我实力越强 应对能力自然更强 况且 这次我闯乌气楼 特别是在第三层 从其他军事那儿 可是获得了一大批机械流宝物 真神级铠甲兵器等等 我完全可以将部分机械流宝物 取军备点 换回军功 用军功 再换一些适合我人类族群的 他一个人 需要几件宝物 特别等他成了真神后 更是仅仅只有一个本尊 只要数件强大宝物即可 所以其他机械流宝物 大多还是为人类族群考虑准备的 当然绝对不可能直接就发放下去 毕竟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 罗锋伸手抚摸着乌气神 生命印记轻易便烙印其正 这一头通体有黑的宛如猴子般的机械流宝物 瞬间便融入到罗锋身上 令罗锋直接变成了一个有着尾巴的人形猴子 只是面孔依旧是罗锋自己的模样 好复杂 罗锋稍微一研究便感觉着乌气神的一些秘文图等等 非常复杂 远远超过咳鸟金爪神等等 这是真神级机械 且是真神级机械中最顶尖的 要爆发出它最强的威能 对秘法的感悟也得达到真神中极高端地步才行 当然你现在虽是法则之主 也是能使用的 因为它可分成三种不同层次的战力 三种不同操控方式 可仅仅第一种都比金爪神 咳鸟还要复杂 更别提第三种了 恐怕第三种真的自己成为真神之后 才有希望施展 收好你的乌气神吧 我不过是不想让大量的军士都知道 这封号任务有大秘密 所以拿出乌气神当诱惑 诱惑那些法则之主和真神 实际上它也算不得什么宝物 罗锋却没辩解 对 对一名伟大的神王陛下而言 真神级机械又算什么 即便是真神级机械的王者 可罗锋仅仅是法则之主 在他法则之主乃至真神阶段 这乌气神都是他的最佳宝物 便是成了虚空真神 恐怕这乌气神都有一定用途 既然希望你将来成为神王 自然会给予你修炼之法 不过我擅长的乃是炼宝 显然你在这方面不擅长 至于厮杀战斗流的 我不擅长 却也为此准备了一份传承 罗锋眼睛一亮 传承 多多益善啊 华美王袍男子 扔出了一颗泛着黑光的晶石 你自己参悟吧 我晋国 仅仅我一个是神王 所以战斗流的传承 我给予你的自然稍微差些 这是我麾下的强者 以及我击杀的一些强者 众多传承集合起来的 对你成为神王 也算有些辅助 罗锋点头 抚摸着这传承精石 很是期待 只是接受传承 是需要很长时间的 还是等离开乌气楼 慢慢研究的好 给你传承 你需要时间去修炼提升 无其神对你帮助虽大 可一旦遇到虚空真神 你还有陨落之危 在这禁止世界内 我授予你借用世界之力的资格 世界之力 你完成封号任务 获得加封 你知地位和四大将军相当 这仅仅是表面上 而实际上 四大将军也知道 你才是我禁止世界最重要的 不容有失 在这禁止世界内 你有着绝对的权威 若是谁敢冒犯你 你即可借用世界之力 对付他 使用禁止世界的世界之力 有多大威力 可压制永恒真神 和秒杀一切虚空真神 不过 你切勿随意杀戮 明白 这位禁止神王 之所以对罗锋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得到了猎猿术传承 而杀十国的三位 开国国主的希望 这位神王显然全部寄托在他身上了 毕竟神王本身已经远落 正因为对罗锋希望太大 自然得给罗锋足够的地位权势 至少在禁止世界 能够赋予罗锋足够的权势 能借用禁止世界的世界之力 这样一来 我与周海那些进入禁止世界的 各大势力强者们 他们的生死 不就全在我一念之间 连神王也只是跟他说 别随意杀戮 意思很明显 真的想杀 还是可以杀的 能给你的都给你了 能帮你的都帮你了 我已陨落 能给予你的就这些 其他就靠你自己了 去吧 你该离开这乌企楼了 罗锋当即攻身表示感谢 不管怎样 对方都帮助自己极度 一道光柱降临 攻击在罗锋身上 罗锋便就这样消失在乌企楼中 出现在乌企楼外 他们等得太久了 自从神王陛下留下这乌企楼 他们四位统领真正的使命 就是寻找到那位绝世人物 这比他们的生命还重要 消失了 封号任务消失了 法则之主的封号任务 已经消失了 成功了 那军事银河 一定登顶乌企楼了 大殿内的四位统领 他们时刻关注着 像四大军团 神王谷等一些任务等等 都是能够同时看到的 罗锋进入乌企楼第八层后 他们四个便不知道 里面的情况了 可既然已经待了 如此漫长的时间 又没出来 自然令他们四位统领 心中无比期待 个个盯着看着任务列表 他们四个几乎是 同时喊出来的 四道身影同时消失在大殿内 来到那巍峨乌企楼的楼下 统领 是统领 四位统领都来了 另一些守护在乌企楼 周围不远处的 真神守卫们吓了一跳 四大统领同时出来 这太罕见了 四位统领都在看着 乌企楼的正门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14集 怎么还不出来 该出来了 四位统领彼此 悄然传音 迫切等待着 他们却是不知 在罗锋闯过 第8层的同时 那任务就自动撤销了 可此刻罗锋还在第9层 和神王陛下交谈 许久 走出来的 吴起罗道现在无尽碎云 活着的军事 都是直接被挪移传送出来 还没有一个 能直接从正门走出来呢 而且其他军事 之前一个个早就出来了 这个军事竟然待了这么久 难道 他登顶吴起楼了 没看到四位统领 都在这迎接 定是成功了 那些真神守卫们 不知看过多少批军事进去 自然也知道些内幕 此刻自然震惊万分 罗锋一出来便惊讶地 看着眼前出现的四道身影 一团模糊的黑雾 一个魁梧的男性强者 一银家女性强者 一名异兽强者 四大强者就在 乌起楼门外一字战开 都难掩激动地看着自己 罗锋看向四位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可一个都不认识 我们是神王谷的四位统领 奉神王陛下之令 一直守护神王谷 同时我们也一直等待着 登顶吴起楼的绝世人物存在 银河进 你能成功 我们四个真的很开心 请到殿内谈 罗锋当即点头 便随着这四位统领 朝旁边不远处 那银灰色宫殿走去 之前他们彼此谈话 周围的真神守卫 却是一个都听不见 魁梧统领 目光扫向周围的守卫 今日之事不可外传 是 同龄 远处分散开的十余名守卫 进阶宫敬的应道 银灰色宫殿第一层 他们也太激动了 登顶吴起楼 我们也一直期盼着 有谁能做到 这时我们期盼了无尽岁日 就仿佛一重担 一直压在我们心头 我们一回想起 便觉得愧对神王陛下 现在银河你成功了 我们也轻松了 太久了 银河 你在这儿捎带 我们刚刚已将你 登顶吴起楼的消息 传给了四位将军 以他们四位的实力 定会在很短时间内 赶到这儿 四位将军和我们一样 漫长岁月以来 也在想办法培养筛选出 能登顶吴起楼的绝世天才来 直到你成功 四位将军同样会 无比激动开心 他们也定会想要见见你 我早就听说过 四位将军威名 早就很想见 只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 作为封号强者 且是登顶吴起楼获得封号 地位是等同将军的 这且仅仅是表面的 真正论实际地位 四位将军 四大统领 甚至还要稍微差些 罗锋和四位统领聊天 说着 没多久 四道身影接连 进入这大殿之中 随即一一凝聚 罗锋一眼看去 到来的四道身影 乃是两位部落强者 两名异兽强者 各个威压收敛 即便他们四位收敛威压 可那无形的气势 还是让罗锋暗暗感叹 银河 这是东军将军 雪庸 雪庸 应该是四位统领中 最和善的一个 皮肤白皙 耳边有着绿色花纹 显得雍容高贵 穿着银白色的夹铠 双眸的眉心部位 有着树铜 此刻略显激动 三眼都放光看着罗锋 我们 我们等太久了 到今日 我们才能算 无愧于神王陛下 旁边一名 有着六个头颅的 高大异兽咆哮着 随即朝罗锋露出笑容 六个丑陋 猙獰的头颅同时笑着 快接受我 五十倍 你急什么 一个个来 罗锋总算见识了 四位将军的热情 四位将军和四位统领 在无尽漫长的岁月中 他们奋斗的目标 就是一个 为神王陛下寻找出 能够登顶乌起楼的 绝世天才 这超过了 他们本身的修炼 他们的生命 当罗锋出现 他们是何等的机动 银河 你冒险魔力可以 可禁止世界广阔无比 而你现在的实力 或许便有危险 我给你安排几名 虚空之神护卫 暗中保护你 是啊 银河 对啊 银河 是啊 四位将军都在一旁说着 他们简直将罗锋 当成了一件西式珍宝 唯恐出现纰漏 半天后 罗锋总算离开了神王谷 从交谈中 罗锋也感觉到 四位将军和统领 简直就将他当成了 神王继承人在对待 四位统领和四位将军 也太 甚至连我返回东军 都要送我 简直就是父母对小孩一样 而且几乎对我言听计从 回东军军营 罗锋当即驾驭着银色小舟 破空飞离开去 当猎原树的纳隐秘书 练成的那一刻 无尽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等 都停止扶散意志冲击 恢复清醒 所以混沌城主 真眼尊者等 不少都联系罗锋 罗锋也是仔细说了一通 才进阶让各方了解 当然大的秘密 罗锋是不敢外泄的 真眼老师 有远古文明传承指引修炼 如今已到尊者极限 只差一步便是宇宙之主 戴德老师成为了宇宙之主 定得准备上一份大礼 在远古文明更加系统的修炼指引下 且真眼尊者因为是罗锋老师 自然很多资源都大量奉送 所以修炼才会如此宽 在真眼混沌坐山客三个老师中 罗锋和真眼最亲近 其次是和混沌 再其次是和坐山客 真眼尊者算是最不计回报 完全是喜欢这弟子 把他当作亲人 混沌则是看中罗锋对人类的前途 坐山客却是有其计划和想法 当然三个都是老师 罗锋内心也是感激 能回报老师也在回报 只是坐山客一直无所求 真眼 大哥红都是尊者 二哥雷神还是不朽 这些年人类族群和敌对阵营一直斗 我一切主要为族群 不过也得为我地球人一脉 还有为我的家族稍微考虑考虑了 离开神王谷 直接赶往东军军营 路途漫漫 罗锋则是研究着乌企神 乌企神分三层次 即便第一层次都超金爪神 可鸟 像第三层次 比虚空真神级的很多机械流宝物都要强 如此才算得上是真神级机械的王者 切住万倍时间加速 竟然花费我大半天 才弄懂了这乌企神第一层的驱使方法 罗锋穿着乌企神嘴里嘀咕着 说是大半天 实际上万倍下却已经是近十年时间了 穿着乌企神 令罗锋的身体仿佛穿着甲铠的猿猴 面容依旧是罗锋模样 只是变成了黑脸 一根灵活的尾巴还绕而绕的 闪烧 闪烧 罗锋瞬间燃烧神体 同时施展断灭第二卷 顿时能量爆发到极高层次 同时迅速延伸到整个乌企神 迅速在乌企神内部的其中十六个中枢 同时进行转化 每四个中枢都形成密文图 众多密文图交汇 在乌企楼内部核心形成虚拟中枢 转化形成的耀眼金光 瞬间充斥整个乌企神 在牧林之洲电厅内 瞬间留下百万个幻影的罗锋 很快又停下来 真是强大 有此一箭 金爪神 咳鸟等等 尽皆可以舍弃 有此一箭 放眼宇宙海的那些个宇宙最强者 即使他们运气好 得到了一些机械流宝物 也一定不是我的对手 只是这乌企神 神力消耗真的很快 因为本就保持断灭第二卷的超高速燃烧 且催发乌企神 无尽燃烧的神力疯狂被消耗 宛如被惊吞 若是之前仅仅十万公里的神体 怕是一眨眼神体就没了 幸好现在神体够大 却也不敢这般肆意战斗太久 难怪神王陛下知道我神体大 还说这消耗太夸张呢 有得也必有失啊 终于在三个多月后 一路悠闲飞行的罗锋 终于抵达东军军营 东军军营内 满河军的驻地 罗锋正悠闲飞在湖泊上空 直接朝自己的岛屿飞去 看是银河 他就是银河 听说你们六小队的队长 也就拿银河一丝 在罗锋下方一座岛屿上 正有两名军士在交谈 抬头看着罗锋飞过 军事银河回军营了 这在满河军第一大队 第六小队内部 却是迅速传开了 你们第六小队的军事银河 回来了吗 我一朋友早听过他的大名 很想结交一番 刚回来 就在咱那岛屿上 满河军第一大队 第三小队的一名红脸军士 略微晃了一圈 很快就得知 军事银河回来的消息 要知道 军事在军营内不可能一直埋头修炼的 交友切磋等等也是极为重要 特别是特殊军团内一些名气极大的军事 更是会有不少强者愿意来结交 因为这样的军事成为虚空真神概率高 红脸军士很快离开 满河军军营 去了另外一处特殊军团的营地 成木 成木 红脸军士俯瞰下方的一片森林 直接神力传音扫荡下去 完全由一棵棵粗大古树打造出的巨大木屋内 则是飞出来两面四壁男子 他一身青色战甲正仰头看着 一看便笑道 齐花 我刚去找你 你别来了 我刚调整了一美味 快来尝尝 成木 你不是一直要找我们 马河军的那位军事银河吗 对 他回军营了 刚回不晓 我早就想要见他了 不过 什么事情都没吃重要 好好好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15集 宇宙海 紫月圣地宇宙内 大殿之上 紫月始祖闭眼 默默坐在那儿 仿佛可以这么坐着 无尽纪元下去 在下方也盘膝坐着 一道道身影 或是神分身 或是神力化身 进阶都是进入 尽知世界的宇宙之主们 忽然他们其中一个 双面四臂男子眼睛睁开 忽然站起 师祖 我已得到消息 军事银河 刚刚回东军军营 此刻站在 马河军的营地中 此话一出 周围那些宇宙之主们 个个睁开眼 吃惊不已 坐在上面的紫月始祖 睁开眼 眼眸中掠过一丝冷芒 俯瞰下方 既然如此 都行动起来吧 是 师祖 在禁之世界 东军军营内 加入东军的 紫月圣地的宇宙之主们 一个个开始行动 紫月圣地宇宙内 师祖 确认 那罗锋 的确是在忙和军营地 师祖 我等你在军营外的 虫洞传送点等候 一旦他出来 我等立即知晓 师祖 很好 既然这罗锋 已经进了东军军营 要抽手 就务必一次灭杀他 城墓 看你的了 师祖放心 罗锋 即便你得到了 传说中的 段冬河一脉传承 可又能如何 东地那老家伙 没资格和我争 而你 也没机会和我争 再厉害的天才 死了 就只是个蠢才了 禁之世界 东军军营 特殊军团 胡后军驻地 那一片广袤的森林中 嗯 真是好吃 我在部落的时候 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若是经常能吃到 那我宁可将修炼的时间 拿出一半来吃 什么 下次创出美味 还记得喊我啊 一定 戴得那红脸军事离去后 成目之主脸色 便严峻起来了 要启动杀局了吗 我舍弃在禁之世界的 一切未来 就是为了要罗锋封你死 你也该值得骄傲 成目之主也感到无形压力 作为进入特殊军团的宇宙之主 紫月十祖才把重担交给他 成目之主心中有着一股怨恨 对宇宙海三大绝地他早就熟悉 可是禁之世界 他一进来就完全迷上了 他真的不想离开 可一旦启动杀局他成目再无来进知世界的机会 开始吧 成目之主不再多想 当即化作流光飞了出去 这片广袤的森林是胡后军的营地 胡后军分两大部分 法则之主门为一部分 真神为另一部分 两边完全分开 在整个军营的中央 便有一座巍峨高大的神殿 神殿前还有着数名守卫 这神殿正是居住着胡后军统领 在军队之中 能够担任特殊军团统领的 一律都是虚空真神 若是在外 都是一方霸主 神殿前有六名守卫 其中两名真神守卫 四名法则之主守卫 站住 站住 这是童领所在 禁止战闯 我有重要事情 求见童领 军事 童领岂是你轻易能见的 速速退去 我真有紧迫大事见童领 见状 那两名真神守卫 不由相视一眼 略微迟疑 毕竟来求见的 也是他们胡后军的军事 让他进来 是 童领 进去吧 神殿内却宛如迷宫 走廊曲折 处处皆有听事 成目之主只能循着那一股波动行进着 走了片刻 成目之主便看到一片花园 长满无数美丽花的花园中 正有着一个美丽的女子 她有着九条绿中 带着一抹金色的羽毛尾巴 头上也满是美丽的羽毛 她的容貌更是 让成目之主瞬间屏息 她就是传说中的胡后 胡后军便使着胡后所创 在众多特殊军团中 能创立特殊军团的 自然必定是虚空真神 可漫长时间中 有些虚空真神 则可能突破为永恒真神 自然有下一位虚空真神 接替他们的位置 可突破太难 更多的虚空真神 是一直坐在统领的位置上 如这胡后便是如此 成目 拜见统领 你来见我 到底有何紧迫大事 若是说不出个紧迫来 便军阀处置 罚你为了我的孩儿们 禀统领 我无意中发现一大秘密 大秘密 那莽河军第一大队 第六小队的军事银河 他竟是外界其他势力 偷借我禁之世界的 我当时得知后 唯恐被灭口 孙颖一直没敢报 直至回了军营 才敢来禀报给同龄 外界进入我禁之世界 胡后双眸猛地迸发 可怕杀意 禁之世界内的任何一个生命 都对禁之世界绝对忠诚 对外界生命是绝对敌对的 你没骗我 我禁之世界 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外界生命进来过了 绝不敢欺骗同龄 我 我怎敢拿这种事情击别 你可有证据 我 我亲眼看到 可证据 我又能有什么证据 就你随口一说 我便去查那军事银河 胡后冷声道 嘴上这般说 可他心底却在怀疑了 他挥下的这军事成目 即便撒谎 也不至于撒这么离谱的吧 说不定还就是真的 不管怎样 找个时间去查证一下 我 我 统领 我真是亲眼看到的 我饶你此次之罪 退下吧 我亲眼所见 他就是外界军事 只要统领你施展幻术手段 令他陷入幻术中 怎样一切他会主动说出来 如果我说的有假 他陷入幻术中 不承认是外界来的 我愿灵死 幻术 我该如何做 还轮不到你交 退下 统领 我所言绝不有假 放任他活着 便是对我禁止世界不利啊 我这所言 我愿以死证明 自爆 竟以死证明 没想到这军事 竟忠心到如此地步 漫长岁月中 像那种无比耿直的军事 他也见过不少 以死证明的更是不少 只是在他面前自爆的 还真是第一次 这么忠心耿直的军事 可惜了 难道真有外界生命 进入我禁止世界 莽河军驻地外 正有着两名军士 在湖边坐着 看似随意的聊天 这两名军士 一个是三面八臂 一个是普通的单面双臂 忽然高空中 无比耀眼的绿光 划过长空 那绿色光滑中 还隐隐有着一丝金光 耀眼夺目 宛如彩虹横挂长空 是胡侯统领 成不成功了 胡侯统领来莽河军了 速速禀报给师祖 宇宙海 紫月圣地宇宙 你们继续等消息 一旦确认罗锋身死 立即来比 是 能当特殊军团统领的 特别是能开创 以崭新特殊军团的虚空真神 都非一般虚空真神 那胡侯开创特殊军团 都不知过去了多久 且有军队珍贵传承 供他修炼 在虚空真神中 他绝对是最顶尖的一类 并且他的幻术 又在军营中那般有名 以他的实力 便是我 恐怕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种擅长幻术的 最顶尖的虚空真神 在意志上 最低也达到了 永恒真神的层次了吧 甚至可能意志化胜了 他出手 一个法则之主 即便再逆天 也得陷入幻术中 那罗锋又的确是 从外界而来 很容易被发现 一旦被发现 便是灵魂烟密 死得不能再死 罗锋小子 你若是普通点 即便是真神 我都不会在乎 谁让你得了 段东河一脉传承 对我威胁那般大 只怪你命不好 紫月始祖笑意盈盈 下方的那群宇宙之主们 见始祖如此 也明白是罗锋将死 始祖才会这么高兴 近之世界 宛如彩虹的流光 在虚空中那般美丽 这已然是胡后的象征 是胡后统领 胡后统领来了 在蟒河军军营 法则之主军营 真神军营交界处 那灵星的数座宫殿群外 正有两名真神守卫 四名法则之主守卫在巡逻 一见高空中那彩虹流光 就立刻辨认出身份来 毕竟这些个特殊军团的统领 个个活了不知多久 在近之世界 这些统领们除了将军等几个之外 便是谁也不拒 自然脾气变了 有些低调宛如普通军事 有些则是张扬嚣张 有的则是乖利凶狠 有的还喜欢摆排场 总之各不相同 这些在军营待够久的特殊军团内的真神们 也是知道一些统领的脾气的 他们也不敢得罪 毕竟统领地位何等高 即便杀了他们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彩虹流光降临 正是穿着无比绚烂耀眼的胡后统领 胡后统领的容貌拥有着致命的魔力 他的唯语更是那般美丽 见过统领 火灼武 胡后统领很自然地抬着头 扫视了那两名真神守卫一眼 便懒得理会 即便是他麾下的军事 他都喝骂随意 一旦触犯他 更是军阀处置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16集 胡后 怎么来我这儿了 胡后听到这声音后 便直接朝不远处的 一座电厅走去 先喊一声通知对方 也是对对方的尊敬 虽说他胡后高高在上 对真神法则之主们 不屑一顾 可对同样是 特殊军团统领的一些 虚空真神们 除非有仇 否则还是很礼待的 五号 我自从担任统领以来 无尽岁月来 你只来过我这两次 其中一次是惩罚我的军事 来知会我一声 另外一次是恭喜我上任 担任统领 怎么 难道我麾下又有哪一个军事得罪了你 你惩罚了来知会我一声 一个军事而已 你若是惩罚了只需通知我一声 无必亲自来 一道很轻挑的声音 这是一名穿着火红色假衣 显得又高又瘦 六个耳朵上都有着火焰纹的人 他的一双眼睛更是犹如阴冷的毒心 随便惩罚一军事 自是小事 我这次来是有大事 哦 对我们统领而言 什么称得上大事 他们地位太高了 即便是北真海主人 九燕泽主人等一些虚空真神 在他们面前都得低头 毕竟他们是军队的 而且是特殊军团统领 一般虚空真神 可坐不到这等特殊位置 如此地位 在禁止世界完全可以横着走 对他们而言 还真的很难有大事发生 你且听我说 我麾下有一军士 名为城墓 他去我那儿 外界生命 在很久很久以前 我禁止世界的确有过外界生命进来过 可那时我还未出生 现在无尽岁月来 并无任何外界生命进来过 难道又有了 这 这 你有把握 我 我起初也觉得荒诞 不过我麾下 以死证明 我麾下这军事知道事情严重 为我禁止世界担心交集 会引起我重视 竟以死证明 虽我还没十足把握 可也得来查看一番 这事情极严重 又有军事已死证明 他们岂能置之不理 我麾下便有这军事银河 我查查他所在位置 跟我来 满河军的驻地那一座座岛屿 一座岛屿只能有一名主人 火灼武作为满河军统领 自然能查到军营内 每一座岛屿对应的是哪一位军士 自然迅速查出罗锋当初选的是哪一个岛屿 岛屿内 罗锋正在无比悠闲地在石屋屋顶之上 旁边放着进知世界内的果酒 喝着酒他很是惬意 看似惬意 实则罗锋的意识主要是在 磨沙族分身身上 磨沙族分身此刻正在研究事无与异 因为在乌启楼封号任务过程中 创出了七阶顶尖刀法九天之路 罗锋自认应该能够悟出事无与异 第三重来 第一重是混乱的时空 第二重是金色的国度 那第三重呢 真是期待啊 乌启神和事无羽翼是不同的 事无羽翼更主要是辅助 并非直接进攻 并且乌启神和事无羽翼完全可以同时使用 穿着乌启神 背后只要附带着羽翼即可 乌启神 金爪神之类和战甲有冲突 穿着乌启神 金爪神等等 就没有办法穿真神铠甲 可和事无羽翼没冲突 战甲也和事无羽翼没冲突 罗锋过去不就是穿着结甲 身负事无羽翼吗 正当罗锋期待着事无羽翼时 忽然凭借着对禁知世界世界之力的感应 感应到上空出现两股强大的波动 罗锋当即抬头 看向上空 两道身影瞬间出现在高空 一个散发着采光无比高贵 一个散发着无尽火焰无比邪恶 罗锋一抬头 便看到了那两双眼睛 这两双眼睛都有着自然而然的高高在上 并且那具有魅惑的双眼泛着闭光的眼睛 更是隐隐带着一丝憎恶 强大的威压瞬间降临下方 并且令周围的空间也瞬间隔离 在这座岛屿周围的一片空间 进阶被无尽的虚无环绕 一念虚空 两位虚空真神 军营中出现的两位虚空真神 怕是统领 不知道是普通军团的统领 还是特殊军团的 罗锋心中略过诸多念头 像军士各个穿着制式铠甲 一眼就能认出身份 可这些统领地位高 穿着也自然随意 罗锋之前身份低 又从未见过满河军统领 自然认不出 威压压迫 两道身影从天而降 那强大的威压令罗锋脸色微变 幸好他意志够强 否则怕就得跪下了 看看这两个统领到底要干嘛 罗锋暗道 地位不同 实力不同 这心态也不同 若是正常的特殊军团军士 看到两位统领降临 自然吓得恭恭敬敬 大气都不敢喘 毕竟触怒了统领 被杀了都是白傻 两道身影降临到岛屿上 摇摇看了眼石屋上的罗锋 罗锋则是从石屋上一跃而下 火周五看看 看看你麾下这军事 一个小小法则之主军事 见到我们两位统领来 竟然还这么肆无忌惮 正常军事都会立刻迎接 并且无比恭敬 显然罗锋这态度 一下子令习惯高高在上的 胡后统领不满了 可是罗锋此刻什么身份 在整个禁止世界 绝对是高高在上的 连那四位永恒 真神将军都得围着他 可以说除了神王陛下 就是罗锋地位最高了 如此地位 罗锋又怎么可能 巴巴迎上去 无比恭敬 这军事 是很肆无忌惮 军事银河 见到统领该怎么做 难道你忘了 胡后火灼五两位 虚空真神统领 那很自然的高高在上的气势 罗锋虽然皱眉 却也理解 这两位统领本身也没错 军营内等级森严 一名法则之主军士 和虚空真神统领 相差太多了 统领完全可以随便处置他们 哎呀 我是搬起砖头砸自己的脚 要知道 封号任务一完成 罗锋自动获得加封 可这消息是极高等的秘密 就算神王谷那四位统领 也是盯着观看任务列表 发现封号任务消失 才确认罗锋成功的 显然连他们也找不到 罗锋加封的消息 显然禁之神王陛下 本意是不想弄的漫天下皆知 当初罗锋在神王谷时 那东军将军雪雍更是问道 宁和 你获得加封 可要公开 一旦公开 四军很快进阶之下 见你都会无比尊敬 不必了 罗锋当时便这么简单地拒绝了 在当时罗锋看来 他就是禁之世界的一位过客 待到将来 他恐怕会无声无息地离开 不再会回来 没有必要弄得四大军队进阶知晓 而且他的敌人 也就宇宙海的一些敌人 他独自完全能够应对了 正因为此 湖后火灼五两位统领 也根本不清楚罗锋的身份 所以这一到来 本就怀有一丝敌意 见罗锋这个态度更是不满 无必和他废话 他疑似是外界生命 实则生变 我直接施展幻术 让他直接照出来 若他不是外界生命 而是我禁之世界内的生灵 只需惩罚一番 治他个不禁之罪即可 若是外界生命 则就严重了 嗯 午后 你尽管住手 两位同理 罗锋刚开口 无声无息 却无比强大的虚化神力 瞬间笼罩锋 欲要将罗锋引入幻境之中 以虚空真神顶尖手段 罗锋再厉害 也仅仅只是个宇宙之主 怎能抵挡 不过 罗锋在禁之世界 却是不一般 处处存在的禁之世界之力 是轻易受罗锋所操控的 当凭借对世界之力的操控 瞬间感应到那无形的虚化神力笼罩而来 罗锋便是大吃一惊 这统领竟敢对他直接下手 破 罗锋怒了 当即一声怒吓 周围的禁之世界 世界之力猛的一个震荡 瞬间便湮灭了那虚化神力 这两名同龄惹得罗锋发怒 敢对自己下手 本还想好言相说 此刻却是懒得再说 直接怒而已翻手掌 顿时在两名虚空真神的上空 直接出现了巨大的 完全由世界之力组成的手掌 这手掌泛着丝丝灰色气流 手掌上的纹路都是隐约可见 巨大的手掌凭空出现在 火灼舞和狐厚的上方 令两位统领大惊 怎么可能 两位统领刚要闪躲 这巨大手掌直接猛地拍下 令火灼舞狐厚两位强大的虚空真神 感觉好似整个世界朝自己压来 毫无反抗之力 两位虚空真神直接被拍得 轰进了大地之中 在岛屿的山石地面上 露出了两个幽深的大窟窿 他仅仅一个法则之主 怎么会 出来 两道身影瞬间便出来了 只见原本充满无尽魅惑的狐厚统领 此刻却是羽毛凌乱 同时被气流凝聚成的绳子 一圈圈捆覆住 旁边的火灼舞也狼狈不堪 同样被一圈气流绳子 给一圈圈捆覆住 他们俩都感觉自己被完全束缚 挣扎都没有办法挣扎 怎么会 虎后统领火灼 武统领摔在地上 彼此相视一眼 二者眼中满是惊骇 能够翻手间就将他们击败束缚 这绝对是永恒真神的实力 而且是永恒真神中顶尖存在 难道这个军事银河 看似法则之主 实则是一名永恒真神伪装的 对 一名永恒真神 只要不碰到将军 其他人谁也看不出他的伪装来 高贵的一名永恒真神 宁可伪装一法则之主 定有大嫉妒 看来 他十有八九就是外界生命 他们俩都瞬间想到这一点 禁知世界内的永恒真神就那么些 即使是新突破的 之前至少也得是虚空真神 也该是有点名气的 这个军事银河 他们不认识 却翻手将他们击败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17集 罗锋站在那儿 冷漠看着那狼狈摔倒在地上的 狐厚统领和火灼武统领 你们俩为何来我这儿 还有你 为何直接对我攻击 怎么 因为我一丝不尽 所以要杀我 你到底是谁 一名法则之主 可没这么强 我猛和军 竟然有如此强者存在 我这个猛和军统领 之前可一点都不知道 火灼武也在一旁道 他们俩都在故意拖延时间 在被击败束缚的一瞬间 他们俩都不约而同地 通过传讯令牌 传讯给东军将军雪庸 在他们俩想来 这可是东军军营 雪庸将军也在东军军营内 说到便能到 他们只要稍稍拖延下时间 带着雪庸来了 自然能将这间隙给抓住 罗锋钢琴下这两名统领 便眉头一皱 转头看向远处的一片虚空 虽说两位统领被捉拿 一念虚空被迫 可罗锋还是通过 世界之力和外界隔离 让外界的猛和军军事 看不到里面的一切 远处虚空出现了一道门 门中飞来一道身影 他穿着银白色铠甲 雍容华贵 面容白皙 直接朝着岛屿飞来 那无形散发的威势 却是远超之前两位统领 那被束缚着摔倒在地上的 胡后火灼武 见状顿时大喜 将军 将军 雪庸将军 银河 胡后 火灼武 你们两个怎么在这儿 胡后火灼武 却是惊恶了 因为他们以为 雪庸将军一来 定会和这个外界生命间隙动手 可是二者竟然彼此谈笑 好似朋友 雪庸将军 这个军事银河 他很可能就是外界生命 进入我禁止世界的间隙 将军大人小心啊 将军小心 别轻易被他蒙骗 他有永恒真神实力 即便他编得再完美 也不能轻易相信 定要查清 从出生到法则之主 直至如今 一系列的经历 才能确认他的身份 不能轻易相信 我该如何做 且由你们讲 银河大人身份 岂是你们能知道的 你们竟敢冒犯银河大人 希望银河大人 不会因此大怒 降罪于你们 杀了你们吧 胡后火灼武 顿时蒙了 银河大人 降罪 他们俩当然立刻听明白了 这银河大人地位应该很高 甚至想要杀他们两位 虚空真神都是一句话的事 可禁之世界 现如今地位最高的 不就是四位将军吗 什么存在能够惹得 四位将军称呼银河大人 一时间 胡后火灼武顿时明白 他们应该接触到 一些核心机密了 这 是 胡后统领 火灼武统领 顿时都慌了 他们看到远处 雪雍将军和那军事银河 在彼此交谈 可交谈内容 他们却根本听不到 不由更加惶恐 唯恐那位银河大人 杀了他们 银河 你早就该听我的 公开你封号强者身份 作为封号强者 自然没谁敢对你不敬 不必 他们俩 你准备如何处置 你先问问他们 他们为何到我这儿 对我下手 好 雪雍将军点头 当即转头传音去 询问那两位统领 那两位统领自然是 一一说清 是胡后军内的一名 法则之主军士 叫沉默 且以死证明 说你是外界生命 雪雍将军倒是 丝毫不怀疑罗锋 因为他知道 眼前这军事银河 是经过神王陛下留下 诸多审核确认的 神王陛下何等手段 岂会让奸细混到 神王继承人这位置 成目 成目之主 紫月圣地宇宙的宇宙之主之一 紫月圣地宇宙或许认为 在禁知世界 罗锋又能有多少影响力 所以有些根本名字都不改 是他们 要杀我 那我就将你们紫月圣地 在禁知世界内的 全部杀光 这紫月圣地 一而再再而三地和他为敌 之前更是插手 原始宇宙内部战争 欲要一举毁掉人类根基 现在又想在 禁知世界中毁掉他 幸好我获得封号 否则措手不吉下 能自暴毁掉分身保密 就已经不错了 罗锋一阵后怕 若无封号 两个结果 一个是直接被狐厚给杀死 那真的是死透了 第二个是罗锋意志够强 能够在陷入幻境之前 抓住一丝时间自暴 若是能自暴掉 两分身毁掉 命保住 可是自己携带的宝物血影刀 木陵之舟可就都遗失了 特别是木陵之舟 那里面可都有传承空间的 当然传承空间 唯有传承者可进 且传承空间内 是有他的能量分身操控的 被对方得到 对方也进不去 可进不去 罗锋本尊也没机会进去 只能让能量分身 一直呆在传承空间 且传承空间 一直遗失在外 银河 那胡后 火灼五两位同领 你如何处置 胡后和火灼五 他们俩也是事先 不知晓银河你的身份 他们只是当你是普通军士 所以才那般 银河 你便稍微 学庸 你放心 我还不至于要他们的命 不过 骑到我头上来 也没这么容易放过他们 这是自然 您和你尽管说 能给他们活命 便是莫大的恩德了 对他们的惩罚也简单 明白了 火灼五 胡后俩狼狈不堪 被气流凝聚成的绳子 捆腹得动弹不得 都倒在地上 表面狼狈 内心却更加焦急慌张 他们俩都看着 不远处的罗锋和雪庸 可即便看着 也根本听不到 那两位的谈话内容 哇 你 你几次害苦我了 我也被害苦了 我哪知道 我之前只知道 我们禁止世界最高最强的 也就是四大将军 现在突然冒出个银河大人 我们禁止世界 显然不像我们表面上 看的那样 估计更加神秘 没想到却是被我们给撞上了 晋国覆灭 可晋国当年跟随神王陛下征战的一些逆天强者 比四大将军强的可还是有好些个的 或许这位银河 就是当年跟随神王陛下的某位还活着的超级强者 等吧 希望能活命 将军 将军 他们俩眼睛都亮起来了 他们可都是将军的老部下了 应该有机会活下去的吧 雪庸将军走过来 看着地面上躺着的火灼五和胡后 当即说道 你们俩运气好 银河大人还不至于要你们俩的命 胡后火灼五顿时松了一口气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若是在和其他势力的战争中死了就罢了 可是死在自家地盘内 那太憋屈了些 不过 死最可饶 活最难逃 你们俩无尽岁月来 积累了大量的军功 也有不少宝物在身 现在 你们的一切军功 一切宝物 进阶不夺 以示成戒 胡后火灼五惊恶的邓大眼 怎么会这样 没听到 将宝物都留下 还不走 不留宝物 要留下命不成 雪庸将军眸子中掠过一丝冷光 银河和等身份 是神王陛下最重视的传承人 对神王而言 一个将军说舍弃便舍弃了 可继承人却不一样 两个小小虚空真神 还想讨价还价不成 是是是 谢银河大人饶命 谢将军帮忙 旁边顿时出现了一堆宝物 一瞬间火灼五的一切 机械留宝物 灵魂宝物 铠甲兵器 乃至其他一切材料等 进阶留下一箭不剩 连他身上此刻所谓的假衣 都只是神力凝聚而成的 嗯 我留宝物 我留宝物 片刻 胡后火灼五留下一堆宝物后 便狼狈不堪地飞走了 飞走时 他们再也不像之前那般浩浩荡荡了 胡后也不像过去飞行时 避留下彩虹流光 而是灰溜溜 悄无声息地离去 没有其他军士发现这一幕 他们走了 嗯 他们俩的军功 我也都转移到你那了 唉 你这一招可真狠 在法则之主真神时 还有军队任务可以获得军功 可能成了虚空真神 却根本没有军队任务了 想获得军功无比艰难 你却是一下子将他们无尽岁月的收获 全部剥夺了 罗锋一笑 他当然明白 晋之世界内就是如此 法则之主真神都有军队任务 可虚空真神统领们若是有任务 干嘛 难道去杀晋之世界其他虚空真神吗 所以 他们并无军队任务 除非有愚蠢的某个虚空真神 敢挑衅军队 才会被派出几名虚空真神去解决 这时候有些军功发放 可挑衅军队 有几个虚空真神会愚蠢到 但敢挑衅军队 所以虚空真神统领们一般 唯一赚取军功的方法就是 统领军队教导军队 因为统领有功 自然每一阶段会被赐予部分军功 可这样积累军功太慢了 雪庸将军也离去 罗锋则是前往军备点 刚进入大殿 顿时世界变换 一道金光身影出现在罗锋面前 无比恭敬 拜见银河大人 罗锋笑了 每个军士进来都会碰到金光身影 只是过去这金光身影冷酷无比 此刻却恭敬得很 罗锋看向周围 周围空荡荡的 显然将罗锋引领到了一个独立的区域来 周围竟然没有一个军士 银河大人 这是军备环 银河大人借助着军备环 可随时进入军备世界 只要再禁之世界 即可进入军备世界 无需每次都来军备点 银河大人的权限 自当得到军备环 金光身影手中的军备环 直接飞到罗锋面前 罗锋伸手便接了过来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主 便将工作室制作 第1218集 我要查最近三个纪元内 加入四大军队的 一切法则之主军事的讯息 还有 能够模拟这些军事的气息吗 当然 生命气息是确认 他们身份的最准确标识 当然可以模拟 银河大人权限足够 在旁边的空间中 开始出现一个个身影 进阶都是模拟出的军事身影 都是在最近三纪元内 加入四大军队的所有军事 一眼看去浩浩荡荡 还真多 幸好这是三个纪元的 罗锋算是最早一批 进入禁止世界 也只是两个多纪元 紫月圣帝派来的军事 自然肯定在这一范围内 开始 紫月圣帝加入四大军队的共有九十六位 罗锋迅速开始查看 强者的意识运算速度 神力感应速度何等迅速 仅仅片刻便迅速筛选出来了 其实紫月圣帝派来的不止这么多 只是加入军队需要进行筛选 紫月圣帝准备再充足 也无法做到百分之百的进入率 这九十六位 要杀他们 就必须一次性解决 不能慢慢吞吞的 一旦引起警惕 很快就会溜掉 不对 若是这次杀了 不就是让紫月圣帝警惕了 那么下一纪元 紫月圣帝还会派宇宙之主进来吗 原始宇宙 原始秘境 无尽幽海内 浩浩荡荡的海浪中 一道身影显现出来 正是罗锋 老师 罗锋 你说 你有权限杀死紫月圣帝 在禁知世界的所有宇宙之主 嗯 乌启楼任务 神王和他的交易等等 这些罗锋还不至于都说出去 这紫月圣帝 一直和我人类作对 这次若非我在禁知世界内 地位权限不同 怕也差点被他们弄死 这次 定要好好报复一顿 让他们紫月圣帝 数个轮回时代内 都无法回复元气 不过 我在想 第二纪元进去了只是部分 第三纪元 他们估计还要进去不少 现在距离第三纪元也快 到时候一网打尽 好 第一纪元 只是摸索 第二纪元 他们也只是进去部分 第三纪元 才会进入更多一批 那时 我宇宙海各大势力 才算差不多都进去大半了 要动手 的确得等到第三纪元 还有 不单单要对紫月圣帝动手 还要对联军阵营动手 那联军阵营 和我人类阵营一直在动 现在 我方虽然烧战上风 可是真正获得绝对优势 不知道要多久 你在禁支世界 给他们来个一锅端 妖族 虫族 机械族等等 他们的实力定会衰落下去 再无抵抗的实力 对 如此 为人类族群发展时间 就可以多出不知道多少纪元了 人类阵营和联军阵营 若是就这么厮杀下去 怕是上亿纪元 人类都难以获得绝对优势 所以 罗锋 你肩上责任重得很 此次 务必得一举成功 族群发展 最重要的就是在原始宇宙时期 毕竟 只有在原始宇宙内 才能诞生出宇宙最强者 一旦这一轮回时代结束 就无法再诞生新的宇宙最强者了 罗锋被混沌城主说得无比激动期待 一旦攻城 那虫族 机械族 妖族 狱族 精族 都要让出大量疆域来 人类将真正成为原始宇宙 绝对第一的族群 禁止世界 东军 莽河军军营 罗锋离开军备点 回到自己的那座岛屿石屋内 拿出了一个精致的圆环 正是之前在军备点 被赐予的军备环 军备环 齐 石屋大厅内空间顿时变换 化为了一个广阔的世界 这广阔世界内金色身影降临 银河大人 我将为银河大人专门服务 和禁止世界核心联系 银河大人 首先需要告知你 虽说军备环也可形成军备世界 可我却没有任何宝物 只有一些传承讯息的 若是银河大人需要一些兵器 机械留宝物等等 会需要时间进行空间传送 将宝物传送过来 空间传送 是类似神国传送的手段 只是在禁止世界 因为无法进神国 自然无法神国传送 看看我的军功 银河大人 现有军功 六百六十一万五千 同时告知银河大人 银河大人您权限极高 若是用宝物换军功 可换到最高军功 如一件兵器换军功 可得十万军功 大人 你也可用十万军功 再换走兵器 罗锋露出一丝笑容 军备点一般是很黑的 一件兵器换军功 或许只能得到八万 可若想要再买回 恐怕就要十二万 可罗锋权限高 军备点从中 却是不会留下丝毫好处的 至于六百多万军功 这就是胡后 火灼五两位统领给自己的 堂堂虚空真神统领 就这么点 你看看 这些宝物值多少军功 罗锋一挥手 扔出一堆宝物 有战甲 兵器 机械流宝物 大量补充 神力宝物等等 这些都是两位统领留下来的 金色身影 双眸射出光芒 照耀这些兵器铠甲 这些宝物 可换军功 五千六百二十万八千 哦 过五千万 果然 这两个统领的军功 主要是换成了宝物 不过两位统领加起来 也就比一件乌企神 所需军功多上些许 一般般了 说得轻松 可任何一个虚空真神统领 听到后都会又气又怒的 毕竟赚取军功 也就法则之主 真神阶段赚得快些 成了虚空真神 只能细水长流 因为担任统领之职才会每一阶段被赐予少量军功 而在他们法则之主真神的时候 灾难级任务 轮回级任务得到的军功才稍微多一点 平常的任务得到的军功 勉强够补充神体宝物的 一个个可怕任务 积累过千万军功 成了虚空真神 细水长流 凑了那么些军功 最后换得宝物 无尽岁月的积累 一招被夺走 容易吗 银河大人 你的权限 所有的讯息类 可直接观看 无需军功 而宝物等等 则需要军功换取 把清单都列出来 罗锋现在有军功超六千万 自然能换得大量宝物 真神级宫殿二十件 真神级铠甲二十件 真神级兵器二十件 真神级领域宝物二十件 真神级灵魂宝物二十件 不对 宝物 宇宙海中的至强至宝 至今数量都很稀少 是没有吗 绝对不是 远古文明不知道多少强者陨落 单单宇宙周上曾经有的战士 就不知有多少 死了那么多强者 遗留下的兵器宝物 按理说应该很多 单单禁止世界 随便泄露出千剑至强至宝 都很正常 可是宇宙海中的宝物 一直很少 一直很少 难道是原始宇宙本源 一直在控制着 若是如此 那我拿太多宝物回去 会不会令原始宇宙本源 一致 不对 这禁止世界 是他指引我们进来的 显然原始宇宙本源 一致希望我们来 我们这些宇宙海强者 进来 自然是想要得到传承 想要得到厉害的宝物 说明 本源一致希望我们 得到传承 希望我们得到宝物 罗锋想到这儿 顿时疑惑 之前无尽岁月 原始宇宙本源一致 一直隐隐控制着平衡 宇宙海中宝物一致稀少 传承也稀少得可怜 现在又为何 他为什么要让我们变强 难道是要让我们应付敌人 罗锋忍不住想到这一点 毕竟原始宇宙本源一致 无法直接动手 至今未曾见过他直接动手 本源一致显然是得遵循 某种运转规则 罗锋思索着 仅仅兑换了共百件 真神级宝物 因为忌惮本源一致 罗锋更是决定 即便是带回人类族群 也不轻易让人类强者们得到 部分库存 部分让人类中顶尖存在得到 且部分为我地球人一脉准备 还有少部分 为我家族准备 罗锋按道 自己虽为人类 可自己更主要是地球人一脉的领袖 以地球人一脉本身 潜力发展起来 达到人类族群数十分之一的实力都很正常 若是罗锋扶持 令地球人一脉达到人类族群的十分之一 乃至七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实力规模 应该都是有希望的 对此 罗锋自然乐见 当然一切还要靠地球人一脉的后来者们自己去拼搏 罗锋所能帮助的就是给他们条件 给他们机遇 超六千万军功 而换百件真神宝物 不过耗费三百多万军功而已 剩下的 罗锋没动 也没有急着继续换取 他有感觉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引导他们进进之世界 应该别有目的 若是真有危险 再根据危险进行换取宝物也不迟 毕竟就这么些军功 一旦耗费完了 难不成自己再去威胁虚空真神 或者去找尽之神王索邀 原始宇宙 银河圣地 这事无语义 幽海罗锋正坐在那儿 眼前悬浮着那银白色的十亿语义 幽海罗锋神力灌输在事无语义内 仔细研究着 而遥远的进之世界内 在传承空间 修炼空间中的金角巨兽 分身则是在思索 借助万倍时间加速 思索着 在罗锋得到六千万军功的第三天 当然修炼空间中 已经琢磨参悟很久了 哈哈哈哈 终于悟透了 这第三重 我真是够艰难 若是正常强者 恐怕成了真神 才能催发出事无语义第三重吧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罗锋感慨 毕竟并非各个法则之主 能像他这么强的 正常的确得是真神 才能参悟出第三重形态来 由海分身双眸射出两道红光 照射在十亿羽翼上 事无羽翼第三重 催发 只见十亿羽翼 瞬间溢散出了茫茫白雾 隐隐的白色雾气笼罩周围 以幽海分身所在的宫殿为中心 周围直径一百二十光年的范围 近阶处于笼罩之内 隐隐白雾弥漫 在边缘一带 更是和外界空间分割 这是 这 一念虚空 闪烧 闪烧 优海罗锋激动万分 顿时欲要催发最强威能 保持断灭第二卷燃烧 使得事无羽翼操控的一方 虚空威能顿时暴涨 在罗锋控制下 操控范围也可缩小 直接缩小到直径 一光年范围 就是一念虚空 不过是简化版的一念虚空 即便是简化版的一念虚空 也比领域类至强至宝 强了不知多少 这让罗锋无比惊喜 辅助类宝物作用是很大的 毕竟这等于是在自身战力上 凭空多了一重辅助 而且这领域类更擅长群攻 像金色的国度 便是仅次于领域类至强至宝 事无羽翼第三重 更是凌驾于领域类至强至宝 起什么名字呢 在罗锋悟出事无羽翼第三重时 禁知世界东军 莽河军军营那广阔湖泊的岸边 在杂草丛中 湖边正有着两名军士 很是无奈地躺在这 他们都看着天空高处 眼睛一眨不眨 怎么还没看到狐后总继啊 我们在这都等了六天了 不是说狐后飞过 必定有红光吗 网合军中也没传出 银河死的消息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师祖还在等消息呢 紫月圣地宇宙内 还不给我查清 那罗锋到底是伤还是死 师祖 我们紫月圣地 没有任何军士在莽河军 军营内军归森严 其他军士是没有资格进 莽河军营地的 虽然我们也交好两名 莽河军军士 但也不能直接让他们 去罗锋处进行查看 师祖 沉默自报 在狐后军中 我们再无军事 那狐后到底有没有回来 也没法查证 是啊师祖 一鸣鸣宇宙之主 恭敬地述说着困难 毕竟那是禁之世界 他们紫月圣地 虽有近百名宇宙之主 在军营内 可茫茫军营内 他们就是无尽大海中的 一朵浪花而已 很多事查起来 效率极低 师祖 原是宇宙内 刚刚传来情报 说 你确认 无尽优海 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气息 显然的罗锋还没死 没死 紫月十祖露出了一丝脑色 在他看来 杀死一个宇宙之主 应该是很轻松的一件事 没想到花费这么多心思 竟然还失败了 怎么会没死 紫月十祖看向不远处 那沉默之主 师祖 我们紫月圣地在静之世界 根基薄弱 且个个都是法则之主 更是地位低下 不管是探查消息 还是设下局 都很吃力 此次罗锋 未死 到底是何原因未死 到底是何原因未死 我们恐怕想要查 也没法查 毕竟我们没有一个有资格 去和胡后交谈呢 紫月十祖也明白 在宇宙海 他紫月宇宙算是圣地 可在静之世界 他紫月圣地派遣出这些个宇宙之主的数量 还不及随便一个部落呢 到底怎么才能让他死 这罗锋 明明是外界进入 他怎么让禁止世界的土著信任呢 定有原因 时间流逝 罗锋元以为紫月圣地还会有第二波行动 可是却反常的紫月圣地再无动静 转眼便到了第三纪元 无尽幽海中 海水凝聚成罗锋的身影站在那里 终于来了 第三纪元 到了 罗锋 你在那静之世界 我真有一举灭杀那么多宇宙之主的能耐 须知那些宇宙之主恐怕会分散开 一旦部分连接死亡 恐怕会引起其他宇宙之主的恐慌 他们很可能一一逃离 乃至自暴逃离 自暴 对有分身的宇宙之主而言 的确是逃离的一种手段 混沌城主很少会质疑罗锋 只是此次牵扯太大 老师尽管放心 我有十足把握 嗯 我鸿蒙除了我人类本族外 鸿蒙的那些异族 有些是甘心跟从我人类 可更多的是 被我人类强势逼迫 加上远古文明传承 我们给的自然无法和禁之世界相比 上次鸿蒙便去了三十六位宇宙之主 算是一出探 去得宇宙之主消息传回来 引起我鸿蒙内部震动 更多的宇宙之主要进去 压也压不住 此次我鸿蒙进去的 怕得上百位宇宙之主了 附庸一族毕竟只是一族 虽愿跟随人类 可同样遇到机遇 也会紧紧抓住的 禁之世界便是超级机遇 联军阵营也是如此 联军阵营上次便进去不少 他们各大势力上次都有先锋进入 现在完全确认 肯定会进去一大批 老师 我明白的 罗锋点头 眼中闪烁着杀机 决定族群生存疆域的时刻 岂能手软 遥远的重足疆域 一眼看去 足足二十余道身影 站在大殿之下 在大殿之上 便坐着那高贵的女皇陛下 皇 此番 那人类怕也压制不住 麾下的意义 鸿蒙内的其他族群强者 对禁之世界 也会无比渴望 也会大量进入 既然如此 我们联军阵营进入部门 也不会有任何麻烦 且此次机会 是我联军阵营 真正的大机遇 那禁之世界内 有大量的制强制宝 乃至更加神奇的机械流之宝 一旦得到 定会令我们的实力大责 禁之世界中的争夺 将会最终决定 我们原始宇宙内 两大阵营的最终胜物 所以 在禁之世界 我们必须要得到足够的传承 足够的保护 下方那属于重足联盟的 二十余名宇宙之主们 各个充满期待 充满斗志 那充满无尽诱惑力的禁之世界 那才是属于他们的世界 遥远的妖族疆域 镇妖族声音轰隆 响彻虚空 周围虚空中 有着一道道巍峨身影 有妖族的 也有妖族联盟一族的 我等联军阵营 数次在和人类阵营交手中 处于下风 如此下去 我联军阵营注定失败 所以 这禁之世界 是唯一的机会 是我们翻盘的机会 相对于禁之世界 我们现在拥有的宝物 拥有的修炼指引等等 只是个笑话 在禁之世界 有珍贵百倍千倍的宝物 禁之世界 机械刘志宝 出发吧 去那禁之世界 将宝物传承 都带回来 整个联军阵营的高层 显然已经形成共识 认定要翻盘 关键就在禁之世界 且禁之世界 本身诱惑就极大 顿时 联军阵营内 各股势力 虫族 妖族 机械族 狱族 精族 北疆联盟 乃至残余的自由联盟等等 都直接出发 进入宇宙海 欲要前往那禁之世界 机遇 就在禁之世界 我星空巨兽中 要诞生更多宇宙最强者 便要靠着禁之世界 不管那联军阵营 和人类阵营怎么斗 我们两步相帮 我们需要做的 就是借助禁之世界 强大起来 强大 一头头星空巨兽 充满期待 虽说当初 人类阵营和联军阵营 第一次大对决时 他们曾站在联军阵营一边 可因为星空巨兽联盟 和人类没有疆域冲突 所以星空巨兽联盟 老兽神 也数次和人类谈判 甚至通过和罗锋的关系谈判 希望能够得到谅解 在做出赔赋后 罗锋也是看在过去的交情 以及自己也有 金角巨兽分身的份上 最终人类和星空巨兽联盟谈妥 星空巨兽联盟不再插手 且做出赔赋 过去一切便算罢了 其实对人类而言 之所以要和联军阵营斗 其实就是为了疆域 毕竟到了现在这份上 人类阵营已占优势 对方没有侵占可能 按理说没必要再厮杀下去了 可为什么厮杀 就是要夺取更广阔的疆域啊 特别是一些核心疆域更要夺取 那星空巨兽联盟根本就不需要疆域 自然斗也没意思 所以才这般好谈判 像妖族机械族什么的要谈判行 将所有疆域让出来 在原始宇宙偏僻地带 画出一个区域 让你们妖族机械族生存 毕竟妖族机械族重足人类 他们四族所占领的乃是 原始宇宙最好的核心区域 在原始宇宙各族的强者们 都蠢蠢欲动 都出发去宇宙海时 遥远的祖神秘境 祖神宫内 三位祖神都坐在王座上 一道道若隐若现的光芒 充斥整个祖神宫 并且在祖神宫的上空 更是有着巨大的漩涡在旋转 隐约的三道光柱 笼罩着三位祖神 在祖神宫外的那些守卫们 更是一个个跪幅下 他们明白 这是伟大的原始宇宙意志 在降下讯息 就是这一次 去吧 生和死 没有战争 手机 一道道讯息传递 传递给下方三位祖神 许久后一切消散 祖神宫上空的虚空也恢复平静 原本闭着眼的三位祖神也都睁开眼 他们三位祖神一个个彼此相视 眼神中都有着惊骇和难以置信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20集 竟然 竟然会是这样 上次那禁止世界的出现我便疑惑 以伟大的原始宇宙一直之强大 怎么会让那庞然大物出现 就怎么会指引他们 若无伟大的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指引 各大势力 想要找到进入禁止世界的办法 不知道得死多少强者 得浪费多少时间 原来是这样 竟然会是这样 竟然会在我们这一轮回时代出现 这是一场灾难 我早知道 宇宙还是神秘的 是很难探究的 有一切我们未知的 没想到 这一次出现的灾难将是这般可怕 连当初的巨幅创始者都瞬间湮灭 希望 希望这一次 他们在禁止世界中变得更加强大 得到更多宝物 能应对这一场浩劫吧 走吧 去将这讯息 通知宇宙海所有势力吧 茫茫宇宙海 混沌气流浓郁万分 正有着一座九层塔楼 凭空出现在混沌气流中 塔楼内 前方变身的令人行旁人大物 马上变到 鸿蒙的上百名宇宙之主 或是盛开着无数枝叶的植物生命 或是全身环绕着火焰的岩石生命 这些各个强大族群的宇宙之主们 此刻都是鸿蒙的一份子 他们正彼此交谈着 在塔楼最前方 罗锋和混沌城主正并肩而立 鸿蒙其他宇宙之主们也不敢去打扰 锦之世界是我人类崛起的一大契机 当初巨幅陨落 本以为我人类将命运坎坷 谁曾想脾及泰来 待得此次成功 我人类崛起之路 将再无谁能阻拦 星辰塔很快飞入那庞然大物的嘴唇之间 晋之世界小型宇宙外 悬浮着一座座宫殿至宝 都是宇宙海各大势力的队伍 一座九层塔楼也飞了过来 是星辰塔 银河领主的星辰塔 人类也来了 银河领主 各方势力都注意到这儿 罗锋站在塔内 目光扫视着外面 罗锋惊讶 看着外界虚空中 只见在较为贴近 晋之世界小型宇宙的外界虚空中 正有着三道身影 正是祖神教的三位祖神 三位祖神正散发着无尽威压 威压之强甚至凌驾于任何一名真神 这三位祖神怎么来了 上次是初进入晋之世界 就是这三位祖神出现 并且将进入方法告知各大势力 现在他们三个又来了 且散发开的威压来看 显然 他们受到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眷顾 定是奉本源意志之命来着 随着一支支队伍到来 也都发现了祖神教的三位祖神 三位祖神 他们怎么在这 看散发开的威压 定是代表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只是不知 他们要干什么 各大势力都心存疑惑 虽说并不惧怕本源意志 毕竟不主动挑衅的话 还从未听说本源意志能够主动杀谁 可谁也不敢轻视本源意志的任何一个讯息 毕竟 即便高贵如宇宙最强者 也总感觉宇宙海的神秘不可测 时间流逝 这第三纪元各大势力自然都赶来 同时大家都会提前些许赶到 因为禁止世界小型宇宙魔壁变成白色 维持时间并不算长 自然得提前到 三位站在虚空中的祖神 那苍老祖神缓缓说道 声音却是响彻在周围虚空的每一处 诸位 现在整个宇宙海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圣地 想必差不多都到了 顿时远处的一座座宫殿至宝内 都飞出一道道身影 长相各异 生命形态各异的一名名强者 足足数千名宇宙之主 以及部分宇宙最强者 都是一群群聚集 分散在各处 遥遥看着那三位祖神 这三位祖神到底要干嘛呢 罗锋和混沌成主并肩而立 身后便是鸿蒙 过百名宇宙之主 各大势力都心存疑惑 三大祖神却是目光扫视周围遥远处 同时 苍老祖神继续道 我等奉本原意志之令 来此时有一极重要事相告 诸位可知 这体内存有小型宇宙 禁止世界的庞然大物 为何会突然出现在宇宙海 这便是原始宇宙本原意志亲自引领 方才将这庞然大物 从宇宙海遥远的深处引到这儿来的 什么 引到这儿 顿时一片哗然 就连罗锋和混沌成主也是一脸震惊之色 这庞然大物从宇宙海偏僻深处飞来 竟然是原始宇宙本原意志引领的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在场的可都是整个宇宙海最顶尖的存在 可不会轻易相信这些说辞 当初诸位虽然发现了这庞然大物 却根本不知该如何见 若非原始宇宙本原意志指引 不知要耗费多久 又不知要在这庞然大物体内 死去多少强者 才会发现最终之地 那庞然大物体内毕竟很是广阔 若无止点 肯定要探寻很多处 即便发现了禁之世界 连续尝试百次千次 次次都失败陨落 恐怕也会暂时停止尝试 谁也不会知道那小型宇宙魔壁 必须为白色石才能进入 若无止点 各大势力肯定要吃些亏 而且要多耗费很长时间 本原意志遵循运转规则 当劫难降临 自当为所有生命 寻求一丝生机 若禁止世界 便是我们宇宙海各大势力 所有生灵的生机 劫难降临 什么解难 解难 这一字眼顿时触动了各方势力的神经 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 原始宇宙时代 所有强者都盯着那三位祖神 原始宇宙孕育万物 孕育一切生灵 这浩瀚世界 一切都有正反两面 有孕育万物的原始宇宙 也便有毁灭万物的存在 这一存在 名为 解兽 解兽 孕育万物 孕育一切生灵的原始宇宙 毁灭一切的解兽 解兽 真的假的 为何我从未听过它的存在 三大祖神似乎也知道 各方强者被这消息震住了 也暂时停歇 让众多强者们先接受这讯息 在宇宙海各大势力强者人群中 在一角落 在虚无当中有着一道身影 这一巍峨老者正坐在青色山峰上 正是坐山客 坐山客从未进入禁之世界 也似乎丝毫不关心 可这三位祖神来此 他也来了 解兽 解兽也要出事了吗 若是出事 的确称得上是一场大劫难 哼 现在想起来 真可笑啊 解兽 只可惜 解兽 那整个宇宙海云宇处的堪称最可怕生物 毫无疑问的最可怕生物 它和原始宇宙是对立的存在 每于经过无比悠久的时代 才会云语出一头接兽 当接兽出时 便是一场大劫难 为何无尽机缘以来 整个宇宙海才仅仅两个圣地宇宙 双面祖神看向各大势力 顿时各方强者都心中有所猜测 罗锋也是心中一动 对啊 无尽机缘也该有些绝世天才诞生 仅仅才两个圣地宇宙 是太少了 难道 你们猜的没错 之前的圣地宇宙 都被寄业兽给毁灭了 当它真正完全出世时 将毁灭一切宇宙 不管是圣地宇宙 小型宇宙 乃至 原始宇宙 啊 什么 所有小型宇宙 您原始宇宙也 宇宙本身并无抵抗能力 只能被动承受攻击 所以 一切生灵俱灭 自然所有宇宙也会灭绝 不过 原始宇宙 只是暂时性的毁灭 化为本源 待到将来 自会再度演变 化为原始宇宙 当三位祖神和各大势力叙说时 紫月圣地宇宙 戒兽 戒兽 三位祖神说戒兽要出世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师祖 全部出去 怎么会 每经历数以万计 乃至更久的轮回时代 才会孕育出戒兽 我才成虚空真神多久 怎么 怎么这么倒霉 刚好碰见一戒兽出世 我 我必须抓紧时间 必须尽快修炼成为永恒真神 一旦我成了永恒真神 我便能抵抗戒兽 至少 小型宇宙不会被毁灭 现在戒兽非常的弱小 趁他弱小时 击杀他 是最好的机会 一旦等他成长起来 这一时期的所有生命 都将秘诀 无疑幸存 连原始宇宙 都得暂时毁灭 化为本源 而禁制世界 便可令你们的实力提升 拥有更强宝物 以此 可去毁灭戒兽 必须在这一轮回时代 不能拖延 你们可看到了那宇宙周 宇宙周为何被造出来 当初 就是为了对付戒兽 祖神的声音回荡 回荡在在场各大势力 数千名强者的脑海 在远处角落的座山客 听着那三位祖神的叙说 不由摇头 轻声楷叹 真真假假 混淆起来还真够吓人 竟连宇宙周 都被说成造出来 就是为了对付戒兽 真是可笑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罗锋他们这一群 数千名的来自宇宙海 各大势力的强者们 的确被吓住了 宇宙周造出 竟然是为了对付戒兽 当然 那是后期的戒兽 戒兽主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病与亲 第二阶段是 成长期 孕育期时 宇宙海会孕育出 十亿戒兽 什么 十亿戒兽 戒兽难道不是一头 所有强者都吃惊了 之前听三大祖神所说 戒兽应该只有一头才对 这十亿戒兽 会彼此自相残杀 彼此吞吃 令戒兽数量不断减少 自相残杀吞吃其他戒兽后 剩下的戒兽 则会越来越强大 只是最后一刻 其他戒兽进阶死去 只剩下一头戒兽存活 原来是这样 罗锋也不由为之惊骇 竟让十亿戒兽彼此自相残杀吞吃 只剩下一头活下 这一头戒兽得多可怕 最后活下的 才算是代表毁灭 代表恶梦的真正戒兽 然而 一旦到了这一步 这最后剩下的戒兽 便算是进入了成长期了 你们三大轮回时代 两大胜地 便再也无法阻挡他 戒兽一旦进入成长期 须知他能吞吃一切 同时他体内也存有一剑 可孕育生物 一旦进入成长期 即可孕育出一个个强大的战士 到那时 他将所向无敌 而要杀他 必须在孕育期杀死他 孕育期的戒兽虽然很多 可每一头戒兽都弱 且又无法孕育出强大的战士 正是最佳杀死他的时候 你们去杀死一头头戒兽 则令其他戒兽 没有吞吃机会 也无法强大 据伟大的原始宇宙本源意志判断 待得这一轮回时代即将结束时 众多戒兽 便会只剩下最后一头 那便是不如成长期的戒兽 无敌的戒兽 杀死他们 在这一轮回时代结束前 一片安静 所有强者脑海都是思绪繁杂 然而 即便是孕育期 那一群解兽依旧很可怕 所以宇宙支柱不要去 去可以说是送死 宇宙强者们才能去战斗 宇宙最强者 什么 宇宙支柱不能去 聚集在这儿的数千名强者 可几乎都是宇宙支柱 说到现在 宇宙支柱竟然没有资格去战斗 并且即便是宇宙最强者 必须得有至强至宝铠甲 必须得有灵魂类至强至宝 有这两大至宝护体 才能和戒兽交战 否则也是送死 当然 最好能够从禁止世界中 得到一些机械流宝物 能够令你们的实力再度提升 记住 灵魂类至强至宝 至强至宝铠甲 这两样是必须的 若是没有 宇宙最强者也不可去 听着祖神们的叙说 各方势力内部开始乱了起来 鸿蒙这边也是一片争论惊慌 这介兽得多可怕 仅仅是孕育期 就这么厉害 竟必须得是真神 必须得有铠甲 灵魂至宝 反正我们是敌不过了 也无法插手 如此可怕 我们本来就不愿去 既然实力不够 我们就更加不会自弹 那些宇宙之主们彼此交谈 他们刚才单单一听 就被吓住了 连真神都必须有铠甲 灵魂至宝 两大至强至宝护体 他们谁敢去 罗锋和混沌城主相视一眼 都感到了紧迫 总得有强者出手 个个都缩头的话 等到时候介兽选出来 那将真是横扫大毁灭 连圣地宇宙都得毁灭 即便他们在这一轮回 时代前抢着闯过轮回 也没有用 圣地宇宙还是得毁灭 所以必须得有强者出头 忽然一道雄魂的声音传出 介兽 在哪儿 介兽们的巢穴 便是在清风界的核心区域 昏暗之地 井在那儿 原来是在核心区域 我们宇宙之主都不敢深入到那儿 难怪昏暗之地 一旦陷入得无法出来 原来是介兽们的巢穴 各方都默默记住这个名字 昏暗之地 而鸿蒙这边 罗锋和混沌城主都是大吃一惊 巨府 巨府就是陨落在昏暗之地 既然在昏暗之地 那里竟然是介兽们的巢穴 罗锋为之惊骇 他也明白 为何当初巨府那般快便死了 毕竟那时的巨府 没有至强至宝铠甲 也没有灵魂至强至宝 更没有宫殿类至强至宝 仅仅有着一柄神府 介兽 旁边的混沌城主 眼眸中也是充满杀意和怒意 巨府对他如凶 一想到巨府被介兽杀死 混沌城主就越加痛恨 因为是在昏暗之地 昏暗之地周围区域 乃是前往轮回之地的必经之地 所以若是要去闯轮回 则必定会被拦截攻击 即便你们中谁 真的能闯过轮回 你们的圣地宇宙 将来也会被介兽毁灭 介兽不死 便无法超脱轮回 介兽不死 你们个个都得族群灭绝 进阶陨落 他必须死 现在 去吧 去禁止世界吧 在禁止世界迅速地强大自己 获得诸多质宝 乃至机械流质宝 你们的实力越强大 和介兽刺杀时 就越容易活命 乃至成功将它击杀 杀死介兽越多者 也将有功于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杀得越多 也可从原始宇宙本源意志那儿 得到赐予 强大的远古文明宝物 古老的传承 乃至其他 只要文源意志能给予的 你们都可以去要 只要你们杀的介兽够多 三位祖神彼此相识 随即便进入了一座 三层古老的宫殿至宝 紧跟着便飞行离去 三位祖神直接离去 可是宇宙海各大势力 聚集在此的强者们 却是一片混乱 三位祖神带来的消息太震撼了 让他们知道宇宙海中竟然还孕育着如此可怕的生物 十亿介兽彼此厮杀 吞吃活下最后一个 介兽体内存有一介 能孕育强大的战士 能带领大批战士横扫一切 这哪里是一头戒兽 根本就是一个世界 一旦进入成长期 他就能不断孕育出战士 单单凭借麾下战士 即可横扫了 若是带他成长到后期 需要宇宙周周来杀他 恐怕还真有这个可能 进之世界内 东军军营 莽河军军营内 罗锋地球人本尊依旧在岛屿上 他催动军被还 顿时食物大厅内时空变换 同时一道金色身影出现 银河大人 我需要知道介兽的讯息 介兽 金色身影略意思索 随即旁边的屏幕上 浮现大量的文字讯息 罗锋转头看去 进之世界不愧是 远古文明晋国的残余 的确有着介兽的讯息 只是很简略 介兽 非常残酷 黑暗可怕的生物 它的诞生 便是为了毁灭 它 体内拥有着强大黑暗的意见 它的体内 会源源不断孕育出 强大的战士 擅长速度的 擅长防御的 擅长攻坚的 专门自爆的 各种强大战士 不计其数 介兽越是强大 它造就出的战士 就越加可怕 当一头介兽达到 真正的成熟期 将是真正的灾难 即便是晋国全盛时期 也抵挡不住 成熟期的介兽 所带领的无尽大军 它 就是毁灭 每次出现 不是早期被灭绝 便是后期毁灭诸多势力 最终 令众多势力联手 竭尽全力 才能将其消灭 它 是一切势力的共同敌人 一旦发现 必须尽早杀死 越晚 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大 旁边的讯息很少 便是连晋国 在建国 以及最终被灭国 都没有碰到过 一头达到成熟期 最可怕形态的介兽 显然对介兽支支甚少 只有一些传说 罗峰看得目瞪口袋 竟然这么可怕 晋国有着一位神王陛下 还有着诸多强者 乃至大量的永恒真神 虚空真神 以及无尽的真神大军 各种机械流宝物 不计其数 乃至千万真神 同时操控一件 机械流宝物等等 如此可怕的势力 竟然说挡不住 一头成熟的介兽 它 就是一介 听起来 似乎记载的 应该是进入成长期的介兽 而没有记载孕育期 成长期 应该也分幼小期 到成熟期 不过 即便是幼小期 我等也等不住 必须在孕育期 就将它杀死 小型宇宙 禁知世界外的虚空中 一座座宫殿 至宝悬浮 不管是为了超脱轮回 还是为了生存 去杀戒兽 都需要进入禁知世界 获得传承 获得宝物 强大自己 忽然 那小型宇宙的魔壁颜色变化 变为了白色 魔壁变色了 可以进入了 进入 进入 顿时一座座宫殿 质宝从小型宇宙 禁知世界的 不同方位 一一穿透魔壁 直接进入 那禁知世界中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 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22集 去吧 禁知世界内的地图 你们都有 此次倒是不必 罗锋引导了 希望你们能够 通过军队筛选 一鸣鸣宇宙之主 都恭敬得很 一一飞出了星辰塔 紧跟着鸿蒙 这一批宇宙之主们 便接连乘坐着 各自宫殿至宝 乃至直接飞行 一一穿透宇宙魔壁 进入禁知世界 随着时间流逝 禁知世界外的虚空中 一座座 送各自势力的队伍 开始返回 可罗锋的星辰塔 依旧悬浮在虚空中 一动不动 罗锋 不急 罗锋点头一笑 就在这时 远处的禁知世界的宇宙魔壁 忽然飞出了一艘银色的舰船 迅速朝这儿飞来 当靠近星辰塔时 便自动缩小 直接飞进了星辰塔内 你这是 我不是说过 在禁知世界 有了不小的收获吗 罗锋转头看向旁边 只见一头通体泛着 黑光的金角巨兽 走了进来 这次便将收获带了出去 收获 混沌城主露出喜色 他也知道 罗锋现在的权力 甚至大到可以灭杀 一切进入的宇宙之主 且是在同一时间灭杀 那么这权势得有多大 禁知世界中 弄到足够的宝物 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只是 混沌城主一直不清楚 罗锋到底弄到多少宝物 罗锋倒也不隐瞒 根本不值得隐瞒 这点对他的庞大的军功而言 只是一丁点而已 机械流宝物十套 真神级兵器铠甲等 共百套 这么多 真是神级宝物 在我宇宙海 可就是炙强炙宝了 百箭炙强炙宝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其他所有势力加起来的炙强炙宝 也不过就百箭而已 那是过去 各大势力进入禁制世界 我宇宙海中的宝物 注定会迅速暴涨 也是 如此多的宝物 且不可肆意发散出去 族群有族群的规矩 罗锋你得到的 自然一切处置权在你罗锋手上 他们想要得到 就得付出一定代价或者贡献 我也有打算 当然他们只需要有一定贡献即可 他们俩现在是人类族群地位最高的 人类内部是什么样的规则 一切他们俩来制定 该回去了 罗锋看向外界虚空 随即操控星辰塔 朝外飞去 自从罗锋获得封号 便被禁之神王赋予 使用禁之世界之力后 在禁之世界内除了根本不出来的神王外 罗锋已然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自然禁之世界内再无什么麻烦波折等等 毕竟凭借禁之世界之力 连永恒真神他都能压制 罗锋的重心完全可以转移到宇宙海 转回到族群 只是让地球人本尊留在禁之世界 一来好随机应变 适当换取宝物 二来自己若是突然消失 时间短还好 时间长 怕也会引起禁之世界四大将军 等一些高层的交集寻找等等 牧林之州回归 乌起神也带出来了 毕竟在禁之世界 根本不需要使用乌起神 我已然无敌 金角巨兽分身也回归 接下来 宇宙海中的危险怕还不小 罗锋地球人本尊在禁之世界做好准备 只带紫月圣地宇宙 联军阵营的众多强者进入军队 可单单飞行赶路已经进入军队 前前后后 怕也有数月乃至更久 所以 罗锋将大扫荡的日子 定在一年后 原始宇宙重足疆域 其实宇宙海各大势力 虽说进入宇宙之主很多 可是真神们进入的却极少 因为每一个真神都是各个族群的晴天俱著 一旦陨落 那就是小型宇宙崩溃 内部生命各个陨落的结局 所以让真神去冒险 自然得谨慎谨慎再谨慎 他们心中也渴望有所打算 而此次本源意志传达的讯息 也令他们下了决定 有些此次便进入禁之世界 更多的则是计划第四纪元进入禁之世界 原始宇宙 人类疆域的核心 原始秘境中 混沌城主站在那儿 全身散发着金光 背后还有着三对金色的羽翼 阵阵微压弥漫开 这绝对是迈向极佳的一件机械流宝物了 也是在乌企楼中 罗锋收获的众多机械流宝物中 算是上乘的一件 这机械流宝物竟如此神奇 唯能如此的大 凭借此物 我的实力竟然提升了两个层次 难怪本源意志 让各方强者都去禁之世界 他也是被逼急了 若非接受的缘故 禁之世界 我们恐怕根本发现不了 之前从宇宙海回归原始宇宙的途中 他试验了一番机械流宝物威能 自然为之惊喜万分 人类其他宇宙之主 想得到宝物或许有些麻烦 可混沌城主 罗锋直接赠予了一套机械流宝物 一件灵魂至强至宝 一件宫殿至强至宝 一件领域至强至宝 进阶配齐 混沌城主也知道 即将到来的危机 未曾拒绝 罗锋 你对我人类之功 可媲美原祖 老师一直坐镇在我族群中书 守护我族群 管理族群 为我族群不断发达强盛 这才是最大的功德 回到原始宇宙 即便有机械流宝物 也只能发挥六阶顶尖战力 可混沌城主 还是为这身宝物而喜悦万分 若是巨府当初也有这些宝物 便也不至于 若是 罗锋刚开口便眉头一皱 转头看向外面 混沌城主也疑惑看向外面 是三位祖神 走 在原始秘境那浩瀚的无尽幽海上空 正站着三道身影 正是祖神教的三位祖神 幽海罗锋混沌城主同一时间现身 三位祖神如来这儿 有何事 混沌 我等来此 来是奉本元一支之令 专为银河领主而来 为我 对 按照本元一支之令 银河领主 虽仅仅只是宇宙之主 可是论实力 却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宇宙海第一强者 混沌城主大吃一惊 这话其他强者说就罢了 竟然是本元一支的意思 这就夸张了 实力越强 责任越大 危机来临 自然需要强者应对 虽之前我们三个对宇宙海各大势力说时 说宇宙之主不可去对付接受 只是 那是对一般的宇宙之主而言 银河领主你 却不再此恋 银河领主 为我宇宙第一强者 若是你都不可以 谁能可以对付接受 却银河领主 又是实力第一 才是我宇宙海最适合对付接受的 不必捧我 所谓宇宙海第一 不过仅仅是现在 众多宇宙最强者们都没有得到机械流宝物而已 一旦他们得到了机械流宝物 实力飙升 我这第一怕也不稳了 至于戒兽 该不该去 我自有打算 对付戒兽 便是无尽大功绩 可将原始宇宙 提出诸多要求 甚至若是你立下功劳够大 便是你们人类族群 被原始宇宙镇压的元族 也可放回 什么 放回元族 对 功劳越大 自然可替条件越高 要放出元族 可比从原始宇宙那儿 所要机械流宝物 还要艰难 本元一直说了 元族一旦放出 便可立即突破 达到更高一层次 按理是绝不放出 待得原始宇宙毁灭 是一道毁灭它 只是戒兽威胁到无数族群 杀戒兽之功 可令元族出来 获得自由 若是银河灵主有任何疑惑 可到我祖神秘境 询问我等三位 我等可直接和本元一日交流 告知一切 如此 我等就不多留了 这是能令宇宙海各族 进阶灭绝 我人类也灭绝的大危机 令元族恢复自由固然重要 可与这大危机一比 却是轻了 你万万不可被它影响了 还有 你现在仅仅是宇宙之主 战力便是这般强大 一旦你成了真神 实力定会再提升数个层次 到了那时候 你对付戒兽 将会更加轻松 更有把握 而现在 元族宇宙本元意志诱导你 让你去战斗 是真的因为 它非常想要戒兽死光 还是因为 想要借戒兽的手 来杀你 毁你呢 毕竟除了巨斧 我们都没和戒兽交过手 作为一堪称代表毁灭的存在 它的攻击手段绝对很可怕 即便你有分身 若是被灵魂灭杀 诸多分身也是一起死的 若是原始宇宙本元意志 是真的让你去杀戒兽也就罢了 可若是要借戒兽的手 杀你 你就得小心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23集 这点不可不防 毕竟无尽岁月 即便真的借手无可阻挡 原始宇宙也最多自行毁灭化为本源 待得熬过去 照样能再度演变为原始宇宙 原始宇宙的强大 没听说谁能真正根本上毁灭它的 既然如此 那他为何这么想杀戒兽 是真的还是阴谋 戒兽代表着毁灭 可原始宇宙却也代表着生命 戒兽每过漫长时间会孕育 可原始宇宙不断地毁灭再生 实际上从未真正覆灭过 怕是戒兽都无法真正毁灭原始宇宙 我明白 毕竟元族已被镇压 若是你再被本源意志给诱惑得陨落 我虽自信 却也知道 在有些方面 我是不如你和元族的 罗锋并没有急着去昏暗之地 毕竟按照本源意志公开说的 必须在这一轮回时代之前灭上 轮回时代 这是何等漫长的一个时间单位 罗锋毕竟到现在活了都不足一千万年 对一个轮回时代而言是何等无足轻重的一小段时间 所以罗锋完全有着充足的时间去准备 同时 罗锋也在为即将的大扫荡做着准备 又过了十余日 银河系 银河圣地内 幽海罗锋正坐在那儿 眼前悬浮着九层塔楼 虽说当初将事无语义第三重给完全雾透 可是随着密法层次的提升 星辰塔上罗锋也约莫能感悟到更加高深的密法 自然在此研究参悟着 罗锋也希望借着对诸多密法的领悟掌握 来促进自己神体路线上的进步 神体路线上 对生命基因的感悟 其实和密法 西皇菊等等 都有一定共通的东西 彼此也是会有些触动的 幽海罗锋忽然停下 翻手取出了一枚通讯令牌 老师 罗锋 老师 那三位祖神 应该去找过你吧 是 他除了去找你 怕也找不到其他谁了 不过你记住 别急着去昏暗之地 那毕竟是戒兽的老巢 可是有着大量的戒兽在其中 若是你真的决定何时要去对付戒兽 在去之前 来我这一趟 老师 去你呢 你记住就是 怎么回事 过去做山客老师脾气还算好的 对他也非常关心 可自从第四绝地出现后 做山客就变了 像这种超级大事 竟然都没有找过他 这次突然找他 也只是吩咐这么一句 可罗峰感觉到老师内心应该还是关心自己的 老师脾气似乎都有一些变化 难道就因为禁制世界 九节秘点 爱禁国不外传的学学 星辰他更不应该是一个真神所能创造出的至宝 我早就怀疑 老师和禁国有关系 并且老师让我去对付戒兽前去找他 罗峰不傻 他当然感觉到老师的神秘 想必这做山客身上的秘密不会小 他将一切放在一边 他现在要准备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大扫荡 转眼已是一年后 禁制世界东军军营 莽河军营地 罗峰正在食屋厅内 他手腕上有着军备环 神力催发 顿时周围时空变幻 一道金色身影凭空出现 军备环 联合大人 将上次我探查到现在 所有筛选进入四军的法则之处 真神 接近模拟出来 这一年内 他可是足足调查过六次了 时刻把握着联军阵营紫月圣地 进入禁制世界的强者数量和讯息 是 只见周围茫茫的时空中 原本仅仅罗峰和金色身影 此刻却是迅速浮现一道道身影 这些身影都非常规律地按照队列排下去 一个个傻乎乎站在那一动不动 只是个个散发着生命气息 军备世界在虚拟生命气息上 还是很轻松的 嗯 罗峰朝四周看去 同时神力仔细感应 有些宇宙之主根本容貌都没改变 毕竟他们认为禁制世界的土著 过去没见过他们 改不改容貌也没多大意义 所以单单肉眼看 罗峰都能发现一些目标 将他们61位留下 其他进阶消散 罗峰下令 同时神力也迅速锁定了其中61个宇宙之主 是 顿时大量的军事身影一一化为虚无 只剩下61名法则之主军事 将他们进入军队的时间 一一显示 这61名法则之主 一批批盗乱 一共是分成前后五批 最后一批是两个月前 从两个月前到现在 竟然再无一名进入军队 这一年来 按照罗峰调查的 第三纪元刚开始的第一个月 加入军队的 罗峰的目标才12个 而从第二个月到第八个月 算是一个大爆发 数量最多 而随着时间流逝 后期却是明显减缓 直至最后两个月 一个加入的都没有 估摸着 紫月圣地和联军阵营 加入的也差不多到极限了 这一年来 紫月圣地 共有一百一十名宇宙之主 加入军队 至于联军阵营 则是有一百六十六名 法则之主 算上一批 全部累加起来 紫月圣地 现在还活着的军事 共两百零五个 联军阵营 则有两百三十八个 估摸着紫月圣地 绝大多数宇宇宙之主 都杀进来了 连军阵营 也是大半都杀进来了 看这些军事数量 显然筛选淘汰的不算多 看来我宇宙海的宇宙之主 在筛选上 死亡率要低于 禁止世界的土著 两大势力 显然都非常重视 或者说是 每一个宇宙之主 都很渴望 如果算上筛选上 就淘汰掉的 近来的宇宙之主 显然极多 应该是各大势力 都会一批一批 一起行动 而且每一批行动 估计都会带着一些宝物 乃至至强至宝等等 毕竟各大势力 在第一第二纪元 进入的一些宇宙之主 通过军备点 将族群内的 至强至宝进行换取 能够将利益最大化 要知道 宇宙海中的至强至宝 很多都是 虚空真神级的宝物 即便是真神级 有些也很特殊 拿到禁之世界 是能换好几件 真神级宝物的 该动手了 四位将军 罗锋直接通过 军备世界 和四大军团的 四位将军联系 仅仅片刻 四道虚拟处的身影 出现在罗锋旁边 不远处 宇宙海 宇宙海 怎么想到找我们 很难得啊 雪庸等四位将军都出现了 他们早就将罗锋 当成了神王继承人 而且他们也知道 罗锋能够借用 禁之世界世界之力 明白神王陛下 是何等的恩宠罗锋 所以自然是随教随道 我要杀一批法则之主 杀一批 杀多少 多少亿 四位将军都担心了 他们也不愿 肆意杀太多军事 会引起混乱的 放心 不足五百名 不足五百 这么点法则之主 像任何一个部落 彼此厮杀 死的法则之主 就不知有多少 不足五百 根本没资格烦恼他们才对 之所以请四位将军 是因为这近五百名军士 是分散在四军内 且我要在一瞬间 同时击杀他们 并且 要求是灵魂击杀 因为他们分散在军营各处 要同时击杀很难 所以只能请四位将军 亲自出手 施展开小型宇宙 笼罩整个军营 直接同时灵魂灭杀 一个不留 同一时间 灵魂灭杀 一个不留 罗锋的要求 的确苛刻 可这是他第一次 请四位将军帮忙 而且只是举手之劳 四位将军 岂会拒绝 这点容易 情而易举 银河 你将之近 五百军士的生命气息 进阶告知 我等即可 四位将军 丝毫不在乎 对茫茫进之世界而言 五百法则之主 那就是无尽大海中的一滴水 罗锋 点头 转头看向旁边的金色身影 我历次探测 所定的所有法则之主军事 接近模拟出来 且按照四军的分布 分别传给四位将军 是 银河大人 顿时 四位将军各自使用军备环 形成的军备世界内部 形成了一道道军事身影 气息不一 进阶都是法则之主 总共不足五百 我这边倒是有二百零一格 我北军少得多 仅仅六十个 按照四大军营的方位 显然宇宙海各大势力 大多降落后 都是在东军疆域 自然加入东军的较多 一共四百四十三个 四位将军 便麻烦四位施展小型宇宙 一旦四位将军 进阶锁定目标 便通知我 我透过传讯令牌 而后同时给四位将军传讯 一得到我的传讯 四位将军 便可立即直接灵魂灭杀目标 好 那我等 现在便可以动手了 对 现在就可以 东军军营 一身银色外袍的雪庸将军 正站在整个军营的高空 俯瞰下方无边的军营 眼眸冰冷 齐 雪庸将军心念一动 顿时整个军营的外围遥远处 都形成了隐约透明的魔壁 巨大的宇宙魔壁 一眼看不到尽头 包裹住整个军营 军营内的所有军事等等都毫无察觉 唯有虚空真神统领们 才有所察觉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24集 是小型宇宙 是将军 整个东军的一位位 虚空真神统领们 都心存疑惑 可他们倒也不怕 永恒真神一念即可 形成小型宇宙 凭借小型宇宙 可发挥出超强战力 可是单单凭借宇宙 本身浮散出的威压 要杀死一名虚空真神 还是很难的 你等安静 片刻后便会恢复正常 是将军 东军目标都已寻找到 雪雍将军直接通知罗锋 西军目标都已寻到 北军目标都已寻到 南军目标都已寻到 四位将军几乎是同时 接连讯息传达 游境的岛屿 四周的湖泊湖水 却是一次次冲击着湖岸 毕竟这湖泊 却是比地球上任何一海洋 不知广阔多少 岛屿中央 石屋屋顶 罗锋坐在那儿 旁边是一张桌子 桌子上放着酒壶酒杯 还有令牌 罗锋轻轻给自己 倒下一杯酒 端着酒杯 罗锋通过传讯令牌 直接传讯 动手 四道讯息 四位将军同时收到 都施展开小型宇宙的 四位将军 根本不会联系 那些法则之主军事 能够到了他们这一层次 不知道经历了 多少生死杀戮了 杀 杀 四位将军同时凝聚出 一道道虚化神力 直接降临攻击 那一名名军事 若是要同时灭杀 上亿乃至更多 即便是四位将军 也无法一瞬间做到 可是他们少则 仅仅需要攻击数十位 多则过两百位 何等轻松 东军军营内 父神之令 便是让我们得到更多的 机械流传场 一旦被我们得到 我机械族便能更加强大 不过我们得先适应这儿 努力弄得军钩 两名机械族强者 彼此传音 眼中还有着期待 忽然他们身体一僵 同时倒下 原始宇宙 在遥远的一处疆域中 一颗深灰色星球上 这便是文罗族的圣地 十祖星 一群不朽神灵 借主乃至六位宇宙尊者 总共不足百名 各个都恭敬匍匐 聆听着十祖的教诲 十祖 你的都是我文罗族的核心 我文罗族未来的希望 我从遥远的危险之地 寻找到部分珍贵神秘的传承 靠着神秘传承 我文罗族 定能更加强大 先传于你们 都仔仔细细体会 仔细感悟 一名身上是黑色褶皱外皮 额头上有着两根 坚韧触脚盘坐在那儿的老者 发出声音 顿时神力分出多份 传给族内最精英的分子 作为原始宇宙中 强大族群之一 和巅峰族群相比 却差得远 在传承时 一些珍贵传承 都是同时传给不少强者 以防族内顶级存在 陨落几个之后 令族群大衰落 正当传授之时 文罗族十足眼睛 闪过一丝惊恐 随即便悄无声息 生命气息迅速衰弱消失 之前还沉浸在传承中的文罗族 一个个核心强者们 不由疑惑睁开眼 可以感到始祖生命气息不在 特别是始祖赐予他们的一些救命宝物 也变成无主之物 七里的声音传出 整个文罗族为之混乱 失去了始祖 他们文罗族地位将大减 将在没有资格站着 那般庞大的区域 可是他们的始祖那般强大 又拥有分身 怎么会这般容易就陨落了 原始宇宙 一处虚空中 一鸣有着三个美丽的脑袋 声音却很粗雅的 奇异异兽 悬浮在虚空中 周围的虚空也荡起 无尽涟漪 竟然敢违抗我的命令 我足以加入联军阵营 而这些弱小族群 什么都不是 还敢违抗命令 徒儿 你直接出发 亲自出手 灭了那华中族 是 老 不远处 正匍匐着另外一头 和他相似的异兽 那匍匐的异兽 忽然惊愕抬头 只见远处悬浮在虚空中的 那伟大存在 生命气息迅速消失 一个个头颅也垂落下来 直接倾倒下 悬浮在虚空中飘着 再无丝毫气息 老师 老师 有些宇宙之主 巧无声息死去 有些在众目睽睽之下死去 有些是神力化身消散 有些则是分身倒下 他们中 有的是一个族群的领袖 有的是族群的高层 进知世界 罗锋端着酒杯 轻轻饮了一口 目光飘忽 隐约看着一幕幕画面 那是异族族群 嘶喊着 却被大肆屠戮的场景 也有异族们迁徙逃亡的场景 随着一位位宇宙之主的陨落 特别是有些族群 仅仅就一名宇宙之主 随着顶尖存在的陨落 那些族群的命运 也将变得无比悲惨 他们将无法再留在 原有的疆域上 他们已经没有那等实力了 迎接他们的将是凄惨的命运 罗锋又看到另外一幅幅画面 那是人类疆域 星球上百亿计的普通生命 凄惨哭泣着 母亲抱着孩子 一瞬间化为虚无 还有人类疆域 无数星球被征服 人群四散奔逃 太多了 族群之间就是如此 我当初还弱小时 那些一族间谍 一旦被我人类发现 很多都自爆毁掉一颗星球 毁掉我族无数生命 而当初四大巅峰族群 为了开辟出域外疆域 用来当战场 却是直接扫荡毁灭了域外疆域 那生存的一个个族群 战争生存 罗锋轻声念着 为了生存 什么残酷的事都可以去做 其实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若不是这次一次性灭绝 那么多宇宙之主 令整个联军阵营 瞬间陷入极度衰迟的地步 特别是那一个个族群 发现自己的领袖陨落 自然会迅速迁徙逃避 反而能最大程度 保留族群力量 若是真的和人类拼下去 带得人类越加强大 那到了那一刻 就不是单单地 杀一名宇宙之主 而是直接屠戮那些族群 当然 现在虽然是最好的结果 可对那些族群而言 注定还是很凄凉 他们需要逃跑 甚至可能遭到 其他敌人的攻击 四位将军接连传来消息 罗锋整个人微微一震 终于迎来了这期盼许久的结局 只是罗锋脸上却没有丝毫喜色 眼眸中有着一丝残酷 他又倒了一杯酒 端着酒杯翻转 酒水洒下 罗锋看着那些洒下的酒水 轻声念着 为了我神族 你们该死 原始宇宙 人类疆域核心 原始秘境中 那广袤的无尽幽海上空 水流凝聚出一道身影 正是一身血红衣袍的罗锋 旁边虚空中则是站着另外一道身影 混沌成主 如何 进入军队的四百四十三名宇宙之主 一个不留 好 遥远的妖族疆域 笼罩梦祖秘境的虚拟世界中 虚拟世界内有一位面 在一座云雾缭绕的无尽山脉中 一条蜿蜒游动的银色大蛇 便生活在其中 除了它 还有其他一头头强大的妖族宇宙之主 以及一些附庸妖族的宇宙之主 这些宇宙之主 虽然大半都去了禁之世界 可在原始宇宙都留下了分身或神力化身 自然能够连接虚拟世界 时刻都可以和梦妖族交流 不用担心 军队配发任务 并不为 不 正聚集在一起的 妖族联盟的三名宇宙之主 其中一头正在说话的 是全身都是灰色骨头的奇异飞禽 旁边聆听的 则是妖族联盟 非妖族的宇宙之主 此刻 那奇异飞禽却是瞬间露出惊恐之色 紧跟着便直接消失在虚拟世界 怎么才说到一半就离开虚拟世界了 怎么都消失了 那有着斑斓色彩的异族宇宙之主嘀咕着 随即他猛然扭头看向身侧 原本聆听那妖族宇宙之主说话的可是有两名宇宙之主的 可现在本在他身侧的那位宇宙之主也消失了 一族宇宙之主顿时感觉不妙 若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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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孟万之主正在叙说着静之世界中的一些讯息,我从未进入过,也好奇,所以也在一旁听着,可是没想到,孟万之主他们两位,突然都消失在虚拟世界了,他们俩都没有丝毫解释,是同时突然消失的。 同时消失,都没解释。 孟妖族紧跟着立刻探查整个无尽山脉,这一探测,结果却令孟妖族感到一股可怕的仿佛要冻住整个灵魂的寒冷,笼罩了他。 这一刻,是孟妖族成为宇宙最强者后最最恐惧的一刻,即便当初两大阵营之战输了,他都没有此刻这帮恐惧。 消失,都,都消失了。 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我持西红柿原著,边将工作室制作。 梦妖族惊恐发现,所有去禁之世界的妖族联盟的宇宙之主在前不久还一个个意识连接在这儿,在这无尽山脉内。 可此刻,全部不见了,进阶消失,整个无尽山脉只剩下他和另外五名宇宙之主。 这五名宇宙之主进阶都是未曾进入禁之世界的。 山脉上空,忽然凭空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身影,正是巨齿异兽镇妖族。 梦茶,我统领的麾下所有宇宙之主,只要去禁之世界的,全部消失了。 我这边也是,你那边也全部消失了。 只要是去那禁之世界的宇宙之主,全部消失,且个个都是突兀消失,连流言都没有。 而没去禁之世界的,则没事。 查,我们快去查看。 联军阵营因为处于下风,所以去禁之世界的有很多,比如妖族联盟便是绝大多数都去了禁之世界。 如果全部死了,那将是无比可怕的打击,真正的一场噩梦。 梦妖族也联盟开始通过虚拟世界传讯下令,给一名名宇宙尊者,让这些宇宙尊者们查看各自的老师。 毕竟宇宙尊者们一般会携带着老师给予的保命之物等等。 妖族,我老师留下的信物已经变成无主之物,老师他死了呀! 妖族,老师陨落了! 妖族! 其实没等梦妖族完全下令下去,就已经由宇宙尊者主动联系了,一个个宛如发疯了一般。 宇宙之主陨落,这些突兀从虚拟世界中消失的宇宙之主竟然全部陨落,没有一个例外。 这消息就仿佛一记记重锤,砸在梦妖族和镇妖族的灵魂上,砸得他们心寒,砸得他们惊恐,砸得他们不愿相信。 梦妖族和镇妖族彼此相识,眼眸中再无过去的,仿佛宇宙崩溃都引不起他们震惊的无尽平静,有的反而是慌乱。 怎么会?怎么会? 这,这! 镇妖族也懵了。 打击,前所未有的打击,之前的妖族还是原始宇宙绝对的巅峰族群之一,可以转眼原本有超过二十位本族宇宙之主,还有一位附庸宇宙之主,就这么短短一眨眼,整个妖族的宇宙之主仅仅只剩下四位,附庸族群的宇宙之主更是仅仅剩下五位。 之前何等繁荣,现在却是大猫小猫两三只。 我,我,不该禁禁止世界的,不该的,不该的。 痛苦的要发疯的不单单是梦妖族、镇妖族,还有机械族妇神,还有虫族女皇,玉族魔族、精族、圣族、北疆联盟内部的各个族群,还有大大小小加入联军阵营的诸多势力,进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噩梦之中。 甚至有些势力本还有十个八个宇宙之主,转眼只剩下一位,有些族群一位也没了,这简直就是噩梦。 你们重组联盟也是,你们整个重组联盟只剩下六位宇宙之主。 北疆联盟?你们北疆联盟竟然死了超过九十位宇宙之主,连星河之主都死了?都这样? 精族、玉族和你们一样悲惨。 当联军阵营彼此联系时,他们都惊愕地发现其他势力个个都是如此,像梦妖族、镇妖族他们也就稍稍平衡了些。 在他们看来,他们进入禁制世界的宇宙之主瞬间进阶死去,那么没道理其他势力就安然无恙。 这一询问、调查一看,果然都是如此。 因为他们乃是联军阵营彼此联系自然极快,很快他们又开始联系宇宙海中的一些势力。 没有,你说大批宇宙之主死亡? 我们海族没这事发生,我们的宇宙之主在禁制世界好好的,这一批进入军队后一个都没死。 当然没有,禁制世界是何等精彩的一个世界,充满着奇遇,充满着无尽的宝物。 我们族亲几乎都去了,这一批只要进入军队的一个都没死,不过很快就要进行军队派发的任务了。 哈哈哈哈哈哈,我东帝圣地进入其中的宇宙之主何其多? 陨落是极少的,最多进入军队的筛选陨落些,一切都还好。 哎,你们狱卒怎么了? 一个个消息传来,令联军阵营蒙了。 之前他们彼此发现损失极大,还以为是普遍现象。 如果是普遍的,宇宙海所有势力都会遭到大损失。 那么相对而言,他们各自族群的地位就不会受到多大影响。 他们也期盼各大势力都是如此。 可是宇宙海势力进阶安好? 不,准确地说,他们又终于找到了一个同病相连者。 你们也是如此。 我紫月圣地在禁之世界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袭击。 不知何故,所有进入禁之世界的我圣地宇宙的宇宙之主, 进阶陨陨落了。 啊,你们紫月圣地也是这样? 我们联军阵营,妖族,虫族,机械族,狱族,精族等一切联军阵势力 进阶遭受到了打击。 这进入禁之世界的全部都陨落了。 都死光了,没有一个活下。 紫月圣地和联军阵营关系本来就好, 这一联系,发现整个宇宙海除了紫月圣地联军阵营外, 其他势力都很好。 他们顿时意识到了不寻常。 若是禁之世界对外界侵入者进行一次大的毁灭, 怎么可能将其他势力都放过,专门盯着他们呢? 毕竟他们派出的宇宙之主也是被吸纳进了一个个军队, 几乎都是分散开的。 禁之世界怎么判定阵营呢? 人类安然无恙,整个人类联盟的宇宙之主也都安然无恙。 紫月圣地联军阵营很快就探测到这一消息, 他们又惊又怒,超级强者没有一个是傻子。 这两大势力共同的敌人就是人类阵营, 而且他们两大势力迅速败退下去, 得力最大的就是人类阵营。 并且紫月圣地曾在禁之世界算计过罗锋, 却诡异地没有成功, 为何一名虚空真神会对罗锋放过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指向了人类。 能从大量的无数军事中确定出准确阵营的, 唯有我宇宙海内部势力。 不是人类,又是谁在算计我们? 都退下! 紫月始祖面如寒霜, 怒声朝下方喝道。 下方一群宇宙之主进阶跪伏着, 站立着,个个不安得很。 这次他们紫月联盟损失太大了, 进入禁之世界的宇宙之主可是有一大半, 进阶死绝了, 令紫月圣地内还活着的宇宙之主都不足百名。 即便是准宇宙之主们接连突破, 也使得宇宙之主数量勉强达到百位这一界限。 可准宇宙之主却是真的一个都没了。 下方贵服的众多宇宙之主中, 并没有退离, 还是由宇宙之主不甘地问道。 师祖, 我, 我们还去进之世界吗? 先进宇宙之主, 可去进之世界, 但不得暴露是我紫月圣地的。 是! 他们从未出过紫月圣地, 这次因为大批宇宙之主的死去, 他们这些准宇宙之主才得以突破。 只要他们变换了模样, 不要以三头八臂, 两面四臂等一些标志性形态出现, 那么宇宙海中其他势力是绝对认不出他们身份的。 他们进入禁之世界, 宇宙海其他势力强者即便看到, 恐怕还会以为是禁之世界的土著吧。 下去! 一群宇宙之主终于都消失离开了这里, 大殿内只剩下紫月十祖。 高傲如紫月十祖, 刚才竟然不得不说出 不得暴露是我紫月圣地这种话, 令紫月十祖内心感到无尽的羞辱。 新河灵处, 我疯! 紫月十祖咬牙, 他愤怒, 他不甘, 但又能如何呢? 这次毁灭性的报复紫月十祖很清楚, 除了人类, 他想不到其他哪个势力会这么做。 我奈何不了你, 可此次戒兽出世, 我就不信你能活着熬过去。 扯! 他咬牙切齿, 只是一想到戒兽, 他更加暴躁, 因为戒兽同样对他有着巨大威胁。 多久了, 多久都没有这么无力过了。 紫月十祖再愤怒也没有任何办法, 他没有其他办法杀罗锋, 即便想要借禁之世界来杀罗锋, 可不但失败, 而且他麾下进入大批宇宙之主都死个精光, 没这么多手下, 他更加无法拿罗锋怎么办。 如果说紫月十祖仅仅只是愤怒不甘的话, 那原始宇宙联军阵营中很多族群便是无尽的仇恨、怨恨。 姐姐! 虚空中, 有着蝴蝶羽翼的半透明的绝美少女站在虚空中, 悲痛万分。 她那秀气的眉毛下方双眸中仿佛蕴含着无尽的痛苦和伤心, 她脑海中不断回忆着一幕幕场景。 从小和姐姐一起长大, 姐姐引导着她, 一路引导着保护着, 姐姐是绝世天才, 成为了虫族中的一位伟大宇宙之主, 而她在姐姐指引下帮助下, 无尽岁月后也成为了一名宇宙尊者。 无尽岁月孕育了超越一切的感情, 姐妹之情超越一切, 超越了她的生命, 姐姐便是她此生最重要的。 父! 绝美少女的面容开始扭曲, 眼眸中的仇恨之火在疯狂燃烧着, 发出沙哑带着无尽怨恨的声音。 神力, 人类, 我要你们死, 死, 死! 绝美少女周围的空间顿时浮现淡蓝色光芒笼罩了她, 瞬间便传送而去。 仅仅三分钟后, 人类将遇一座无尽巍峨的虫族母巢, 悬浮在太空中, 在周围出现了大量的虫族战士。 给我去杀, 杀死一切人类! 各种怪异的嘶吼声, 这些一头头强大的虫族战士, 嘶吼着, 咆哮着, 直接划过虚空, 朝远处的生命星球充去, 而那虫族母巢已燃一个瞬移, 直接消失了。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26集 是杀, 杀死一切人类! 虫族母巢继续发出命令, 大批的虫族战士呼啸杀出去。 这虫族母巢在疯狂地瞬移, 每过上万光年距离都释放出大批的虫族战士。 这些虫族战士大多都只是宇宙级, 少数是御主级, 极少数是戒主。 至于不朽, 却是一个都没有。 杀死一切人类! 海人们, 我去杀! 虫族母巢在疯狂移动, 疯狂释放出无尽的虫族战士。 对一名宇宇宙尊者母皇而言, 造就出亿万宇宙级虫族战士都不是难事, 而要屠戮无数星球, 一些宇宙级已然足够了。 在他进入人类人类疯狂虫族战士的第六分钟, 那一座猙獰的虫族母巢便悬浮在太空中一动不动, 一切都安静下来, 他周围悬浮的大量虫族战士都停滞了。 一道身影从太空深处走来, 几颗灵珠! 何苦呢? 远处一片虚空, 忽然猛地一缩又猛地一阔, 顿时那片空间直接湮灭, 包括原本那一座虫族母巢和周围大量的虫族战士, 进阶化为虚无。 罗锋摇头叹息, 因为这虫族宇宙尊者母皇所进入的区域 乃是潜污宇宙国范围, 他一得到虚拟宇宙那边传来的讯息, 便立刻神国传颂家顺移赶过去。 因为那虫族母巢一直在顺移改变方位, 在他进入人类疆域肆虐六分钟才被罗锋追上。 唉, 一次报复, 一名宇宙尊者便陨落, 这就是仇恨。 罗锋轻声叹息, 随即一迈步, 消失在这片星空中。 星空宁静, 一片幽暗, 宛如一切都没有发生。 银河圣地, 宫殿群此起彼伏, 罗锋回到了这里, 前方三名宇宙尊者无比恭敬行礼, 其中一个有着绿色触角的高大宇宙尊者道, 领主, 我们接连顺移, 将各处肆虐的重租战士进阶灭杀, 许多重租战士并没来得及降临星球, 便被我们杀死。 只是, 依旧有三百六十九颗生命星球上所有的人类进阶死了, 这三百六十九颗生命星球中, 还有一百零二颗, 连星球都完全破碎了。 超过三百颗生命星球的人类, 怕是达到万亿人吧, 就这么转眼间进阶死光。 虽说对整个人类族群而言, 普通人类一代代繁衍死去这么些, 对人类并不算什么, 只是, 他们也毕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 或许他们中也可能诞生天才, 像荣君、像罗锋这样的存在。 虽说可能性小, 可现在, 一切都死光了。 就在最近数月时间, 自从联军阵营各大族群死了一大批宇宙之主, 这些宇宙之主有些是巅峰族群的, 可更多是其他大量族群, 那些强大族群一般也就一个或两个宇宙之主, 而且是族群领袖, 对族中的宇宙尊者而言, 便如父如母如师, 一些忍受不了心中仇恨的, 更是直接杀过来进行报复, 也有些为了族群强忍仇恨, 他们之所以忍, 是为了族群。 在一颗普通的荒漠星球上, 却是有着一道道神力化身聚集在这里进行商谈, 他们根本不敢本尊过来, 唯恐被人类一锅端。 人类斗, 怎么斗, 我们北疆联盟现在已经弱小到什么地步了? 我们那位盟主早就抛弃了我们, 现在我们各大族群弱小不堪, 全部加起来的宇宙之主, 怕得不够那银河领主一个人杀的, 还斗。 这大仇怎能不报? 仇是的, 我的两位兄弟都死了, 他们半往无尽岁月, 和我一起带领着族群在这茫茫宇宙地族, 现在他们俩都死了, 他们是我最重要的亲人, 最重要的伙伴, 我恨不得, 现在就冲到人类族群, 大肆杀戮, 可结果呢, 我们若是去原始秘境, 银河圣地等重要之地, 那什么都杀不了, 只会送命, 若是仅仅杀些普通人类, 对人类族群而言, 过上数十年, 又可翻眼出一带来, 根本没影响, 我们去, 只是谢一时之恨罢了, 我们要活着, 要为了族群活着, 可, 可我不甘心, 不甘心呢, 不甘心, 像驱农族等族群, 死的都没有宇宙之主了, 他们现在都忙着逃亡, 忙着让族群生存下去, 他们更加不甘心, 可又能如何, 当初我们强盛世人类阵营, 都压我们一头, 现在呢, 众多小族群都吓得离开联军阵营, 还剩下多少点宇宙之主, 敢坚持和人类斗, 特别是那些独性最强者们, 也个个见识不妙, 离开我们联军阵营, 剩下敢坚持的那么点宇宙之主, 人类阵营只要大军一杀来, 单单那意志冲击一扫荡, 就得倒下一大批, 又能有几个, 还能战争和人类斗啊, 北疆联盟幸存的宇宙之主神力化身们, 彼此都是一阵沉默, 悲凉啊, 众多小族群离开联军阵营, 因为他们经不起再一次损失了, 独行最强者也离开因为没希望, 剩下的虫族妖族机械族等等, 哪个敢再去和人类斗? 即使恨意滔天又能如何? 不知道多少族群仇恨人类, 可是注定了整个原始宇宙, 人类族群将真正的称霸, 没有一个能挡住它的步伐, 没有一个。 谁也挡不住人类称霸的步伐, 原始宇宙注定人类将达到真正的巅峰, 其他虫族, 机械族等一切族群都得仰视人类, 这一点乃是公认。 有着三个头颅的黑色巨狼出现在太空中, 看着眼前的一颗生命星球, 星球上生活着妖类很多生命, 一阵波动掠过整个生命星球, 生命星球上那所有的妖兽凭空消失, 直接被挪移到了世界界之中。 黑色巨狼紧跟着周围弥漫黑光, 神国传颂, 消失不见。 仅仅片刻, 在不远处的一片虚空中, 它凭空出现, 在它前方不远处, 巨大的散发着无尽火焰的飞禽悬浮在那儿, 散发着无尽威压, 似乎远处的恒星都在站立。 尊哲, 我负责的一片广袤星域, 所有的生命星球上的妖族, 进阶带来了。 你去妖族秘境集合吧? 是。 很快, 一头头封王不朽妖族, 带着他们的世界戒指, 送给这火焰飞禽。 整个妖族都在进行大迁移, 上至两位妖族, 下至无数生命星球上的普通妖兽, 进阶被带走。 虽说妖兽们繁衍很快, 只需带上十分之一, 要不了多久就可以繁衍到现在的规模, 可毕竟是同族, 自然进阶带走。 从此, 我们便要离开这儿, 前往我们新的家园了。 蒙茶, 那一片广阔星域扫荡过了吗? 嗯, 我只是现身, 便令那一片广袤区域众多异族族群, 进阶迅速溜走了。 只是, 我们真的要在那等偏僻之地? 即便是偏僻之地, 若是人类族群不追杀, 我们都得庆幸啊。 他们敢, 若是连最后疆域都不给我们, 那我们就杀。 一直杀下去, 不让这人类好过。 在原始宇宙, 谁都能发出六阶顶尖战力, 所以任何一个独行最强者真的发狂, 都会让巅峰族群头疼的。 正因为我们有两名最强者, 所以我们才能继续生活在原始宇宙, 相信人类也不会再逼迫下去, 毕竟, 这最珍贵的核心疆域, 我们已然让出去了。 走吧, 去新的家园吧。 银色大蛇朝后方看了一眼, 也最终凭空消失, 离开了这一片疆域。 妖族迁移, 虫族迁移, 机械族迁移, 玉族迁移, 精族迁移, 整个宇宙海共有六大巅峰族群, 之所以能够成就巅峰族群, 他们所在疆域都是原始宇宙中极珍稀的宝地, 当然相对而言, 精族和玉族僵域要差一些, 可也比很多闲散族群强多了。 五大巅峰族群主动迁移, 显然是低头认输。 至于北疆联盟等一些连宇宙最强者都没有的族群, 更是开始自动迁移收缩。 有多大实力占多大疆域, 原始宇宙中的绝大多数族群还是很明智的。 虚拟宇宙, 雷霆导之巅, 一尊尊王座环绕在一个圆桌旁, 其中罗锋和混沌城主相邻而坐, 而且他们的王座自然大了一号, 其他宇宙之主的王座则是相当的规格。 这种自然形成的地位 根本无需强行制定, 各个心中都有谱。 要知道罗锋曾亲手击杀真神, 而且不止一个, 原始宇宙一直都承认 罗锋乃宇宙海第一强者, 那数百名宇宙之主的死, 乃是罗锋一手做出的, 这一切都令罗锋拥有如今的地位。 诸位, 妖族、 机械族、 精族、 玉族、 虫族, 这五族 进阶迁移, 离开了他们的疆域, 而原始宇宙中其他那些闲散族群, 根本没有一个大敢进入这五族疆域的。 这五族也知进退, 若是他们不知进退, 便是我们大军杀过去了。 此时的联军阵营, 即便联手, 没了独行最强者们帮助, 根本不堪一击。 他们早就知道这消息了, 在刚刚知道时各个激动若狂, 此刻则已然很淡定了, 不至于是发狂状态, 只是依旧很喜悦激动。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便将工作室制作。 第1227集 此次他们死那么多宇宙之主, 对我人类仇恨得极多。 至今有有些不朽宇宙尊者来发狂报复, 虽说影响极小, 可从此看出异族对我人类的仇恨。 依我看, 有威胁得尽早铲除。 其他巅峰族群也有宇宙最强者, 现在有所顾忌, 可一旦真的不给他们活路, 那些宇宙最强者怕也会和我们拼下去。 占领虫族, 妖族, 机械族等五族原先的疆域, 让我人类紧接繁衍开, 并且还有之前众多强大的族群, 他们之前有些是巅峰族群附庸, 有些是众多联盟, 可现在他们衰退下去, 也没资格站着原先疆域, 一样过去占领。 占领这些疆域, 让我人类在各处都繁衍, 成长。 争论在进行, 不过很快便定下计划。 人类行动了, 他们将一批批原本生活在一些宇宙秘境大陆中的人类, 或者是生活在神国中的人类, 大批的迁移, 迁移到妖族、虫族等五疆域, 还有诸多强大族群原先生活的疆域。 要知道, 那些强大族群每一个占领疆域都不大, 可加起来却是远超五大族群的。 其实单看之前宇宙之主的数量就可以知晓, 五大族群本身加起来也就在一百个左右, 可那些强大族群却是有好几百宇宙之主的。 那些强大族群的疆域稍微偏僻些, 诞生天才概率小, 可架不住疆域广阔。 这般遍布下去, 可以说人类诞生精英天才的速度瞬间是暴涨十倍往上的。 宇宙海中各大势力, 其实也是一直关注着原始宇宙内动静的。 当初原始宇宙的联军阵营瞬间死那么多宇宙之主, 的确也是吓得宇宙海各大势力一跳, 他们吓住了甚至有些恐惧。 他们也认为这很可能是人类干的, 可人类既然能杀联军阵营紫月联盟共数百名宇宙之主, 自然也能灭杀宇宙海其他势力。 妖族、机械族等族进阶退避, 那些强大族群各个实力大弱也退避, 或者缩小疆域。 人类则是迅速扩张, 占领大片疆域。 可以说, 整个原始宇宙的宝地一半是人类的, 一半是人类附庸和大量闲散族群另外无族的。 人类在原始宇宙中将绝对的无敌。 这是之前任何一轮回时代, 我知晓得任何一轮回时代从未发生过的事。 像神彦族也从未做到像人类这般绝对无敌。 幸好, 人类对我宇宙海各大势力没有敌意。 幸好, 不可招惹这人类。 自此, 原始宇宙便要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人类时代了。 原始宇宙的确进入了人类时代, 因为暂时谁都不敢去介受巢穴昏暗之地, 所以整个宇宙海进入了一段平静的岁月中。 各大势力的重心主要是在禁之世界, 努力在禁之世界打拼, 获得传承、宝物等。 而人类也在不断地繁衍强大着。 一片广袤的星域, 在一颗星球上正生活着不少奇特生灵。 当一身白袍的罗锋出现在草原上时, 父神! 父神! 远处一道道残影闪过, 瞬间便有六道身影出现。 罗锋笑看眼前这六道身影, 他们身高不高, 都宛如人类孩童, 身上隐隐有着火焰。 这六个孩童便是无尽幽海在施展创造时, 创造出的其中六个生命。 在一次次试验创造中, 自然有很多生命诞生。 人类此次拥有大量疆域, 罗锋则是划出了一片之前被强大族群占领的星域, 让自己创造出的生命生活。 这些生命天生和罗锋很亲, 可以为罗锋死不会有丝毫迟疑。 父神! 父神这次在我们这儿待多久啊? 会在这里待几年。 他也对这些生命有着发自内心的喜欢, 毕竟乃是自己创造的。 这六个孩童是他想到了神话中的红孩儿, 所以创造出能够操控火焰的六个孩童生命。 当时只是随手创造, 可毕竟它们是生命。 好! 好耶! 孩童们欢呼着, 罗锋笑着抚摸它们的脑袋。 自己所创的生命虽然很强大, 比如这六个孩童天生很快达到宇宙级战力, 可缺陷就是无法自行繁衍。 忽然罗锋心有所动, 一转头, 远处一道身影出现, 正是同样一身白衣的徐欣。 护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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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孩童一见, 顿时也欢呼着奔跑过去。 它们绕着徐欣, 一个个开心地叫着, 徐欣也逗弄着它们。 罗锋微笑看着这一幕, 很久以前在他的帮助下, 妻子就已经脱离了永恒肢体的束缚, 夺射到另外一具躯体中。 而且漫长时间下来, 徐欣早就成了不朽神灵, 只是成了不朽后, 他便再无修炼的动力了。 其实以罗锋提供的宝物, 稍微用点心, 徐欣成为一名宇宙尊者还是没问题的, 可徐欣本身在修炼方面不够用心。 他让那六个孩童先到一边玩, 随即他朝着罗锋走过来, 这六个孩童知道他们有事要谈, 也没有来打扰。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这一星雨, 稍微一查你的坐标, 果真在这儿。 他们是我创造, 也算是我的孩子, 来看看他们。 你的孩子真多, 除了血肉类生命, 能量类,植物类都有。 唉, 只可惜, 他们无法繁衍。 你创造出的生命, 随意一创造, 便轻易成为宇宙集。 若是你刻意, 创造出的生命能轻易成为介主, 若是还能繁衍, 那宇宙中其他族群哪里还有生存空间, 全都被你造出的生命给占了。 他也懂, 当能轻易创造出一个个强大生命时, 这些生命却没有繁衍能力。 罗锋脑海中一道灵光闪过, 啊? 怎么了?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 怎么回事? 我和九幽之主都有创造天赋, 能够创造出一个个生命来, 可是我们创造的生命虽然强大, 却无法自行繁衍。 因为要令生命具有繁衍能力, 要复杂艰难得多。 这些年, 我的神体进步已经停滞, 很难再进步, 甚至我不知道该如何继续前进, 现在我想到了, 生命, 繁衍, 我要创造出能繁衍的生命, 这很难, 对生命构成需要研究更加透彻。 我相信, 一旦我研究更加透彻, 定对我的神体进步有帮助。 即便是远古文明, 神体生命基因层次达到九万倍, 而成真神的都很少。 段东和一脉虽记载着神力路线的一些方法, 可罗锋现在已达六万倍基因, 再往上那些方法大多无用, 有些或许有用, 可根本没有条件实施。 最近罗锋其实有些陷入瓶颈中了, 只能埋头研究那些真神的生命结构图, 而此刻却是找到了另外一条方法。 一边研究生命结构图, 一边创造能繁衍生命, 两种方法辅助, 成功概率肯定大大增加。 神力路线达到九万倍, 是比成虚空真神还要艰难得多, 耗费的时间同样无比漫长, 上亿纪元只是一瞬罢了。 禁止世界出现的第三纪元开始, 联军阵营紫月圣地的强者被大肆灭绝后, 令宇宙海所有势力心中震撼, 联军阵营自动解散, 而且一一迁移退避。 紫月圣地也销声匿迹, 不再招惹人类, 人类迅速扩散, 占领整个原始宇宙近半疆域, 开始了大发展时代。 第六纪元, 神眼族第一真主得到了一件机械流宝物, 消息传出, 惹得宇宙海各大势力为之眼馋, 他们也各个加紧在宇宙海中的奋斗, 努力夺取机械流宝物, 只是要得到机械流宝物, 首先得是特殊军团的, 这一点就困住了许多势力, 否则那些用宝物兑换军功的各大势力, 早就可以换取机械流宝物了。 第七纪元, 在宇宙海中罗锋和第一真主碰到, 神眼族第一真主主动要挑战罗锋, 只因他从三位祖神那儿得知罗锋被原始宇宙本源一直认为是第一强者, 对此第一真主可不信。 此战无旁观者, 仅仅仅罗锋和第一真主交手, 要知道第一真主在罗锋未决起前就已经是宇宙海第一了, 现在又得到燃烧神力秘术, 又得到机械流宝物, 战力何等强大。 此次一战, 外界谁也不知结果, 只知有这么一战。 此战之后, 神眼族顿时和人类交好, 第一真主也和罗锋成了难得的好友。 外界不知道, 可罗锋自己清楚, 实际上那一战应该算不分胜负。 在正面攻击力方面, 神眼族第一真主, 神眼真主是占据优势的, 可罗锋的神体却占据优势, 而且近战闪躲方面优势更大, 二者杀得不相上下。 当然若是长期拼下去, 拼着消耗神体, 罗锋当然能赢, 可神眼真主完全可以乘坐至强之宝, 宫殿离开, 所以二者的确是不分胜负。 加上戒兽, 威胁, 笼罩所有强者心头, 所以罗锋和第一真主只是切磋, 二者都明白, 在应对戒兽时, 二者都具有极大的作用。 我能轻易击杀真神, 可是, 第一真主这种, 有燃烧神力秘术, 有机械留宝物的, 我就有些扛不住了。 即便使用一念虚空, 怕也无法击败它, 仅能压制它罢了。 罗锋暗道, 那一战确实没有使用事无与义, 因为事无与义一念虚空就是束缚敌人, 神眼真主正面攻击本就强, 即便束缚, 怕也依旧比自己稍微强些, 神眼真主根本不闪躲, 即便在束缚, 他还是不闪躲, 所以使用一念虚空, 只能说让第一真主更狼狈而已。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十二纪元, 被斥星主也得到了机械流宝物。 接下来的岁月, 宇宙海中的一鸣鸣真神竭力努力下, 部分陨落, 也有一些极强地逐渐得到机械流宝物。 在经历军队的魔力培训后, 宇宙海中的强者, 明显开始展露光芒。 宇宙海中强者的潜力、 悟性等等, 明显要强上不值一筹。 第九十一纪元, 一件喜事让罗锋无比喜悦。 他的老师真眼尊者终于突破, 成为新的宇宙之主。 这是自罗锋得到断东和一脉传承后, 人类新诞生的第三位宇宙之主了。 第1003纪元, 虽说人类族群偶尔也诞生一位宇宙之主, 可却从未有新的最强者诞生。 而在这一纪元, 终于诞生了第二位宇宙最强者, 彭宫真神。 彭宫之主竟然突破成真神, 的确出乎外界意料, 也让人类本族强者惊讶。 因为在原始宇宙本源意志刻意之下, 三大祖神口风不言, 导致罗锋乃是宇宙海第一强者的消息, 开始逐渐传播, 特别是神眼族第一真主和罗锋一战, 结果无人得知。 神眼族第一真主也没否认罗锋第一强者身份, 自此似乎更坐实了这一点。 各族都认为, 罗锋应该是人类将诞生的第二位真神, 即便不是罗锋, 也应该是混沌的师弟、黑暗之主才对。 没想到不是罗锋不是黑暗, 而是一直很低调的彭宫之主。 第3402纪元, 一直参悟生命结构图, 去竭力创造能繁衍生命的罗锋, 终于成功创造出了能够繁衍的 第一种生命, 模样自然是类似人类, 这创造出的生命很弱小, 即便成年也比当年的地球人都弱, 可至少他们能繁衍。 罗锋第一次有所突破, 仅仅过了三纪元, 他的神体就获得突破, 先是从六万倍突破到六万九千倍, 紧跟着又接连突破, 直至达到七万两千倍这一新的瓶颈。 第13000纪元, 地球人一脉诞生出了新的宇宙之主, 红。 红这个低调地被罗锋掩盖了光芒的地球人一脉绝世天才, 在远古文明传承指引之下, 仅仅耗费过万纪元, 便成为了一名宇宙之主。 若是没有罗锋, 他也绝对算是人类最顶尖的天才人物了。 而此刻, 人类的宇宙之主数量已经达到了三十二位。 地球人一脉, 自此有罗锋、 红两位宇宙之主。 至于宇宙尊者却足足有九位, 其中包括雷神。 第三万九千纪元, 忽颜博在被吸纳入虚拟宇宙公司核心, 在得到远古文明传承指引下, 也终于跨入了宇宙尊者行列。 其实过去没有远古文明, 能够成为封王封侯不朽的各个天赋都很了不得。 特别是忽颜博这种独行者, 根本就没有谁指点, 连一些秘法都是靠自己创造。 其实天赋本来就很高, 现在不但有强者指点, 而且有远古文明辅助, 突破也是正常的。 毕竟人类族群现在涌现宇宙尊者的概率太高了。 像过去一直卡在封王巅峰的一大批强者, 在远古文明传承帮助下, 这数万纪元是接连有强者突破, 令人类的宇宙尊者数量已经超过五万之数了。 第三万九千八百纪元, 罗锋从巴巴塔那儿得到消息, 竟然发现了魔手王梭罗普的踪迹, 这让罗锋愕然。 这魔手王当年令呼颜博身死, 罗锋强大了后, 亲自出手杀了他, 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 不过早就复活且已经成为宇宙尊者的呼颜博, 亲自去追杀他。 其实这魔手王之所以暴露, 乃是因为人类势力太强了, 人类本族占领的区域就占了原始宇宙核心疆域一半, 还有人类的附庸, 也就是鸿蒙中的异族也占了原始宇宙剩下疆域的大半。 可以说人类的无形影响力几乎笼罩整个原始宇宙。 苏鲁普虽然躲得远远的, 可当初认识他的强者很多, 还是被一名在外遨游冒险的人类强者发现, 并且迅速确认。 魔手王早就死了, 这是公开的, 怎么又活着? 消息传回来自然引起罗锋的注意, 不过这一次却是忽颜博去追杀梭罗普了, 据传中间还有不少波折, 足足耗费了三纪元还多, 忽颜博才终于斩杀梭罗普。 第五万三千纪元, 罗锋的儿子罗海终于成为宇宙尊者, 也是罗家第三位宇宙尊者。 罗锋虽然有两个儿子, 其中罗平在修炼方面同样不用心, 只是靠着宝物等等硬是成为了一名不朽便罢了。 至于罗海, 虽然很是痴狂用心, 可是依赖他受到的挫折太少, 毕竟背后的父亲罗锋无形上给他太多帮助了。 即便罗锋没有刻意, 可总有一些强者去巴结讨好罗锋, 或者给罗锋面子等等, 使罗海挫折太少, 加上天赋虽厉害, 却远不如罗锋, 红那般耀眼。 即便有诸多帮助, 修炼到宇宙尊者, 怕是到顶了, 想要成为宇宙之主, 除非出现奇迹。 绝世天才不是那么好诞生的。 漫长的时间, 使得罗家一脉人口达到极为惊人的地步, 诞生天才虽然也多, 像在罗海之前, 就有两位先成为了宇宙尊者。 可是这些所谓的诸多天才都没有入罗锋的眼, 在罗锋看来, 即便给予的条件那般好, 怕是成宇宙尊者就到顶了, 若是没有诸多条件, 没有远古传承, 恐怕前三位包括自己的儿子罗海, 也就成不朽罢了。 终于, 在第九万一千纪元, 罗家一脉终于诞生出了一名绝世天才, 名为罗振尼。 一个真的很惊艳的一名天才, 在罗家中本来也很没地位, 生活在一颗放逐星上, 而后迅速崛起, 最终引起罗锋的注意。 罗锋稍微一考验, 顿时为之大喜。 罗家所占的疆域加上宇宙中一些偏僻之地, 怕也能媲美一个潜污宇宙国了, 总算诞生出一个他看得上眼的天才。 罗锋直接收了这罗振尼为弟子, 这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收弟子。 作为宇宙海第一强者, 其实人类族群高层的其他宇宙之主, 还有混沌成主等都劝说罗锋收弟子了。 人类族群内部很多势力都渴望将自己阵营中的一些天才 送到罗锋门下, 只是罗锋不急, 加上绝世天才诞生本就难, 所以一直拖着。 这次罗锋正式开始收弟子了, 只是罗锋收弟子要求之严格, 怕是不亚于混沌成主收弟子。 像亲儿子罗海罗锋都没收, 可想而知要求之严格。 第九万一千两百纪元, 罗振尼成为宇宙尊者, 这还是罗锋对他基础要求极为苛刻的缘故, 否则早就突破了。 第三十三万纪元, 人类族群在原来狱族所在疆域, 诞生出了一名人类绝世天才火琼, 在野蛮中崛起, 无比耀眼, 引起了人类好些宇宙之主抢夺, 欲要收之为徒。 最后罗锋出面, 收了这绝世天才为二弟子。 罗锋一出面, 其他宇宙之主自然不再争, 而且火琼自己也为之激动, 败在罗锋门下。 其实对战在巅峰的罗锋混沌城主彭宫真神而言, 他们现在地位高, 没必要收弟子来巩固几方势力。 罗锋之所以收, 就是因为看上了这火琼的天赋, 认为火琼是继承劫贩子前辈难得一见的好传。 火琼在水之法则火之法则上极为擅长, 劫贩子所创绝学以罗锋眼光看绝对极高等, 而且由自己亲自传授, 又是契合着火琼的天赋, 定能让他有大成就。 第191万纪元, 人类族群诞生了第三位真神, 黑暗真神。 黑暗之主终于突破为真神。 这点早在人类族群强者意料中, 也在宇宙海各大势力的意料之中。 只是他们很疑惑, 为何罗锋还没有突破? 第920万纪元, 罗锋又创出了另一个族群, 能够繁衍的族群。 这一族群同样可以算是人类的一份子, 他们只要成年就可以成为行星级, 算是很优秀了。 能创造繁衍的生命, 此次突破令罗锋在生命结构图上 很快大获进步, 接连突破。 生命基因层次从7万2000倍 突破到7万9000倍, 而后又突破到8万3000倍, 最终停滞在8万5000倍这一瓶颈上。 时间流逝 之前漫长时间累积的大量不朽神灵 在远古文明传承帮助下 大量成为宇宙尊者。 同时大量的尊者 也有很多突破为宇宙之主, 使得人类宇宙之主的数量 一直在增长, 只是真神的数量增长得很缓慢。 第一亿纪元时代, 人类诞生出第四位真神 荒剑真神。 第七亿纪元时代, 诞生了第五位真神 青东真神。 在青东之主突破为真神后的 百万纪元之内, 罗锋的二弟子火琼竟然也突破了, 成为了人类时代第六位真神。 奇迹, 火琼败在罗锋门下, 要比大弟子罗振尼晚。 罗振尼先一步成了宇宙之主, 火琼紧跟着成了宇宙之主。 没想到, 在成了宇宙之主近七亿纪元后, 火琼更是成为了真神。 这也让宇宙海一片议论, 因为弟子都成了真神, 当老师的罗锋竟然依旧没有成为真神。 第十二纪元, 人类诞生出第七位真神, 冰封真神。 冰封之主也终于成为真神。 第十九纪元, 人类诞生出第八位真神, 龙行真神。 龙行之主这个当初跟随元祖的 古老宇宙之主终于也突破了。 其实这一批老的宇宙之主, 当初没有远古文明传承都能成宇宙之主。 现在在诸多帮助下要成真神, 其实十有八九都可以成的。 反而那些后辈, 那些靠远古文明指引才成宇宙之主的, 实力就要差上一些了。 前一百亿纪元算是人类的一个爆发期, 之前漫长岁月的积累在这一百亿纪元中 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爆发。 令人类的宇宙之主数量直接暴涨到了239位, 宇宙最强者则是暴涨到了21位。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229集 这一百亿纪元的暴涨完全是之前积累太浑厚, 才能在短时间内暴涨。 同样,不单单是人类进入暴涨期, 原始宇宙其他各大势力, 还有宇宙海中的势力同样进入暴涨期。 毕竟远古文明传承帮助的确很大, 只是他们得到的传承没有人类多, 没有人类详细, 拥有的宝物也没有人类多。 毕竟罗锋在禁知世界的地位可是仅次于神王, 许多宝物可是送回族群的。 即使如此, 像妖族宇宙之主数量已经暴涨到51位, 真神数量则是达到4位。 虫族宇宙之主数量达到32位, 真神数量达到2位。 机械族宇宙之主数量达到39位, 真神数量则是3位。 狱族宇宙之主数量达到78位, 真神数量则是4位。 经族宇宙之主数量达到49位, 真神数量则是5位。 至于鸿蒙, 原本人类附庸的那些族群 则是又有了一次大膨胀。 虽然人类刻意压制, 刻意减缓了附庸的发展, 可毕竟人类附庸族群之前的宇宙之主数量 便有数百位。 此刻附庸的宇宙之主也暴涨到了1220位, 真神也有7位。 其实鸿蒙异族仅仅才1220位宇宙之主, 已经是人类压制禁止世界筛选的缘故。 整个宇宙海都因为远古文明, 在这前100亿纪元进行了一次大爆发式的增长。 那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轮回时代虽然无法再诞生真神, 却也涌现了一大批宇宙之主。 这些新晋的宇宙之主自然是前赴后继, 一次次杀向禁止世界。 因为罗锋在禁止世界掌握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虽说因为疆域曾有数个族群挑衅人类权威, 可罗锋很快便在禁止世界内进行狠狠的惩罚, 于是再无谁敢挑衅人类权威。 接下来的岁月, 宇宙海所有势力发展明显减缓, 毕竟之前无尽纪元的积累在100亿纪元中已经完全爆发了, 像人类完全得靠新诞生的天才来涌现强者。 幸好人类疆域够大, 若说之前100亿纪元是爆发式的增长, 那么后面的万亿纪元却还不如那100亿纪元增长得多。 第16000亿纪元, 人类诞生了第23位真神, 红。 地球一脉仅次于罗锋的绝世人物, 红终于也跨入了真神行列, 这也引起了宇宙海各大势力无比关注。 他们关注的是, 红的兄弟也是整个人类族群最有影响力, 也是宇宙海第一强者的罗锋, 怎么还是宇宙之主? 我创造出的族群成年即可成为恒星级, 我的生命基因层次已经达到了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倍, 就差一点点, 就差这一线之隔。 罗锋也明白, 这一步何等艰难, 别看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倍和九万倍好似没差距, 在实力上看确实是, 可确实在生命层次的根本性跨越, 罗锋困在这一步近亿万纪元, 就是没有办法突破, 而在亿万纪元中, 罗锋的三次出手也证明了他绝对灌绝宇宙海的可怕实力, 也让所有势力为之心颤, 宇宙之主就冠绝宇宙海, 那成了真神还了得。 第一万六千三百亿纪元, 宇宙海中终于有两位真神联手, 第一次朝借寿巢穴昏暗之地进发了。 出发前往借寿巢穴昏暗之地的两位真神, 一个是刚成为真神三百纪元的红, 另外一个则是宇宙海第一轮回时代的铜魔神。 他们俩在整个宇宙海的真神当中只能算是普通行列, 可他们俩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都有机械流宝物在身, 二是意志方面都极强, 他们俩乘坐真神级战船前往昏暗之地, 却是在昏暗之地边缘遭到借受攻击, 就吓得逃出来了。 宇宙海茫茫混沌气流中, 除了四大绝地外还有些其他危险之地, 当然有些则是被真神强者开辟为自己的住处了。 如绝河海便是这样一处地方。 绝河海本叫金沙海, 真神虽然不惧也不敢横冲直撞, 可绝河真神在禁之世界实力大尽之后, 出来之后便扫荡了这金沙海, 更在金沙海中央摆放了一座宫殿至宝, 这里便成了他的住处。 一名投生一对红铜色弯角的宇宙之主俯瞰下方, 对一群宇宙尊者贺令道, 都小心点, 老师将验听宇宙海其他七位顶尖枪枪者, 你的不可懈怠。 是, 都去准备吧。 那些宇宙尊者们立刻一一散开, 同时也悄然彼此传音, 无比地激动期待。 绝河真神是一名独行真神, 在第二轮回时代中虽一直很低调, 长期前修, 可他的实力却是绝对强大, 有很多特殊族群生命附庸着他。 这次因为要接待其他七位超级强者, 所以绝河真神专门从小型宇宙那儿 调来了一些宇宙尊者, 在这儿当侍者。 其他七位霸主马上便要到了, 我等既然也有资格见到宇宙海的这七位霸主。 加上我等老师便是八位霸主了, 马上便到了。 过了许久, 远处两道流光飞行而来, 速度快得惊人, 很快减速到来。 宫殿中走出了一名赤脚火红皮肤的神灵, 他大步而走, 踏着虚空, 每一步都有着奇异的火焰花朵浮散。 他的头颅上更是有一个个金色的小脚, 足足有数十个金色小脚, 六只眼睛更是泛着闭光。 神眼, 北斥, 你俩已经一起到来。 其他几位还没到。 你们俩最先到了, 想必其他几位也快了。 绝和亲自迎接, 三者交谈着, 一同进入宫殿中。 在神眼真主, 背斥星主到了后, 很快九头魔主, 海主也到了。 灰红三道流光, 从远处飞来。 先前到的海主, 神眼真主, 背斥星主, 九头魔主, 以及此次主人, 绝和真神都亲自出迎。 只见远处的三道流光, 化作三道身影。 一个是穿着金袍的人类男子, 面带一丝淡淡笑容, 双眸隐隐奇异的金光闪烁。 另一个则是显得邪义的中年男子, 他面色惨白, 脸上有着黑色的密纹, 散发邪义的魅力。 在他们俩中央则是穿着, 好像看似普通白袍的男子。 他扫视周围, 双眸却蕴含着不可思议的魔力, 单单和他对视, 即便是绝和真神, 神眼真主等一个个都不由心颤。 这三位便是宇宙海第一大势力最高权力者, 混沌城主, 原始宇宙第二大势力祖神教的代言者, 也是堪称拥有不死之身的九幽真主。 而第三位便是整个宇宙海公认第一强者, 且据传在禁之世界拥有滔天权力的存在, 银河领主。 混沌、佑游、银河, 就差你们三个了。 其他五位都迎接过来, 整个宇宙海势力格局完全变了。 远古文明使得诞生真神概率大大增加, 而唯有原始宇宙内才能诞生真神, 所以现在宇宙海实力最强的乃是原始宇宙时代, 第一轮回时代第二轮回时代加起来都不如原始宇宙时代。 至于两大圣地, 对付戒兽靠的是真神, 而两大圣地根本没有拿得出手的真神, 早就被排除在一边。 现在论真神之多, 人类排第一, 祖神教排第二, 星空巨兽联盟排第三, 这便是原始宇宙内部的排名。 能在万亿纪元内成真神的, 大多都是当年便成为宇宙之主的, 像妖族、虫族、 机械族等等, 因为被罗锋在禁之世界一举灭杀超过两百名宇宙之主, 这一批宇宙之主可都是没有远古文明传承就成为宇宙之主的, 而且都经过筛选, 各个都是精英。 因为被罗锋一把弄死, 使得妖族、虫族当初剩下的宇宙之主都是大猫、小猫两三只, 自然诞生真神就极少。 而祖神教、星空巨兽联盟都无损失, 诞生真神就多了。 其实鸿蒙中的异族数量本就多, 按理说诞生的真神也该多, 可是在联军阵营解散后, 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反而就是鸿蒙中的异族, 这些异族毕竟有数百位宇宙之主, 人类当时才二十位左右, 实力比例相差太大, 人类自然得去压制。 这上万纪元来, 人类做的更多就是在压制鸿蒙中的异族, 若是不压制任其发展, 恐怕人类现在已经无束缚其能力了。 正因为一直压制控制着, 才令那些异族们不敢有异心, 只能遵着人类为主。 要应对介受危机, 靠的更是最顶尖强者。 毕竟宇宙海中真神一共才那么点, 无法靠数量取胜, 只能靠质量。 所以上万亿纪元来, 凭借在禁之世界中的收获魔力等, 宇宙海中涌现出了公认的八位超顶尖存在, 便是宇宙海最强的八位。 第一位是很久之前被称为第一的神眼真主, 来自第一轮回时代。 第二位是海族的最强者。 海族和神眼族斗了不知多久, 海主在禁之世界中的际遇也是不小, 实力迅速成长,也能媲美神眼真主。 第三位,被斥星主。 当初被斥星主便是在黑文石柱中经常公开讲授, 是一位很受尊敬且实力也极强的强者。 这便是第一轮回时代的三位。 第四位,绝和真神。 第五位,九头魔主。 这两位乃是第二轮回时代的最强, 而且是特殊生命。 显然特殊生命强者在宇宙海是有很高地位的。 像坐山客,他一直低调,不掺和任何争斗。 虽然个个都知道这老家伙很强, 可谁也不知道有多强, 自然没有在八位霸主行列。 第六位,九幽真主。 拥有着堪称无限神力, 让无数强者羡慕。 第七位,混沌城主。 在宇宙之主时期,他就无比耀眼, 成了真神后经过漫长时间的修炼, 特别有罗锋这个好弟子。 详细的远古文明传承也令混沌城主实力达到了极高地步。 第八位,银河领主。 罗锋的实力至今让宇宙海各大势力为之疑惑, 因为罗锋仅仅是一个宇宙之主, 却拥有着宇宙海第一的实力。 要知道,其他真神可都懂得燃烧神力秘术机械流宝物, 可还是敌不过罗锋。 若说万亿纪元前, 神眼真主还曾和罗锋交手, 那现在其他七位霸主都对外承认过, 不是罗锋的对手。 显然万亿纪元, 虽然罗锋没突破, 可他的实力却比当初更加强大。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30集 无尽旋转转的沙海中央, 那璀璨的宫殿之中, 在晶莹的圆桌四周有着八大王座, 那圆桌上更是摆放着 取自宇宙海各大轮回时代的诸多精致水果果酒。 罗锋他们八个分而坐下, 你们人类的幻星真神和第一轮回时代的铜魔神, 他们俩去了昏暗之地。 银河、 温敦, 你们俩应该对昏暗之地知道不少了吧? 红和铜, 他们两位真神都是极擅长幻术, 在意志方面也都极为擅长。 当他们俩小心翼翼刚刚到了昏暗之地边缘, 很快便遭到了三头戒兽的同时袭击, 躲在战船内自然无视, 可刚一出去, 三头戒兽同时怒吼, 单单无形的灵魂攻击, 虽然能抵抗, 可红和铜还是很痛苦。 紧接着三头戒兽同时袭杀, 瞬间魔童神重伤, 他们俩立即撤退逃回, 一, 戒兽的灵魂攻击极强, 必须得有灵魂至强至宝, 即便如此, 还会很痛苦。 须知, 他们两位的意志可都是超越真神级的。 二, 戒兽的实力很强, 完全凌驾于他们俩之上, 且仅仅只是能量袭击, 便令同魔神重伤, 并未真正交手。 戒兽所使用的能量和我们的神力不同, 戒兽的能量会疯狂地湮灭我们的神力。 当然, 湮灭我们神力的同时, 戒兽的能量也会逐渐消失。 对, 就好似和神力截然相反的力量。 当初在浩雷星主身上, 罗锋就感受过这种力量, 现在, 戒兽便是使用的这种力量。 这也是明明有机械流宝物在身, 同魔神依旧被迅速重伤的原因。 因为同魔神和红都是神体一般, 根本扛不住消耗。 要对付戒兽, 一般的真神不行, 而且现在还不知道, 戒兽还剩多少头。 现在我们知道的太少, 首先, 知晓戒兽擅长灵魂攻击, 其次, 戒兽拥有和神力截然相反的力量。 最后, 戒兽们虽然彼此自相残杀, 可是当我们一出现, 他们却是立即联合对付我们。 像同魔神, 幻星真神, 他们二位就是同时遭到三头戒兽的联合攻击。 本以为, 戒兽们彼此自相残杀非常仇视, 现在看来他们只是内部仇视, 遇到外敌一样联手。 这样一来, 想要各个击破就难了。 红和铜, 他俩精通幻术, 一直都是虚空级。 我们宇宙海的真神, 虽然因为禁止世界的魔力, 不少意志都达到虚空级, 可还是有不少只是真神级, 真神级的意志恐怕会很吃亏。 在宇宙海, 有些词是无法说出口的, 比如虚空真神, 但凡牵扯到虚空真神乃至更高深的讯息, 一律无法说出, 也无法传音。 主要是对戒兽知道的太少。 他们到底有哪些手段, 他们到底有多少头, 一概不知。 并且距离这一轮回时代的结束, 怕也不是太远, 估计再过数万亿级远, 便差不多了。 按照原始宇宙意志指引的, 我等必须在这一轮回时代之前对付戒兽, 否则可就晚了, 来不及了。 戒兽的威胁让宇宙海所有强者们为之焦虑, 即便是过去有些嫌隙的罗锋和神眼族照样能交好, 有了共同的敌人, 一些小嫌隙自然能很快抹平。 我觉得该再去一次戒兽超学。 对, 该再去一次, 而且这次你谈寻到更多的讯息, 必须弄清楚, 让我等有准备。 有了准备, 方可做出计划。 这上万亿级原来, 宇宙海主要是在吸纳远古文明传承的好处, 比如修炼一些远古秘术, 比如弄到机械流宝物研究如何操控。 总之到如今, 宇宙海的强者们差不多已经达到自己的实力极限了, 像神眼真主、海主、九幽真主等等一个个都无法再提升了, 即便再给他们一个轮回时代, 实力增长恐怕都可以忽略不计。 既然实力难增长, 而戒兽们确实会随着时间流逝不断变强, 那么该交战了。 我们宇宙海该组织一支真神队伍, 前往异兽巢穴探寻到更加详细的讯息, 好让我们做出准确的进攻计划。 首先, 这一批真神队伍必须实力都足够强, 其次, 这一批很危险, 有陨落的风险, 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动摇我宇宙海根基。 谁也不知道昏暗之地中有多大威胁, 若是一下子派出八大霸主杀过去, 而他们死了过半, 即便查探到详细情报又能怎样, 毕竟八大霸主乃是宇宙海最强的支柱。 我领头, 第一轮回时代出一位真神, 第二轮回时代再出一位真神, 我们原始宇宙时代再出两位真神, 如此凑出一个小队, 加上我, 共五位。 也就是说, 原始宇宙加上罗锋, 其实是出动了三位。 其实这也正常, 因为论真神数量, 原始宇宙的真神数量 是远超第一轮回时代 和第二轮回时代三倍的。 好, 银河领主竟然答应领头, 这探寻一事定是没问题了。 银河领主先去, 定能探出一切奥妙。 绝合真神, 神眼真主, 海主等一个个连忙惊喜的。 宇宙海实力第一便是罗锋, 他去若是都探寻不出个虚实来, 谁能成? 罗锋乃是宇宙之主, 有好几大分身, 即使暂时陨落一个, 也能迅速恢复。 毕竟这上万亿纪元来, 他的意志早就达到 永恒真神层次了, 而且修炼神眼秘术 也有极高成就, 加上神体又大实力, 已然是宇宙海第一, 又岂会聚那介受巢穴? 神眼真主, 绝合真神, 你们回去也商量一下, 你们两大轮回时代, 各找出一位真神来, 必须得一直够强, 一定! 没问题, 能和银河灵主你一起去, 相信有不少真神会答应的。 其实上万亿纪元下来, 随着罗锋实力日渐强大, 特别修炼神眼秘术, 单单眼神都能让 其他真神心生畏惧, 大家很自然地 无比尊重罗锋, 而且他们很清楚, 一旦罗锋成了真神, 那实力更加不知 会强大到何般地步? 此次聚会, 有了初步应对介受之策后, 这八位霸主便很快 分散离开了。 罗锋混沌成主 九幽真主他们三个 则是同时飞往 原始宇宙。 九幽, 此次我原始宇宙 还得再出两位真神, 你们祖神教 还有星空巨兽联盟 分别出一位, 可以吧? 没问题, 不过银河, 你此次去也得谨慎, 毕竟那是介受巢穴, 那是让原始宇宙 本源意志 都弄出那般多手段的。 对, 不可小瞧解受, 别忘了当初的巨幅。 我知道, 此次我去, 是让我的魔杀族分身前往, 自然万无一失。 魔杀族分身 乃能量类生命, 无灵魂, 灵魂攻击无效。 加上现在能量类生命的 生命基因层次上, 罗锋同样达到第二层次, 魔杀族分身 同样高上亿公里, 如此庞大神体 不知道超过红, 同魔神多少, 自然不惧。 此次, 一旦三大轮回时代的人都选出来, 我还得去找一次老师。 当宇宙还有了前往 借受巢穴计划时, 遥远的清风界, 核心区域, 昏暗之地。 无尽昏暗之地的边缘, 横拍着一道道黑色雾气。 在很久之前, 昏暗之地还未曾有如此多的黑色雾气 迷散,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 昏暗之地散发的气息却越加可怕强烈。 一道乌光瞬间冲出了昏暗之地边缘, 而后减速旋体。 它是一头通体散发着乌黑光芒的巨大怪物, 它有着两个猙獰的头颅, 每个头颅上都有着毒眼, 一个鼻子一个嘴巴, 它有着一对手臂一双腿, 全身赤裸散发着滔天的邪恶气息, 前后两毒眼扫尸周围。 同时, 它那乌黑的皮肤上则有着黑色血液流出, 一眼看去足有数十个伤口。 它前面的一个头颅突然张开嘴, 舌头瞬间伸出, 就仿佛巨大的流光扫过它全身, 迅速地舔尸着每一处伤口。 伤口流出的血液进阶被吸干, 伤口也迅速恢复凝结。 贝迪, 我才是最后的王, 我才是你, 你只是占了便宜, 现在才比我强大, 你要杀我, 要吃了我 等着吧 没那么容易的 上次 有两个鲜美的食物 到了巢穴 可惜那三个飞舞 没用 那两个鲜美食物 竟然逃了 贝迪 我在巢穴 斗过你 可是增强实力 除了吞吃其他铜内 也可以吞吃那些 美味食物 我可以 到那些 美味食物的世界 去不断地 止 我会越加强大 等我归来 我一定 比你更强 潮水里的铜内 可可狡猾 可可不会轻易被你吞吃 而外面 美味食物 吃起来就容易吞了 等我回来 一定比你还强大 到时候 我吃了你 再吃了其他所有的 我便是最好的王 随即 随即他化作流光 迅速朝远处的 无尽浪潮中飞去 在无尽浪潮中 正有着一艘大船漂浮 当乌光飞来时 那艘大船上顿时 飞出两道巍峨身影 尊敬的王 丑陋怪物停下 俯瞰那两名真神 仔细看了片刻 他忽然也是猛的一变换 顿时从之前的丑陋怪物 变成了高大的类人形 还有着一条巨大尾巴的生物 显然是模拟镇家王 球岩祖神的一些特征 同时变换出的生物 还散发着神力气息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这样看来 像不像你们的同类 像 他们俩但凡见到戒兽 不管是哪一头戒兽 都是称呼为王 反正这些戒兽 都那般疯狂 一个不服一个 我需要知道 你们宇宙海的详细讯息 你们宇宙海 所有强者的详细讯息 你们俩告诉我 郑家王求援祖神相视一眼 难道这头戒兽 要去宇宙海 他们俩顿时激动了 这些年他们太憋屈了 后来星主一死 罗锋的仇敌 只剩下了他俩 再加上罗锋的威名 使得他们根本 不敢去禁止世界 不去禁止世界 便没有远古文明传承 也没有机械流宝物 所以一直在这儿 现在的宇宙海 比当初强大的多 就是因为第四决定 禁止世界的出现 禁止世界 是远古文明遗留下的一世界 内有着远古文明的强大生灵 真神乃至更高存在 在那多的是 远古文明传承 机械流宝物 也多的是 宇宇宙海 宇宙海各势力都深入其中 得到魔力 得到宝物 势力有了精人提升 其中必须得小心地辨识 银河灵主罗锋 银河灵主 罗锋 这银河灵主 什么来历 他是原始宇宙时代 人类族群强者 是您宇宙之主 一个宇宙之主 那般脆弱的美食 你们竟然让我小心它 他乃是介兽 宇宙海孕育的超级生命 现在虽然只是孕育期 真神阶段 却也不是一个宇宙之主 所能抵得过的 尊敬的王 你万万不可小觑 这银河灵主 当初禁之世界 未曾出现 浩雷星主 便是死在他手 浩雷是他杀的 介兽稍微重视了 被他们诱惑 投靠介兽这边的三名真神 实力都算不错 一位宇宙之主 能杀真神 这还仅仅是当初 他进了禁之世界 据传有了超大际遇 曾经 命联军阵营 紫月圣地 数百名宇宙之主 一瞬间 进阶陨落 虽说谁都没证据 可后来万亿纪元 原始宇宙内挑剑人类的 也同样遭到人类的残酷惩罚 宇宙海各大势力都认定 银河灵主罗锋 在禁之世界 拥有着强大的权力 并且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也泄露出讯息 银河灵主罗锋 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他一个宇宙之主 会是你们宇宙海第一强者 这是公认的 上万亿纪元来 他数次出手 都是绝对优势 压制一切敢挑衅他的 正因为他的强大 我们俩根本不敢去禁之世界 他现在只是宇宙之主 但成了真神 肯定更加可怕 只要尊敬到王能消灭他 那么整个宇宙海 将没有谁 能够再拦住 宇宙海第一强者吗 我摩罗萨 却不和你硬碰硬 我先多吞吃些美味食物 待我实力更加强大 再来看看你有多少实力 看你有没有贝迪强大 此刻 这头介兽摩罗萨 已经将从未见过面的罗锋 定为仅次于贝迪的对手 贝迪乃是他成为最终王者的最大对手 而罗锋则是他纵横宇宙海 吞吃一切美味食物的最大阻碍 先杀死吃掉这个叫银河的食物 吃掉宇宙海一天能吃的 然后再回来 贝迪 若是我回来 你却被其他铁兽给杀了 那就太让我失望了 告诉我 宇宙海的地图 许久 搜集到足够讯息 对宇宙海已经有了一个详细了解的 介兽摩罗萨 终于独自离开了介兽巢穴 昏暗之地 前往宇宙海了 原始宇宙 在一片广袤的星空中 一名白袍男子凭空出现 行走在黑暗的夜空中 直接走向一座通红的恒星 这是一颗已然走向陌路的恒星 恒星内 炽热火焰环绕中央 却散发着无尽冰寒 一艘破船在火焰中央飘荡着 寒气将一切火焰给避开 一名老者正盘膝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手中则是摸着一块石头 石头早被他摸得无比光滑了 远处白袍男子行走在火焰中 很快走到这船头之上 无论是火焰还是寒气 都无法影响丝毫 老师 要去接受巢穴 现在我与周海强者们 实力大多都已经达到极致 即便再过上上万级远 实力都很难增加 而接受却是时刻都在提升实力 我们觉得不能再拖延下去 此次将由我魔杀族分身率领一个小队 先去探查一番 知道虚实 方好应对 老师你当初也吩咐过我 在去之前 来老师你这儿 罗锋也盘膝坐下 和坐山客摇摇相对 对坐山客 罗锋总感觉 他似乎蒙着一层纱 让自己怎么都看不清 首先我告诉你 当初原始宇宙本源一致 写三大祖神对外公开的一些讯息 有真有假 比如说宇宙舟造出来 就是为了对付戒兽 这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老师 你的意思是 原始宇宙本源一致的话 不可信 不 去杀死戒兽 的确对你们有利 戒兽的存在 便是为了毁灭 他们会毁灭 所有的小型宇宙 所以你们的确应该 在早期杀死戒兽 那老师你的意思是 我是要告诉你 首先 这戒兽乃是宇宙海诞生的 无比可怕的生命 它很可怕 整个宇宙海中 有一原始宇宙 而戒兽便是和它对立 而你们无数生命 仅仅只是宇宙海孕育出的而已 单单论生命高贵 谁能和它相比 当然 我指的是 十亿介兽 厮杀到最终活下的 那最后一个 才是真正无比高贵 且可怕的 现在 他们还有很多头 那么任何一头的威胁 不至于让你们没有反抗之力 同时 这戒兽如此高贵 自然有着无比高的智慧 你可知道 宇宙海中什么对戒兽最没威胁 最没威胁 嗯 原始宇宙 最没威胁的 就是原始宇宙 老师 你的意思是 接受攻击任何一个小型宇宙 都会遭到反扑 不管是两大圣地 还是众多小型宇宙 都会引起大量强者的疯狂反攻 可是唯有攻击原始宇宙 原始宇宙本身根本没法反抗 虽 他孕育无尽生命 虽他看似有着无尽威能 可是他无法主动攻击 只能被动承受着戒兽的吞吃 原始宇宙本源 堪称浩瀚无尽 戒兽即便撑死也持不尽 到了一定程度 原始宇宙还会主动毁灭 化为本源 让戒兽都无法攻击 可是原始宇宙的演变 诞生和毁灭 都有无形规则控制 不是说毁灭就毁灭的 在毁灭之前 戒兽会吞吃原始宇宙本源很多 对他有根本性的伤害 如果你们所有强者合力威慑 戒兽们完全可能暂时抛弃你们 而专门去对付原始宇宙 毕竟那才是他的大餐 罗锋眼睛越加的亮 他明白了 所以原始宇宙本源意志撒了谎 周围的时空隐隐在震颤 一股强大威压也浮散震荡 夺风环顾周围 在破船周围的恒星火焰也在扭曲颤抖 似乎随时会破灭 不必担心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一切都得遵循最基本的运撞规则 只要不挑衅规则 那他根本无法伤害你 只能借助其他强者 而宇宙海 现在谁能对付你 这话在其他强者面前就罢了 在老师面前 弟子没那自信 不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这一点说的没错 你的确是宇宙海第一 关于介兽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撒谎 就是希望你们去拼 你们去杀 其实对高高在上的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而言 你们的生死 和他又有什么关系 他孕育出一个又一个 轮回时代的生命 生和死 本就是自然发展的一部分 他根本不会在乎你们的生死 哪怕你们所有族群都灭了 对他而言 都只是小事 他的本源 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一旦伤了本源 不知多少轮回时代 都无法恢复 所以 你别轻易当了他的刀剑 你得学会 从他那儿得到好处 好处 本源意志已经答应 传承宝物 乃至放出原祖都可以 这算什么好处 什么宝物等等 对他而言 将一些过去遗留的无数宝物 他用不到的 随便弄出一个给你而已 至于放走原祖 对他又没威胁 那我该要什么好处 最大的好处 意识融入原始宇宙本源 亲自感受一次原始宇宙的毁灭与诞生 就仿佛 是你在毁灭原始宇宙 而后 让原始宇宙 再诞生 意识融入原始宇宙本源 感受原始宇宙的毁灭和诞生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32集 原始宇宙 非小型宇宙可比 也非禁止世界能比 他的每一个轮回都蕴含着终极的奥妙 即便是我想要进入本源 原始宇宙也不会让我去看的 他宁可放出原族 也不会轻易让你得到这等大机缘 不过在借受的威蕴和给你一大机缘面前 我相信他最终会做出最佳选择的 其实我都很羡慕你 可惜羡慕没用啊 罗锋心中暗自疑惑 这座山客的话中总是有深意 他能有如今的成就 断东和一脉传承 禁止世界封号任务 这应该都算是出乎座山客意料之外的 这也令他拥有了极为可怕的实力 老师 你弄出燕神族一脉 弄出我地球一脉 不知为何 弟子心中一直心存疑惑 老师带弟子有大恩 只要老师吩咐 弟子自然会竭尽全力 罗锋 你看周围 罗锋环顾周围 货船周围便是被寒气避开的炽热火焰 那些火焰都在震颤 无形的威压时刻笼罩这里 那是原始宇宙本源意志的威压 显然本源意志已然降临 他因座山客说出的一些话而愤怒 可他却没有任何办法 本源意志笼罩 有些话我能说出来 而有些话我想说也说不出来 就像在宇宙海无法说出超越真神网上的一些传承讯息 不是我不说 是我现在无法告诉你 这牵扯到远古文明 牵扯到整个宇宙海最大的秘密 必须到了适当的时候 我才能告诉你 什么是适当的时候 你的实力我很满意 可现在不是适当的时候 不必多问 问了我也不能说 牵扯到远古文明 牵扯到宇宙海最大的秘密 对 罗锋早就认定座山客和晋国有关联 那我就随时等候老师吩咐了 你且记住 别小瞧接受 你用磨砂族分身前往接受巢穴 是很明智的 你的实力还没到巅峰 其他真神们都到极限了 想要突破都难 可你一旦成为真神 还会有一个实力跨越期 所以 现在别把赌注都赌上去 等你成真神 那时才是你最强的时候 去吧 记住 谨慎 这是宇宙海内 最凶险的战争 是 片刻之后 祖神秘境 祖神宫内 一身白袍的罗锋漫步而入 宫门口的守卫也不阻拦 他们自然认得出罗锋 三位祖神早就吩咐过 银河领主可以随时进入 三位 罗锋走进大殿 目光一扫 大殿上的三座王座上 正是三位祖神 亿万纪元过去 这祖神教的三位祖神 也已然成了真神 毕竟他们三个能被选中当祖神 本身资质就极高 而且受到本源意志偏爱 现在原始宇宙内各族大量 真神诞生 若是三位祖神都不是真神 那不是笑话 我的要求 想必本源意志已经知道了 唉 你坚持要提那要求 虽然我等不清楚 你要求的详细讯息 可显然 本源意志已然有些不满 你还坚持 是 不满 本源意志不满 反观罗锋何事 那本源意志镇压了元族 整个人类都不满 就像座山客所说 不必怕本源意志 本源意志一切都得遵循这规则 即使面对介受 都得靠罗锋他们来应对 其实意识进入原始宇宙本源 仿佛自己化为原始宇宙 而后毁灭原始宇宙 诞生原始宇宙 听起来很玄妙 可罗锋不至于 座山客说什么 就相信什么 毕竟要意志进入本源之地 最起码也得弄出神力化身 进入本源之地 一旦原始宇宙毁灭 同时要杀死罗锋 完全可以攻击神力化身 灵魂灭杀罗锋 所以这个要求 其实是有危险的 罗锋之所以答应 是因为段东和一脉三大绝学之 不死和 等成了真神 自己肯定会炼成不死和 留下血液等为后手 即便真的遭到原始宇宙黑手 也能再度复活 当然这仅仅是最糟糕的情况 那本源意志一切得遵循法则 自己也没有挑衅他 应该不至于被灭杀 当然 要感受原始宇宙毁灭和诞生 是得等到一个轮回时代结束 原始宇宙才会毁灭 且再次诞生 总不可能因为罗锋而提前毁灭 而且罗锋自己都没有成为真神 也不会希望原始宇宙毁灭 既然你坚持 虽然要求很苛刻 但只要银河灵珠你 真的杀死所有的解收 不让原始宇宙受到侵害 本源意志答应 不但放出原祖 还答应你那要求 当然那要求 必须等这一轮回时代结束时 才能实现 本源意志答应的一切 自当受运转法则约束 定不会欺骗 我相信 宇宙海的三大轮回时代 要选出先锋 先去接受巢穴冒险 这是极危险的 所以自然各种扯皮 为啥必须得我去 为何他不能去 我可是我这一脉族群的希望 我一旦陨落 我整个族群都完了 内部的讨论利益的妥协等等 怕要花费数年乃至更久 才能最终决定 这也在罗锋意料之中 而且相对万亿纪元 数年实在太短暂了 也不急 就在宇宙海内部讨论决选时 借受摩罗萨 却已经悄然出了清风劲 这就是混沌气流 在朝鲜内 可没这么充裕的混沌气流 无处不在 一个高大巍峨通体黄金色 有着一条尾巴的巨汉 站在混沌气流中 他全身穿着古朴夹凯 身体线条那般完美 他的两只血色眼睛闪烁着胸光 借受环顾周围 他此刻的形态 是宇宙海族群常见的形态 而且有着神力气息 乍一看还会以为 是宇宙海哪一族强者 借受张开嘴巴猛地一吞吸 顿时大量混沌气流 疯狂涌入他的身体 一时间周围仿佛化为了黑洞 大量混沌气流不断涌入 硬是整整吞吸了约一天 他才终于停下 摩罗萨很是满意 像清风界内虽然也有混沌气流 可那吸泊到几乎忽略的地步 真是舒服啊 虽急不上吞噬其他假货的无尽快感 可至少能随时吞吸 只是吞吸着混沌气流 增长实力太慢 借受摩罗萨一脉步 直接开始了超远距离瞬移 在这宇宙海闲逛起来 他有镇家王球岩祖神提供的宇宙海图 自然不怕迷失 而且他们每一头戒兽之间 都会有着无比强烈的感应 即使迷失也能去找到其他戒兽 在宇宙海中肆意地游荡 半个月后 金灿灿雄壮高大的戒兽摩罗萨尾巴甩动着 站在虚空中 摇摇看着前方那巨大的小型宇宙 整个小型宇宙直径达到一亿光年 何等大 摩罗萨的血红双眸中满是炽热疯狂 死死盯着远处的小型宇宙 他的尾巴疯狂甩动着 显然处于极度兴奋当中 我太好吃了 我能感应到这小型宇宙的宇宙本源 那是何等的美味啊 单单感应别让我站立 介兽摩罗萨无比激动 他曾经吞吃过其他介兽 可以说那是绝对的享受 可是此刻单单感应到 眼前小型宇宙本源散发的美味气息 便让他难以自控 这绝对是不亚于吞噬其他介兽的绝美享受 介兽摩罗萨心中在嚎叫 可他的智慧让他忍住了 吞噬 吞噬 原来小型宇宙竟然是这般的美味 按照那两个蒲丛说的 在宇宙海中有众多的小型宇宙 还有圣地宇宙 以及原始宇宙 我现在实力还很弱小 小型宇宙的本源 抵抗力最弱 我吞噬起来速度最快 要吞噬起来 要吞噬圣地宇宙 估计要慢得多 吞噬原始宇宙 估计最慢 不过 那原始宇宙的本源 却最是无穷无尽 眼前这小型宇宙 按照宇宙海地图 是第一轮回时代的一个 很一般的真神的小型宇宙 最有威胁的 是那银河灵珠 至于这个真神 很普通 就拿他当我的 第一个美食吧 介受摩罗萨思考了一下 觉得眼前的小型宇宙 主人应该是软柿子 所以决定开始吞吃 无尽的混沌虚空 介受摩罗萨站在虚空中 之前的神力气息 进阶消散 化为了一阵阵邪恶的 黑色气流 一阵阵黑色气流 环绕在介受摩罗萨周围 同时一道道泛着黑芒的光线 以它为中心 划过一道道弧线 朝前方那小型宇宙 笼罩过去 一道道泛着黑光的光线 以介受为源头 不断发出 划过一道道弧线 延伸向整个小型宇宙 原本那些光线 还能清晰可见 当延伸出上亿光年后 便逐渐模糊 乃至消失 仿佛和虚空化为一体似的 介受摩罗萨全身微微站立 情不自禁闭上双眼 露出享受之色 一道道璀璨光滑 不断沿着那些曲线 从上亿光年外迅速传递来 然后融入到源头 介受摩罗萨体内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便将工作室制作 第1233集 这 这就是宇宙本源的滋味 真是太美味了 如果贝蒂知道 恐怕它也会立即冲出来吧 宇宙海一共才这么点 小心宇宙 全部吞时光也要不了多久 完全有足够时间 在返回超学 我太明智了 这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 否则这些美味 我就无法独享了 魔罗萨 借受魔罗萨尽情地吞噬着 一道道璀璨光滑 比彩虹颜色还要繁多 沿着那些曲线 从上亿光年外迅速传递过来 不断涌入 借受魔罗萨体内 尽情地吞噬 魔罗萨甚至都恨自己 为何这么弱小 若是将其他借受 进界吃光之后 自己成为最后的王 恐怕吞吃这种小型宇宙 要快得多吧 按照两个普通的讯息 这座小型宇宙 是第一轮回时代 叫火虫珍珠的小型宇宙 属于在宇宙海中 非常普通的一个真神 不在那八大顶尖枪者之内 借受魔罗萨也明白 自己吞吃宇宙本源 一定会被火虫真主发现 这是火虫真主的小型宇宙 是他的根本 一旦小型宇宙破灭 他虽然不会死 却也再没有超脱轮回的希望 而且实力也会衰弱 并且他的小型宇宙内的 其他生灵会全部陨落 这一颗小型宇宙内 火虫族在第一轮回时代 远没有神眼族 海族那般耀眼 仅仅只出了一个真神而已 在这火虫真主的小型宇宙内 分为众多位面 其中最核心的位面 便生活着大量的不朽 宇宙尊者 宇宙之主 以及唯一的真神 整个火虫族最高存在 火虫真主 在核心位面中 那最是耀眼的祖殿 便是火虫真主的所在 祖殿深处 火虫真主盘踞在那儿 沉睡着 在沉睡中 他能够最快地去感悟 去提升 祖殿内一片安静 谁也不敢来打扰 终于 那全身泛着灰色的 火虫真主睁开眼 他的数百个提爪 也撑起身体 那一节节身体上 则是有着一层灰色夹开 火虫真主面部满是褶皱 褶皱中的一只毒眼 犯着疑惑不安 这种感觉 他从未遇到过 这是 小型宇宙 本源 火虫真主 很快便发现了问题所在 整个小型宇宙的本源 维持着整个小型宇宙 存在的本源 蕴含着最核心 最神秘力量的本源 竟然开始衰弱了 仿佛有什么 在吞吃着本源中的能量 这速度很快 不过小型宇宙何等大 他的本源虽然在不断被吞吃 可三五分钟影响还不大 估计按照这样的吞吃速度 十天八天 自己这小型宇宙本源 就将完全干涸 整个小型宇宙都将会直接崩溃 不 确实不 我的小型宇宙本源 为何不断在损失 到底是什么原因 从没有真神 遇到过这种情 火虫真主忽然愣住了 他想到了 在亿万纪元之前 也就是第四绝地 禁之世界刚刚出现没多久 那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便通过三位祖神 公开说出可怕存在戒兽 当时便提到 这戒兽能够毁灭一切 吞吃一切 难道是戒兽 戒兽在吞吃我的小型宇宙 火虫真主真的吓住了 他虽然有诸多威能绝招 可能成真神的个个不一般 他只是普通一员而已 甚至他连机械流宝物都没有 在禁之世界 魔力了百万纪元 他就吓得逃出来了 当然 他也有三件 至强至宝在身 没听说过介绍 出现在宇宙海 难道他第一个对我下手 火虫真主慌了 随即强定下心 仔细感应 那巨大小型宇宙的魔壁 都在澎湃着一阵阵 宇宙本源之力 强大的本源之力朝外澎湃 很快便感应到了 异种能量存在 火虫之主瞬间转头 看向远处一个方向 目光仿佛通过祖殿 看到了宇宙之外似的 就是那个方位 所有宇宙之主 速来 火虫之主猛的一声大喝 声音瞬间在小型宇宙内 火虫族的每一个宇宙之主耳边响起 顿时一鸣鸣 宇宙之主迅速朝祖殿赶去 通过传送顺移等 仅仅十秒不到 所有宇宙之主 都已经到了祖殿外 然后一道飞向了大殿 一头头火虫族的宇宙之主 进阶飞入 十足 十三名宇宙之主 恭敬万分 这都已经是经过 禁之世界魔力后 剩下的十三位宇宙之主的 本尊或者分身化身 一开始各大势力 进禁之世界 现在绝大多数 都已经离开禁之世界了 火虫真主俯瞰下方 你等应该知道 戒兽的存在 我没时间多说 我怀疑 戒兽现在已经出世 并且 就在我族 小型宇宙之外 正在吞吃我 小型宇宙的本源 查案 你有异能量分身 无惧灵魂攻击 你便派驻你的分身 出去一趟 我送你到宇宙魔壁处 你出去后 只管沿着我送你的方向 瞬移出去 仔细查探 这是我火虫族 生死灭亡的时刻 不容丝毫大意 是 我死也会查清 同时 查案之主 在自己住处的 另外一个分身 直接被火虫真主 给直接一个大挪移 挪移到了宇宙魔壁外 那个方向 正是火虫之主 感应到 异种能量汇聚的方向 全身黑油油 头生两个紫色触角 全身有着假翘的 查案之主 迅速钻出了宇宙魔壁 看到了外界 无尽的虚空 当下 沿着火虫真主 挪移送来的方位 沿直线 朝外 进行远距离 顺移 一次次顺移 一次次认真查探 因为那些曲线 虽然很多 可混沌虚空 何等广阔 并且充斥着 混沌气流 距离远 距离远了 根本看不清 好诡异的感觉 查案之主越是顺移 越是感觉到无尽的窒息 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黑暗世界 他却不知 借受摩罗萨正在施展着天赋 吞吃着本源 而他正处于那些曲线笼罩范围 自然越是靠近 越加觉得可怕压抑 就是那方向 越是压抑 他越确定方向准确 终于 查案之主 黑油油的小个子 凭空出现在一片虚空中 一眼看到了前方 只见一道道曲线连接着远处一点 每道曲折光线上 都有着璀璨光芒 大量的璀璨光芒 仿佛沿着曲线 进入那源头一点 那是 查案之主一眼看到了远处的那一小点 那是一个全身金灿灿的高大雄壮的人形生物 有着一条尾巴 那生物正睁开血红双眸看过来 远处的生物看到了查案之主 脆弱而没微的食物 十足感应没错 就是他在吞噬着本源 他应该就是介绍 查案之主 查案之主并无畏惧 他来此 本就做好了死去的准备 即便这个分身死了 最多损失些能量而已 忽然 一道泛着黑光的曲线突然降临 猛地笼罩住了他 一股强大的吞噬之力 作用在查案之主身上 查案之主神体瞬间燃烧 而且施展学会的燃烧神力第一重秘术 竭力抵抗着 可仅仅抵抗数秒 便被完全吞噬 一个宇宙之主而已 太弱小了 那个所谓的宇宙害第一强者 银河领主 也只是宇宙之主 即便比这个小家伙 墙上千倍万倍 我都能瞬间捏杀 或许这宇宙害戈族 比我想的还要脆弱 小型宇宙内 祖殿之中 师祖 就是剑少 那方向的源头 就是剑少 那一头剑少 通体金色 高大无比 有这一条尾巴 以他为中心 散发这一道道曲线光芒 延伸向虚空 我感觉 就是那些曲线光芒 在不断吞噬着本源 我的分身 即便疯狂燃烧神力 竭力抵抗 可被他的一道道曲折 光线笼罩 很快 就完全被吞噬了 解瘦 真是他 必须通知整个宇宙海各族 单独我一个 恐怕抵挡不了 你们将接受出现在火虫族小型宇宙外的消息 进阶传给宇宙海各族 是 下方宇宙之主们也竭力开始传消息出去 此次必须得搬救兵 如今的银河圣地 堪称人类族群两大中心之一 一个中心乃是原始秘境 另一个中心便是银河圣地了 因为人类族群现在的强大 无尽优海也不必再留在原始秘境 所以被罗锋先挪移进神国 而后又从神国挪移到银河圣地 银河圣地有无尽优海 有六大真神 有上百宇宙之主 更有宇宙尊者不朽不计其数 更是宇宙海第一强者罗锋所在 整个银河圣地已然扩建 诸多宫殿群此起彼伏 其中有属于红的大片星空领地 也有属于火穷的大片星空领地 已然占领了近整个银河系 一身白袍的罗锋行走在 虚空狼道上 身后跟随着一名红色长发少年 看似少年实则乃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罗锋门下赫赫有名的超级天才 火穷真神 火穷 老师 我传你劫贩子一脉 又传你禁知世界树脉传承 你的天赋的确极高 密法也达到极高境界 只是你在意志上明显有缺陷 如今你的意志都仅仅只是真神级 作为一名真神 这样的意志太弱 弟子明白 罗锋也暗自感慨 他和红都乃是地球一脉 地球一脉的强者 只要真正杰出的在意志上都更加坚定 更加强硬 自己这二弟子这方面就差了些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234集 带得下一纪元 你便去禁之世界 我会给你安排 让你好好魔力意志 若是你意志提升到虚空级 我便开始传授你意志秘书 弟子定当竭尽全力 不让老师失望 他可忘不了 当他成了真神 而且在禁之世界经过魔力 自认在真神当中都属于顶尖 何等自信满满之事 对此 面对宇宙第一强者之名的老师 他也渴望切磋一番 当时罗锋一眼看出了他的想法 对他说道 你尽管施展所有实力 当火穷又是燃烧神力秘书 又是有机械流宝物在身 一切准备就绪时 罗锋仅仅一个眼神 只是看了一眼 火穷顿时觉得整个时空仿佛都消失了 只剩下那无比可怕的一只眼睛 瞬间淹没了一切 他直接轰然倒在一旁 昏迷了 一想到当初面对老师时 老师一个眼神竟让他昏迷过去 火穷对老师的绝学之一 一只秘书便又是震撼又是渴望 罗锋门下众多弟子 个个都知道他们老师 有一门强大的一只秘书 只是现如今没有一个得到过传承 按照罗锋的说法 不是不传给你们 而是你们的一只都不够修炼的门槛 这话何等打击人呢 老师 接受 接受 终于来了 远处一道身影出现 紧跟着化作流光迅速朝这飞来 很快便降临落下 正是一身黑袍的黑发男子 红 你也知道了 大哥 还有火穷 你们俩随我一道出发 前往火虫真主那儿吧 上次吃了接受的亏 没想到转眼就要接受出来了 恐怕正是因为我和同魔神的过去 才会让其中的戒兽 想到出来吧 真正交手才知 戒兽何等可怕 罗锋 这次要靠你了 先瞧瞧 谁也不知道这戒兽到底多强 走 罗锋当先走向星辰塔塔门 红和火穷也跟着进入 同时远处一道身影到达 正是磨砂族分身 也跟着一道进入 罗锋 仅剩万分 虽有诸多宝物在身 可论防御 星辰塔还是超强的 他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一起出发 即便磨砂族分身战斗身死 幽海分身也能将 磨砂族分身死后遗留的宝物 再吸引过来 混沌气流中 罗锋他们正乘坐着星辰塔 朝火虫真主那赶去 同时罗锋拿着传讯令牌 神爷 什么 你无法赶去 叶和 这戒兽出现在火虫真主 小型宇宙外 谁也不知 到底有多少头戒兽 来到宇宙海 说不定有好些头 一旦我们都出发赶去 火虫真主呢 其他戒兽 突然杀到我的小型宇宙 我无法撤回 这就糟糕了 我已经派出我族 两位真神赶去 此次毕竟出发现在戒兽 不必整个宇宙海 所有势力都赶去 罗锋也理解 像他的金角巨兽分身 就是留在原始宇宙内 而且罗锋随时 可以崩解一个分身 令分身在无尽幽海中 再度凝聚而成 九头 好 我也正在赶去 你的小型宇宙 和那火虫之主小型宇宙 距离也很近 你先到那儿 维持局面 我会尽快赶到 罗锋又和另外一名顶级强者传讯 宇宙海八大霸主 罗锋隐隐为领袖 他此刻迅速和其他一个个联系 此次 八大霸主 却是有三位都正在出发赶去 除了三位霸主之外 还有其他不少真神 比如人类族群 就有足足七位真神赶往 显然介受第一次出现在宇宙海 各大势力还是非常小心谨慎的 众多真神和火虫真主 小型宇宙的距离远近不一 有些较近 有些则是非常远 像罗锋是从原始宇宙出发 自然算是很远的 毕竟三大轮回时代中 第一轮回时代的 众多真神的小型宇宙 一般都已经离原始宇宙很远了 是分散在最远处的 连第一轮回时代的小型宇宙 彼此之间有些靠近 有些同样距离非常远 时间不断流逝 火虫真主小型宇宙的魔壁处 火虫真主蜿蜒的身躯 大半都出了魔壁 遥遥看着远处 它能够清晰感觉到 自己的小型宇宙的本源 在不断被蚕食着 这种蚕食是最根本的蚕食 想要恢复都几乎不可能 需要无比漫长时间 才能恢复一丝 这也是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如此惧怕的缘故 火虫真主满心焦急 可是他又不敢去 他连机械流宝物都没有 特别是麾下的查案之主 一个照面就被吞吃掉 这令他更加没信心了 在旁边还有着其他 一头头火虫族的宇宙之主 师祖 师祖 即使各方赶过来 也得从宇宙海各处赶来 需要时间 我们宇宙海第一强者 灵和灵主 更是要从原始宇宙赶来 短时间内 灵和灵主根本赶不到 离我们越近的 才能越快赶到 可离我们近的 却不一定会来 有些真神恐怕也害怕 自己遭受到戒兽攻击 虚空中 毅力在虚空中的戒兽摩罗萨 一道道曲折光线 渗透向无尽虚空 吞噬着远处 那一个小型宇宙的本源 真是胆小啊 自己的小型宇宙 本源被我吞吃 那个火虫珍珠 怎么可能不止 一开始就派出一个 宇宙之处来探查 现在却是一片动静都没有 显然是被我吓住了 根本不敢来对付我 看来 我太瞧得起宇宙海了 这宇宙海的客族 恐怕很弱小啊 接受摩罗萨无比畅快 他都做好战斗准备了 没想到等了好一会儿 火虫珍珠除了派个宇宙之主来查探一番外 竟没有其他动静 火虫 我已到 雪岚 你到了 我一直担心万分 这些真神 或是畏惧 或是担心自己的宇宙 血根本就没来 有些赶来的距离也远 雪岚 我的坐标是 马上就到你那里 雪岚师祖即将来这儿 雪岚师祖 雪岚师祖来这儿就好多了 雪岚师祖和我火虫族有些交情 遇到这事儿竟第一个大 以我们最近的其他三座小型宇宙 却是一个都未来 那些宇宙之主们感慨 只有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才能看出谁是真正的朋友 片刻 一座黑色的三角形塔楼 一个瞬移出现在不远处 紧跟着迅速飞行而来 而火虫真主也立刻迎上去 随即那三角塔楼停下 从中走出了一道巍峨的身影 他全身环绕着无尽的血色花朵 仿佛穿着一件盛装似的 他 雪岚师祖 当初晋之世界未曾出世前 有三位真神经常待在黑文石柱那 一个是被斥星主 一个是血蓝始祖 一个是横行魔神 待得晋之世界出现 血蓝始祖当然也去了晋之世界 经过一番魔力 也拥有了更强大的实力 论实力 他离八位霸主都不算太远 他最大的优势便是身体 作为植物生命 血蓝始祖拥有极为庞大的身体 此刻环绕着花朵的女人形态 不过是变幻的一个模样而已 并非原本模样 而且他当初长期在黑文石柱那儿 意志也是极强 血蓝始祖看了眼远处火虫族 一鸣鸣宇宙之主 疑惑地看向火虫真主 我 就我一个 其他真神距离远 还没到 银鸣鸣主 九头魔主 九幽真主 也在赶来途中 他们都在途中 那便等 等他们到了 一起行动 火虫真主私存着 觉得自己的小型宇宙本源被吞噬 再撑个四五天 肯定会元气大伤 但绝对不至于崩溃 而且他自己不敢单独上去和介受交手 自然也不好让血蓝始祖过去 时间一天天过去 对真神而言 一天是何等短暂的时间 一般他们不经意间 便是一个纪元了 所以过去感觉 宇宙海的一颗颗小型宇宙之间 距离还是很短的 可此刻火虫真主却是恨 为何小型宇宙之间距离那般远 若是他的小型宇宙 靠着原始宇宙就好了 这是被介受吞噬 小型宇宙本源的第四天 他依旧在魔壁之外 周围也有着其他四位真神 这四位真神 有两位是第一轮回时代 两位是第二轮回时代 火虫真主环顾周围 环绕着血色花的血蓝始祖 还有身材高瘦 却只是骸骨组成的骸族真神 以及那由水流构成的模糊身影 这些感到的真神 都只是看向火虫真主 并没有行动 诸位 那介受吞噬小型宇宙本源的速度非常快 现在 我的小型宇宙本源 已经被蚕食约一半了 再这么下去 即便我的小型宇宙能保全 本源损伤成那样 将来想要超脱轮回 怕是一点希望都没了 火虫 我们几个就去对付介受 若是我们能对付介受 那元氏宇宙本源一支 就没必要那般大张旗鼓 弄出那么多动静了 火虫 还是等等 等九头魔主来 九头魔主可是八大霸主之一 一起听九头魔主的 我们去 怕是无用啊 即便有些交情 可是和介受战斗 连罗锋都做好打算 让磨砂族分身战死 显然宇宙海各大强者们 都是非常警惕小心的 谁都不敢小觑敌人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之作 第1235集 火虫 你也可以自己去啊 小心点 躲在宫殿至枪至宝内 只要不出宫殿至枪至宝 保命应该不成问题 此次共有三位霸主赶来 分别是银河领主 九幽真主 九头魔主 其中银河领主和九幽真主 都是原始宇宙时代的 要赶来需要很久 相对而言 九头魔主则进不少 在借受吞噬小型宇宙本源的第六天 去 还是不去 去 还是不去 火虫真主已经陷入疯狂境地 他又是焦急又是担心 焦急自己的宇宙本源撑不了太久 可若是杀过去 担心立刻就丢了性命 周围加上火虫真主 已经有八位真神 已经这么久了 这么下去 十足怕是撑不住了 在旁边的火虫族 那些宇宙之主们也担心万分 可是和戒兽战斗 他们这些宇宙之主 根本插不上手 毕竟有了燃烧神力秘术 机械流宝物等等之后 却使得宇宙之主和真神 差距反而更大了些 百名宇宙之主都顶不上一名真神 整个宇宙海一共才多少宇宙之主 若是百万计 或许还有用 可现在这么点 注定了和戒兽的战斗 宇宙之主只能靠边站 主力还是真神 当然像罗锋这种除外 又有断东和一脉传承 又得到晋国一切传承 一人身兼两大绝顶传承 在远古文明 都是足以让不知多少强者 极度发狂的 耀眼的金色战船凭空出现 紧跟着化作流光直接冲来 看到这金色战船 包括火虫真主在内的八位真神 都是大喜 这九头魔主 九头魔主来了 九头魔主的战船 九头魔主 我一直就盼着魔主 战船上轰然走出了一道魁梧的身影 它有着类似人类的身躯 高大魁梧 同时脖子上却长着足足九颗不同模样的头颅 猙獰的九颗头颅 其他的八颗略小 正中央的头颅则是最大 正扫尸过来 它便是九头魔主 其实九头魔主原先的模样 乃是有着四体九头的异兽模样 可去了禁之世界后 发现禁之世界内 主要是分异兽和部落战士这两种 且部落战士中就有九头战士 于是九头魔主也变成了人形模样 九头魔主 我已和银河灵主九幽真主都谈过 他们俩从原始宇宙出发 且火虫真主又是第一轮回时代的 小型宇宙太过偏远 估计还要数日才能到 魔主 等银河灵主他们到 我的小型宇宙怕就已经崩溃了 即使没崩溃 也差不多本源干涸了 我宠真主 你之前以传讯告知我 这介兽的吞吃小型宇宙本源的速度 的确很快 短短八日左右时间 若是距离远些的小型宇宙 怕都来不及赶去 火族第一真主也说了 这介兽很是危险 最怕此次出现的不止一头啊 对 我也和神言谈过 魔主 再等下去 我 我 火虫真主真急了 在他身后的火虫族一群宇宙之主们也可怜巴巴地看着 他们都没有说话的资格 放心 银河和九幽他们俩短时间赶不上 我们自然不能再等 就得先出手一次 已经按照道理 现在离这一轮回时代结束还有好久 此刻的介兽也有不少头 这头介兽应该不会太强 我等联手应该能对付 即便对付不了 自保应该没问题 其他一个个硬道 九头魔主毕竟乃八大霸主之一 连幻心真神 同魔神两个去了介兽老巢都能逃命 更别提九头魔主了 我等和那介兽先交手 逼得那介兽无法分心去吞斥小型宇宙的本源 如此可拖延时间 等到九幽银河一到 再联手一举灭杀 对 是啊 我等拖延时间 九幽真主银河领主到了 我们便应定了 那好 我等一起行动 不过火虫真主 你便为先锋 先锋 这是你的小型宇宙 难道还要其他强者先杀 若是你不愿 我们也不急 在这等 任由那介兽吞吃 带得银河九幽来 一起行动 自然最是安全 我愿为先锋 那好 出发 各个乘坐宫殿至强至宝 只有同族的 像神隐族那两位真神 才会乘坐同一个宫殿至强至宝 而其他不同族的 都是乘坐自己的 随即便由九头魔主操控着 一起瞬移 朝目标前进 高大的金色身躯 猙獰的尾巴 以它为中心 散发着一道道曲线 延伸向虚空 正时刻吞吃着大量的宇宙本源 借受摩罗萨 惬意万分 他忽然一惊 施展开的天赋能力 所笼罩的区域 已然感应到那不断 顺移过来的一股队伍 那股队伍正不断朝他靠近 队伍中有九个强大生灵 借受摩罗萨的双眼掠过一丝凶残 终于来了 那般胆气 我还以为很弱很弱 现在看来还行吗 和真家王他们两个仆宗差不多 来吧 我还没吃过这些宇宙海生灵 忽然 随着远处一座座宫殿至强至宝出现 同时周围虚空进阶凝结 显然空间封锁 再也无法顺移逃走 九头魔主率领着这批真神抵达 一个个一眼就看到了 远处那高大魁梧的金色身影 九头魔主 血蓝十足等一个个 都不敢有丝毫大意 那就是戒兽 你们就是宇宙海的真神 要来杀我 远处的戒兽全身发出一道道曲折光线 渗透向虚空 同时他大笑着 笑声响彻在这一片虚空 而对面的九头魔主等真神们 则愈加警惕 火虫真主 你先上 火虫真主心中发苦 可也没办法 毕竟此次被吞吃的 是他的小型宇宙本源 火虫真主 火虫真主当即驾驶着一艘战船 呼啸着冲向远处那高大的戒兽 戒兽 你不待在巢穴中 竟敢出来 还敢吞吃我的小型宇宙 真是找死 他因愤怒而咆哮 咆哮声如雷传地而出 同时 那战船化作耀眼光芒 直接撞击向远处地借受摩罗萨 面对战船的撞击 摩罗萨躲都没躲 战船的船头 直接撞在他的身体上 令他的身体仿佛 橡胶凹陷下去 紧跟着又复原 直接将那艘战船给震开 哼 原来我吞吃的 就是你的小型宇宙 可怜的美食 你都不敢出来和我交战 火虫真主 还不动手 让火虫真主当先锋 就是要试验出 这头戒兽的一点虚实 若是一直躲在战船内不出来 虽然安全 可也探测不出虚实 这一传讯 顿时让火虫真主又急又怒 他看向外界那戒兽摩罗萨 眼睛在冒火 他恨哪 一切都是因为这戒兽 戒兽 该死 火虫真主猛然一咆哮 哗的一声 身体游动着迅速便窜出了战船 他的身体蜿蜒且长 有着数百体爪 每一体爪都无比锋利 是天生的武器 他又专门配备了适合的 他的巅峰战力 神力燃烧秘书 萌萌白光笼罩周围 正是领域类至强至宝 死去吧 火虫真主完全疯狂 这一刻周围的虚空都显现出了模糊 猙獰的幻影 直接窜向那戒兽摩罗萨 戒兽摩罗萨却是张狂的笑着 忽然一股狂暴的可怕灵魂冲击 瞬间冲入火虫真主体内 这强大的灵魂攻击 顿时令火虫真主一声哀嚎 原本正施展的攻击也被打断 而戒兽摩罗萨却是张狂的笑着 身体上瞬间长出一条条手臂 足足数十条手臂 直接朝着火虫真主拍击过来 火虫真主虽然哀嚎一声 可也强忍着依旧迎上 他的每一个提爪都是可怕的武器 每一道爪光都撕裂虚空 带着无尽危能 接受摩罗萨的手臂和火虫真主的提爪 一次次碰撞 杀得疯狂无比 火虫真主在我们宇宙海的真神中实力算是普通 没想到差距似乎不大 也不奇怪 当初原始宇宙本源一致 便让真神和剑兽战斗 那火虫真主虽然没机器留宝物 可灵魂至枪至宝 战甲类 领域类等等都是有的 论近战 他可比同魔神要强不少 而且 同魔神和魂心真神当时是被三个剑兽同时攻击 现在我们遇到的才仅仅只是一头剑兽 对 而且剑兽巢穴中彼此吞吃 剑兽们肯定是有强有弱 这逃出来的剑兽恐怕是较弱的 火虫真主 不和 魔主 我一和他厮杀 他吞吃我小星宇宙本源的速度立即锐剑 锐剑到几乎可以忽略的地步 显然吞吃小星宇宙本源 他必须竭尽全力无法分心 一分心和我厮杀就没法再吞吃了 而且他的实力比我强些 应该和血蓝始祖相当吧 只是他的灵魂攻击非常强 让我极其难受 并且和他厮杀的时候 他散发的力量 时刻在消耗我的神力 挡都无法挡啊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236集 还有 和我厮杀 他的力量也在消耗 就好像我们的神力一样 他拥有的 和我们截然相反的力量 我估计 一旦消耗光 他也得死 只是不知道 他的身体 到底拥有多少能力量 九头魔主得到消息后 略以私存 他乃八大霸主之一 按理说 即便到了后期 遇到最强的戒兽 应该也能抵挡一会儿 否则的话 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就没必要让他们拼了 一起上 所有真神一起行动 其他一个个真神听到命令 也不抵触 既然是众多真神一起行动 自然不怕了 当初幻星真神和同魔神 便是一起行动的 他们这么多 其中还有九头魔主 怕什么 杀 杀死这戒兽 我等联手 杀了这戒兽 虚空中出现了一座 白光蒙蒙的大门 大门缓缓开启 一道道黑色丝线 瞬间从那大门中射出 几乎是一瞬间 便到了戒兽摩罗萨面前 虚空中也出现了 两条缠绕着的金光 两道金光彼此缠绕 宛如剪子 绞杀一切阻碍 直接绞杀向那戒兽摩罗萨 一朵朵血色花朵 凭空浮现 朵朵飞出 朝那戒兽摩罗萨 笼罩过去 无形的灵魂攻击也降临过去 一瞬间 各个真神在飞行过去的同时 就开始施展出一些远程手段 攻击向那戒兽摩罗萨 瞬间被多名真神攻击击中 戒兽摩罗萨痛苦的一声丝毫 他那能量凝聚出的金色铠甲 甚至宛如被腐蚀了 出现了一个个泡泡 他自己的力量 在疯狂抵抗着这些神力 彼此抵抗湮灭 摩罗萨扫失周围 先是轰飞旁边纠缠的火虫真主 愤怒伺候 你们嫉妒我了 真神们却根本不理会这戒兽摩罗萨 同时他们也不会真的以为这戒兽是愚蠢的 一个诞生下来就注定代表着毁灭的可怕存在 绝对不可轻视 他们自然得一个个竭尽全力去攻击 唯有九头魔主在观察着 并未发动他的攻击手段 死了吗 戒兽 你还是死吧 真神们一个个环绕着戒兽 开始施展手段 最耀眼的当属血蓝十足 血蓝十足神体威鹅 同时释放出一条条藤腕 每一条藤腕上都有着黑色流光 这是他专门在禁制世界弄到了一套机械流宝物 好配合他的手段 一道道黑色流光藤腕迅速延伸过去 疯狂缠绕向远处的戒兽摩罗萨 或是近战或是远攻或是束缚 被一群真神围攻 戒兽摩罗萨也感到有些扛不住 还想隐藏实力将这群真神都拥护过来 没想到其他几个竟然这么强 他被围攻的也是有些惊恶 因为血蓝十足等实力明显高过火虫真主两三个层次 瞬间逼迫的戒兽摩罗萨也疯狂了 八名真神围攻 最强的九头魔主则是观察那戒兽 实力的确很强 竟然在八名真神围攻中 仅仅略处下风 就算是我和宇宙海八大霸主比 也仅仅稍微弱上一筹而已 再让戒兽成长下去 怕是将来除了罗锋 其他我们几个都对付不了戒兽了 现在杀了他 九头魔主观察片刻后终于施展手段 他的九个头颅同时怒吼 九个不同的面孔瞬间发出诡异不同声音的怒吼 一瞬间在虚空中便出现了一道道扭曲的通道 九道扭曲的通道彼此缠绕 形成了诡异的图案 直接照向那头戒兽摩罗萨 受死吧 怒吼之后 九头魔主全身瞬间浮现光芒 通体变成紫色 正是机械流宝 九条扭曲的通道组合成诡异图案降临 令戒兽摩罗萨真的疯狂 他猛然抬头张开嘴巴 没有任何声音 那无声的尖叫却直接钻入围攻他的每一个真神的灵魂中 正爆发欲要冲上前的九头魔主都是瞬间一顿 而其他八个真神各个露出痛苦之色 虽然极痛苦 其他六位还能勉强攻击 可其中有两个甚至痛苦的丝毫无心再去攻击了 食物就该是食物 戒兽摩罗萨猛地转头 死死盯着那火虫真主 原本以戒兽摩罗萨为中心 延伸向虚空的一道道曲线 忽然足有大半曲线猛然转向 疯狂缠绕向火虫真主 大量的曲线瞬间笼罩 令火虫真主一瞬间就化为了一道茧 一道道曲折光线彼此纠缠 围绕着火虫真主形成了残茧 这一残茧同时散发着黑色雾气 残茧中的火虫真主疯狂在挣扎 只见残茧猛然鼓起 突然又另外一处鼓起 一处处接连凸起 黑色雾气却是弥漫更加强烈 救出 救火虫真主 愤怒的九头魔主怒吼道 同时他的神力迅速燃烧到极致 化为耀眼无比的金光 直接杀向那介兽摩罗萨 介兽摩罗萨也知 这九头魔主不好惹 乃是宇宙海八大霸主之一 他再度张开嘴巴 无声 那无声尖叫只针对九头魔主一个 九头魔主略微一顿 可紧跟着又继续杀过去 作为八大霸主之一 意志方面自然不能是短板 虽然无法和罗锋比拼 可他的意志也达到了虚空真神极限 受到这无声尖叫冲击 虽然感觉到剧痛 却完全能忍下 九头魔主的双手中有着金色的利爪 这一对利爪乃是机械流宝物 接受 刺利 九头魔主咆哮 顿时他的双手利爪猛的变大 变成了百万公里大的一对利爪 划过虚空沿着玄妙轨迹彼此勾动 一时间整个虚空仿佛分成了一黑一白两面 而他的利爪则是操控着两面虚空 直接降临向那介兽摩罗萨 摩罗萨的其中两个手掌猛然迎出 迅速膨胀变大 那一对金色的利爪瞬间撞飞手掌 直接抓住摩罗萨的身体猛然一撕 这一招撕裂乃是九头魔主的攻击精华所在 可是摩罗萨的身体却仿佛橡胶 被似的朝两侧拉长了千万公里 依旧未曾断开 你就是九头魔主 我让比其他事物要强奸 可是没用的 你杀不了我 救我 救我 远处那巨大的黑雾残碱不断冒出突起 里面的火虫真主正在疯狂挣扎 同时借助领域类志强至宝传音 你们攻击那黑雾死碱 好 交给我们 其他七名真主听到命令后 立刻疯狂攻击那黑雾残碱 一时间各种绝招都一一施展出 轰击在那黑雾残碱上 可是黑雾残碱无比坚韧 每一次轰击 也仅仅只是让残碱时而凹陷 时而拉长 却根本无法弄破 并且黑雾残碱一道道黑色光线 正和远处的介兽摩罗萨相连 介兽摩罗萨正维持着残碱的存在 九头魔主 这黑雾死碱能疯狂湮灭我们的神力 且无比坚韧 那介兽应该在提供这力量 令那力量和我们不断抵消 我们根本攻不破这残碱 我们从外面无法攻破 那也不可能容易点 破 黑雾残碱中的火虫真主疯狂怒吼着 轰的一声 残碱猛然扩大 不断扩大 扩大了足足十余倍 内部的火虫真主 显然疯狂歇斯底里了 可就是无法破除 诸位 他在疯狂吞噬着我的神力 不断吞噬 他的能量 不断不减少 反而更在增加 不过我正在接力抵抗 燃烧神力和他抵抗 他必须用他的力量来压制 彼此烟灭 刚才诸位从外面攻击着黑雾丝碱 我感觉到他的抵抗明显减弱了 诸位继续攻击 攻击着黑雾丝碱 这黑雾丝碱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无需用其他方法 其他方法攻击效果不大 只管用神力 知名和他消耗 令他供应不及 即可令这黑雾残剑崩溃 外面的包括九头魔主一听 个个觉得有理 只是神力对每个真神都很重要 通过机械流宝物 完全能够令一分神力发挥出百分千分的战斗力 若是直接用神力去消耗 那根本就是浪费 对一些身体小一些的真神 自然得犹豫 给我消耗他的力量 好 血蓝始祖第一个领命 大量的花朵藤瓣延伸过去 疯狂纠缠那黑雾残碱 大量的神力直接攻击 宛如烧红的火钱送到水里一般 神力和那黑雾残 残剑顿时疯狂消耗着 黑雾残剑内的火虫真主也在竭力反抗 诸位一琴 一致竭力 只要令他撑不住 残剑就破了 只需要片刻即刻 其他犹豫的真神彼此相视 当即咬牙 也释放着浩浩荡荡的神力 直接冲击过去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37集 内外结合 八名真神结合 所有神力浩荡一次冲击 顿时呢 接受摩罗萨浮散开的一道道曲折光线 进阶缠绕向黑色残剑 此刻 没有一道光线渗透向虚空 而是进阶缠绕着残剑 显然全力以赴 仅仅数秒 黑雾残剑轰然破裂 狼狈不堪的火虫真主 从中冲出 火虫真主无比惊喜 也无比后怕 他的神力可是已经消耗七成之多了 那黑雾残剑吞噬速度实在太快 远处彼此交手的接受摩罗萨 九头魔主正杀得疯狂 九头魔主仗着那一对金色的机械流巨爪 完全压制着戒兽摩罗萨 可是戒兽摩罗萨也是时而发出无声灵魂冲击 能轻易逃脱出九头魔主的攻击 火虫真主 本想将你吞吃掉的 没想到你竟能掏竹 那你就直接去死吧 戒兽摩罗萨的身体猛然震荡 原本黑雾残碱粉碎后分散开的一条条曲折光线猛然大亮 变成耀眼的一道道黑色光线 这些黑色光线不再曲折 而是进阶聚集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黑的发亮的光柱 这条黑色光柱 凤然直接冲击在那火虫真主身上 攻击速度之快 火虫真主都无法逃避 肉眼可见 火虫真主身体开始一部分一部分的逐渐消失 疯狂湮灭 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 此刻正在湮灭 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 可是借受摩罗萨拼得起 刚才就吞吃了火虫真主大量的神力 更别说又吞吃了过半小型宇宙本源 只是一时间无法消化转化为自身的力量 暂时储存着而已 自然不怕对号 不 火虫真主欲要飞向他的那艘战船 大惊的血蓝十足也是连忙操控他的藤蔓 欲要阻挡那黑色光柱 想要让自己去帮忙抵挡 停下 湮灭速度太快了 黑色光柱和火虫真主碰撞 令他的身体一部分一部分消失 在各方欲要阻拦时 借受摩罗萨再度仰头发出无声冲击 一时间各个真神受到影响 受影响较弱的九头魔主 则是距离火虫真主较远 不 不 不 火虫真主竭力朝战船飞去 只要逃进战船就安全 可忽然那黑色光柱猛地流动起来 瞬间流动形成了黑雾残碱 再度将火虫真主笼罩 令他无法逃脱 脱开 血蓝始祖的血色藤腕花朵终于飞来 黑雾残碱凭空消失 原本内部的火虫真主也同样消失 只遗留下一些兵器铠甲等宝物悬浮在虚空中 另远处的九头魔主血蓝始祖等一个个错愕 火虫真主 陨落了 整个小型宇宙开始震颤 空间开始出现裂痕 开始崩溃 火虫族的那些宇宙之主们 还有所有宇宙尊者不朽乃至普通生灵 凡是生活在这颗小型宇宙中的一切生灵 瞬间进阶陨落 虚空中的戒兽摩罗萨却没有喜悦 有的只是愤怒 消失 消失了 杀死了火虫真主 他的小型宇宙温元 将然直接消散回归宇宙海 我的美食 我的美食啊 早知道便不杀那火虫真主了 后悔 戒兽摩罗萨无比后悔 吞吃一颗小型宇宙本源所吸收的能量是极多的 比吞吃十名真神还多 可以杀死火虫真主 火虫真主的小型宇宙本源就立刻崩溃 回归宇宙海 他却得不到了 九头魔主他们一个个完全愤怒了 围着戒兽开始疯狂攻击 戒兽 我再杀一个真神 不就是又毁掉一个小型宇宙 那可是我的失误 我得先吃掉小型宇宙本源 而后再去杀真神 现在 还不能杀他们 戒兽摩罗萨 转头就逃 想逃 九头魔主等一个个真神攻击着阻拦着 令戒兽摩罗萨很是愤怒 因为周围的虚空进阶凝结 根本无法顺移 而单单靠飞行 那得飞多久 九头魔主他们完全可以一直跟随着他 令他永远逃脱不掉 星辰塔正在混沌气流虚空中前进 一身白袍的罗锋 手持传讯令牌 银河 火虫真主死了 不过我们现在不会再给他机会了 他正妄图逃走 可周围时空凝结 他怎么可能逃得掉 银河 我都能压制他 可是杀死他 恐怕代价会很巨大 说不定会再陨落一两位真神 所以我们也没太逼迫 只是令他无法逃脱 我们会拖延时间 直至你和九幽到来 好 那火虫真主是怎么死的 在你们面前 他竟然能杀死一名真神 九头魔主那边却沉默 没有讯息了 片刻后传来一条讯息 银河 解兽 解兽逃脱了 在解兽逃脱消失的第三天 在宇宙海的混沌虚空中 罗峰和九头魔主 血蓝十祖碰面了 至于其他几位真神 都返回自己的小型宇宙了 罗峰站在虚空中 他旁边站着九幽真主 身后便是火穷真神 红 到底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空间封锁了吗 你们八个真神围着 且周围空间封锁 想要瞬移都无法瞬移 那解兽又怎么会那么快就逃掉了 罗峰也疑惑地看着九头魔主 当时通过传讯令牌简单交谈 九头魔主却是说 通过传讯令牌说不清 得见面再仔细说 不急 此次和解兽一战 我战后仔细思考 又和血蓝交谈 发现有着诸多诡异之处 我一一和你们说 解兽论正常战力 其实并不高 这一头戒兽的实力 应该比血蓝稍微强些 比我要弱一些 可是这戒兽却有着一些诡异的手段 首先他能够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估摸这八天时间 即可将一颗小型宇宙本源完全吞吃掉 当然一旦战斗厮杀 他便无法分心再继续吞吃 这种吞吃手段 显然是接受独有的特殊手段之一 其二 他释放出的那些曲折光线 除了能吞吃小型宇宙本源外 还能吞吃真神 九头魔主摇摇一指 神力立刻在虚空中模拟出了之前的战斗画面 那黑雾残剑将火虫真主给完全包裹起来 任凭火虫真主如何挣扎都无法逃脱 你们看 在那黑雾丝剑中 火虫真主的神力不断被吞吃 即便火虫真主竭力抵抗 那黑雾丝剑蕴含的力量 也能和燃烧的神力彼此抵消 当时其他真神们也攻击 根本无法破开那黑雾丝剑 而后还是雪兰他们 对 我和其他真神放弃兵器攻击 而完全用神力扫荡过去 神力和那黑雾丝剑疯狂对号 这才破开黑雾丝剑 显然若是单独一个或者两个真神 一旦碰到戒兽被困住 那黑雾丝剑可大可小 时刻困着 想要躲进宫殿至宝都没一次机会 戒兽不会给一次机会 我估计 黑雾丝剑不至于兵器攻击无效 只能说攻击强度还不够 否则当时 他就该直接用这招困住威胁最大的我 而不是困住实力弱的火虫真主了 对 可接受这招黑雾丝剑 依旧不可小觑 九头魔主指向虚空 虚空中画面变化 那些黑色的光线形成一条黑色光柱 直接冲击火虫真主 令火虫真主身体迅速一部分一部分消失 黑雾丝剑破碎后 又迅速化为黑色光柱 直接侵蚀火虫真主身体 当火虫真主欲要逃进战船 我们各方欲要阻拦时 一开始借手是透过灵魂攻击 影响我们各方 黑色光柱 黑色光柱依旧是疯狂侵蚀 可就当火虫真主欲要逃进战船时 那黑色光柱 却是突然又化为黑雾丝剑 再度将火虫真主给包裹 很快 火虫真主便死了 很显然 那黑色光柱随时可化为黑雾丝剑 即便火虫真主将战船带在身边 黑色光柱恐怕就会立刻化为黑雾丝剑 实力弱的真神 一旦被黑雾丝剑困住 无法逃至宫殿至强至宝内 即使暂时破开 黑色光柱也能再度化为黑雾丝剑 当时要救火虫真主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当时其他真神时刻维持神力冲击 令戒兽无法形成黑雾丝剑 直至火虫真主逃进宫殿至强至宝内 很可怕 黑雾残剑黑色光柱再转黑雾残剑 这一招简直可以循环下去 逃都没法逃 这是他最狠的一攻击手段 无尽束缚侵蚀 第三点便是他的灵魂攻击手段 一旦施展 灵魂冲击下真神及意志甚至疼痛到无法再继续攻击 虚空及真神意志 怎能保持清醒 可依旧影响实力施展 唯有达到虚空极限 受到影响才很小 最后便要说他逃跑的手段了 你们自己看吧 旁边虚空中顿时出现了画面 那高大的介兽摩罗萨忽然一声嘶吼 全身皮肤表面开始浮现出了一层黑色围边 金色围骨的图纹 足足有99个图纹出现 紧跟着轰的一声 介兽摩罗萨身体迅速分裂成99道流光 分别朝不同方向超高速飞去 速度迅速飙升 千倍万倍光速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38集 啊 当时 我们八个真神又不敢完全分开 担心被个个击破 所以是分成两路 我为一路 雪兰他们七个一路 分别追着其中两道流光 我们一直追着 可刚追了一会儿 那两道流光 就都凭空消失了 介兽也就这么消失了 身体分解 身体分为九十九份分开逃 而且后期有两份凭空消失 那么一旦逃出去 其中任何一份身体都能为主 其他九十八份都分解消散 汇聚到这一份当中 凝聚成戒兽 我们也是如此想的 有这么一招 我们怎么杀他 难 诸位 没这么简单 他有这么厉害的逃跑手段 为何仅仅杀了火虫真主就走了 九头魔主仅仅是质押他 他想走就走想杀就杀 为何没继续杀 对 我们后来思索了下 他也发现这一疑点 一切局面接在他掌控中 单单凭他那一招黑雾撕剪的手段 完全可再杀我们其中一位真神 可他却杀了火虫真主后 直接逃走了 我和魔主谈过 我们认为这戒兽暴露出的手段 恐怕还不是他所有的手段 他本身战力不算强 可手段进阶诡异 黑雾撕剪 黑色撕险 灵魂冲击逃跑 这是他展露出来的 须知 他可没有被我们逼迫到绝境 说不定还有绝招为出 强者们都有习惯 总会有些狠招不到关键时刻不出 这是常理 戒兽 宇宙海孕育出的代表毁灭的可怕生物 这次感觉只是小事牛刀 又没逼急了他 他还有些特殊绝招可能性极大 难怪原始本源一直这么重视 仅仅一头戒兽就这么难缠 这才仅仅一头 戒兽巢穴还有更多 关键是 不知他还有什么手段 宇宙海的虚空中 全身金灿灿的戒兽摩罗萨正躺在混沌气流中 呼吸着混沌气流无比惬意 他的身体表面一阵阵黑光在流动 吃的太痛快了 一个小型宇宙本源我还没吃完 可已经很多了 比吃十个真神都舒服啊 我得好好转化下 将这些吞吃的都转化为我自己的能量 那样我就能变得更加强大了 这个呢 是我 都会增加 这么吞吃下去 我应该能变得 比贝迪还强大吧 到时候 其他戒兽 全部被我吃掉 我 将会成为 唯一的王 整个宇宙海 一片风声鹤唳 戒兽突然出现 在九头魔主等九名真神围攻下 还杀了火虫真主 而后无比轻松地逃走 且他吞吃一颗小型宇宙本源 仅仅只需要八天左右 这让整个宇宙海 都拢上了一层阴云 毕竟距离远 像罗锋他们要赶过去 一颗小型宇宙都要好久 现在戒兽又突然消失 谁也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突然出现 谁也不敢说 自己是否就是下一个火虫真主 我们八个 分散开 一旦出现那戒兽 至少我们中的一个能迅速赶得 银河有两分神 一人即刻负责两块区域 原始宇宙的大批真神也得杀出 时刻准备 一旦戒兽出现 立刻赶往 必须一举灭杀他 宇宙海一片风声鹤唳 罗锋的三大分身 金角巨兽 幽海 磨砂族也都离开了原始宇宙 分成两路 其中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为一路 携带着星辰塔 事无与异等 拥有着超绝战力 而金角巨兽分身为另一路 仅仅带着机械流宝物 灵魂至强至宝等一些 对罗锋而言算不得珍贵的 这两路分别负责了 宇宙海中的两片区域 显然罗锋做好准备 一旦戒兽出现在 毗邻原始宇宙的区域 那金角巨兽分身 则立即崩解 在无尽幽海中 再度凝聚出一尊来 虚拟宇宙内单独开辟出的银河未面 一颗颗星辰璀璨 一座宫殿悬浮 宫殿前广场上 正恭敬地站着一名名人类强者 在最前方则是坐着罗锋 来自不同时期 不同种族的绝世天才们 个个都乖乖坐下 罗锋看着这群弟子心中唏嘘 在万亿纪元来 人类本就有大量种族 自然也出现大量天才 混沌城主也收了超过二十个 罗锋自然也收了十六个 而罗振尼和火琼自然是大弟子二弟子 这十六弟子有真神一位 宇宙之主十三位 宇宙尊者两位 有何疑问 问吧 罗锋教弟子 主要是让弟子自己摸索 在弟子觉得疑惑难以进步时 罗锋稍微一点拨 一般美国较长一段时间 罗锋都会一次讲授 所谓的讲授就是弟子提出疑惑 罗锋指点一下 老师 弟子以惊火为机 时空为辅 欲要创造一六阶秘法 可是怎么都无法成功 下方一名有着羽翼尖鼻子的弟子恭敬道 这是罗锋的九弟子 陈和 你将你能施展的都施展出来 哪里无法完善 也告诉我 是 随即 陈和转身看向远处的虚空 一翻手 手中便出现了一柄巨大的盾牌 随即一扔 悬浮在半空中的盾牌立刻变换 变为了一把巨剑 瞬间便撕裂虚空 呼啸着朝远处刺举 所过之处出现了一条金色火焰的异兽在咆哮着 时空都完全停滞 一切坟灭 远处的星辰都因此破灭树客 五阶顶尖 弟子竭力 可怎么都无法再尽一丝 关你施展的秘法 我已知你的想法 五阶顶尖到六阶 乃是根本性突破 极难 金之法则 火之法则 这两大基础法则 乃是相互辅助相互增议 拥有着莫测的威能 我施展一招 你好好参悟吧 罗锋随手一指 顿时远处虚空中出现了一条金色巨龙 这条通体宛如黄金打造的金龙呼啸着飞行着 忽然在一瞬间 整个金龙从尾部至头部迅速转化为炽热的红色火焰 从之前的金龙瞬间化为了一条火龙 承河顿时愣愣站在那名似图像 罗锋看向其他弟子 下一个 上万亿纪元 虽然神力路线上一直不成功 可如此漫长的时间 罗锋总不可能浪费 他自然也会去研究其他基础法则 因为罗锋清楚 真神要成虚空真神 最好是以金木水火土空间时间风雷电光线 这十大基础法则为根基 在万亿纪元前 他便创出水火之光 而在万亿纪元中 借助传承空间的修炼空间万倍时间加速 又阅读远古文明 晋国历史上的一些超级存在留下的传承 仔细研究十大基础法则的关联 现如今 十大基础法则 罗锋已经达到极高的造诣 单单类似水火之光的七阶顶尖密法 罗锋便创出了83种 八阶密法也有两种 至于八阶顶尖 却是无论怎么都无法创出 其实罗锋也该值得骄傲了 毕竟段东和一脉那两位伟大存在 包括三代祖师 都仅仅能创出一种八阶密法 所谓后积薄发 带得罗锋成为真神 自然会有一个惊人的跨越 在基础法则上 从五阶顶尖到六阶是一个门槛 到七阶又是一个超级门槛 到八阶更是逆天的门槛 能创出八阶的在远古文明 只要活着 个个都是至少称圣的存在 十六弟子受罗锋指引 个个无比欢喜 毕竟他们老师的造诣太高了 即便是真神 都无法这么轻描淡写地做到 将各种基础法则 信手拈来组合的地步 下方的弟子们忽然都忍不住说了起来 他们中大多数是宇宙之主 地位也够高 虽然无法掺和到和戒兽的战斗中 可还是会知道戒兽的消息的 族内消息传播 罗锋刚知道 他们也很快知道了 此次受课便到此 你等都细心参悟 明白罗锋驱赶他们离开 顿时一个个弟子都迅速站起 连之前沉迷参悟的弟子 也被旁边的师兄弄醒来 都恭敬行礼 拜谢老师 随即进阶消失离去 罗锋站在宫殿上 看着远处无尽虚空的一颗颗星辰 来了 它消失了三年多 谁也找不到它 现在又出现了 不过算你运气好 出现的区域 竟是绝合真神负责的一片区域 距离我比较远 宇宙海 混沌虚空中 一座星辰塔悬浮着 这星辰塔内 此刻除了罗锋 还有红火穹两位真神 他们都在默默守候 这兽已出现 我们现在立即出发 朝那赶去 它消失那么久 总算出来了 也不知道它消失那么久 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最担心 此次来的不止一头接受 不管怎么样 先去对付再说 绝合真神会最先赶到 海主会第二个赶到 我们差不多第三个赶到 大约需要三天时间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疆工作室制作 第1239集 介兽 弄得整个宇宙海都一片不安 各个自危 金色高大的身体 那猙獰的尾巴 介兽摩罗萨正站在虚空中 身体周围黑雾弥漫 散发着一道道曲折光线 曲折光线正延伸 渗透向遥远的虚空 直接笼罩向遥远处那一颗小型宇宙 一道道璀璨光滑 通过那一根根曲折光线 不断进入他的身体 好久没吃过 终于又迟到 真是美味啊 太舒服了 上次我吞吃的那个叫活虫真主的小型宇宙 虽然吞吃过半 不过也花费了好一会儿 这是一个叫横行魔神的小型宇宙 横行魔神在宇宙海中实力也算不错 比火虫真主强些 应该和上次跟我教授的血蓝十足相当 不过对我而言 依旧只是一道美食而已 果真胆怯呢 恐怕他们正在召集其他真神们 按照时间距离远的要十天才能到 距离近的可能快些 供摸着再过两天 恐怕就会有一只真神队伍来对付我了 横行魔神 算你运气好 在吞吃过你的小型宇宙本源之前 我是舍不得杀你的 所以吞吃了一天 该离开了 那颗小型宇宙的魔壁外 横行魔神正在那儿一脸忧色 任凭他如何嚣张张扬 可遇到令整个宇宙海都恐惧的戒兽 他也烦恼 戒兽 可恶的戒兽 竟然第二个就吃到我这儿 我也太倒霉了 雪兰那家伙 好歹和我在黑文石柱那儿一起待了那么长时间的 就说我是火虫真主第二 我就不信了 快来啊 快来啊 绝合还有银河 你们还不快来 比极了我 我就自己杀上去了 魔神 上次我们宇宙还没警惕 这次各方做好准备 绝合真是离之又近 很快就到的 此次一定能杀完那金兽 魔神可不能冒险啊 这些宇宙之主很清楚 他们这位恒星魔神有着冒险的个性 他们就怕恒星魔神冒险 恒星魔神一死 他们这些寄托于这小型宇宙的也得跟着死啊 怎么消失了 宇宙海混沌气流虚空中 一艘战船正在前进 在战船内的正是宇宙海八雄之一的绝合真神 而在另外一片区域虚空中 九层塔楼也在前进着 他们俩的目的地是一样的 便是那恒星魔神的小型宇宙 同时宇宙海中有不少强者都在朝那赶去 绝合真神 银河灵主 神眼真主 九头魔主 就在刚刚我的小型宇宙本源没有再被吞吃 我也乘坐宫殿至强至宝去看看 戒兽不在了 戒兽消失了 恒星魔神 你说他消失 他这才吞吃多久 这才仅仅一天而已就消失了 恒星 吞吃一天就消失 难道有真神和他交战 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强者和他交战 他没有遭到任何攻击 就吞吃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就无缘无故消失了 对 就是直接消失 九层塔楼内 原本还有着一丝笑容的罗锋 才接到这讯息时 脸色顿时变 这下麻烦大了 他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仅仅一天就消失 而且是在没有任何强者攻击他的情况下 说明他是自愿消失 如果是因为一些特殊原因 比如潮穴内出现动静呼唤他 他要着急离开也就罢了 可若是没有其他任何因素 他就离开 那便代表他更加谨慎 更加小心了 对 如果他吞吃这个小型宇宙一天 吞吃那个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这么一来 短短一天时间 我等如何赶得起 根本无法形成褒家围困 要杀他就更难了 这次吞吃一天 下次吞吃一天 同一个小型宇宙 被吃上七八次 怕就完蛋了 这比盯着一个小型宇宙连续吞吃 还要可怕 不急 先等等看 看他下一步怎么行动 看他的下一步行动即可确认 他是因为特殊原因 偶尔如此做 还是真的打算长期这么干 整个宇宙海 所有真神们都明白 介受这么干意味着什么 一个个担心起来 他们期盼 期盼着 只是因为特殊原因 才导致介受这样的 时间流逝 两个月 介受一直没有再出现 介受没出现 介受上次吞吃火虫真主的 小型宇宙 可是吞吃过半的 他完全能吞吃过多的 可这次才吞吃了一天 却消失这么久 说不定便是有重要事情 去什么地方了 上次仅仅吞吃一天就消失 或许就是有事情 真神们都渴望着最后一种情况 九头魔主罗锋 绝合真神海主等一个个 也同样如此期盼 毕竟面对手段众多的介受 他们也希望真神越多 联手应对才更好 转眼 离介受吞吃横行魔神的 小型宇宙本源 已过去半年 混沌虚空中 真是舒服 之前吞吃的那个属于横行魔神 小型宇宙的部分本源 我已经完全转化成我的力量 我的实力又降了一些 我实在太聪明了 在巢穴中 要杀死吃掉一头介受 是何等艰难的事 很久很久才能吃一头 而且还有被敌在那儿 而在这儿 这些小型宇宙就放在那儿 根本没有一点抵抗力 任由我吞吃 我的实力会不断增强 增强速度比被敌他们还要快 那时候我回去 定能成为最后的王 等那时 扫灭了一切小型宇宙 我再去吞吃了原始宇宙 该下一个了 选谁好呢 那几个最厉害的 暂时放弃 下一个就捅我神吧 随即 戒兽直接一个瞬移 消失在了这一片混沌虚空中 耗费了一天多时间 论瞬移赶路等 它要比宇宙海真神快得多 仅仅一天多的时间 便从远离众多小型宇宙的区域 赶到了同魔神那一颗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戒兽摇摇看着远处大概的轮廓 小型宇宙本源 最美味的食物 还能增强我的实力 开始吧 他伸出宛如青蛙舌头般的长蛇 舔噬了一下整个大嘴 随即他周围开始弥漫起黑色雾气 并且一道道曲折的光线 开始直接延伸向虚空 延伸不知多少光年 渗透进虚空中 随即便开始了吞吃 同魔神此刻正坐在神树树顶的一座宫殿内 这神树乃是他小型宇宙内最高最古老的一颗 当初他构架小型宇宙时 便是以这神树为中心构架出来的 同魔神猛地睁开眼 斑斓色彩的脸上露出金色 不好 戒兽来了 戒兽来了 戒兽在吞吃恒星魔神 小型宇宙本源一天就消失之后 半年后又出现了 这让整个宇宙海都紧张了起来 红魔神 应谨了 看这次那戒兽到底吞吃小型宇宙本源多久 你乘坐宫殿至强之宝直接过去 看紧他 诸位什么时候赶到 我可不是那戒兽的对手 他上次就和红去探了一次戒兽巢穴 那次他就受重伤 直至现在都没好 怎敢去和戒兽交手 当然乘坐在宫殿至强之宝内去探查探查 他倒是赶的 他清楚只要不出宫殿 则没事 放心 我们正在赶安 银河肯定去 靠近你的海主也会赶去 有着其他强者给底气 红魔神当即乘坐一艘灰色战船 飞出自己的小型宇宙 朝戒兽方向赶去 天客 红魔神一眼看到远处的戒兽 虽然那头戒兽是高大金色身躯且类人形 可红魔神却知道 连宇宙之主都能轻易变换 这诞生出的可怕生命戒兽 变换个模样自然是轻而易举的 戒兽 戒兽 滚住我的区域 银河肯定就只能躲在那船内 还想让我离开 你若是敢出来 你若是敢出来 我岂易便能灭杀你 你 可恶的戒兽 滚出去 铜魔神燃烧着神力摧发着领域类至强至宝 凝聚领域威能 形成巨大的彩带 远程操控施展着秘法 一次次攻击着远处的戒兽 然而 凝聚领域来当兵器 比一般的攻击至强至宝还要差些 又没有机械流宝物增幅 而且铜魔神又是擅长幻术灵魂攻击的 他知道戒兽才叫真正擅长灵魂攻击 所以才操控领域攻击 只是任凭他如何攻击 又没有机械流宝物振幅 又非他擅长 微能之弱 戒兽真的就只当是微风拂面 真弱啊 真弱啊 戒兽不屑一顾 连影响戒兽吞吃小型宇宙都做不到 一天后 你就躲在战船内吧 你的小型宇宙 终会被我吃光的 戒兽 他 他走了 多人有声据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又是仅仅仅吞吃一天 灾难 来了 宇宙海所有强者都知道了这一讯息 无比愤怒且无奈 借兽吞吃了同魔神的小型宇宙本源一天后再度消失 半年后 借兽再度出现 又吞吃了落真真主的小型宇宙本源一天随即消失 半年后再度出现 每次出现 必吞吃一名真神的小型宇宙本源一天 都是过了半年才会再出现 为何总是过上半年 三种可能 一是他的吞吃天赋每次施展都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二是他可能需要时间来消化 三是他的特殊爱好 十一年后 借兽每次出现 都是出现在弱的真神的小型宇宙外 我早说过 当初浩雷星主 镇家王 球岩祖神 很可能就是借兽一方的 浩雷星主死了 可镇家王 球岩祖神还活着 他们对宇宙还了解非常多 你们就罢了 你们几个主要是在自己的小型宇宙 而我 独占两块区域 都分别靠近两颗小型宇宙 为何我所在的这区域 那借兽一直没来 难道我的位置 也让镇家王 球岩祖神知道了 罗锋很愤怒 他负责两块区域 分别靠近两颗小型宇宙 都是弱小真神的小型宇宙 按理说 那头戒兽一定会到 这两颗小型宇宙外的才对 一旦来了 他完全可以在片刻内就赶到 甚至可能将其击杀 可过去了整整十一年 罗锋竟然一次都没有碰到过 银河 你的踪迹我们绝对没有传给镇家王 球岩祖神 你当初说他俩会是介受一方的 我们怎么会外泄讯息 我们并无外泄 也就众多真神之小 甚至连宇宙之主都不知道你的踪迹 只求炎祖神 镇家王他们那两颗小型宇宙 早就被我们排除在外 我们也早就下令 禁止挥下任何强者 和那两颗小型宇宙有联系 可整整十一年 我却一次没有碰到那戒兽 其他弱小的真神的小型宇宙 戒兽都去 我最接近的这两颗小型宇宙 他却一直没来 又怎么解释 吞吃两次三次没碰到就罢了 可十一年都超过二十次了 要知道 因为原始宇宙内的强者 可以通过宇宙通道 从原始宇宙内立刻前往小型宇宙 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增援 所以接受从未对原始宇宙时代 强者的小型宇宙下手 一直是在对付第二轮回时代 和第一轮回时代 而那两个轮回时代的真神 一共就这么些 又经历了禁之世界筛选魔力 数量更是稀少 弱的更是少 戒兽吞吃超过二十次 竟然一次都没有到自己这两颗小型宇宙 自然有问题 没那么巧 戒兽定是提前知道 他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布局 我们和他乃生死之底 麾下不可能告诉他我们的布局 唯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 在我们宇宙海 除了浩雷星主 镇家王 球岩祖神这三位伴 还有其他真神投靠了戒兽 正因为有其他真神投靠戒兽 所以那头戒兽才会知道我们的布局 知道我在哪 对 既然他们三个会投靠戒兽 不代表其他真神就不会投靠 有可能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投靠 甚至有可能就在这十余年中刚刚投靠 刚刚投靠 这十余年内投靠的 戒兽威胁太大 一次次吞吃 让真神们绝望 有些真神认为我们对付不了戒兽 即便能对付 恐怕弱的真神也要死一堆 所以恐怕有的真神 暗中就投靠了那戒兽 比如虽对外宣称 戒兽在吞吃他的小型宇宙本源 实际上戒兽只是做做样子 故意蒙骗我们 让我们不知道谁是奸细 对 有理 戒兽的众多手段 的确让宇宙海强者头疼 且这仅仅才是一头戒兽 绝望下 有强者学郑家王 求援祖神去投靠戒兽 是非常有可能的 既然如此 从现在起 虽然对外公开我们的布局 但是 公开的是假的 我会单独行动 我的行踪 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 如此一来 我就不信 那戒兽还能躲得掉 银河 就这么做吧 一切按照你想法来 连我们七个都不知道你的真正踪迹 如此 谁都无法外传 此次他们八位的一次交谈 先是确定了一点 宇宙海内除了郑家王 求援祖神外 应该还有投靠戒兽的 当然 罗锋他们也开始新的应对之策 罗锋的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一路 以及金角巨兽分身一路 这两路都开始了行动 都迅速离开 抵达新的位置目标 静静等待那头戒兽的落网 宇宙海混沌气流虚空中 戒兽摩罗萨正在气流中漂浮着 我真是聪明 每次都静静吞吞小星宇宙本源一天 这样 他们根本无法形成真正的围杀 吞吞这么多次 加起来也差不多相当于三颗小星宇宙本源了 我的实力 可比刚离开超学时强多了 这次去哪儿呢 原始宇宙时代强者的小星宇宙 原始宇宙时代乃是最强的一个时代 真神数量最多 且能通过宇宙通道快速赶到小星宇宙 而且那些个小星宇宙漂浮的离原始宇宙也不算远 一旦过去恐怕就会很快遭到一大批真神的围攻 第一第二轮回时代 能去的都去过了 其他的或者是成族群的 比如神眼族的几个真神宇宙自然靠在一起 或者是实力超强的如绝合真神 或者是被罗锋靠近控制的 我实力虽然增强了很多 可上次我实力明显不如九头摸出 现在也最多和他相当 而银河领主罗锋 乃是号称宇宙海第一强者 现在还不适合他交战的时候 这次就去圣地宇宙吧 圣地宇宙可是更高一等的 虽然抵抗更强 吞吃起来更慢 可后代也常常问一道啊 常常这圣地宇宙本源 和小星宇宙本源比起来 到底能好多少 借寿迅速赶往紫月圣地小星宇宙 仅仅不足两天时间 便来到了紫月圣地小星宇宙外的虚空中 借寿摇摇看去 你约能看到巨大的轮廓 紫月圣地小星宇宙 随即他全身弥漫出黑色雾气 同时一道道曲折光线 以他为源头 瞬间无限延伸向远处的紫月圣地宇宙方向 延伸上亿光年 直接渗透进虚空中 很快一道道 一道道璀璨光滑通过曲折光线传递进入他的体内 借寿摩罗萨情不自禁身体一颤抖 眼睛都闭了起来 一脸的享受 真是 真是 绝美 绝美的享受啊 比 比小星宇宙的本源 要束缚太多了 而且 他吞吃着紫月圣地宇宙本源的速度 不必吞吃其他小星宇宙本源 慢了 仅仅一瞬间 借受摩罗萨忽然感觉 紫月圣地宇宙本源的抵抗大增 令他的吞吃速度明显减缓 论速度也就相当于是吞吃其他小星宇宙本源速度的百分之一左右 紫月圣地内 速来 一道灰红声音 在整个紫月圣地所有的宇宙之主及真神脑海响起 顿时 紫月圣地最顶层的一群强者们立即赶去 大殿之上 紫月十祖站在那 再无丝毫过去的沉稳淡定 脸色铁青 有的只是焦急愤怒 即便是沙罗峰失败 即便是紫月圣地最精英的一批宇宙之主 进阶陨落 他都没有这么愤怒过 没有这么焦急心慌过 他紫月十祖真的晃了 真的急了 怎么办 这下怎么办 他来了 他终于来了 自从班源一直传递出那讯息 我就知道介绍终有出来一日 这次他出来 一直吞吃那些真神的小型宇宙 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 我虽然竭尽全力 也只能令那介绍吞吃速度减慢到百分之一 可这样不够 再慢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依旧会将我的小型宇宙 间接吞吃光的 我的宇宙会崩溃溃散的 那我就完了 师祖 介绍来了 此刻 那介绍已经到了我紫月圣地宇宙之外 在我们圣地之外 介绍终于来了 你等立即出发 有灵魂至强至宝的全部出发 统一乘坐一座宫殿至强至宝 出发离开我紫月圣地宇宙 去对付那介绍 师祖 我等 我等不是那介绍的对手啊 我们对付不了 我当然知道 我们不是他对手 所以我让你们躲在那宫殿至强至宝内 我只是让你们去 是让你们去影响他 前换他吞吃宇宙本源的速度 还有 马上传递讯息 传递向整个宇宙海 让他们知道介绍出现在这儿 让他们来对付介绍 师祖 我们和人类关系极差 人类在宇宙海 现在堪称第一势力 那银河领主罗锋又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我们消息传出去 那银河领主罗锋会来吗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之作 第1241集 而且 宇宙海八大强者 内罗锋为领袖 若是罗锋阻挠 其他真神会来吗 站在大殿上的紫月十祖 顿时脸色一冷 冰冷扫视了下方一眼 寂静 死一般的寂静 紫月十祖沉默了许久 你等去影响接受 且传达讯息 其他无需多管 是 紫月十祖见下方才六位强者出发 不由脸色愈驾难看 当初禁知世界一役 他麾下的精英们死个精光 那些宇宙之主们携带的质保等等 自然也就遗落了 令现如今的紫月圣帝无比困窘 哪怕随便一个神眼族 海族都要比现在的紫月圣帝还富有 当初他是打压人类族群要杀死罗锋 使得和人类结了大仇 在禁知世界 他紫月圣帝更是一举被灭杀了 大批宇宙之主 宝物进阶遗失 元气大伤 这仇怨更是大了 现在人类才是宇宙海第一势力 罗锋才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借受之困还得靠罗锋 罗锋 罗锋 宇宙海的混沌气流虚空中 九层塔楼正悬浮着 塔内 罗锋正站在那儿默默看着外界虚空 而火琼和红都在旁边不远处盘膝坐着 沉浸在修炼中 罗锋眉毛一动手中一翻 手中出现了传讯令 神眼真主 绝合真神 你们俩怎么同时给我传讯 银河 绝合真神也给你传讯了 看来他也是接到紫月圣帝宇宙的讯息了 我和绝合和紫月圣帝都有些联系 就在刚才 紫月圣帝那边传来消息 那头介绍 出现在紫月圣帝宇宙外 出现在紫月圣帝宇宙外 紫月圣帝能去抵抗的 主要就是那两个真神 当初紫月圣帝 那一大批宇宙之主 都死在静止世界 宝物 也遗失在静止世界 自此 他们再也不敢去静止世界 没机械留宝物 紫月圣帝那两个真神实力更一般 根本不是介绍的对手 他们想干什么 他们传讯给我们 意思很简单 自然是希望我们去对付那头介绍 银河 我们去不去 银河 其他七位乃是以罗锋为领头 更何况现在宇宙海中 人类才是第一大势力 至于两大圣帝 东帝圣帝没和人类为敌还好 那紫月圣帝连一件机械流宝物都没有 连神眼族 海族都斗不过 更别提和人类斗了 所以绝合真神 神眼真主也根本不在乎紫月圣帝 他们担心的是戒兽 戒兽毕竟是共同的敌人 告诉紫月始祖 将我需要的那一个质宝部件给我 我便帮他 否则 质宝部件 什么质宝部件 只管这么传话即可 紫月始祖知道 好 罗锋眼神愈加冰冷 他对紫月圣帝没有一点好感 可紫月圣帝内毕竟有事无语义的部件 至今 罗锋还没想到其他夺得事无语义部件的办法 唯有借借寿之力了 紫月圣帝 大殿上 银河领主罗锋提出了条件 便是将他所需要的质宝部件给他 他便会帮我们 哼 我就知道 他会提出这条件 能够隔着超过十亿光年距离 依旧产生召唤感 一般真神恐怕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可紫月始祖明白 所以这上万亿纪元来 人类提出过几次交易 甚至人类答应 只要紫月圣帝交出那一件质宝部件 随意进入禁止世界都不会有阻碍 他紫月始祖都没同意 神眼他们几个怎么说 神眼他们也不愿反对银河领主 师祖 没部件 银河领主已经是宇宙海第一强者了 得了那质宝部件 依旧是第一而已 那银河领主已经逼得我们 你们懂什么 紫月始祖冷漠扫视一眼 顿时个个闭嘴 他沉思许久 有道理 他反正奈何不了这罗锋 戴德罗锋成了真神 更是绝对无敌 相对而言 他的小型宇宙 却关系着自己的命运 答应他 他帮我紫月圣帝 那质宝部件 便给他 是 紫月圣帝求救 神眼真主 绝合真神最先知晓 很快混沌城主 他们一个个都知道 混沌城主 一知道紫月圣帝那边同意 也是大喜 来到虚拟宇宙 独属于罗锋的位面中 跨越虚空 走到那宫殿前广场上 同意了 紫月圣帝同意了 罗锋 那紫月始祖 终于低头了 那个老家伙 总是压制我人类 对付我人类 这次他急了 这最后一个部件 我等得太久了 终于要到手了 我现在已经出发 正在前往紫月圣帝 嗯 对了 得到那羽翼部件后 你准备如何对待那紫月圣帝 对他们的压制 稍微放松一点吧 事无羽翼 只缺少最后羽翼 罗锋不知道期盼了多久 此刻终于要得到了 自然很是激动期待 驾驭着星辰塔 朝紫月圣帝最快速度赶去 紫月圣帝宇宙外 接受摩罗萨看着遥远处 那紫月圣帝的轮廓 露出得意之色 差不多了 真是舒服啊 这紫月圣帝 不愧是更高一层次的 小型宇宙 这宇宙本源吞吃起来 要爽得多呀 真是吞吃速度太慢 太慢 也一天了 不能再待下去 否则可能便会被围困住 走 走了 赶紫月圣帝内 紫月圣帝内 紫月圣帝不由露出喜色 他能感应到戒兽已经停止了吞吃本源 仅仅片刻 外面大殿外座飞进了六道深夜 师祖 戒兽已经离去 他直接顺移消失 这戒兽 之前去吞吃那些小型宇宙 都是吞吃一天就消失 这次来我紫月圣帝这边 也是吞吃一天就消失 也是正常 还有 那银河领主罗锋过来索要那质宝部件 告诉他 没有 不给 师祖 不可 这次借手离开 那下次呢 我们都已经答应了 对这些宇宙之主而言 质宝部件根本一点用都没有 还不如给罗锋 尽量缓解和人类的关系 不必担心 给不给质宝部件都一样 若是给了 罗锋翻脸 我们又能怎么办 刚才我仔细想了 那介兽一直在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每吞吃一次都消失那么久 他为何吞吃 定是对他有莫大益处他才会吞吃 宇宙本源乃是很神奇的力量 他能维持一个小型宇宙的存在 他甚至能繁衍生命 介兽吞吃下去 定有大益处 他吞吃的越多 益处越大 怕是实力越强 介兽实力越强 那么罗锋他们应对介兽 也将更加困难 最终他们人类 恐怕得先全部死光 他绝对不敢放任介兽 一直吞吃紫月圣地本源 介兽在这吞吃一天 十天 百天 一年 他们肯定会慌张 他们不会敢赌 赌不起 就算他赌 他那老师混沌成竹也不会赌 神眼他们也都不会赌 紫月十足计算过 他的小型宇宙本源 是真神小型宇宙本源 量的上万倍 而介兽吞吃速度 却那般慢 按照这种吞吃速度 紫月十足认定 即便不停地吞吃 也需要足足数万年 乃至更久 更何况 介兽不敢一直停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地方久了 是很容易被围困住的 而且罗锋他们敢任由 介兽一直吞吃下去吗 罗锋充满期待的 驾驭星辰塔 在前往紫月圣地宇宙的途中 神眼真主传来讯息 银河灵主 那介兽 在紫月圣地外 同样吞吃了一天就离开了 同时紫月圣地 让我通知银河灵主你 不必再去了 什么叫 不必再去 紫月圣地的意思是 之前的交易就此结束了 那之前他们的承诺 那边的意思是 之前虽然有承诺 可那是说银河灵主 你帮他们对付介兽 而现在介兽自己走了 无需银河灵主你去解决 自然他们也不必 再将至宝固件给你 银河 实话说 他们那边传达着讯息 我听了也很愤怒 可是 你知道的 介兽不单单是 紫月圣地的敌人 也是我们整个宇宙海 所有族群的敌人 我知道 你现在很愤怒 想要任由介兽 吞吃那紫月圣地 可吞吃十天八天就罢了 吞吃时间长了 我们不能束手旁观的 我知道 我会大举为重 但是给我传出话 从此刻起 紫月圣地 便是我罗锋的死敌 银河 我会大举为重 罗锋的回应 却让神眼真主 更加感觉到 他蕴含的无尽怒火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星辰塔内 罗锋脸色铁青 握着传讯令 倾金暴吐 对紫月圣地 罗锋再无怜悯 不过罗锋自己也清楚 他不可能放任 借兽一直吞吃 紫月圣地宇宙本源 毕竟每次借兽吞吃 都消失半年 宇宙海各族早就怀疑 那借兽是在消化吸收增强实力 就像人吃食物能长大 金角巨兽吞吃金属能长大 一个道理 借兽恐怕吞吃宇宙本源也能变强 这是很有可能的 紫月圣地 毕竟是虚空真神的圣地宇宙 那本源恐怕比百个千个 真神级小型宇宙本源还要多 任由借兽吞吃下去 谁知道会是什么结果 若是借兽变得无比强大 谁都抵挡不了 对 紫月圣地或许完蛋 可人类族群 他罗锋 他的家人 恐怕全部都要湮灭 这是罗锋无法接受的 他不敢拿亲人朋友 不敢拿地球一脉 拿人类去赌 紫月始祖 你狠 你猜到我不敢赌 猜到我不会为了一件质宝部件 而玉石俱焚 或许你对麾下的宇宙之主不在乎 或许你紫月圣地一直龟缩也不在乎 可是你紫月圣地将是我罗锋的死敌 我会记着 在我突破成为虚空真神 我定会尝试毁掉你的紫月圣地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 是让你后悔 要毁掉一颗虚空真神的小型宇宙 一般得一名永恒真神施展出绝顶手段 才能做到 这是罗锋早就知道的讯息 不过 紫月始祖的小型宇宙不算大 虚空真神及小型宇宙 直径最小的为十亿光年 最大的则为一百亿光年 像紫月圣地小型宇宙 就是二十一亿光年 东地圣地小型宇宙 则是三十二亿光年 小型宇宙直径大小 和很多有关 如小型宇宙刚刚形成时 内部架设构造 如真神是靠神力路线 还是法则路线 小型宇宙越大 那么极功能量越多 也越加稳定 比如虚空真神传说中的 一百亿光年直径的小型宇宙 已经媲美永恒真神 小型宇宙最低层次 当然那仅仅是传说 即便是曾经达到九万倍基因的绝世天才 即便是三代祖师 在虚空真神阶段 小型宇宙也未曾达到一百亿光年直径 这是一个完美的极致传说 虚空真神是 小型宇宙直径仅仅仅十亿光年 这也是不太可能的 一般不会低得如此离谱 较弱的虚空真神 小型宇宙直径在二十亿光年左右 强些的则在三十亿光年左右 精英能达到四十亿光年左右 绝世天才五十亿光年 总之越往上越难 九万倍基因神力路线天才 三代祖师 总之虚空真神 就一百亿光年直径的小型宇宙 这就是远古文明中的传说 紫月的小型宇宙不大 比东地的还要小一些 若是我成为虚空真神 借助机械流宝物 借助众多秘术 完全能爆发出永恒真神的战力 或许便可以毁掉紫月圣地宇宙 老师 罗峰 我没事 我们回去 继续守那接受 不去紫月圣地了 不去了 很快 火穷和红就从混沌城主那儿 也知道了这消息 顿时也是大怒 这也太欺负人了 之前承诺的转眼就翻脸 做得如此无耻 看来那紫月始祖 对人类对罗峰 根本没有一丝缓解仇怨的想法 既然如此 那变为死敌吧 时间流逝 这一次出乎各大势力所料 那战兽在吞吃了紫月圣地小型宇宙本源后 竟然仅仅消失了不到一个月 又在宇宙海出现了 这次又是去吃了横行魔神的小型宇宙本源 吞吃一次 吞吃一次消失半年 吞吃一次再消失半年 戒兽又开始了 这让宇宙海各族都为之担忧惊具 这么下去 怕是不少小型宇宙会崩溃的 紫月圣地事件过后的第三年 海亚真主的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一艘银白色舰船正悬浮在那 舰船内便是罗锋的金角巨兽分身 说是金角巨兽分身 罗锋却已经变成了人类形态 或许对一般的宇宙之主而言 大小形态都对实力有影响 可在神力路线上达到 八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倍 生命基因的罗锋 能轻易改变生命结构 令自己达到最需要的形态 且能发挥最完美的实力 银河领主 银河领主 接受出现在我的小型宇宙外 海亚真主的讯息 银河 等了这么久 我就说嘛 只要谁都不知道我的行踪 我悄然隐匿 只要这介兽要吞吃小型宇宙 终有一次会被我碰到 只可惜不是碰到我另外一路 罗锋此次有两路队伍 一路是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 加上事无羽翼 乌起神 星辰塔 血影刀等一系列强大宝物 一路是金角巨兽分身单独行动 虽然也配备了一些机械流宝物 可论实力发挥 自然不如另外一路 论实力 自然是另外一路更加强大 完全凌驾于其他七位 至于金角巨兽分身 和其他七位比稍微强些 优势并不明显 当然罗锋上万亿纪元的参悟修炼 即便是金角巨兽分身 也无比难缠 或许此次我便能斩杀那戒兽 海亚 我到了 到了 这是戒兽所在坐标 海亚真主小型宇宙外的虚空中 虚空中混沌气流弥漫 在无尽混沌气流中 有着一处弥漫着黑色雾气 黑色雾气中央 正站着高大身影 借受摩罗萨 借受摩罗萨的尾巴甩动着 惬意吞吃着 一道道曲折光线 则延伸渗透进虚空中 空间封锁 这么快 按照他的经验 他吞吃小型宇宙时 或许小型宇宙的主人真神 会驾驭宫殿至强至宝 过去骚扰 但是不会空间封锁 因为那些真神巴不得 借受赶紧走呢 怎么会空间封锁 只有像九头魔主等 最顶尖的真神到来 或者一大群真神到 才敢这么干 一艘银白剑船到来 舱门开启 一道穿着金色铠甲的男子 漫步而出 宇宙之主 借受摩洛萨并非没见过宇宙之主 很多真神都会派遣麾下没有灵魂的一些宇宙之主分身前去探查 可并没有谁施展空间封锁 也没有谁的气息如此可怕强烈 你是什么 你是人类银和灵柱 洛萨并非没有谁 听说你是整个宇宙海第一强者 一个宇宙之主 竟成了第一强者 看来你们宇宙海其他真神太弱了 竟让你一个宇宙之处成为第一强者 话是这么说 可介受摩罗萨却已经停止了吞吃本源 并且那些曲折光线也开始悬绕在介受摩罗萨身体周围 显然他心中非常小心警惕 毕竟人的名术的影 他岂敢小瞧眼前这人类 交手不就知道了 罗萨神体已然施展出断灭 前三卷进阶施展 令他燃烧后的神力气息格外强大 比之真神燃烧神力气息还要强 因为真神们一般只有一重神力秘术 极少数才有两重 罗萨全身金色铠甲 右手一挥 顿时凭空出现了一条泛着一层层闭光的锁链 这巨大的锁链一圈圈缠绕着罗萨的身体 二者摇摇相对都在观察着对方 忽然介受猛然张大嘴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可一声无声尖叫却是响彻罗锋的灵魂 论意志 罗锋比九头魔神还强 论能量 三重燃烧下的罗锋冠绝宇宙海 论秘术 罗锋更是有晋国断东河这两脉传承 这所谓的灵魂冲击对罗锋而言就犹如清风拂面 根本是不屑一顾 去 罗锋不受丝毫影响 猛地抽出环绕在身上的巨大锁链 宛如一条巨大大蛇的锁链猛然腾空而出 锁链曲折 飞过长空 并且周围的空间瞬间飘起了无尽的雪花 白雪飘飘 笼罩周围时光年 而且连时空都遭到强大的禁锢 罗锋在这一瞬间 已然施展了两大宝物 一是锁链 这锁链乃是机械流攻击宝物 碧烟锁链 二是领域机械流质宝 名为雪花世界 兼有领域和掌控时空效果 已然有金色的国度的威能 还稍强一些 罗锋上万亿纪元 自然从禁之世界内弄出了不少宝物来 此次自然也是准备就绪 虽然不如另一路准备的充沛 可金角罗锋这一路的宝物之多 也是足以让神眼真主他们一个个仰视的 雪花世界降临 仿佛离开了混沌虚空 进入了一片白雪世界 白雪飘飘 那借受摩罗萨站在那 周围却是腾绕着黑色雾气 他身体周围还环绕着一条条密密麻麻的黑色丝线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43集 一条巨大的锁链划过长空 忽然那飞过长空的锁链一瞬间 仿佛化为了巨大的水流 一条无比粗大的水流横空 这条水流所过之处 空间一寸寸泛绿 周围更开始出现一株株绿草 巨大的水流直接抽打在 介兽摩罗萨身上 快到极致 看似柔软的一个抽打 却是猛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锁链化为的巨大水流抽打而下 直接将整个介兽摩罗萨 一下子抽打的啪的一声 凹陷下去 头颅都凹陷了下去 仿佛变成了一块金元宝石 那巨大的水柱疯狂地一次次抽打 化为残影 罗锋摇摇盈盯着 神力燃烧到极致 摧发机械流宝物上的密文 施展出他所创的秘法 水木之芽 这一招就种在一个生生不息上 只见那水柱一次次地抽打 周围的雪花世界 却是出现了一颗颗的绿草 无尽的生机不断弥漫着 压制着那介兽摩罗萨 疯狂地抽打令介兽摩罗萨变成了烂壁 可就是没碎 介兽摩罗萨愤怒无比 一瞬间被压制住 在这一次次闭烟锁链的抽打中 他的力量也在不断地损耗 环绕在介兽摩罗萨周围的一条条黑色丝线 进阶迅速朝远处的罗锋笼罩过去 黑色丝线飞行的速度极快 根本不受宇宙海速度极限限制 瞬间便到了罗锋周围 重重将它包围 将它包成了黑物丝茧 残茧内 罗锋被完全封闭在其中 且这残茧可大可小完全贴身 正要开始吞吃罗锋的神力 速度果然快 一旦施展瞬间被环绕 当初的火虫真主便是无法避让 这一招躲都没法躲 打打打 罗锋极限燃烧下的神力 疯狂抵抗着旁边的黑物残茧 即便是介兽摩罗萨 要吞吃如此爆裂燃烧的神力也难得很 在罗锋变大下 瞬间黑物残茧就达到一亿公里高 接受摩罗萨摇摇操控着 却感觉无法吞吃到多少神力 不由大忌 见瞬间达到一亿公里高 更是知道不妙 随着被困在黑物残茧中的罗锋怒吓 先是高空中那一条巨大的锁链瞬间从柔软变的笔直就仿佛一条长枪 哗的一声 耀眼的锁链长枪直接划过一道刺目的白光 锁过之处 空间没碎 却出现了一圈圈奇异的旋转型波纹 同一刻 在黑物残茧中的罗锋也同样一爪挥出 爪如刀却悄无声息 锁过之处空间一寸寸崩塌 一外一内 锁链长枪在外 力爪在内 进阶都是机械流宝物 内外轰击 黑物残茧猛然一颤 出现了一条微小裂痕 他紧跟着就迅速弥合 罗锋依旧被困在里面 竟然没逃出去 不至于吧 一内一外 两大机械流宝物同时施展 你我燃烧的神力施展 完全能破开才对 看来还是得多消耗点神力啊 黑物残茧这一招 宇宙海众多强者们早就明白 但靠兵器攻击想要破开很难 但是罗锋估计应该能做到 比如刚才自己已经弄出了 很小的一道裂缝 说明自己的攻击还差了点 一般的破开方法就是用神力 去和介兽的力量进行对号 杀敌一千 自损一千 如此对号 大量消耗黑物残茧的能量 令介兽供应不及 自然防御弱 乃至崩溃掉 想要出来 接受摩洛萨见罗锋没出来 顿时得意地笑起来 可紧跟着 笑容便凝固了 那高一亿公里的巨大黑物残茧中 困着的罗锋燃烧着的神力 未曾经过机械流宝物转化 便直接疯狂朝四周猛然清醒 这一猛然清醒 就仿佛水火碰撞 黑物残茧蕴含的能量 也在疯狂被湮灭 彼此疯狂对号 给我拖 罗锋双手伸出 犹如利涨 双爪一伸出 隐约的售后响起 两条异兽盘旋在双手上 直接抓住前方的黑物残茧 猛然就朝两边撕裂 黑物残茧本就和罗锋的神力 在疯狂对号 保持上亿公里高度 如此大小的残茧和神力的对号 耗费能量何等夸张 即便是借受摩洛萨都为之变色 残茧消耗太大 束缚自然变弱 罗锋轻而易举双手一撕 虽施展秘法 却显得用牛刀杀鸡了 此刻根本没有必要如此 双手撕裂黑物残茧 罗锋踏着虚空而出 谢兽 你就这点手段 借兽摩洛萨脸色变了 他毕竟还不是最终的王者 而且借兽成了王后 最大的作用是孕育 孕育出大量的超级战士 借兽本身其实是很少战斗的 这就导致借兽的战斗方面较弱 生存方面则极强 我的实力已经提升了 他竟然这么容易就冲出来 他一个宇宙之主 胜利竟然这么多 刚才一瞬间对耗掉的胜利 完全比得上数十万公里高的真神吧 看来我的实力还不够 我得吞吃更多的小型宇宙 更加强大 走 顿时 借兽摩洛萨一声嘶吼 全身浮现了一层黑色围边 金色尾骨的图纹 足足九十九大图纹 随即轰的一声 他的身体炸裂 化作九十九道流光 直接朝四面八方逃逸 才一交手 觉得不是对手就立即逃 也太胆小了吧 宇宙锁链 原本悬在高空中的那粗大的锁链 迅速旋转起来 竟然开始分解成一条条纤细的长链 足足上万条长链分解开 不过其中一端 头全部是连在一起 上万条细长链条 飞舞长空 宛如上万条大蛇 猛然朝四面八方迅速延伸笼罩开去 就仿佛雨伞忽然承开 一瞬间 仿佛整个宇宙笼罩下来 分解身体逃跑 又岂能比得上机械流宝物飞行速度 借受摩罗萨的九十九分身 进阶感觉一切暗下来 已然进入了无尽锁链构成的微型宇宙中 借受摩罗萨的九十九个分身 朝不同的方向高速飞行 速度飙升起来 完全超越了宇宙海的极限 而无尽锁链形成了微型宇宙 令周围空间完全封闭 顿时一个个分身 接连狠狠撞击在锁链宇宙的魔壁上 这微型宇宙的魔壁 乃是一层层锁链纠缠而成 这一撞击甚至发出了金属碰撞声 九十九道分身 顿时散了九十八道 汇聚成那金色介绍 摩罗萨 摩罗萨环顾周围 周围遥远处乃是锁链形成的微型宇宙 根本无法逃出 罗锋剑这一招困住了那借受摩罗萨 不由松了一口气 自己行动分两路 这一路的准备是不如另一路充足的 因为借受当初杀死火虫真主那一意 就展露过逃跑手段 罗锋自然是有一定准备的 另外一路因为有事无与义等 自然能施展出一念虚空等众多手段结合 微能将更加强大 而这一路就差些了 罗锋仅仅靠念力兵器类的机械流宝物 闭烟锁链 施展出宇宙锁链这一招来 这一招算是当初天赋密法我为宇宙的进化招数 而且又靠机械流宝物施展 微能可大多了 加上还有雪花世界这领域类机械流宝物的加持 压迫束缚微能自然更强 便是九头魔主他们被我困住 怕也逃不出这锁链宇宙 锁链宇宙内 一眼看去 远处魔壁乃是无数锁链纠缠而成 而且外界还有雪花世界微能加持 无比巩固 银河领珠 你以为你捆得住我 接受 你现在不就被我困住 若有本事尽管施展 我一一接下 可惜 你接不住 接受摩罗萨忽然猙獰一吼 全身瞬间化为浓黑的乌光 轰的一声 速度立刻飙升起来 一道耀眼的乌光贯穿虚空 直接撞击在远处的锁链宇宙魔壁上 那彼此纠缠着的无数锁链 被轰然撞击地震动起来 整个锁链宇宙都猛然震动 在锁链宇宙外的雪花世界 也努力帮忙加持巩固 而那介受摩罗萨被震得往后暴退 他惊愕地看着远处的锁链宇宙魔壁 之前他是99分身撞击 所以撞击威力都不强 此刻他身体凝聚 且竭力这一撞击 便足以媲美九头魔主等强者的最强攻击了 竟然没破出去 你逃不出去的 不可能 接受摩罗萨咆哮起来 再度化为一道乌光 再度蛮横地撞去 一次次接连的撞击 借受摩罗萨完全发了疯一般 接连不断地撞击锁链宇宙 令整个微型宇宙都不断震颤 外界的雪花世界也不断加持帮忙卸力 好可怕的撞击 这借受摩罗萨 他天生和兽神很像 都是一举一动 自然蕴含玄妙 他的撞击 看似蛮横简单 却比我的秘法还要高深些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罗峰很清楚 他的秘法构思很精妙 令人拍案较好 可层次上的确不高 自己创出最强的秘法 也就八阶层次 像真神们 稍微厉害些的 都能自创出八阶秘法 像神眼真主 等几个 更是能创出 九阶顶尖秘法 这就是宇宙之主 和真神基础上的差别 这介兽也是如此 恐怕未曾研究过 什么秘法 可自然就蕴含高深玄妙 不过 锁链宇宙外加雪花事件 双重压制 它逃不出的 小小小 只要我这宫殿 至强至宝 达到足够大小 一举将锁链宇宙 整个吞下 那介兽 便逃不掉了 银河领处 你要把我困入那剑砖内 你能发现 外界的罗锁链宫不由惊讶 这介兽可是被困在锁链宇宙内的 周围时空也是被自己的雪花世界笼罩 按理说 对方看不到才对 银河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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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接受摩罗萨周围的黑雾弥漫 同时它的模样迅速变化 从之前的金色高大身躯 瞬间变成了丑陋的通体乌黑色的怪物 这怪物有双手双脚全身赤裸 有前后两个头颅 两个头颅上都是毒眼 有鼻子嘴巴 却没有耳朵眉毛等 站在虚空中 散发着邪恶气息 给我跑吧 接受摩罗萨的两个头颅 忽然同时转到一边 原先两个头颅 一个是面朝前方 一个是面朝后方 此刻 后方的头颅却是转向了前方 并且 整个接受丑陋的身躯 迅速迸发出耀眼的乌光 乌光迅速凝聚 化为刺眼的血红光芒 这刺眼血红光芒 直接转移到 接受的两个头颅的毒眼中 两颗毒眼 各自发出一道红光 红光速度快到极致 宛如瞬移 直接到了锁链宇宙魔笔铺 只听轰的一声震天巨响 原本纠缠的无数锁链 顿时轰然崩溃 整个锁链宇宙直接消散 那虚空中现出原形的 碧烟锁链 也震颤抛飞开去 而后一个转弯 又悬浮在罗锋上方 想逃 给我停下 当轰开锁链宇宙 就开始逃窜地 接受摩罗萨 忽然觉得眼前隐约 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神眼 那颗眼睛摇摇出现在 前方虚空中 一股无形可怕的意志冲击 瞬间降临笼罩了他 狠狠轰击在他的意志上 多久没这么痛苦了 就像上次被贝迪重伤般痛苦 上次正是因为被贝迪重伤 又因为换心真神 同魔神去借寿巢穴 所以他摩罗萨才决定 离开借寿巢穴 没想到来到宇宙海 也遭到如此痛苦 你惹怒我了 一声怒吼 顿时一道乌光 从他嘴巴射出 瞬间便轰击到罗锋面前 轰击在罗锋身上 两种力量疯狂在对号 像当初的火虫真主 就是因为这一招 幸存下来的身体 才会迅速被蚕食 最终完蛋 不过罗锋的这一分身 神体乃是上亿公里高 神体每高十倍 则体积可就是千倍 何等雄浑的神力 被轰击的罗锋 不在乎这神力对号 却是因接受 摩罗萨攻击的这一招而吃惊 竟然还能继续全力攻击 神眼秘术乃是自己的绝招之一 若是拥有乌起神 事无语意 星辰塔的另外一路来 自然还有其他绝招 然而仅仅只带了 机械流宝物的金角巨兽分身 称得上真正王牌招数的 就是这神眼秘术 也是罗锋纵横宇宙海 所向无敌的一招 自从他意志达到 永恒真神层次 神眼秘术 已然修炼成第六卷 一眼过去 虚空真神级意志的 有些都得昏迷 只有达到虚空级巅峰的 比如九头魔主等几位 能够保持清醒 可也是实力大减 所以像神眼真主 他们一个个才那么佩服罗锋 没想到这介兽 遭到自己神眼秘术全力攻击 虽然疼痛哀嚎 可竟然还能全力攻击 他的意志抵抗 比神眼真主他们还强 他的身体竟然没减少 接受摩罗萨痛苦丝毫 无比愤怒施展 污光冲击 进行两败 巨伤般的攻击方式 却惊愕发现 罗锋神体似乎没有减少 他知道 彼此对号 对方的神体肯定会减少 可现在无法察觉到 对方神体减少 只能说明一点 相对对方的神体减少 幅度太小 小到无法察觉 这让介受摩罗萨震惊 这种疯狂对号 就这么一会儿 火虫真主的身体 恐怕就得完全对号完了 那罗锋的神体 竟然没有减少的感觉 虽然挺厉害 不过 他也奈何我不得 银河灵处 你也就这点手段 我乃是宇宙海 最强大的生命 天生意志强大 你那意志冲击 根本对我没用 我也懒得和你在斗 有本事 尽管来抓我 接受摩罗萨哈哈地笑着 随即轰的一声 话为九十九份 迅速朝远处九十九个方向 迅速离去 罗锋却没有追 追也没有办法追 只是看着借受摩罗萨 消失在远处的 无尽雪花飘飞的虚空中 微微沉思 他站在那儿皱眉沉思着 竟然还是让他给跑了 而且他的实力 比之前九头魔主 血蓝始祖他们告诉我的 还要强大 看来这十余年时间 他变得更加强大 之前最糟糕的预测 成为了现实 他吞吃一个个小型宇宙的本源 的确是在成长变强 罗锋感到了压力 借受吞吃小型宇宙的本源能量而变强 这样一来拖得越久 这头借受就会变得越加可怕 毕竟此次一战 罗锋本来也没十足信心 和借受交手的是自己的金角巨兽分身 携带的都是一些一般的机械流宝物 自己最珍贵的宝物 事无羽翼 巫起神 星辰塔等 都在幽海分身 磨沙族分身那边 宇宙锁链 雪花世界 这两招联合 也没困得住他 我的神眼秘术 也没能令他实力减弱 不过 他之前无法逃出 最终献出本尊 才冲出锁链宇宙 由此可以推断 借受应该也是被逼急了 毕竟像之前和九头魔主交战 借受逃跑等等 都未曾显现过本尊 必须显现本尊 才能施展的招数 应该是终极的招数 只是不知 这头借受的终极招数 会有多少 毕竟自己没能抓住他 他逃之夭夭 或许还有一些逃命招数 没有施展 因为按照推导 借受一旦度过孕育期 进入成长期 体内含有一戒 主要就是孕育出 大量的战士去战斗 他起的作用 就是孕育战士来毁灭 和原始宇宙孕育出 亿万生灵很像 所以借受的很多天赋招数 更偏向于保命 会不会还有七招 不管怎样 这一次 我已经逼得他献出本尊 应该趋近于他的极限 而我的金角巨兽分身 本身战力就不够 幽海分身 磨砂族分身携带诸多宝物来 便能展露更强大的战力 单单一个乌起神和血影刀 战力便能立即飙升两界 那一路 可比金角分身这一路强多了 绝对的凌驾 这次就逼近其极限 即便还有七招 我另外一路一旦出手 众多手段一一使上 那些奇招 我应该都可以压制 应该有九成把握抓住他 另一处虚空中 借受摩罗萨正在逃窜 逃窜中的他满心烦乱 一个宇宙之主 竟然在意志攻击上 比他还强大 借受擅长的招数中 其中一招便是灵魂攻击 当初包括火虫真主在内九明真神围攻他 他一招无声尖叫 可是连九头魔主都受到影响 单单论意志方面 他天生擅长 的确比九头魔主要强些 已然达到了永恒真神层次 论意志 罗锋和他相当 不过 他施展灵魂攻击纯粹是天赋 不像罗锋 有晋国最强秘书之一神眼秘书修炼 能够令永恒真神级意志 发挥出极强威力 这便是秘书的作用 像这些秘书都能令同样层次实力 发挥出超强的威力 如燃烧神力秘书 如意志秘书 且能创出深奥秘书的 绝对是远古文明站在巅峰的存在 如三代祖师 如晋之神王 那戒兽虽然有天赋 可他的天赋却是没有这神眼秘书效果好的 毕竟罗锋足足修炼成功了六卷 一直这么强大 身体那般大 都比我显出本尊了 这人类罗锋 的确是我遇到过最强大的 比那九头魔主还强大 不过 虽然比我强大 却也无法对付我 我依旧能从他那里逃命 连这银河灵处我都不怕 我还怕谁 和这银河灵处一战 我损失不小 以后看到他 并立即逃掉 短时间内 即便我实力在强险 也就和他使君力敌 别说使君力敌 即使比他稍微强险 他也能从我手里逃掉 那么和他斗 就纯粹是消耗力量 不值得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45集 此次和太一战 相当于 少吞吃了两次 小心宇宙本源 遇到他们让开 不但是他 这宇宙海最强的八哥 我遇到都让开 遇到群体真神 我也让 现在 我尽量吞吃 小型宇宙本源 尽快增强实力 不管如何 至少 这宇宙海底强者 也不足为惧了 此次一战 让介受 摩罗萨心中的 一次担心消失 虽忌惮罗锋 却不怕了 他已经确信 宇宙海 没有谁能杀死他 虚拟宇宙 独属罗锋的那一个 未面空间内 在星空中漂浮的那座宫殿前广场上 正聚集着一群真神 一眼看去 足足超过五十位 显然除了人类真神外 还有祖神教的真神 星空巨兽联盟的真神 鸿蒙内一组的真神等等 一个个都很安静 而在他们的前方 罗锋正盘膝坐在那儿 闭眼 一动不动 众多真神没有一个敢打扰 因为他们知道 此刻罗锋正在和介兽交战 全力以赴 他们自然不愿让罗锋分心 介兽可关系着整个宇宙海 无数族群的存亡 一个个彼此传音 自从海亚真主传出讯息 说银河灵主就在那儿 而且已经去和介兽交战 便让整个宇宙海为之紧张起来 原始宇宙内众多真神们 大多都通过虚拟宇宙赶到这里 像神眼真主 海主等一个个 也是通过传讯 等待着结果 盘西坐在最前方的白袍罗锋 睁开眼 轻轻吐出一口气 如何 让他逃了 逃了 什么 介兽逃了 连银和领主都没能杀死介兽 那谁还能杀死介兽 诸位 上次九头魔主 他们和介兽交战过一次 此次我和介兽交战 又发现了介兽的一些讯息 除了上次发现的诸多讯息外 首先确定一点 介兽靠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的确可以增强实力 介兽现在的实力 便已经可以和九头魔主他们媲美了 明显比上次更强 啊 更强 他在变强 还有第二个坏消息 介兽之前和九头魔主他们厮杀 那金色巨人形态 只是伪装的 我和他厮杀 逼得这介兽 献出本尊了 他的本尊模样 应该是这样一种形态 当他显现出本尊后 他的两个头颅上的毒眼 都能发出一道红光 红光威能极大 估摸着 超越他正常厮杀时 表现出战力两阶左右 他便是靠着这一招 从我手中逃脱 主要就是这两点 好消息是 既然逼出他现出原形 估摸着 应该是他的极限了 这真是一个噩梦 同时罗锋也通过传讯令 将消息通知给神眼真主 海主 绝合真神 被斥星主等一个个强者 显然所有听到这两点讯息的 都感到焦急不安 因为这两个都是灾难性消息 一个代表戒兽能迅速成长 一个代表戒兽变成本尊形态 竟然射出红光 能跃升两阶战力 不过诸位也不必不安 我能感觉我们有神力 戒兽也有他的力量 他的力量并非无穷无尽 他和我对号力量 最终他心疼了 所以他逃走 他和我一战 我甚至感觉 他最后稍微衰弱了一丝 从这点可知 众多真神联手 或者九幽真主等 众多神力特别多的 完全可以靠神力对号 去对付他 还有 我有数个分身 此次和他交手的 仅仅是我的一尊分身 并未携带足够多的宝物 所以并非我最强的实力 罗锋看着眼前 这来自宇宙海各族的真神们 看到他们的担忧 不安焦虑 不由心中叹息 没办法 任凭他说出介受的弱点 说出那并非自己最强实力 可这些真神们依旧不安 罗锋也明白 因为这不单单是真神们本身的生死 能成为真神 大多并不怕死 可是内心都有着一些自己要守护的东西 介受现在确实要毁灭一切 谁不慌张 若是自己没有足够的实力 保护地球一脉 保护亲人 自己也会慌 诸位 不管如何 我罗锋必竭尽全力 杀死介受 罗锋的名气很大 宇宙海第一强者 而罗锋和介受的这一战影响也极大 要知道 这仅仅只是介受巢穴中出来的一头介受而已 可罗锋竟然都没能杀死 这消息传出 怎能不让宇宙海各族感到焦急兴慌 幸好那罗锋有数个分身 未曾全力以赴 银河领主 仅仅是宇宙之主 等他成了真神 实力还会有一个大跨越 定能斩杀介受 一头介受就这么可怕 介受巢穴可是有一群介受 凭我们怎么对付介受 难怪 难怪宇宙本源一致 早早指出 银河领主 那些宇宙海第一枪者 恐怕 我宇宙海唯一的生机 就在银河领主身上 除了银河领主 我们其他真神 都得联合起来 才能和介受一战 当宇宙海一片混乱时 原始宇宙人类将遇 银河圣地 广阔无尽的幽海澎湃着 在历经了超万亿纪元后 无尽幽海已经扩张到了直径十二光年 当达到如此限度后 便任凭罗锋 再如何吞吸 也无法从原始宇宙本源吸引到神力来扩充幽海了 当然 若是神力消耗倒是可以吸收 总之 他的体积已经达到极限 无尽幽海上 正有着一道身影站着 一身白袍正站在海面上 默默摇看着远处的无尽虚空 地球 罗锋默默看着远处的虚空 通过对时空的操控 目光不断通过时空朝远处传递 直至看到离银河圣地 本就不算太远的太阳系 也看到了那一颗蔚蓝的星球 也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地球 罗锋的目光能够看到地球上的一切 孩童在成长 少年在苦修 游客在地球时代吞噬兽以 陨落的众多英雄雕像前瞻仰 一幕幕场景 进阶在眼 在看你家乡呢 罗锋收回目光 眼前又变回无尽虚空 转头看向身侧 身侧站着的正是头生触角的座山客 老师 怎么会在这儿傻傻看着家乡啊 心乱 所以看看家乡 看到家乡上的人 就仿佛回到过去 心变静了 心乱 你也会心乱 我这个三弟子 内心通明 坚持本心 看破一切虚妄 能让你心乱 可不容易啊 影响我坚持的 我自然心乱 解兽是整个宇宙海的一场灾难 若是渡不过所有族群接近灭绝 我的家乡 我的族人们也一样 不管是高高在上的强者们 还是无数的普通人们都得死 而我自己也没有足够信心 所以我心乱 没足够信心 我和介兽交了手 虽然逼迫他献出本尊 可我怀疑 他说不定还有招数没有施展出 虽然有一定信心 可毕竟没有事成把握 并且 这仅仅只是介兽巢穴中的一头介兽 想到这点 我更心乱 你也不必担心 那原始宇宙本源意志 数次引导你 且透过三位祖神让你出手 显然 他的希望实际上 是寄托在你身上 此次接受灾难 严格说 其他真神 决定不了结果 你才是唯一的生机 解兽啊 岂是好对付的 原始宇宙 代表宇宙海中 生命繁衍 而戒兽 则代表宇宙海中的毁灭 二者对立 能和原始宇宙 对立 戒兽 没那么容易杀的 一般历代 一旦戒兽出事 几乎都是横扫宇宙海 毁灭一切族群 原始宇宙最终毁灭 被迫化为本源 待得戒兽离去 原始宇宙本源 才会再度演变 化为原始宇宙 而这一次 戒兽出事 恰好有你 你不必否认 虽有我引导之力 你本身觊觎 可你自己有那潜力 不管哪一种传承 对传人的选择 都极为苛刻 没那潜力 根本得不到传承 你自己有潜力 际遇好 于是诞生了 你这样的存在 于是这一次 原始宇宙有了机会 有了一丝生机 因缘际会 强者诞生 现在宇宙海 众多真神们 靠联手 还能对付 一头两头戒兽 可是到了后期 戒兽们彼此 厮杀吞吃 越来越少 可活下来的戒兽 却越加强大 到后期 便不是真神们 所能抵抗的 那才是真正的灾难 我虽然也有些 可我也挡不住 接受啊 你是唯一的生机 当然 现在的你 还不够 等你成了真神 那你恐怕是 原始宇宙 不知道多少 轮回时代以来 堪称最强的 那时候的你 才真正有灭绝 接受的可能 当然 说你是唯一生机 不代表你一定能成 若是你失败 不管是宇宙海的族群 还是原始宇宙内 当然 包括你地球人一脉 进阶都得烟灭 一个都无法活下 虽然感觉 坐山客老师神秘 可当初坐山客 和罗峰说话 都受到原始宇宙 本源意志的警告 由此可以看出 坐山客和原始宇宙 本源意志的关系 并不好 若是坐山客 能够拯救宇宙海 原始宇宙 怕早就请坐山客 帮忙了吧 我必全力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一千二百四十六集 当然你也不必慌张 此次来的毕竟只是一头戒兽 且离最后的戒兽王者诞生 还有很久 现在戒兽的实力 远远没到巅峰 这出来的应该不是戒兽巢中最强的 否则他不会舍得离开巢巢 所以以你的实力 对付现阶段的戒兽 且他还不是最强的 应该不成问题 不管如何 我必全力以赴 斩杀戒兽 下次必定成功 自从戒兽和罗锋一战后 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虽然一次次在一颗颗小型宇宙外 进行吞吃本源 可一旦强大真神靠近 他则立刻逃窜 像神眼真主他们都曾碰到过戒兽 即使空间封锁 戒兽都会竭尽全力逃窜 拦都拦不住 在戒兽和罗锋一战后的第三年 九幽真主和戒兽曾一战 这一战同样吸引了 整个宇宙海的注意 罗锋也为之激动期待 九幽真主和罗锋一样 因为都是原始宇宙的 所以他们俩都分散在宇宙海 各自负责区域 所以戒兽那次吞吃小型宇宙本源 刚好靠近九幽真主 九幽真主和其他强者不同 他当时唯恐戒兽分解身体逃掉 所以九幽真主一来 先是空间封锁 紧跟着不管其他直接轰的一声 身体化为无尽海洋 直径光年纪的海洋 蕴含着悠悠无尽的神力 瞬间淹没了整个戒兽 戒兽当时也慌了 他从他仆从那儿得到资料 当然知道九幽真主 乃是整个宇宙海 号称神力第一多的 那可是以光年纪 单单对号 戒兽完全好死 对九幽真主而言 都是九牛一毛 戒兽当然不敢对号 他直接身体分成两份 是的 这次是分成两份 而不是九十九份 他朝着相反的方向逃窜 速度迅速飙升 实在太快 即使是神力海水阻碍 依旧超过宇宙海规则限制的极限速度 如此可怕的速度 仅仅不足半日 便飞出了那无尽海洋的范围 九幽真主正常飞行速度是快 可一旦化为无尽海洋 移动起来就慢得离谱了 它完全从无尽海洋形态再变回人形 而且可以出现在无尽海洋的任何一处 可是戒兽当时是分成两份 方向截然相反 导致九幽真主不知道该追哪一个分身好 所以最终还是被戒兽给逃掉了 不过 虽然逃掉 可化为两个分身 纵横贯穿整个九幽神力海洋 彼此力量不断在对号 虽戒兽在极力抵制 尽量减缓对号 可当他逃出去时 依旧称得上是元气大伤 他真怕了 这个九幽真主简直比那罗锋还可怕 单单靠神力对号就能耗死他 祖神秘境 祖神宫前的广场上 正有着两道身影并肩走着 唉 上次银河领主失败了 这次九幽真主也没成功 我知道戒兽很难击杀 可没想到 这戒兽潮穴中出来的仅仅一头戒兽 就这么的 这只是暂时失败 银河领主上次也说了 他和戒兽战斗的 只是他其中一尊分身 并没携带一些利害宝物 并非他的最强实力 若是银河领主最强实力爆发 定能斩杀的戒兽 嗯 银河此次在宇宙海 十分两路 一路是乘坐舰船 一路是乘坐星辰塔 乘坐星辰塔的那一路 才拥有最强战力 对对对 上次都逼得戒兽那样了 最强战力那一路 肯定能斩杀戒兽 怎么了 你在接受压力下 不像过去那般了 过去的墨花 可是那般的宁静 我都从未见过你这么急切过 我走了 祖神秘境内有众多宇宙通道 其中一条宇宙通道 通往宇宙海的一颗小型宇宙 那是墨花真神的小型宇宙 墨花真神的小型宇宙的核心 有着一座空间 那里景色无比美丽 生活着从原始宇宙搜集的无数生物 而这些生物 不过是墨花灵族的调剂品 来啊 来来来 小心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当墨花真神出现在峡谷中时 峡谷中的其他一个个美丽无比的 墨花灵族生命都迅速飞来 墨花灵族乃是原始宇宙特殊生命 整个原始宇宙一共诞生了 999个墨花灵族 在漫长岁月中有82个陨落 其他的都还活着 他们一个个容貌几乎一模一样 彼此无比亲近乃是最亲的亲人 他们偏能量类生命 可又有植物特性 天生爱好和平 墨花真神看着远处一具躺着的尸体 这是什么 尸体 嗯 姐姐你从原始宇宙弄来大量的生命 在我们这繁衍 繁衍出的生命形成一个个国度 族群 他们彼此战斗 我这次伪装进入战场 便认识了他 武尼 他很小呢 才十二岁 还是少年 我很喜欢他 我贪玩 离开战场去其他地方 当我回来时 他就已经战死了 一名美丽的墨花灵族姑娘正蹲在那 墨花真神听着 却是心头一酸 战死吗 若是此次劫难不过 自己这群亿万纪元一直生活在一起的姐妹们 也得陨落吧 银河灵主 一定得斩杀几兽啊 宇宙海中 那三大绝地之宇宙周外的虚空中 因为尽知世界 去三大绝地的强者几乎屈指可数 虚空中 座山客正站在那儿 遥遥看着远处的宇宙周 宇宙周 断东河一脉 也为了戒兽 最终差点断绝 还是让我的弟子继承啊 我 也是因为戒兽 沦落到如此啊 座山客仰头 看着上方 上方正隐隐有着一股无形的威压 或许其他真神们察觉不到 可座山客能察觉 哈哈哈哈 不必总是盯着我啊 我知道规则 我不会违反 你便拿我没办法 还是收敛些吧 你 怕戒兽吧 我知道 你怕 戒兽 仅仅只是吞吃你的部分本源 不一定吧 或许能湮灭你的意志 待得原始宇宙再度演变诞生 恐怕就是新的本源意志了 而你 则完全湮灭消失 对不对 上方的威压依旧那般没有消失 也没有加强 任由座山客如何说 他依旧如此 哈哈哈哈 你现在也盼着我的弟子 所以你得感谢我 当然 断东河一脉传承 禁之世界 都是你放出来的 想要从原始宇宙中培养出绝世人物 寻找一丝生机 所以罗锋的成功 应该是你和我的共同成功 戒兽 生而代表毁灭啊 因为他不知道多少势力覆灭 多少传承断绝 一切就看我这弟子能否杀死戒兽了 杀死 那便是崭新时代 被戒兽灭绝 这一切虚无 宇宙海各族都期盼着 他们都认定罗锋是唯一有希望的 毕竟除了这一头戒兽外 还有更可怕的戒兽巢穴 谁都不知道巢穴中有多少戒兽 罗锋和戒兽战后的第四年 诸位 戒兽出现在我的小型宇宙外了 这么下去 我的小型宇宙北渊 终有一天会被完全吞吃光的 横行魔神 我已到达 银河领主 银河领主 你这是哪一路 剑船一路 戒兽摩罗萨站在虚空中 周围黑雾弥漫 一道道曲折光线 朝远处虚空延伸下去 再吞吃这小型宇宙本源 被银河领主重伤 又被九幼珍珠消耗我大量力量 令我实力大减 这几年 吞吃好几次小型宇宙本源 我的实力总算快恢复了 戒兽摩罗萨也很愤怒 他可是渴望着回到戒兽朝穴 和其他戒兽厮杀成为最后王者 若是经常被罗萨九幽珍珠攻击削弱 那何时能成 他仰头愤怒嘶吼一声 紧跟着全身迅速浮现出那一道道图纹 很快身体炸裂化为九十九分身 立刻朝不同的方向迅速逃逸 无尽的雪花飘洒 迅速压制着九十九分身逃跑的速度 同时那巨大的锁链悬浮在高空 分出了一条条细长链条 很快无数长链朝着四面八方延伸 宛如雨伞瞬间撑开 形成了锁链宇宙 再度笼罩 上次他就被困进来 被迫损耗掉不少实力 施展出一绝招 后来逃出后 吃了些小型宇宙 刚增强一些 又被九幽真主狠狠对号了一次 现在刚刚差不多恢复了 又遭遇到这罗锋 简直是噩梦 即便我这金角分身杀不死你 也得减弱你的实力 这就是宇宙海的策略 血山真神 血蓝十足等一系列 神力超多的真神 开始率领一支支真神队伍 原始宇宙内很多真神都杀出来 每支真神队伍中 都有神力超多的 像一些植物生命真神 岩石山脉真神之类的 神体达到上亿公里的真神 有不少 有些离谱的达到 百亿公里神体的都有 经过上次罗锋和介兽一战 九幽和介兽一战 大家都明白 靠神力对号 是对付介兽的有效方法 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听下集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第1247集 于是 九幽和介兽一战后 宇宙还已经开始布局 来一次次对号神力 幸好其他真神们 没有办法困住介兽 介兽才能一次次逃脱 可这也令介兽 吞噬小型宇宙本源的效率 大大降低 可恶 一个个都靠神力和我对号 幸好也就和罗锋 那九幽能够大量损耗我实力 其他真神 只是影响我而已 那罗锋碰到我后 会转移为止 上次就是在 恒星陌生的小型宇宙 碰到我的 他定转移走了 我过了三年多 现在又回来了 开始吞吃 接受咬牙切齿 横行魔神立刻感应到 自己的小型宇宙本源 在不断被吞吃 顿时大怒 离上次才过去三年多 怎么接受又来了 宇宙海中 形单影之没靠山的 好歹也有二三十名真神 怎么又到他这儿了 在恒星魔神那颗小型宇宙外 正有着一座九层塔楼悬浮着 塔楼内正是红 火穹 罗锋他们三个 一身白袍的罗锋眼眸中满是战意 总算让我这星辰塔一路给碰上了 罗锋和介兽一旦交手 的确会改变方位 那金角巨兽分身乘坐舰船 是立刻离开的 而星辰塔那一路 自然也跟着改变位置 加上宇宙海总共这么些小型宇宙 到底到哪里呢 当时罗锋纯粹心中一动 于是星辰塔一路 便又到了恒星魔神这儿 过星辰塔这一路 一只金角巨兽分身那一路 强了不知道多少 这才是我的最强战力 连续两次和他交手 都让他逃掉 这次他逃不掉了 这不是盲目自信 而是建立在绝对实力上 借受摩罗萨站在虚空中 周围黑雾弥漫着 一道道曲折光线延伸进虚空 不断吞吃着小型宇宙本源 他警惕地感应着周围 希望银河灵柱和九幽珍柱 别出现在这儿 让我实力再强些 等我变得更加强大 宇宙海中 虽然现在一个个真神队伍 都有神力超多的真神带队 可是那些队伍虽然借受摩罗萨 奈何不了 却也不惧 他只怕罗锋和九幽 仅仅片刻 周围空间忽然凝结 这令借受摩罗萨一惊 他猛然盯着远处 远处刚凭空出现了一座九层塔楼 看到这九层塔楼借受摩罗萨 先是心中一松 还好不是建船 九幽真主和银河领主 都是乘坐建船的 紧跟着脸色大变 他反应过来了 这明明就是银河领主 闻名宇宙海的至强至宝 星辰塔呀 不 怎么又是你 星辰塔底座的其中一扇塔门 一身乌黑甲铠的罗锋从中走出 背负着一柄战刀 他还有着一条尾巴在晃悠着 对 又是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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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受摩罗萨看到罗锋 是又气又怒 他知道眼前这银河领主的手段 即便他要逃 那银河领主也能立刻困住他 而后逼迫他耗费大量力量 施展出保命绝招 才能逃出去 银河领主 你别太过分 你自己也知道 你是抓不住我的 别逼得我真的怒了 到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莫及 后悔 如何让我后悔 救命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人类族群乃是原始宇宙族群 我族大量真神可以随时抵达我族任何一个小型宇宙 你根本没有丝毫机会 对 我一个是没有机会 可若是我引领一批介兽过来的 一批介兽 一头介兽都让整个宇宙海混乱不堪了 若是一批介兽过来 那恐怕的确会是一场噩梦 自己一方的真神们可以形成一支支队伍 可若是介兽们也组成队伍 那怎么打 别不相信 我有着能力 这是事实 介兽乃是宇宙海中诞生的最伟大的生命 孕育出十亿介兽后 这十亿介兽命运中注定了彼此吞吃只能活下一个 那就是最后的王 也是最终真正有资格代表毁灭的介兽 那最后幸存的介兽才有资格和原始宇宙相提并论 因为注定最后只能活下一个 所以介兽们天生是能彼此感应到对方的 像介兽摩罗萨逃出来 他完全能够感应到其他介兽 即便在宇宙海中迷失 也能凭借感应再回去 他们不但能够感应到彼此 甚至还能彼此心灵交谈 正因为此 若是有介兽逃避不想厮杀 也逃不掉 昏暗之地的其他介兽们 感应到介兽摩罗萨逃出去了 可他们不在乎 待到后期 他们完全能够来吃掉 摩罗萨 他们不知道 若是告密 他就不能独占了 可若是被罗锋 九幽他们逼惨了 无法增强实力 甚至实力削弱 他愤怒下将一切告知 昏暗之地 巢穴内的众多介兽们 即便大半不愿离开老巢 可估计还是会有少数 混得悲惨些的介兽 愿意出来 你怎么引领那些异兽 还有 你接兽巢穴 一共多少接兽 数量少了 可吓不倒我 想要知道情报 自己去探查呀 去接兽巢穴呀 别想当初那两个胆小鬼 只是在偏远就吓得逃出去 有胆量进入我接兽巢穴的深处啊 既然没话 那就站吧 接兽摩罗萨脸色一变 这每厮杀一次 他都要好久才能恢复实力 他可不愿再和罗锋厮杀了 可是主动权在罗锋手上 他即便现在分身逃窜 罗锋也能困住他 所以他便立刻当 银河领珠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交易 对 我可以发出誓言 绝对不对你们人类族群动手 不去吞吃你们的消息宇宙本源 你也不为难我 怎么样 誓言 誓言有用吗 我可以发出规则誓言 以这宇宙海运转规则为证 来发出誓言 到时候规则降临 你也能清晰感应到 自然明白 我无法违背誓言 毕竟我也是宇宙海中诞生出的生灵 相信你也知道 相信你也知道 总之 解手绝不会再攻击 若是银河领珠你愿意投靠 我也可以让你拥有另外一股力量 并且对你们所谓的解手灾难 只要投靠我们 你便是我们的一分子 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罗锋明白了 所谓的另外一股力量 怕就是浩雷星主当初使用的那力量 也是戒兽们拥有的力量 不过罗锋明白 天上不会掉馅饼 连远古文明的传说中 一个个强大国度被毁灭 都未曾投靠戒兽 由此可以明白 投靠戒兽 怕是另外一种情况 甚至可能成为奴仆 无法反抗 别废话了 不投靠也行 那我和你们人类族群 不为仇敌 不好吗 躲得过你 也躲不过戒兽巢穴 其他戒兽 你能让其他戒兽 进阶发出誓言 不对我人类一族动手 戒兽摩罗萨 错愕 怎么可能 像强大的贝迪 带着吞吃其他 一头头戒兽越来越强大 怎么可能放过人类族群 那就受死他 罗锋嘴上喝道 却没有立刻动作 他想要看看 能不能有手段逼迫的 这戒兽摩罗萨 再说出一些重要讯息来 借受摩罗萨终于狂暴 再没有和罗锋谈判的心情 嚎叫一声 身上一道道图纹浮现 九十九道图纹笼罩下 身体直接轰然炸裂 当即开始逃窜 罗锋摇摇看着 却是冷笑 不远处的星辰塔内的幽海分身 则是身后十道银色羽翼展开 神力瞬间施展断灭三卷 极限燃烧起来 且通过事物羽翼 催发起那一招 茫茫虚空 数光年范围 近阶弥漫其隐约的白雾 这片虚空已然和外界隔离 而且无尽强大的束缚 笼罩这片虚空 此刻的束缚威能 远远超过雪花世界 连那分解成九十九份的 摩罗萨分身 逃跑起来都慢下来 虽然慢下来 可他还是在飞 竟然还飞得懂 摩沙罗锋锋 一身乌起神甲铠 摇摇看着摇头 他也懒得使用类似宇宙锁链的手段 因为他有更强的 星辰塔 轰的一声 远处星辰塔顿时轰然爆发出 无比狂暴的能量 瞬间且笼罩数光年范围 整个一念虚空的范围 进阶在笼罩内 只见星辰塔底座的九个入口 就仿佛九个无底漩涡 疯狂吞袭着一切 产生了一股奇轨的吞袭力道 九种不同的力量混合起来 一时间 数光年范围就完全进入了 这奇轨的漩涡世界 无尽强烈的漩涡世界 比这一念虚空 威能都要更强些 原本艰难 加速朝外飞行的 九十九道分身 陷入无尽的星辰塔 漩涡世界中 竟然开始很快减速 反而情不自禁 倒非开局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多人有声剧 吞噬星空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 同名小说 我持西红柿原著 边将工作室制作 罗峰看着那九十九分身 反而倒飞而回 不由笑了 他现在能自创出八阶密法 自然能够驱使星辰塔第七重 这星辰塔第六重密文 乃是八阶顶尖密法层次 这第七重密文 便是九阶密法层次 一旦诗展开 将形成极可怕的漩涡世界 比事无语义的一念虚空 还要强些 当然并非事无语义 不如星辰塔 而是因为事无语义的核心中枢 缘蕴含着前任主人的能量 罗峰舍不得动用 所以自然无法发挥 事无语义最强威能 通过缘来驱使事无语义 才能发挥最强威能 到那时 一念虚空 就应该会比漩涡世界要强些了 至于现在 星辰塔第七重 漩涡世界 却是绝对掌控领域类的 最强绝招 九种不同的力道彼此搅动 空间早已粉碎 形成了可怕的漩涡世界 借受摩罗萨的九十九分身 根本无法抵抗 情不自禁朝星辰塔飞去 在这昏天暗地的漩涡世界内 星辰塔便是唯一的中心 那底座上九个塔门 搅动一切 怎么会这样 怎么可能 变得这么强大 上次我和他战斗 他根本没有这么强 虽说这银河领住 卢锋有几个分身 可分身和分身 彼此是应该相当才对啊 好 戒兽放弃了 顿时九十九分身中 其他的进阶化为虚无 而其中一分身 则迅速凝结变大 变成了戒兽 站在漩涡世界内 接受摩罗萨竭力抵抗着 他勉强能够保持平稳 不被吞吸过去 之前分身状态 每个分身抵抗力都弱 自然被吞吸得倒飞过去 现在九十九分身合一 倒也能勉强站稳了 怎么办 怎么办 不靠分解之术 他怎么逃 就这么直接飞吗 罗锋完全可以追着他 令他永远逃不掉 更何况在一念虚空 漩涡世界彼此结合下 他也仅仅是勉强站稳 要飞行 注定速度也慢得离谱 而罗锋乃是制造 一切的主人 却是瞬间能追上他 站在远处的一身 乌黑甲铠的罗锋 迈步而来 看似随意迈步 却快得让介受极度 在一念虚空 漩涡世界双重笼罩下 罗锋的速度 是他的千倍万倍 银河灵珠 不愧是宇宙海第一强者 我之前小求你了 拿呀 再试试看 你不是会施展血光 聚集于眼眸吗 那一招那么厉害 怎么不施展出来 银河灵珠 你知道的 逼急了我 我会引领大群 接受过来 不要逼我 放我走 而且 我会发誓 以后